欢迎继续收听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八十八集 宋卿城扬装不高兴的样子 打算自己将水果端出去 季正廷一把揽住他的腰似笑非笑地说道 那也不一定 需要的时候老婆还是要伺候好的 宋卿城顿时脸颊通红 不跟你说了 我要出去送水果了 不得他从季正廷怀里退出来 厨房门被人从外面拉开 管家脚步刚抬起打算进来 便又退了回去 就连脑袋都跟着缩了回去 抱歉 我不知道先生和少太太在里面 如果可以的话 管家恨不得将时间倒回去重新来过 宋卿城尴尬的小脸更红了 冲季正廷哼了一声 红着脸出去了 倒是季正廷一脸若无其事地跟了出来 管家复额 幸亏先生没有责备 除夕夜 大家的性质都特别好 就连妞妞都跟着大家伙一起在手碎 小女孩长得水灵灵的 一直跟宋卿城比较亲热 当新年倒计时还剩十分钟的时候 大家伙都转移到楼上的平台上去看烟花 管家和庸人早已经将烟花都摆好 只等着点火了 在倒计时五分钟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放烟花了 事实上 今晚上整个城市的烟花鞭炮就没有停止过 一直在放 当时钟跳到零点的那一刻 整座城市被绚烂的烟火照亮 美不胜收 这家别墅的位置 本来就开发在一座山的半山上 所以视野比较宽阔 看着无数朵各式各样的烟花 在天空中散开 空气中仿佛不停地回荡着 人们喜悦的笑声 宋卿城拍了很多小视频发给小妹看 也从小妹那里得知 今晚家里人也有带她出去看烟花 宋卿城心里挺高兴的 正对着小妹发来的视频傻笑呢 微信里又挑出另一条消息 宋卿城第一个想到的是新月发来的 但事实上却是纪先生发来的四个字 新年快乐 这人明明就在一起 却还要用这种方式来祝福 宋卿城收起手机 眼睛不自觉地去寻那道身影 结果 原本就在身边的人 这会儿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这是要玩失踪吗 宋卿城又掏出手机 给纪正廷发了条信息过去 你人呢 这次 宋卿城没有等到回信 半分钟后 手磨得被人握住 在外面待了一会儿 宋卿城的手有点凉 碰到一股不同的温度 他便舍不得把手抽回来了 你刚刚去哪儿了 在正儿御龙的烟花声里 纪正廷根本听不清楚 只是从他的口型里 分辨出他在问什么 纪正廷附在他耳边说 看你和家人聊得开心 就没有打扰你 宋卿城看大家都玩得开心 就拉着纪正廷回室内避避寒 我妈刚刚问我 什么时候回去 你打算呢 纪正廷不知道 他是什么想法 毕竟 他家里人 还不是全部都知道 有他这个人存在 按理来说 不都是初二回娘家吗 我那边 倒是可以跟我妈说一声 就怕奶奶到时候问起来 我该怎么说啊 这可没关系 今年家里来了那么多人 不回去也是情有可原的 纪正廷相信 家里人都不希望他回去 只是他担心 会把宋卿城给累坏了 真的 宋卿城还是有些担心 按老习俗 结了婚的女儿 初二都是回娘家的日子 如果她不回去 到时候纪母又拿这件事 找查的话 她连解释都没得解释 纪正廷不害臊地 将宋卿城搂进怀里 我就是担心 会把我老婆给累坏了 纪先生 我最近发现 厨房里的蜜糖少了不少 是不是又被你偷吃了 这一家伙 突然之间变得油腔滑掉 宋卿城都开始怀疑 到底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他 以前高冷地让人不敢接近 现在又这样宠他如宝 完全就是判若两人好不好 蜜糖没吃到 口水倒是吃了不少 宋卿城脸上一红 反正就是说不过他 看了半小时的烟火 大家都冷得回了室内 老太太和老爷子 开始挨个的发红包 不管大小 人人有份 继母看着二老手里 发出去的一个个红包 就跟一根根针 扎在他那个心头上一样 这一个个的 自个儿家里那么有钱了 还收红包 一个个见钱眼开 不过也不是 二老发了红包就完事了 挨个的长辈 又开始给纪正廷 这一辈的晚辈发红包 继母也算一个 不过还好 别人家都是成双成对 继母就一个人发 这局虽说是审了一笔 可唐叔家还有个小拨点 那可是赚大了 所有人都要给他发红包 那才叫红包拿到手软呢 大家拿了红包之后 都开开心心地回房休息了 宋卿城回房之前 看到纪正廷把周少景 单独留了下来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去跟周少景说 工作上的事 这件事解决了 宋卿城的心理 也算是放心了 可是宋卿城又莫名地觉得 事情来得有点太巧合了 而他又怎么会知道 纪正廷就是因为注意到周少景 在厨房逗留了不小一会儿 担心他会对宋卿城做什么 或者说什么 所以才多了一份警惕 宋卿城又无缘无故地提到 关于周少景工作的事 或许母亲确实会试问他 但是母亲绝对不会在他面前 表现出任何不满 因为母亲如果不满的话 肯定会直接找他说出来 所以宋卿城刚开口 纪正廷便猜到 肯定是周少景找他说了什么 纪正廷回到房间的时候 宋卿城已经洗漱好睡了 原本宋卿城洗好澡 躺在床上 想等着纪正廷回来的 可是没等到他回来 宋卿城就已经困得睡着了 纪正廷走过去 帮他盖好被子 又将房间的灯调按 生魔看着他 默默地窥探了一声 虽然不知道周少景跟他说了什么 但可以想到 肯定是威胁他的事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一个人要撑到什么时候 还那么倦 不愿意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助 纪正廷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八十九集 如果宋卿城现在已经毕业了 纪正廷倒是好暗中都帮他一点 随便给他安排个工作 工资高一点 让他早一点减去经济负担 家里人也不至于把他逼得那么窘迫 然而 明知道这一切阻碍 纪正廷却束手无策 什么都不能替他分担 每每想到这一点 纪正廷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做得很失败 最后 纪正廷在宋卿城额头上 轻轻落下一吻 然后才起身去洗漱 新年的第一天 大家都没有起得很晚 因为有个习俗 新年头一天起得最早的人 一年的运气都会很好 而且睡懒觉的人 不能让人去喊 不然会变懒 当然 这些都是一些习俗上的花 新年的早餐 是传统的饺子汤圆 不过 在吃早餐之前 每个人都要给家里的佣人 送上一份红包 不论红包大小 只是代表 对工作人员的一份尊重和感谢 早餐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度过 由于是新年 大家都洋溢着一脸欢快和喜悦的笑 图个新年好兆头 但唯一一个笑不起来的人 就是宋卿城 好巧不巧 新年头一天 居然来大姨妈了 而且还是提前了好几天 宋卿城也是无语到极点了 本来还想好好过个年 这一下 看来是全泡汤了 吃了早饭 宋卿城就一个人回房间 处理自己的事去了 现在还没什么感觉 不过待会儿 还是得下去熬一碗红糖浆茶喝一下 以防万一疼得厉害 但没等宋卿城下去 纪正廷就上来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那个来了 看来你今年要红韵当头了 少来了 人家都说那个来是没韵 我说了算 我想躺一会儿 你下去看着 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给我发消息 我马上下来 上床躺好 晚饭之前都不准下来 宋卿城点点头 躺床上去了 纪正廷给他捏好被子 然后离开房间 就在宋卿城快要睡着的时候 门又被推开 纪正廷重新折了回来 手里还端着一碗红糖浆茶 宋卿城坐了起来 你怎么又上来了 别乱动 把这个喝了 纪正廷将碗递到他嘴边 喂他 宋卿城已经闻到了一股生姜味 他没拒绝 把一大碗都喝了下去 好了 躺下继续睡吧 宋卿城也想睡一会儿 出出汗 就躺了下去 纪正廷看着他睡了 才离开房间 宋卿城在醒来的时候 是被电话吵醒的 是母亲的来电 他紧张了一下 睡意立马就跟着消失了 妈 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你别担心 家里没什么事 我呀就是想打个电话告诉你 今天早上正廷打电话到我这里来 给我拜年了 我倒是挺意外的 宋母是没想到 纪正廷会有自己的电话 啊 他给您打电话了 宋卿城有些惊讶 他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而且纪正廷连说都没说 可不是嘛 我接了电话都好一阵子意外呢 嗯 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 不过 他给您打电话半年也是应该的 您不用特地来跟我说 宋卿城没想到 纪正廷会这么有心 家里都忙成这样了 他居然还能想起母亲 我跟你打电话呀 还有一件事 就是刚才 小周也给我打电话了 周少景 宋卿城皱眉 心里更加意外 而且还有几分担心 他没说什么吧 也就是说拜新年 然后关心了一下你奶奶和你爸的身体 其他的倒是没说什么 我知道了 以后您尽量别搭理他 宋卿城很清楚 周少景这是故意给他的暗示 看来昨晚 纪正廷和周少景谈的 确实是工作上的事 不然周少景今天这个电话 就不是给母亲拜年 而是打给父亲告状去了 宋母有些担心的问 你跟他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 没说清楚呀 他知道我跟正廷在一起 就抓着这个把柄要挟我 还有 之前我们家那里突然又不拆迁了 并不是周少景帮的忙 而是正廷下令 要求下面的人暂时不拆那边 所以那边才拆了一半 又停工下来的 要不是周少景说 那片土地 都是纪正廷名下的公司开发的 宋青城怎么也不会想到 家里那边房子突然不拆迁的事 会是纪正廷暗中帮的忙 最最最可恨的是 还被周少景这个小人给钻了空子 把功劳都揽自己身上了 害得自己还主动跟他道谢 请他吃饭 现在想起来 真恨不得去抽他两耳光 那 小周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他好像在那边管了一点事情 所以就把功劳都揽自己身上了 其实这件事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宋青城不能跟母亲说 周少景就是纪正廷的蔚来妹夫 母亲知道自己跟周少景谈过 如果告诉母亲 周少景现在是纪正廷的蔚来妹夫 母亲只会更加担心 原来是这样 那他又怎么要挟你了 他没事就威胁我 说要打电话告诉我爸和奶奶 说我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身价迁意什么什么的 我担心奶奶万一真信了的话 他跟我爸能做出什么事来 您应该比我清楚 这件事 宋青城原本是不想告诉母亲的 省得母亲为自己担心 可是周少景那种小人 只不定能做出什么事来 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 给母亲这边先打个警钟比较好 可是这件事 你有什么打算 总瞒着 这也不是个事啊 我打算再满一阵子 等我毕业了 有了工作 再找个机会告诉他们 再或者 也要等到继母 能适当地接受自己再说 现在这种情况 继母不接受她 万一让父亲知道后 再来个狮子大开口 索要彩礼 到时候 两家百分之百 要闹白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几 这样也好 省得他们到时候 说三道四的 宋卿尘看了眼墙上的时钟 才发现 已经十一点了 妈 那我不跟你说了 我还得去看看 午饭做得怎么样了 好 你去忙吧 妈也该做饭了 嗯 妈 再见 哎 好 宋卿尘结束了 跟母亲的通话后 连忙从床上下来 自己这一睡 怎么一下子 就睡到了这个点了 这个季正廷 也不知道 上来叫他一下 宋卿尘正忙着 要去卫生间 整理一下 房门 忽然被人 从外面推开 进来的 正是季正廷 他走了进来 醒了 季正廷 你怎么不喊我一下呢 这都十一点了 宋卿尘急得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待会儿下去 唐沈姑姑他们 要是问起来 他该怎么解释呀 十一点 怎么了 你有事 做饭的时间到了 我多少应该 下去看看呢 哪怕是做个样子 至少 人家挑不出毛病来 我已经帮你去 看了两遍了 保证不会有人 说你失礼的 可是 我这么久都没下去啊 季正廷伸手 将宋卿尘夹编的发丝 撩到他耳后去 我已经说了 你身体不大方便 再说了 大家都玩得开心 不会在意这些的 真的 快去收拾一下 如果再磨蹭下去 没准就真令人说话了 言下之意就是 你别再质疑了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宋卿尘点点头 进卫生间收拾了一下 重新出来的时候 季正廷还在房间 宋卿尘一边将头发 扎起来 一边跟他说 你怎么还没下去啊 等你 季正廷起身朝他走过来 宋卿尘笑了笑 很自然主动地 牵着他的手 一起下楼 他们俩一起下来的时候 原本是没人说什么的 但是唐审见他们 形影不离 实在是忍不住 想要调侃一下 瞧你们这对小夫妻 不愧是新婚燕耳 这完全就是形影不离 如脚似漆 看得我们这些人啊 都要羡慕死了 正廷上去叫我 他可不是上去叫你 你这不舒服 睡了一会儿倒是不打紧 关键是 咱们正廷都跑上去 看了好几遍了 就怕你有什么好歹 宋卿尘心里微惊 看了眼身边的男人 原来季正廷 已经上去不止一次了 他居然睡得跟小猪一样 一点都不知道 好在唐神嘴下留情 没有抓着他们说个没完 宋卿尘也趁机溜进了厨房 比起外面那些针锋相对的聊天 他倒是觉得 厨房更清静一点 午饭非常丰富 中西市外加海鲜 全部上阵 因为新年第一天都不会出门 所以午饭 大家都小喝了一杯 就连一项都滴酒不沾的继母 在唐神的激将法下 也破例倒了一杯红酒 最后 餐桌上 只有宋卿尘和继灵两个人 没有喝酒 卿尘啊 明天是回娘家的日子 你跟正廷回不回去啊 吃了一半的时候 唐神突然将话题 转向了宋卿尘这边 正在吃饭的宋卿尘 差点没反应过来 我跟正廷商量过了 我们明天先不回去 家里来那么多客人 当然不能回去了 继母这时插了一句进来 宋卿尘要是回去了 这家里家外指望谁站落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 你们来了那么多人 想回去也回不去呀 哟 不会是因为我们在吧 唐神儿倒是挺识相的 也不 宋卿尘刚开口 就被坐在唐神旁边的 继母给瞪了一眼 他只好把差点脱口的 柿子给咽了回去 改口说 也不完全是 反正年前都刚见过 随时想回去就回了 那倒也是 反正你们离得也近 唐神见继母故意想要好看 忽然又变得没心没肺起来 金母看了唐神一眼 明了明唇 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 反正知道这个老女人厚脸皮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诶 对了正天 你约又林跟陆晴那小丫头吃饭 有没有确定什么时候 姑姑又说道 他们俩倒是都有时间 如果你们觉得合适 明天晚上也可以 明天晚上会不会太赶了 这整天大吃大喝的 都没缓过神来 又要出去吃 这哪里吃得消呀 那就推迟几天也行 纪正廷建议说 他也不希望赶得太紧 毕竟 他的小孩 这两天比较特殊 要不就初五才深夜吧 刚好也算是小年 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 回头我就通知他们时间 行 就这么定下来吧 姑姑做主了 这件事也就此告一段落 唯一让宋卿尘好奇又不明的是 姑姑跟陆晴 还有 又林 如果她猜得没错的话 说的肯定就是陆又林 只是 他们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而且好像还很熟的样子 不对 陆晴 陆又林 陆玉 都姓陆 所以 他们是亲戚 晚上的时候 大家自娱自乐 男人们玩牌 唐审吆喝着打麻将 继母也被拉上阵了 宋卿尘对赌 是一窍不通 刚好 可以偷偷溜上楼 早点休息 喜树好 躺在床上 宋卿尘 却又迟迟睡不着 没办法 他这个人好奇心重要 还没弄清楚 姑姑家跟陆又林 和陆晴他们的关系 他真的睡不着 现在 他只希望 纪正亭能早点结束 上来解开他的好奇 宋卿尘百无聊赖之下 跟新月视频聊天 想看看他在老家过年 是怎么过的 季太太 你不是应该忙得抽不开身吗 怎么这个时候 有空跟我视频了 他们都在楼下呢 我亲起来不太舒服 所以就早早地回房了 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啊 那你家大boss 岂不是郁闷死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 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一集 他有什么好郁闷呢 宋卿尘没明白 新月的意思 他来大姨妈 又不是纪正亭来 他不舒服 又不是纪正亭不舒服 纪正亭顶多 就是有点担心 忙了一年 好不容易才腾出时间 来跟你造人 你去给人家来这招 我想鸡大总裁这会儿 肯定不止一次 躲脚落磨眼泪了 你就别胡说八道了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要告诉我 你俩还没那什么吧 宋卿尘害羞地红了脸 本来就没有啊 视频里 新月满脸的不可思议 宋卿尘看新月这副表情 挪了挪嘴说 你不至于表现得这么夸张吧 搞得我们多奇葩似的 我不想知道你俩是不是奇葩 我只想知道 你家大boss 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当然是夫妻生活方面了 你想想 他要是没问题的话 整天抱着你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妻 真的就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万座是其他正常男人的话 早就推倒拿下不知道多少遍了 所以 新月总结下来 肯定是纪大总裁身体方面有问题 其实也不是啦 我们 我们也有擦出火花的时候 就 就是 宋卿尘说得吞吞吐吐 有些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不能说 他们那次已经溅在弦上 却被纪灵给搅黄了吧 再或者 这两天 纪正廷也有那方面的想法 但是时间又不对呀 总之 就是没有个合适的机会 新月着急地问他 那他反应大不大 厉不厉害 大姐 我们都没那个呢 我怎么知道他厉不厉害啊 宋卿尘有点无语 他们两个小姑娘 这到底是聊的什么话题呀 哎呀 拜托 从他的反应和表现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而且你家大boss 是大家公认的禁欲男神 那方面 应该很厉害才对的 宋卿尘的脑海里 忽然就回想起 之前两个人 亲热的各种画面 纪正廷浑身散发着的荷尔蒙 还有纪正廷那一双 被秦玉笼罩的眼眸 和他身体超强的反应和变化 仅仅只是回想一下 便让宋卿尘觉得心惊肉跳 口干舌燥 天哪 不能再想下去了 梁九 宋卿尘才慢吞吞地回道 嗯 一上午 算不算厉害 他只透露过 希望一上午时间 都是他一个人的 大概的意思 应该就是需要 一上午的时间吧 视频里 新月扑了一声 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 哎 你们不是还没那什么嘛 你怎么知道他可以一上午 天哪 要是一上午 那清成得幸福死了 他自己说的 哇 清成 我感觉你的幸福生活 已经在向你飞帮而来了 新月羡慕地说道 宋卿尘脸上红得更厉害了 你 你就别笑话我了 我心里 其实还有点纠结着呢 纠结什么 有这样一个帅到惨绝人寰的 禁欲系男人伺候 还需要纠结 这换做是其他女人 早就迫不及待了 我爸跟我奶奶都还不知道这件事 他妈妈也还没有接受我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啊 一提到这件事 宋卿尘就觉得头大 新月却一本震惊地说道 清成 要我说 你就应该强势一点 直接告诉你爸和你奶奶 他们想要彩礼呢 也是理所当然的 你就让你家大总裁 把彩礼直接送你们家去 如果他们要是还不满意的话 你甩都别甩他们 你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 他们是嫁女儿 又不是卖女儿 就这样 硬气点 我是担心他们会三天两头地 找上门来闹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爸和我奶奶是什么人 宋卿尘也想强势一点 可关键是 跟个赖皮强势 怕是根本就没用 新月忍不住吐槽说 你说你爸和你奶奶 怎么就那么奇葩呢 算了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话了 怪扫兴的 对了 你打算过了年 什么时候回来 还没定呢 我妈给我安排了两个相亲 你说我要不要去 不至于吧 你都还没毕业呢 再说了 新月也算是大美女一枚 完全用不着相亲 来解决终身大事吧 我妈要是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那你要不就去看看 没准能遇到个有引缘的呢 得了吧 要是真不错 用得着来相亲吗 就比如 纪大总裁这样的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撞破头皮送上门 还用得着相亲 说得倒也是啊 对了 我们打算初五 跟陆又林一起吃饭 要不我到时候 帮你拉拉线 新月却表现得兴致缺缺 我看还是算了吧 人家对我也不来电 我可不想去自讨没趣 回头我看着办 到时候给你消息 那好吧 我就不跟你说了 我妈喊我就吃水果了 嗯 那我们学校见 拜拜 结束视频后 宋清诚发现 已经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都十点了 也不知道下面什么时候结束 昨天为了迎新年 所以才到了零点 今晚不会又要熬得那么晚吧 宋清诚正想着 房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 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 知道这个点进来的 肯定是纪正廷 嗯 怎么还没睡 纪正廷见他还精神抖擞的样子 有些不紧 不是说不舒服 想早点睡的吗 纪正廷以为宋清诚应该睡了 还刻意将动作都放轻了 宋清诚觉得 自己的反应有点太明显了 也不知道纪正廷待会儿 会不会觉得自己太八卦 宋清诚拿了拿头 又坐回床上 尽量漫不经心地回答 哦 本来打算睡了 刚刚跟新月视频了一下 就聊了一会儿 聊聊些什么 纪正廷随意地问了一句 哪想到 这话问出来 宋清晨的脸色 就不受控制地红了起来 没什么 就是随便聊聊 要是让纪正廷知道 他们在聊他某方面行不行的话 也不知道 他会是什么反应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 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二集 纪正廷原本倒是没多想 不过看到宋清晨脸颊的轰红 又心思不定的样子 便有些狐疑了 你确定 宋清晨看他走过来 心跳更是乱了乱 打了个机灵 连忙转移话题说 对了 你姑姑家 跟陆又林和陆情 又是什么关系啊 怎么会想到一起吃饭啊 你没有发现 他们都心卢吗 当然发现了 要不然 就不会好奇了 姑父和陆又林的父亲 是亲兄弟 又和陆情的父亲 是堂兄弟 难怪了 宋清晨恍然大悟 总算是解开了心底的好奇 那感觉 真是太好了 你还没说 刚才跟新月在聊什么 宋清晨一愣 他还抓着这件事呢 我跟他说 我们要跟陆又林一起吃饭 打算帮他跟陆又林签个线 虽然是断章取义 但我也没有说谎 纪正廷直接打消了他这个念头 这个险你还是别签了 为什么 宋清晨不明地看着他 纪正廷看了他一眼 新月不是陆又林的财 什么意思啊 新月好歹也是学校的一枝花 大美女一个 哪里配不上那个骗子陆又林了 要我觉得我还不高兴把新月交给他那种人呢 哼 纪正廷觉得宋清晨替朋友两肋插道的样子可爱极了 把他拉过来 手还在他腰上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陆又林心里有人了 真的 谁啊 宋清晨想也不想就脱口问了出来 后知后觉才意识到 就算纪正廷告诉他 他也不见得认识 只听纪正廷给出了两个字 陆情 宋清晨瞠目结舌 小嘴张成一个O型 许久才回过神埃 乱 乱伦啊 而且还是现实版的 纪正廷有些无语地笑了笑 陆情其实是陆家的养女 不存在血缘关系 宋清晨又被惊呆了 原来陆家还存在这样复杂的关系 呃 其实也不算是复杂吧 初五晚上约好一起吃饭的 有些人下午早早地来到酒店用餐的包间里 豪华的包间里摆了两个大圆桌 今晚主要都是陆家那边的人 所以唐沈一家和纪家老爷子老太太都没有过来 纪母和纪灵还有周绍景原本是要一起过来的 后来临时被周家给请去了 最后 陆家的宴请中 除了姑姑一家三口 纪家 只有纪正廷和宋清城两个人出席 其实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他们倒是更希望小两口单独约个会 清静一下 纪正廷和宋清城并没有很早就过来 毕竟今晚的主角不是他们 所以就赶在晚饭前到了酒店 还以为你们小两口要人单独去请呢 他们刚到 陆又林便过来将他们调侃了一顿 原本确实以为会有人去请呢 可等了半天愣是没等到 只能自己来咯 嫂子别生气嘛小嫂子 回头等我结婚那天 保证亲自当门去请小嫂子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这话说的搞得他娶不到老婆似的 这个嘛 基本上是看我心情 宋清城是铁了心要追问到底 那是看你心情好呢 还是看你心情不好呢 陆又林某色微眯了一下 这个小嫂子果然不是一般人 她要是回答等她心情好 那岂不就是说 她这么多年都一直心情不好 但如果回答她心情不好 又让人觉得跟赌气似的 所以 陆又林这个风头没出城 反倒是给自己出了个难题 好不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得看我心情爽不爽 陆又林 油腔滑掉地把话给圆了过去 今天人多 而且多数都是宋清城没见过的长辈 她没有一直逮着陆又林斗嘴 关于上次被放鸽子的事 回头再找她算账 之后 纪正廷带着宋清城 跟各位长辈打了个招呼 也算是认识了 意外的是 长辈们都准备了红包 陆又林的爷爷奶奶 和陆晴的爷爷奶奶都还在世 加上陆又林父母 陆晴的父母 宋清城终于也体会到 拿红包拿到手软的滋味了 关键是 某人收到的红包 也都交给她保管了 宋清城知道 这些红包 最后肯定都是进自己口袋里 太开心了 晚饭分了两桌 长辈们一桌 他们小辈们一桌 这样既不影响长辈们拉家 常谈事情 小辈们也不会觉得拘束 小辈们餐桌上的位置都齐了 服务员将多余的椅子撤了下去 没一会儿 陆又林又冒了出来 什么意思 今晚我是冬家好不好 陆又林走过来 见唯独自己没位置 心里超级不爽 虽然连个位置都不给他留 诚心给他添堵 是不是 服务员 麻烦给那边加个位置 宋清城连忙叫服务员 手指的方向是陆晴旁边 虽然对陆又林这个人 印象并不算好 但也谈不上差 主要是陆晴是个很不错的人 虽然有时候稍微有点毒舌了 总而言之 宋清城觉得 这一对还是挺般配的 听说要在自己身边加位置 陆晴没有明显的反应 就是下意识地朝边上让了让 挪出一个空位来 服务员将椅子搬过来 陆又林就勉勉强强地坐了下来 他坐下来之后 陆玉就开始问他 又林哥 听说你现在已经正式入警 不需要再坐卧底了 什么叫正式入警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以前的身份 不都是不对外公布的吗 而现在 不仅对外公布 而且还是警署中 最年轻的指挥官 陆又林 偏了他一眼 国家机密 少问点 很显然 陆又林 并不愿意多提工作上的事 比较敏感 嗯 那就问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我陆晴姐姐结婚呢 正在喝水的陆晴 一听到这话 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 坐在他边上的陆又林 遭了痒 欢迎继续收听 有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三集 陆又林 颇有些嫌弃地皱了皱眉 拿起毛巾在身上擦了擦 然后没好气地怼陆晴 我说了 你能不能有点女人的样子 都快三十了 你就不愁嫁不出去啊 反正有你这个备胎 我觉得陆晴姐完全不用愁 陆玉替陆晴怼了回去 陆玉替陆晴怼了回去 陆又林净脸一沉 凉凉地开口 陆玉 要不是看在你刚回来的份上 你现在应该是在楼下 而且还是横着的 为什么 陆玉无知地睁大双眸 废话 当然是被丢下去的 不过遇到个白痴 陆又林也只能无语了 陆晴姐 你今年应该也二十好几了吧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年纪 确实应该谈对象了 不然好的都被人家给挑走了 剩下的 条件好一点的 长相肯定一塌糊涂 那长得过去的 家境肯定是寒酸的 揭不开锅的 说话注意点 陆又林忍无可忍地 打断了陆玉的话 好歹他这个南版万人民还单着 要说家境的话 他陆家名下的房地产 金融等等 那也是本事赫赫有名的人物 陆玉半晌 才意识到自己哪里说错了 哦 我幼灵哥是个例外 毕竟像我幼灵哥这样优秀的男人 世上也不多的 嗯 这一句比较重听 但是下一句 绝对又够得上 让陆又林吐血 可是幼灵哥 你是陆晴的备胎啊 所以你就不能完全算是单身 没准哪一天 陆晴姐实在挑不到合适的人 就将就一下 把你捡回家了 陆又林放下手中的筷子 聚脸黑得跟锅底似的 陆玉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备胎 你要是再敢给我夹这个头衔 别怪我把你丢回你的澳洲去 那正好 我可以省一张飞机票 陆玉不敢大声说出来 就在嘴里咕弄着 但这话 还是被陆又林给听见了 他冷冷地盯了陆玉一眼 陆玉吓得 赶紧朝陆晴后面缩了缩 假装看不见他 陆晴看不下去了 嗨陆又林 你吓过一个小孩子算什么本事 我倒是想吓唬你 可你偏偏是只母老虎 我也没那个本事 陆晴气得嘴角乱抽 你说谁母老虎呢 我吃过你还是咬过你啊 没吃过 也没咬过 接着 陆又林附在陆晴耳边 只用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不过 改天 你可以尝尝 陆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颇为嫌弃地打量了他一下 你确定你这身老皮还能吃得动 你好像也不嫩吧 陆又林也不闹 目光也煞有介事地 在他脸上仔细地看了一圈 然后指着他的眼角说 瞧瞧 这闻都有 陆晴立马紧张起来 转向旁边的陆玉问道 我脸上有抓闻了吗 好像真的有啊 我这么远都看到了 宋卿城刚说完 腿上就被某人给掐了一下 其实这种话挺得罪人的 宋卿城自己也知道 但是没办法呀 陆玉一直在拉拢陆又林和陆晴 大家又都不肯帮忙 只有他这个外人来加油打去咯 陆玉见有人帮自己掺火 连忙又说 陆晴姐 岁月不饶人 你可得好好花钱花时间保养一下了 就算你是医学界的天才 可是也不能把一生的精力 都花在工作上啊 这多可惜啊 我觉得陆玉说得挺有道理的 女人哪 还是应该以家庭为重 早点找个对自己好的男人嫁了 那才是人中的完美 这话是陆家大嫂说的 也就是陆又林这一辈中的老大哥 陆成的老婆 另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 是陆婷川 身边站着个年轻女孩 是他的私人女佣 纳兰宇 陆晴无所谓地说道 嫂子 这里还有人没讨到老婆呢 我才不着急呢 陆晴 你信不信我明天就结婚 陆又林超级不爽 自己这什么都没说 居然还被人拎出来当靶子 他能忍才怪了 不信 陆又林沉沉地盯了他一眼 最后对自己说了句 好难不跟你读 这时 宋卿尘又适时地说道 陆又林 新月让我带他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 不用 我们每天都有视频聊天 陆又林装得跟真的似的 宋卿尘差点扑笑出来 但还是忍住了 对了 我听说你不是答应他 今年跟他一起回去见家长的吗 你怎么突然有改变计划了 你瞧瞧 这还能走得开吗 陆又林指的是这一大家子的人 可以理解 陆又林一家今年刚回来 他走不开 也是情有可原的 宋卿尘跟着眼下去 唉 害得人家伤心了好几天呢 陆又林喝了口红酒 慢条思理地说道 没事 这件事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 回头我先带他跟我爸妈见个面 差不多就可以定下来 陆又林听得云里雾里的 开口就结巴了 定 定 定什么 定 还能定什么呀 当然是定婚了 陆又林故意学着陆又结巴 陆又林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怪不得又林哥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备胎 原来是私下里已经有女朋友了 陆青姐 看来你真的悬了 就这么唯一一个条件不错的人选 现在都被人给抢了 你可怎么办啊 陆青本来是无所谓的 结果被他们这么一说 弄得他心里乱糟糟的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找什么急啊 陆强 我敢保证 你三十岁之前都别想嫁出去 陆又林非常欠贬地说道 你才嫁不出去呢 乌鸦嘴 我本来就没打算嫁出去 他可是要娶老婆的 陆青不服气 那我要是在三十岁之前嫁出去的怎么办 没嫁出去怎么办 随你怎么办 陆青想也没想就说道 这是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四集 陆又林一拍桌子 当即说道 好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陆青感觉 自己好像上当了 可问题是 自己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上当呢 陆又林手里端着酒杯站起来 难得认真严肃 陆青 我们来做个赌月 如果三十岁的时候 你未嫁我未娶 敢不敢跟我结婚 这话 他想说不是一天两天了 陆青直接正逐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眼底划过一丝翡策 虽说他们从未开始过 但却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们之间 早已经无形地产生了一段畸形的情感 两个人都不曾正式面对 心底却又不曾抹去 陆裕第一个站出来 拍手叫好 好好好 我赞成 你赞成没用 陆又林毫不客气地 把陆裕给怼了回去 但目光始终都紧盯着面前的陆青 即便是陆青已经抽回了目光 可陆又林 就是不肯放过他任何一丝表情 时间 仿佛就这样定格在此刻 宋青城一颗心提着 就眼巴巴地等着陆青的答案 倒是季正廷自始至终都置身事外 见宋青城完全把心思放在人家身上 他非常不爽 他宋青城的眼里 不是应该只关注他一个人吗 没关注也就算了 还直接把他给无视了 回去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小孩 而另一边的陆亭川 比起季正廷将自己完全置身事外 他则要更加地气定神闲 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 只是偶尔跟身边那位年轻的女孩 嘀咕一句 面无表情的样子 有几分冷漠 如果说季正廷以前是冷漠得让人不易接近 那这个陆亭川的冷漠便是千年冰山 只要你一旦靠近 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你给冰封住 永远都到不了他的身边 安静了好一会儿 突然又响起了一道响亮的声音 好 我跟你赌 陆亭从椅子上站起来 手里也端着一杯红酒 和陆又玲面对面 是不是喝了这杯酒 赌约就算成了 没错 陆又玲生默看着陆亭 他倒是没想到 陆亭居然会真的答应 陆亭闻言 便毫不犹豫地仰头 将一杯红酒喝了下去 陆又玲眸色微微一缩 继而也跟着将酒喝了下去 陆亭连忙端着酒杯起哄说 哇 为了庆祝又玲哥和陆行姐 不再是单身 我们大家是不是应该干一杯啊 我觉得可以 大嫂都发话了 大家也没人发表其他意见 一起端着酒杯站起来庆祝 这一下子解决了两个 再长也就剩下陆亭川一个单身了 哎 亭川 这下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你也要抓紧努力了 大嫂对坐在隔壁的陆亭川说道 陆亭川好整以下地回了一句 不出意外 一个月之后会有消息 这话刚说出来 正在给他倒酒的女孩手一抖 烟红的酒水就洒在了白色的台面上 女孩吓得连忙压低了头 小声地跟他道歉 只听陆亭川凉凉地开口说 扣一分 连续两句 陆家大嫂都没听懂陆亭川在说什么 搞得自己一头雾水 其他稍微有点眼色的人 都能看出 陆亭川和他那位专职女佣关系不一般 而且陆亭川这个人的性情很古怪 喜怒无常 所以他身边极少有女人的身影 初五也过了 宋厅城琢磨着 要是还不回家的话 那就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前些天想回去 但又担心 纪正廷跟自己一起 到时候他一个人没地方去 现在纪正廷的公司也上班了 纪正廷可以表面说跟他回去 但事实上可以去上班 这样他就不担心纪正廷没地方去了 初八一大早 宋厅城吃了早饭之后 正在楼下等纪正廷假装一起回娘家 纪灵从卫生间里出来后 发现他还没走 便问道 你怎么还没走 哦 你哥还没下来 我哥公司今天不是正式上班了吗 嗯 是啊 不过 好像要下午才正式上班 纪灵便没再说什么 转而 看到宋卿城放在沙发上的包 眼珠子一转 又对宋卿城说道 哦 对了 我那天是不是有条丝巾赖在我哥房间了 有吗 我不知道啊 再说了 纪灵什么时候去过他们房间了 你上去帮我看看 我那条丝巾可贵了 一千多呢 宋卿城懒得跟纪灵胡搅蛮缠 就上楼去帮他看看 顺便看一下 纪正廷怎么还没下来 纪灵在楼下看着宋卿城上楼之后 目光到处扫了一圈 最后 落在柜子上的一盒东虫下草上 他连忙走过去 将两盒还没有拆封的东虫下草拿了过来 塞进宋卿城的包里 这几天 宋卿城没少在家里人面前表现 现在就连母亲对他的态度都大有改观 要是长此下去 岂不是真的要让宋卿城在这个家里立足了 不行 他纪灵绝对不能让宋卿城在这个家里待下去 坚决不能 几分钟后 宋卿城和纪正廷一起下楼来 纪灵已经不见了踪影 其他人都去老太太那边吃早饭了 这会儿也还没有回来 宋卿城反正是没找到什么丝巾 回头跟纪灵说一声就是了 他从沙发上拿过自己的包包 刚拿到手里 就被纪正廷给劫了过去 宋卿城冲他笑了笑就去换鞋子了 他们刚走出来的时候 唐婶他们正在院子里散步 看到纪正廷他们出来就走了过来 正廷和卿城这是要回娘家呢 是啊唐婶 我跟正廷今天可能要到晚上才回来 宋卿城回话的时候 也从纪正廷手中将自己的包拿了过来 别一会儿被唐婶看见了 又要做话题了 放心去玩吧 迟一点回来也没关系 那我们就先走了 等一下 纪灵突然走上来 宋卿城以为他是要问丝巾的事 便跟他说道 啊 你说的丝巾我没找到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五集 纪灵根本就没有丢什么丝巾 宋卿城当然找不到了 啊 你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怎么鼓鼓的 宋卿城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包 好像确实有点重 你不会是偷了我们家什么东西吧 唐审他们闻言 都是一脸惊恶 继母则是皱着眉头 瞪了继灵一眼 这死丫头 就算是怀疑宋卿城 也不用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出来 这要是宋卿城出丑 那不就是让我儿子出丑吗 继正廷的脸色更加难看 阴沉得几乎要滴出水来 宋卿城虽然是恨得牙痒 但是他内心抱着身正不怕影子歪 而且大家伙都看着 他总不能跟继灵大吵大闹吧 宋卿城语气平淡地警告他 继灵 我可以原谅你口无遮拦 但是无凭无据的事 最好还是别乱说 当心祸从口出 那你有本事就把包给打开 让大伙看看 继正廷迎着脸走上来 继灵 哥 我看见他在楼下偷东西了 继灵知道 哥哥开口肯定没好话 索性就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今天 他势必要让宋卿城 颜面丢尽 继正廷棱角分明的五官 森冷得让人不寒而栗 灵力的眸子 像是要将继灵射穿 宋卿城自知 继灵针对的是他 这种情况下 他若是不把包打开 让大家看看 反倒是说不清了 好 既然你要查 那就拿去查吧 宋卿城将自己的包递过去 继灵伸手的时候 被继正廷一道英智的目光 盯得手一抖 但是他还是麻着胆子 将宋卿城的包接了过来 然后将拉链拉开 宋卿城的包不算大 拉链拉开 就醒目地看到两个虫草的盒子 继灵得意一笑 继而将包里的盒子拿出来 举在宋卿城面前 佯装盛怒地说道 好呀 你还真敢偷我们家的东西 宋卿城傻眼了 怎么会 哟 这什么东西啊 唐沈见着有好戏看 便错上来 从继灵手中将盒子拿过去 看了一下 不就适合东冲下草吗 你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唐沈 这什么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这种人的行为 让人忍无可忍 继灵继续火上浇油 唐沈觉得 继灵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不是让你整盒子带回去吗 怎么只带了两小盒 这时 纪正廷忽然开口 向身边的宋卿城问道 宋卿城的大脑还处于短路状态 纪正廷问什么 他好像根本听不到一样 满脑子都在想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自己包里 莫的 宋卿城想到 刚才纪灵让自己上楼去 给他找什么丝巾 纪灵的用意 大概就是想把他支开 所以这件事 根本就是纪灵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继母气冲冲地走上来问道 正廷 这到底怎么回事 啊 是这样的 我给秦城的父母准备了新年礼物 秦城觉得太多了 又知道您常年是用虫草 所以就将虫草拆开带了两盒 剩下的两盒给您留着 让你整盒带回去就带回去好了 干嘛还要拆开来 家里又不是没了 弄出这样的误会 也不怕人笑话 继母对宋卿城责备道 宋卿城还是默不作声 纪正廷是在找话 把事情圆过去 继母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 总之也做得很得体 搞了半天 原来是误会一场 我就说呢 卿城看着 也不像是那种不懂事的孩子呀 再说了 纪家要什么有什么 想拿就拿 想扔就扔 那根本用不着偷偷摸摸的 说到这里 唐沈对旁边气得满脸帐红的纪灵说道 灵灵啊 你下次说话做事也走点心 那青城再怎么说也是你大嫂 这俗话说得好啊 长嫂如母 你这样是不对的 谁承认她这个大嫂了 纪灵气得七孔冒烟 这会儿直接是心里想什么就吼什么了 纪灵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这个家如果有人胆敢再不承认青城 纪家的大门随时为她敞开着 纪正廷留下警告的话 从纪灵手中夺过宋青城的包 牵着宋青城便提步离开 纪正廷刚才那句话不全是警告纪灵的 而是借此警告了所有人 包括纪母 这一次她是真的怒了 坚决不会再容忍下去 纪正廷开车送送青城回去 一路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开口说话 纪正廷知道 宋青城心里不好受 便腾出一只手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 在一个人的心灵受到伤害时 再多安慰的言语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前两天下了一场雪 这两天气温一直低下 宋青城担心道路结冰 车轮会打滑 纪正廷一直一只手稳着方向盘 相当危险 宋青城将手从她手心里抽出来 在她手背上安抚地拍了两下 你不用担心我 好好开车吧 纪正廷胸口尖锐地痛了一下 宋青城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她没有安慰宋青城 宋青城反倒是来安抚她 这无疑是在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下 宋青城心里不好受是难免的 但是比起以前 纪灵和纪母一起的羞辱 她反倒是不觉得这次有多委屈 因为这次 纪母明显是站在她这一边 和纪正廷一起将这件事情给圆了过去 尽管宋青城知道 纪母是不想让唐婶看笑话 但即便如此 宋青城还是觉得 这也是一种改变 纪正廷一直将宋青城送到小路口 车子开不进去了 她才停下来 宋青城卸下安全带下车 纪正廷也跟着下来了 外面那么冷 你不用下来的 见宋青城跟没事人一样 纪正廷的心里也不好受 她伸手将宋青城的围巾紧了紧 要带了吗 宋青城知道 纪正廷问的是喷雾 现在只要跟纪正廷在一起 出门一步 纪正廷都会提醒她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六集 嗯 大老 你的那瓶 说完 宋青城就从她笑了笑 直到纪正廷肯定又要虎着脸不高兴了 宋青城连忙解释说 我的那瓶我没有找到 管家说是黎婶拿了 回头等黎婶回来了 我问问她给我放到哪了 宋青城本来是想带上自己那瓶的 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只好带纪正廷这瓶了 纪正廷微微皱眉 离婶做事不应该这么大意的 不过她也没多想 晚上几点来接你 你要是忙的话 我就自己坐车回去吧 没有比接老婆更忙的事 那就你下班吧 可以 有什么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陆上华 你自己开车当心点 知道 快去吧 宋青城点点头 要走的时候 突然又被纪正廷给叫住 等一下 怎么了 宋青城不明所以地回过身来 纪正廷已经将后备箱给打开 从里面拿出来一些东西 这些是奶奶给我们准备的 一部分是唐室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肉制品 一部分是海鲜 不过 海鲜拿回去最好是烧熟了 不然可能会死掉 纪正廷将东西交给他 宋青城将东西接过来 纪先生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家庭主男了 没办法 有个小孩要照顾 宋青城笑了笑 没说话 两个人到了别之后 宋青城一定要看着他上车离开才肯走 最后 纪正廷只能听他的 看着纪正廷车子开走之后 宋青城才转身走向回家的方向 还没走几步 他就看到不远处的奶奶 正鬼鬼祟祟地朝他这边看过来 宋青城心底一惊 不会是被奶奶看到了吧 不等他走到宋老太面前 宋老太已经走了过来 目光还停留在纪正廷离开的那个方向 宋青城见宋老太那贼眉鼠眼的样子 心里便冒火 明明可以挺直腰板做人 偏偏总是要缩头缩尾的 奶奶 您是特地来接我的吗 宋青城 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 是谁啊 宋老太将目光收回来 问他 我拿了这么多东西 坐公交车不方便 所以就在网上叫了一辆车送回来 真的 宋老太狐疑地看着他 宋青城懒得纠结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老板去国外过年 给我们带回来的礼物 这些海鲜 是我从市场买来的 年后比较便宜 都是进口的 国外的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宋老太一听有礼物 哪还管他谁跟谁啊 结果宋青城手中的袋子 就看了一遍又一遍 宋青城不想在这里挨动 就先提不走了 到了家 宋母就迎了出来 先是把宋青城手中的东西 给接了过去 然后是看到 跟在后面笑得和不拢嘴的宋老太 宋母显然是不明白 宋老太不是说去隔壁串门了吗 怎么跟女儿一起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东西 还满脸的笑 宋青城知道母亲疑惑什么 但也没多说 只是给母亲使了个眼色 母女俩便一起进屋了 宋小妹知道宋青城回来 这会儿正在客厅里等她 见她进来 就自己划着轮椅过来 姐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都想死你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宋青城拉着宋小妹的手 试了一下温度 还算热乎 别站着了 去沙发上坐 妈 袋子里那个是海鲜 你要是没事 就把它们都煮熟了吧 我担心过一会儿会死了 这么多呢 都煮了呀 没事 煮出来我跟小妹先吃着 死掉的话就太浪费了 那好 你们先玩着 宋母说完 便拿着海鲜去了厨房 没一会儿 从厨房里 飘出好闻的海鲜味 宋青城忍不住 又想夸一下母亲了 这厨艺 绝对不亚于大酒店里 那些大厨的手艺 很快的 宋母将一大盘清真蟹 和一盘田螺 给端了出来 还有配料 宋青城和小妹 放下手中的游戏 开始大吃起来 因为海鲜太多了 中午的午饭 就成了海鲜火锅 宋父出去玩牌 到吃饭的时候才回来 景乌就闻到香喷喷的食物香 心情也不错 宋老太更是没话说 看到宋青城带了那么多 进口的吃的回来 对宋青城的态度 也比平时要好了很多 宋青城之前 只是听母亲说 这个年过得不错 其实心里 还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今天亲眼看见 她也算是放心了 吃了午饭之后 宋青城和小妹 继续他们的游戏 宋青城是新手 跟宋小妹献学献卖 所以把把都输 宋父今天下午 难得没有出去继续打牌 那是因为被宋老太给留住了 母子俩在房间里 鬼鬼祟祟的 偷看着外面的宋青城 宋父被耽误了打牌 心情超级不好 妈 你把我留在家里 到底是有什么事啊 你看到宋青城跟宋小妹 手里那个手机没啊 不就一手机吗 有什么好看的 宋父每天都不正眼 看一下宋小妹和宋母 又怎么可能会注意到 宋小妹的手机呢 甚至更多的时候 只有吃饭那会功夫 才能见到宋小妹 我可是注意好几天了 他们姐妹俩的手机啊 都是现在最流行的 苹果手机 可贵着呢 一个多好几千 剩万呢 宋父一乐 盼着脑袋 朝客厅里的两姐妹 看了看 当然 看的是他们手里的手机 看上去 好像确实是新的 至于是什么牌子 他就不再行了 宋父抄回目光 不确定地对母亲问道 真假的 你妈还能骗你吗 而且啊 我今天看到一个开车的男人 送宋青城回来的 开的那个车 绝对是好车 至少得几百万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七十九集 妈 你不会是老眼昏花 你看错了吧 宋老太扬装 称怒地拍了一下儿子 臭小子 你妈我还没老到那个程度呢 再说了 宋青城自己都承认了 不幸的话 你自己去问他 嗯 成 这事我还真得问清楚 宋父一脸严肃 说吧 他便起身准备出去找宋青城 自己养了这么大的闺女 可不能就这样白白被人给骗走了 彩礼至少要给的 宋父走出去 看了一眼厨房和卫生间 看看宋母在不在 不过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她 宋父就直接走到沙发前说 宋青城 你给我进来一下 宋青城抬头 看到的已经是父亲的背影 这家屎 看上去是有什么事 他收起手机跟小妹说道 小妹 你自己玩一会儿 我很快过来 宋小妹点点头 宋青城便起身去了宋父的房间 把门关上 宋青城刚进来 宋父就发话 宋青城照做 将房门关了起来 爸 什么事啊 我问你 今天是不是有一个男的送你回来的 宋青城就知道 奶奶是藏不住话的 不 确切地说 是一个字都藏不住 既然都知道了 宋青城也不瞒着 嗯 是啊 那男的是谁啊 干什么的 多大 你们什么时候交往的 宋青城沉映了片刻 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做生意的 过了年二十九岁 不过 我们也刚开始 二十九岁 你不会是找了个二婚的吧 不是 多余的话 宋青城不想说太多 在父亲这里 就要这样一步一步来 先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以后再慢慢地一点一点告诉他 那啥 你奶奶说 他今天开的车得值几百万吧 宋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 如果开个车都能值这么多钱 那家底肯定够硬 宋青城看了父亲一眼 他几乎能想象到 自己要是点头的话 父亲必然是蹚得一下跳起来 然后刨根问底 再逼他赶紧结婚 宋青城不打反问 爸 奶奶什么时候对车这么精通了 奶奶这辈子 见过的车倒是不少 但是认识的牌子 恐怕还没几个 况且今天奶奶离那么远 怎么就看到那车值多少钱了 你少跟我废话 你就回答是还是不是 不是 宋青城果断地否认了 那车本来就不是值几百万 而是几千万 宋父心底沉了沉 老母亲不识货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宋青城 我可告诉你 你将什么人我不管 但是你给我记住 不管你家什么样的人 将来彩礼钱 你一分都不能少我的 否则 你可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多少彩礼 我心里还有个数 宋父差点就一口数字爆出来了 但是话到了嘴边 又止住了 这可不好说 彩礼是跟着时间走的 得看你什么时候嫁出去 没准过两年又涨了 他现在爆出去 岂不是亏大了 宋青城在心底冷笑 父亲这么个精明的人 怎么就被人骗去了那么多钱呢 不应该是他骗人家才对吗 宋青城继续套父亲的花 是不是我结婚 只需要把彩礼给足了 你就顺顺利利把我嫁出去 那当然了 不然你还打算 让我赢你一辈子 宋父恨不得现在就有人 给自己一笔钱 把他嫁出去完事 行 这句话我记住了 希望你也记住了 到时候 别反悔 父亲无非就是揪着一个彩礼钱不放 按现在的彩礼行情 也就是三五十万左右 只要父亲说话算数 这些钱还是好办的 最后 宋父爽快地答应了 彩礼随随便面再给个几十万 加上手里现在还有几十万 这辈子绝对可以高枕无忧了 晚上的时候 纪正廷准时来接宋青城回家 回去的路上 宋青城把今天被奶奶看到的事 跟纪正廷说了一下 纪正廷有点小意外 问他 那你承认了吗 嗯 当然承认了 而且 我爸还找我谈话来着 宋青城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 至少 他不用自己费心思 去找机会提这件事了 谈了什么 就是问问你的情况 然后呢 然后 就是关心了一下彩礼 彩礼必须有 没有 怕是也过不了关 那就等唐使他们回去了 我正式过来拜访一下二老 嗯 我觉得可以 宋青城点点头 这种事趁热打铁比较好 别回头父亲又改主意了 那就不好办了 如果二老 如果二老对我满意的话 我们是不是该考虑办一场婚礼 纪正廷一直都想给宋青城补办一场像样的婚礼 我还没 我知道你没毕业 不过就算现在开始筹备的话 婚礼估计要等到下半年了 要这么久 人家不都是提前一两个月就可以了吗 世纪婚礼必须隆重 八个字 不知道是多少女人一生的梦 过完元宵节之后 唐沈他们就准备回国了 回去的那天 还是纪正廷和宋青城 纪灵和周绍景 一起去送的鸡 虽然唐沈这个人和继母差不多的类型 都比较不讨喜 但是在一起相处了半个多月 突然要走了 宋青城心里还是挺舍不得的 因为唐沈在的缘故 宋青城和继母之间的关系缓解了很多 这一点 宋青城还是很感激唐沈的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八集 唐沈带了不少吃的回去 可是总记不住该怎么做 一路上问了宋青城两遍 到了机场又开始问 宋青城没辙了 索性就加了唐沈的微信 把每道菜的做法都编辑好 发送到唐沈的手机上 半小时的陪伴 唐沈和姑姑一大家子 顺利地通过安检登机 由于是周末 纪正廷带着宋青城返回了纪家 周绍景和纪灵从机场出来后 周绍景就问他 灵灵 我们是不是该去医院复查了 今儿太冷了 明天再去吧 纪灵动得缩着脑袋 周绍景却满脸的担心 可是医生盯着我们 一周后要去检查 这都过了半个多月了 我担心 哎呀 你怎么那么烦啊 我不是说了明天再去吗 周绍景动了动唇 到底还是没敢说什么 两个人一起上了车离开 到了家之后 纪灵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 便打算回去休息会儿 突然听到屋里 宋青城在跟管家说话 管家 家里的佣人 好像差不多都回来了 怎么不见离婶回来呀 哦 离婶离得比较远 请的假也是这两天回来 不过 我昨个给离婶打电话 想问问情况 结果没打通 到现在也没给我回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哦 那回头要是打通了 你帮我问一下 我的喷雾放哪了 您还没找到啊 宋青城摇摇头 没有 房间里都找遍了 我在想 会不会是离婶 别忘记放我房间了 管家眼底一正 那行 晚一点 我再打打看 嗯 麻烦了 管家 有些若有所思地 退了下去 李婶平时 不是这么马虎的人啊 应该不会把 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忘了呀 就在管家转身的时候 忽然看到 纪玲站在那儿 似乎也在想什么事情 管家默地想起来 那天被大小姐 和太太撞见的事 后来还单独 把李婶留了下来 难道 但是这种事 她这个做庸人的 也不好直接过问 现在 只能先联系到 李婶再说 纪玲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宋青城 正要上楼 她连忙拿出电话 给家里坐机打进去 宋青城刚想上楼 家里的坐机 就想了起来 她看了看屋里 也没看到庸人 便自己走过去 接了起来 喂 快到楼顶来一下 宋青城拿着电话 一脸莫名其妙 去楼顶 而且那声音 还挺着急的 肯定是有什么事 宋青城没做多想 便上楼了 到了室外楼梯的时候 她才发现 自己没穿外套 今天外面又特别的冷 宋青城不敢出去 便站在楼梯口 朝上面询问 有人吗 宋青城 你快上来 纪玲的声音 从楼顶传来 宋青城微惊 怎么会是纪玲 她只能上去 看看这个纪玲 大冷天的 跑楼顶做什么 楼顶的风更大 宋青城刚上去 就吃了一大口西北风 那寒风 似刀般闯进胸口 让她呼吸一致 紧跟着 一口气险些上不来 机灵在边上 偷偷观察着宋青城 恨不得她一口气 上不来才好 宋青城缓解了一下 但并没有顺过气来 她连忙去抹口袋 可是她根本就没有穿外套 药也在外套口袋里 宋青城心里暗叫不好 宋青城 上次开烟花的时候 我耳钉掉了一个 你回来帮我转一下 机灵知道她已经不舒服了 便故意跟她说话 只要宋青城开口说话 冷风灌进她喉咙里 她的哮喘保证会发作 我 宋青城扶着墙壁 让自己站稳 机灵看出她已经发作了 便站起来走了过来 明知故问地问道 哟 你这是怎么了 您怎么这么红 宋青城张着有些发紫的小嘴 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 小川 小川 药 药 药 是这个药吗 季灵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 正是宋青城用的那个喷雾 宋青城一看到药 激动地朝季灵扑过来 但是季灵故意退后了一步 将手抬得高高的 一脸幸灾乐祸地 笑着看她难受的样子 给 给我 宋青城颤抖的手伸过去 眼底蓄着一层薄雾 薄雾下是恳求和痛苦 宋青城残喘着可怜的气息 觉得自己随时面临着一口气上不来 会死在这里的悲惨下场 她不要 她不能 也不可以 她还有很多事没做 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 这样想着 眼泪便跌出了眼眶 宋青城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不该跟我季灵作对 你今天的下场 都是你咎由自取 季灵不但没有可怜她的意思 还满脸狠利 咬牙切齿 宋青城缓缓地摇头 呼吸变得只出不进 一手扶着墙 一手捂着胸口 脸色更加恐怖地发紫 是不是很难受 是不是很想要这个 季灵看她难受的样子 挑衅地将喷雾 递在宋青城面前晃了晃 而宋青城 已经奄奄一息地 靠着墙面滑了下去 双目涣散地 看着面前模糊的东西 明知道那个喷雾可以救自己 可是她却没有力气抬手去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季灵扬装一脸可怜地看着她 却得意地将喷雾 拿在她面前晃悠 拿去啊 怎么不拿啊 拿去你就不会死了 你就可以继续做你的少太太了 宋青城内心是绝望的 但是她又不甘心 不甘心 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她的家人 她的丈夫 她漫长的一生 我的 她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突然又站起来 伸手去抓季灵手里的喷雾 季灵没想到 她居然会搞突袭 紧张地朝后退了一步 却不想 身后是楼梯 当即脚下踩空 刹那间天旋地转 身体扬导 不受控制地朝楼梯下摔去 一接又一接 铺天盖地的疼痛伴随而来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九集 宋卿尘也吓坏了 因为去抢季灵手中的喷雾 她也重重地跌在地上 眼看着喷雾就在自己面前 手伸出去 仅差几公分的距离 却再也没有力气 看着摔倒在楼下的季灵 一动不动 生下还淌出一滩血 宋卿尘又急又恨 可是 她什么都做不了 这大抵旧是 害人害己的下场 楼下的人听到楼上发出尖叫声 都匆匆忙忙地赶了上来 继母听出是继灵的声音 所以跑得比谁都要快 到了楼上 一眼就看到躺在血中的女儿 继母嚎啕大喊 继灵 我的女儿啊 你这是怎么了呀 继母冲上来 将地上昏死过去的 继灵抱起来 一向晕血的继母 看到那血 也跟着有点晕乎 害得来 害得来 管家这时也慌了神 联盟将继母扶住 又吩咐庸人 赶紧交救护车 灵灵 这时 周绍锦也冲了上来 他毕竟是男人 将继灵一把从地上抱起来 看着他满身是血 也慌了神 纪正廷紧跟在后 眉头宁静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 继灵怎么会在这里出事 紧接着 将目光看向上面 秦城 他一眼就看到 趴在楼顶上 还在抽搐的女孩 眼眶一下子变得赤红 纪正廷的步子很大 并不算高的楼梯 几步就上去了 他一把将地上的女孩抱起来 秦城 秦城 宋卿成唇半紫的发黑 脸色发青 眼睛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听到纪正廷的声音 宋卿成感觉 自己已经死了 出现了幻觉 可是 他多么希望这是幻觉 希望纪正廷真的能出现 希望老天爷 能给他一次 重新活下去的机会 可是眼皮 越来越沉 越来越沉 纪正廷一把抓过地上的喷雾 也不管他是不是哮喘发作 便对着他的鼻心下 喷了几下 纪正廷用力地晃着怀里 眼看就要闭上眼睛的女孩 一颗心 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恐惧过 害怕他就这样闭上眼睛 害怕他再也不会呼吸了 秦城 快吸 吸进去就好了 纪正廷又不断地在宋卿成鼻息下喷着 可是宋卿成 人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秦城 我求你了 你就吸一下吧 宋卿成倒映在眼圈下的睫毛 微微颤抖了一下 似乎有了一点意识 纪正廷激动地 又在他鼻息下喷了几下 秦城 你能听到我说话了吗 用力吸 吸进去就没事了 我不准你有事 你听到了吗 纪正廷的声音抖得厉害 连他自己都感觉到了 这一会儿管家也上来了 看着坐在地上的两个人 眼眶也跟着红了红 这才转眼的功夫 两个人在楼下还好端端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宋卿成没什么力气去吸 就缓缓地吸气 过了一会儿 感觉呼吸顺畅了一点 然后力气跟着慢慢地找了回来 脸色也渐渐地在恢复 秦城 纪正廷感觉 他的体温又找回了一点 脸色也好看了 宋卿成意识清醒了一点 睁开眼睛看着他 纪正廷的眼眶还是红红的 脸色白得难看 又重新看到他 宋卿成的眼泪 便像是开了闸一样 控制不住地涌出眼眶 乖 没事了 别哭 纪正廷擦去宋卿尘流下的眼泪 这一刻才发现 内心仿佛被凌迟过一样 哎呀 灵灵 我可怜的女儿啊 你千万 千万不能有事啊 我的女儿啊 纪母嚎啕大哭的声音又传来 纪正廷终于听到了 他眉头一皱 管家 纪正廷将怀里的女人交给管家负责 他必须去看看纪灵的情况 你可千万要撑住啊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我 我也不活了 周少警抱着纪灵 吓得根本不知道南北 刚过完年 家里的医生只有两个值班的 正在给纪灵做检查 纪正廷下来便问道 怎么回事 应该是流产了 我们已经打了止血针 得马上送医院才行 医生说道 什么 流产 纪母听到这句话 整个人抖得更加厉害了 一把抓住周少警 就凶狠地质问 周少警 你不是说 玲玲没有怀疑吗 阿姨 我只说 还没确诊 我 周少警也是措手不及 宋静城 你还我女儿 我跟你拼了 纪母从地上爬起来 就要朝少女冲过去 纪正廷揽住纪母 你冷静点 事情还没弄清楚 先送玲玲去医院再说 到这种时候了 你居然还抱着那个狐狸精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就在这时 救护车的声音传来 纪正廷懒地跟母亲纠缠 对周少警说道 宋玲玲下去 周少警抱着纪玲 匆匆忙忙地下了楼 纪母见状 也连忙跟着一起下去 纪正廷不清楚 纪玲现在什么情况 她不能只顾着 宋卿城一个人 而且现在 宋卿城已经脱离危险 纪玲却还生死未卜 最后 她也跟着下去了 纪正廷回了一趟房间 拿了外套 又给陆情打了个电话过去 让她在医院等着 把纪玲交给别人 她还真不放心 纪玲被送上救护车 周少警和纪母 随着救护车直接去医院 纪正廷在后面 开车过去 先生 就在纪正廷要上车的时候 突然被叫住 她寻声看过去 只见管家 扶着宋卿城走了过来 她身上还是没有穿外套 纪正廷没心一跳 大不留心地走过去 来到宋卿城面前的时候 身上的外套已经脱了下来 不由分说地裹在她肩上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我很快就会回来 一开口 语气就不自觉地揉了几度 宋卿城摇摇头 我跟你一起 纪正廷宁谋看着宋卿城 纪正廷知道 这种时候 她说服不了宋卿城留在家里 而且这时候不能耽误时间 她便抱起宋卿城 直接将她放进车里 然后自己上了驾驶座 开车离开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集 医院 继母和周少景 已经守在手术室前 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 那扇沉重的门 纪正廷到的时候 并没有把宋卿城 直接带上来 她担心 母亲看到宋卿城之后 又会大吵大闹 为纪灵主刀的医生是陆晴 相对而言 他们心里都要放心很多 只是 一个新生命的失去 是已经改变不了的事实 谁心里都不好过 老爷子和老太太 大概也是听说了消息 半小时后 二老爷赶了过来 一起从他们来的 还有管家 老太太看了看守在门口的 周少景和继母 就没过去问他们 只是对纪正廷 压低深一问道 正廷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纪正廷一脸凝重 目光悄然地瞥了眼 待在角落里的小女人 看她还一副 魂不守舍的样子 眼底的惆怅中 多了一些心疼 这件事 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定跟那个小孩有关 一小时之后 手术室的灯 终于暗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了过去 一颗心 提到了嗓子眼 陆青 我家灵灵怎么样了 她还活着吧 继母冲上去 就一把将陆青抓住 陆青将手 从继母手中抽出来 摘下口罩 阿姨 您放心吧 手术很成功 真的 你没有骗我吧 这种事 您借我个胆 我也不敢乱说呀 我进去看看我女儿 继母说着 就要朝手术室冲去 陆青连忙拦住她 阿姨 手术室不能随便进去 马上转病房吧 好好好 继母连连点头 这个时候 继灵被医护人员 从手术室推出来 继母和周绍 紧都围了过去 包括老太太和老爷子 也跟了过去 只有继正廷 一个人站在那 目光一直落在陆青身上 陆青走到她面前 别这么看着我 怪是人的 什么情况 陆青看了眼 哭得稀里哗啦的继母 又给继正廷使了个眼色 便提步先走在前面 继正廷跟了上去 路过宋清晨的时候 陆青的脚步顿了顿 看出她的脸色和精神都不好 想说点什么 可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后只是在心底 暗暗地叹了口气 继正廷给了宋清晨 一个安心的眼神 便随陆青先离开了 宋清晨刚才也听到了 继灵的手术很成功 继正廷随陆青 来到她的办公室 这次她没有开口问 而是等着陆青先开口 继灵怀孕的事 你们都不知道 陆青给她倒了杯水 继正廷接过来 点了点头算作回答 年前的时候 她来做过一次检查 检查结果被住者 疑似宫外孕 她也没跟你们说吧 继正廷眉心突跳了一下 眼底划过一丝惊涩 你说她是宫外孕 上次检查之后 医生千叮咛万嘱咐 让她一周后 一定要来确诊一下 可她倒好 这都快过去二十多天了 她居然一点都没把这件事当回事 你知不知道 如果她刚才再晚到两分钟的话 她可能就没有命了 际正廷抿着唇 没说话 脸色说不出有多难看 现在反倒是因祸得福 手术成功了 命也保住了 回头你也别怪她 好好安慰她一下吧 她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还有 这次手术创伤挺大的 估计再想要孩子的话 得等几年了 这种事 虽然是每天都能遇到 但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身上 陆禽也觉得挺难受的 继正廷从陆禽那里离开后 没有直接去季灵的病房 而是去了刚才手术室那里 果然 宋卿城还傻乎乎地 在那里等她 看到她红红的眼睛 纪正廷心间痛了一下 心里骨胃杂沉 不知道该往哪里宣泄 纪正廷走到宋卿城面前 将她散乱的头发理了理 动作自然地聊到她耳后 有些问题 即便她不想问出口 但还是逃不过要问清楚的 纪正廷捧着她的小脸 刻意放松地问她 你跟我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为什么 宋卿城只觉得 心底那最柔软 最脆弱的地方被触碰了 眼泪巴达巴达地掉了下来 纪正廷凝眉 行了 不想说也没关系 不许哭 不许哭 纪正廷擦了擦她脸上的眼泪 却怎么也擦不完 她知道宋卿城是委屈的 可她还是残忍地问了出来 纪灵 纪灵拿着我的喷雾 给我 一想到纪灵眼睁睁地看着她喘不过气来 快要死了 却还得意地笑 她的心里就抽痛地厉害 宋卿城再也忍不住 扑进纪正廷胸口 乌咽一声哭了出来 这种痛哭 只是想要发泄委屈 那种说不出来的委屈 纪正廷双目赤红 大掌拖着她的后脑勺 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星红的眼底 划过一丝对她的心疼 但很快地 就被一抹英质和狠力替代 她的另一只手紧扣在手心 关节根根发白 即便宋卿城没有说得很清楚 她也能想象到 大概的事发经过 宋卿城哭得那么痛心 必然是有原因的 而这个原因 大概是她哮喘发作的时候 纪灵却不肯把药给她 无奈之下 她跟纪灵抢夺起来 最后导致了 现在的结果 纪正廷前几天 就从管家那里知道 纪灵和母亲 得知宋卿城有哮喘的事 后来还单独把黎省留了下来 而恰巧 黎省本来应该回来上班 却突然迟迟联系不上 这一系列的事情 纪正廷正想私下里查一下什么原因 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件事 看着宋卿城哭得那么伤心 纪正廷也不安慰 就让宋卿城在怀里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至少比躲着她 一个人偷偷哭泣要好 不知道过了多久 宋卿城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 从纪正廷的怀里退了出来 擦了擦脸上的泪 酝酿了一下情绪 让自己冷静下来 宋卿城知道 这件事必须要说清楚 否则全家人都会以为 是她害死了纪灵肚子里的孩子 所以 她就将事发经过 从头到尾都告诉了纪正廷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401集 别人不相信 宋卿城可以忍受 但宋卿城唯独不能忍受 纪正廷不相信自己 纪正廷听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许久都沉默着 事情的经过 大致和她分析得差不多 只是细节 比她所想的还要过分 纪正廷实在难以想象 纪灵只是个还在读书的学生 却能残忍到 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眼前死去 却还可以得意地袖手旁观 在纪正廷看来 即便是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的人 碰到这种事 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 更何况 宋卿城还是她的嫂子 是亲人 纪正廷无法理解 这种扭曲的心理 她觉得 必须要给纪灵 好好的开导一下 否则将来 她只会越偏越远 纪灵打了麻醉 第二天上午才醒过来 纪母和周少景 一直在病床前守了一夜 困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轮流值班 纪母趴在床边 小心翼翼地问道 宝贝啊 你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 哪里不舒服 妈 我还活着吗 纪灵默默地望着天花板 当然还活着了 你可把妈给吓死了 纪灵这才侧过脸来 看着母亲 然后又看到 也凑过来的周少景 确定自己真的还活着 我还身 都好疼啊 纪母立马紧张的脸色都变了 哪里疼 你告诉妈 头疼 胳膊疼 腰疼腿疼 特别是 肚子 更疼 纪灵有气无力地说着 亲母以为 女儿是没了孩子 打击过度了 哽咽着安慰她 灵灵 你别说了 孩子没了 以后还可以有 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 妈你说什么 什么孩子 事实上 纪灵根本不知道自己孩子没了 她只以为是摔得很严重 不等纪母开口 周少景 连忙说道 灵灵 没什么 阿姨是让你好好养身体 你别想多了 周少景私下里扯了扯 纪母的袖子 让她别说 我没事 就是觉得 浑身没劲 哪哪都不舒服 哪哪都觉得疼 纪灵动了动身子 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 纪母为纪灵喝了一点老母鸡汤熬的粥 喝完之后 纪灵又睡了 纪母给她盖好被子 在病房里没有看到周少景 便到外面来找她 周少景见纪母出来 便迎上来问道 阿姨 玲玲吃得怎么样 吃得倒是还可以 还是你想的法子好 不然我真担心 灵灵会受不了这个打击 纪母倒是没想到要先瞒着 幸亏周少景想到了 如果把流产的事告诉灵灵的话 她肯定会受不了的 我就是想 让灵灵身体快点好起来 可万一 要是让她知道真相的话 我担心她会伤心地不吃不喝 到时候 岂不是更伤身体 对对对 还是你想的周的 先把身子养好了再说 其他的 以后再告诉她也不吃 但其实 周少景这么做 是另有目的的 等纪灵这几天 把身体养好了 这件事 自然是要有个说法的 要是纪灵 因为失去了个孩子 闹得死去活来 哪还有精力 跟宋卿尘闹呢 经过几天的休养 纪灵的身体 渐渐好了很多 但是好起来的 纪灵也开始怀疑 总觉得自己的小肚子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被掏空了似的 有时候会疼 有时候又胀胀的 金母跟她说 是历驾来了 可是这种症状 和历驾的感觉 又不太一样 这段时间 纪母早就跟护士 和医生打好招呼 不准任何人 跟纪灵提起流产的事 所以纪灵 一直都不知道 宋卿尘一直 没敢来看望纪灵 只是听说 她恢复得不错 但是一直不出现 也说不过去 虽然纪灵 对自己不仁不义 但她现在这样 自己多少也有责任 这天 宋卿尘亲自炖了 一锅老母鸡汤 送到医院来 到的时候 纪母和周绍锦都不在 纪灵一个人 在床上看电视 手里还抱着薯片在吃 宋卿尘皱眉 纪灵刚流产才一周而已 怎么能给她吃这种东西呢 宋卿尘直接推门进去 将鸡汤放在桌子上 原本想把纪灵手里的薯片拿下来 但又担心 自己的举动太过分了 会惹怒到她 走进病房才看到 不仅是有薯片 还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零食 全部都是垃圾食品 纪灵 谁给你买的这些吃的 就算纪灵不等流产 相当于做个小月子 难道纪母这个过来人 也不懂吗 居然允许她吃这种东西 到底还是不是情麻 纪灵看到她 无疑就像是看到仇敌一样 宋卿尘 你来做什么 这些东西别吃了 都胃不好 宋卿尘从纪灵手里 把薯片拿过来 塞进床头的袋子里 顺便将一大包零食 都拿到桌子上去了 免得她看到再忍不住 你算什么东西啊 凭什么来管我的事 还有 你不是被我哥给轰走吗 不会是想来讨好我 让我帮你去 在我哥面前说说情 好让你再回到纪家吧 宋卿尘 我告诉你 这辈子都别想再回纪家 连门槛都被想踏进去 宋卿尘震了一下 她什么时候 被纪正廷给轰出去了 不过她猜测 大概纪母是为了 哄纪灵好好休养 编的幌子 要不然家里 怎么会相安无事 这么多天呢 以纪灵的性子 要是知道 她还在纪家好端端的 还不得拿命来跟她拼 这是我特地去乡下买的 老母鸡 至少五年以上 都说做月子 和老母鸡汤最不元气了 我给您盛一碗尝尝 宋卿尘说着 就将锅打开 拿着碗 准备给纪灵盛汤 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 谁知道你有没有下毒 纪灵毫不留情地说道 甚至连看都不想看 宋卿尘一眼 反正以后回家 也看不到了 来的时候 庸人特地尝了一下 说是味道还不错 说着 宋卿尘也勺了一口 尝了一下 确实不错 挺鲜美的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零二集 纪灵给了宋卿尘一个白眼 哼 我看你是没样好心 想把我背得跟猪一样 你才开心 我在书上查了一下 女人不管是做小月子 还是大月子 都要特别注意一点 你现在虽然还年轻 但该注意的 还是得注意 别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宋卿尘 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什么小月子大月子的 莫名其妙 神经病 该不会是被我哥哥轰出去 打击过度 把脑子给打击坏掉了 宋卿尘只以为 机灵是不懂这些 想当初 自己也不懂 还不都是网上和书上查来的 所以宋卿尘很有耐心地 给他解释 书上说 女人流产叫做小月子 生孩子是属于大月子 所以你 等一下 你是说 我 我流产了 宋卿尘被问得一愣 然后心里咯噔了一下 难道 继琳还不知道 糟了 那我岂不是闯祸了 就在这时 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继母和周少景 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 但下一瞬 继母脸上的笑意 就退去了 宋卿尘 你来做什么 我是 妈你告诉我 我到底怎么了 我是不是流产了 不等宋卿尘说话 继灵便激动地 从床上冲下来 一把抓住母亲 灵灵 你先别激动 你千万别激动啊 继母连忙安抚着女儿 又转向宋卿尘 目光凶狠地质问 宋卿尘 你到底跟灵灵说了什么 我 宋卿尘自知 自己说漏了嘴 心里又自责又内疚 要是早知道 这件事是瞒着机灵的 她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我也不要我了 我要去陪我的孩子 季灵突然跟疯了一样 嚎啕大哭起来 季母死死地抱着季灵 生怕这一松手 季灵就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似的 灵灵 灵灵 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呀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端 你妈可怎么活呀 宋卿尘 你还我的孩子 季灵完全丧失了理智 用力将季母推开 然后就扑向宋卿尘 宋卿尘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觉得喉咙一紧 然后就喘不过气来了 季灵双手死死地扣着 宋卿尘的脖子 咬着牙 满脸的凶神扼杀 宋卿尘 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要杀了你 宋卿尘小脸憋得通红 双手用力想把季灵的手掰开 可是季灵就跟疯了一样 力气特别大 周绍警眼看要闹出人命 联盟上来拉季灵 灵灵 灵灵 你冷静点 正在这时 季家老爷子和老太太 一起过来看望季灵 刚好撞见了当下混乱的一幕 这 这 老太太一下子慌了神 联盟朝护士台那边求救 快来人帮忙 咬出人命了 闻言 护士联盟都跑了过来 最后几个人合力 才将季灵的手给掰开 宋卿尘呼吸顺畅之后 猛地咳嗽了好几声 才缓过气来 清晨啊 你没事吧 老太太扶着宋卿尘 看他脸都变色了 一颗心都提了起来 宋卿尘暂时不能说话 只是摇摇头 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 他觉得 自己就应该听季正廷的话 安安心心地在家里待着 不该来这一趟 把自己小明差点丢了不说 还闯了大火 由于季灵情绪太激烈 最后只能打镇定计 才能让他消停下来 季母看着自己女儿 伤心欲绝的样子 自然是心疼得紧 一想到宋卿尘这个罪魁祸首 就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才好 但是季母心里很清楚 有老爷子和老太太在 他不能把宋卿尘怎么样 所以 他只能把这个难题 推给老爷子和老太太 爸 妈 你们刚才都看到了 我们好不容易瞒着灵灵这件事 才劝灵灵吃点东西 这身子才刚刚有点好起来 可宋卿尘他倒好 偏偏赶着这个时候 来把真相告诉灵灵 把灵灵打击成这样 你们说 这件事到底怎么算 卿尘也不知道 你们没跟灵灵说这件事 说起来啊 也只能怪卿尘有口无心 还有啊 卿尘刚才说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阻止一下呢 老太太也是两面为难 一边是孙女 一边是孙媳妇 可谓手心手背都是肉 说怪谁吧 这也不能听一面之词 我刚要是在这里 他宋卿尘 根本就劲都劲不来 那你去哪儿了 我跟小周 从早忙到晚 这还不得出去吃点东西吗 继母诉苦 可这个诉苦 并没有得到老太太的同情 旁边的周少景 更是缩了缩脑袋 等着老太太哀训 只听老太太说道 让你们俩在这里照顾病人 你们俩倒是好 把病人给丢在这里 一起结伴出去吃东西 这叫我说你们什么是好啊 周少景压低着头 一声不吭 继母也是嘴角抽了一下 愣是没拨出话来 合着 她这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先不管了 说正是才对 继母冷着一张脸 妈 你今天说这话 是铁了心要护着宋青城 是不是 不是我护着谁 我说的是公道话 那青城也差点被 玲玲给掐死 这是老太太亲眼看到的 一碗水得端平了 让老太太偏向谁 那老太太 还真是做不出来 那宋青城 把玲玲推下楼这件事 您和爸打算怎么处理 我可先把丑话撂在这里 如果不给我玲玲一个公道 那就别怪我这个做儿媳的 不给您二老面子 继母咄咄逼人 老太太 还是第一次 见到继母 发这么大的火 这会儿 也被继母那气势 给震慑住了 就在这时 老爷子 出面说道 这件事 谁说了都不算 等玲玲醒过来 让他们俩当面对质 如果真是 秦城推的玲玲 自然不能轻饶 但如果另有其原因 老爷子 我也绝不姑息 姑血之轻 好 有了老爷子这句话 继母非常满意 转而对宋青城问道 宋青城 你敢不敢 跟玲玲对质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 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零三集 我问心无愧 有什么不敢的 这件事 就算是跟他宋青城 脱不了关系 但也事出有因 如果继灵做得 不过分的话 他也不会去夺 继灵手里的药 而且 也不是他推的继灵 是继灵自己 失足跌了下去 你问心无愧 你要是问心无愧 你来这儿做什么 你瞧瞧你 都给灵灵买了什么 啊 说吧 继母将桌上的 一大包零食拿过来 一样一样地掏出来 砸在宋青城的身上 这些东西 不是我买的 我来的时候 就看到继灵坐在床上 吃这些东西 是我把这些东西 从他手里拿过来的 宋青城解释 这件事 可不能又来到他头上来 周少景 这是你买的 继母反正是没买过 如果周少景没买 那就铁定是 宋青城买来的 周少景连忙白手否认 不不不 不是我 宋青城 这里就只有我 跟小周两个人 我们都没买 你又不承认是你买的 难道这东西 是天上掉下来的 反正我解释过了 信不信随您吧 爸 妈 您都看到了 这就是他宋青城的态度 总之有理没理 就是打死不承认 继母将东西 狠狠地丢在地上 不丢还好 这么一丢 刚才继灵吃了一半的薯片 就撒了出来 这吃的 怎么还被拆封过啊 老太太从地上 将那袋被拆封的薯片捡起来 宋青城正好借此走过来 解释清楚 奶奶 我没有说谎 我刚刚来的时候 确实看到继灵在吃这些 就是因为想劝他不要吃这些 所以 才说漏了嘴 继母这下没话说了 以继灵的脾气 看到宋青城 肯定不会摆好脸色 更不会吃他买来的东西 所以这零食 很有可能是女儿自己 趁着他和周绍景不在 自己偷偷下去买来的 宋青城一个人 在外面走廊里的椅子上坐着 过了一会儿 周绍景从病房里走了出来 在他身边坐下 宋青城见周绍景挨着自己坐 就挪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去坐着 自从周绍景威胁过宋青城之后 宋青城对周绍景这个人 更加反感了 周绍景关心地问他 秦城 你还好吧 宋青城不吭声 不想理周绍景 也没心情搭理他 周绍景觉得特没面子 宋青城把他儿子都给弄没了 他还没找他宋青城算账呢 他倒是先甩起脸色给他看了 秦城 要不 你待会儿就跟玲玲道个歉 我再跟着劝劝他 这事就算过去了 回头要是真的对质起来 你说 弄得一家人多尴尬呀 周绍景还是忍着气 苦口婆心地劝说 宋青城侧头看着他 凉凉地问道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 他差点死在继灵手上 现在却要反过来 要他跟继灵道歉 没错 继灵确实孩子没了 但是那怪得了谁 只能怪继灵自己 咎由自取 不是 你就看在他失去孩子的份上 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 你不是很善良 很通情达理的吗 宋青城觉得 周绍景的话很可笑 我是善良 可我的善良换来了什么 还有 难道我不道歉 就是不通情达理吗 我告诉你 这个歉我愿意跟继灵说 那是因为我念在 我们都是继家的一份子 就算我不愿意 跟他递这个头 我也问心无愧 我说你怎么那么倔呢 周绍景气恼地站了起来 你说说你 倔了这么多年 你得到了什么 宋青城看了他一眼 懒得理他 周绍景却还喋喋不休 你要是不那么倔的话 没准咱俩现在已经结婚了 还有 你竟然选择嫁给季正廷 又不肯接受他的帮助 你说你死要这个面子 给自己找罪手 有什么意思 宋青城心里本来就烦 被周绍景这样 唠唠叨叨叨说个不停 更是心烦意乱了 周绍景 我劝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季灵怀孕 而且还是宫外孕的事 你应该不是 一点都不知道吧 周绍景面上一沉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麻烦随后就会找到你 周绍景心里现在 是毁得肠子都要清了 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他打死也不会听季灵的话 隐瞒这件事 回头要是季母问起来 他肯定也逃不了责任 还有 请你以后 别再用你那些卑鄙的手段 来威胁我 因为我家里人 已经知道我跟季正廷的事了 周绍景的面上 划过一丝难堪 季正廷听说医院的事情之后 很快就赶到了医院 他到的时候 宋青城还是一个人 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鲜瘦的身影 孤独而又落寞 看着让人莫名的心疼 季正廷走到宋青城面前 宋青城眼底 撞进一双男士皮鞋 这才回了回神 抬起头来 看到是季正廷 宋青城站了起来 你怎么来了 季正廷 抿着唇不语 只是抬手将 宋青城肩上的发丝 整理了一下 然后握住他的手 你进去吧 待会儿 季母要是看到 季正廷过来了 却只是在外面陪着他 又该不高兴了 而且爷爷奶奶 也在这里 不跟我一起进去 宋青城摇摇头 垂下了眼瞼 季正廷也没有强求 自己进了病房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的样子 季灵醒了过来 宋青城在外听到了 但是没进去 先听听季灵的情况再说 季母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玲玲 你千万要冷静一点呀 你爷爷和你哥哥都在这里 今天一定会帮你好好教训 那个宋青城的 爸 我不想再看到 那个宋青城了 我太远不想看到他了 哼哼哼 哼哼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 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四百零四集 好好好 回头妈就把她给赶走 季母连忙应声 心疼得跟个宝似的 接着又问 灵灵 你跟妈说 你是怎么摔下来的 是不是 季母后面那句 是不是宋青城把你推下来的 还没说出口 就被老爷子的一声干咳 给打住了 季母抿了抿唇 自然不敢继续说下去 但是握着季灵的手 却紧了紧 给她暗示 季灵看了母亲一眼 立马就会议到了 妈 就是宋青城把我 从楼上推下来的 就是她 我恨死她了 妈 妈 郑婷 你们都听到了吧 灵灵可是亲口说了 怎么处置宋青城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爷奶奶 你们要替你们死去的 虫孙子报仇 可是还没来那几 看眼这个世界 就被人害死了 说到这里 季灵伤心地大哭起来 宋青城在外面咬了咬牙 忍无可忍 站起来 推开病房的门 将房里的人都看了一眼 最后 目光锁定在季灵身上 季灵被宋青城 盯得心里发毛 但很快就意识到 现在是对付 宋青城的最好时机 宋青城 你怎么会在这里 当然是等着把那天的事发经过 当着爷爷奶奶阿姨的面说清楚 宋青城静自走到病床前 对季灵问 那天是你打电话 让我去楼顶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宋青城就知道 季灵会这么说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家里坐机上还有通话记录 回头让管家去查一下 就真相大白了 季灵当天并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又哪里会想到留一手 这会儿要是管家去查记录 肯定是一查一个准 季母间女儿哑然 便帮着怼宋青城 宋青城 你别在这里乱扯话题 现在灵灵已经醒了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主动在老爷子和老太太面前 承认推了灵灵 这件事 我可以从轻发露 别说是一次机会 就是十次 我的答案也一样 我没有推季灵 他摔下楼 纯属是他自己不小心造成的 宋青城你胡说 季灵低吼 当时要不是宋青城扑上来 抢他手里的喷雾 他怎么可能会不小心摔下去 宋青城谋色一粒 我有没有胡说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难道还要我把你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都说出来 你才满意吗 你 老爷子听出这件事不那么简单 便站起来说道 秦城 你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今天老爷子我在这儿 我就不幸治不了你们一个个 老爷子说着 把手里的拐杖 重重地在地上敲了一下 宋青城从没见过老爷子这么生气 他主动坦白 爷爷 这件事 我多少有点责任 这点我承认 但是如果一定要将罪名强加在我头上 我是坚决不会妥协的 即便我是路边的一条流浪狗 被惹急了 我也会反击 最后这些话 宋青城是说给继母听的 老爷子点点头 好 那你把那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一遍 那天 我接到一个电话 叫人到楼顶去 我听着挺着急的 以为出了什么事 就匆匆忙忙地上去了 上去之后 我发现机灵在楼顶上 然后 说到这里 宋青城停顿了一下 想先说一下自己有哮喘的病史 爷爷 宋青城他有病瞒着你们 什么 老爷子表现出震惊 心下想着 既然是瞒着 必然不是小毛病 青城 到底怎么回事 宋青城现在只后悔 没有听李沈的话 应该早一点把这件事情告诉二老 今天的处境对自己也会有利一点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 宋青城也只能坦然面对 爷爷奶奶 很抱歉 我确实有件事一直没跟你们说 这件事对你们来说可能很严重 但是对我自己来说 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 所以我 所以你就能理所当然地瞒着我们全家是吗 你说你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 那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们家人 为什么还要偷偷瞒着 我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我是 没有要隐瞒 那你说说 你嫁进我们家之前 谁知道你有这个病 我知道 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刷刷地投向纪正廷 纪正廷依旧淡定自如 只是面色略有些难看 纪母盯着儿子的目光 像一道利剑似的 哎呀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能不能说得明白一点 我这脑子都快要糊涂了 老太太心急如焚地说道 宋卿城连忙安慰老太太 奶奶 您别着急 其实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有先天性哮喘 去年的时候有发作过两次 这种病 就是不能受寒 呼吸到不能受刺激 其他 也没什么大碍 因为这么多年 都没有复发过 我也就没当回事 所以 才没有告诉您和爷爷 如果不是今年突然复发了 宋卿城真的都已经忘记 自己有这个病了 怎么会有这种先天性疾病呢 老太太凝着眉 也不知道这种病 到底严不严重 宋卿城摇摇头 低低地说道 我也不太清楚 他已经感觉到 老太太多少还是介意的 这时 季正廷又走过来 对老太太说道 奶奶 这种病 我在洛琴那边了解过 原则上并不算是疾病 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症状 只要自己注意点 保养得好 是可以终生不复发的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零五集 小秦 真的是这么说的 老太太 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毕竟这技甲 只有镇庭这么一颗毒苗 可不能弄个疾病遗传什么的 若您是不放心 回头我让陆清 给您详细解释一下 那好吧 老太太 这才放心一点 妈 宋清晨都说了 她这种病是先天性的 那万一以后生个孩子 也遗传她怎么办 这倒也是啊 我们季家 可就镇庭这么一个毒子 将来还要她延续香火呢 这要是孩子不健康的话 宋清晨听着季母和老太太的话 心里沉了沉 行了 这件事回头再说 现在继续言归正传 老爷子这会儿 眉眼间也多了一抹愁绪 宋清晨却已经没有心思继续说下去了 清晨 是你继续说 还是让季灵说 还是让季灵自己说吧 她倒是要看看 季灵打算怎么交代 爷爷 我就是在楼顶找我吊的耳钉 本来是想打电话 让幽元上来帮我一起找的 谁知道宋清晨就上来了 而且 她一上来就发病了 我当时吓坏了 就过去扶她 谁知道她跟疯子似的 一把就把我从楼梯上退了下来 季灵借机将打电话的事给一并解释了 审得到时候被查出来 老爷子对宋清晨问 清晨 是不是这样的 没错 当时我上去的集 没有穿外套 楼顶的风又很大 上去之后就受了寒 跟着哮喘发作了 但是并不是季灵所说的 她来扶我 而是 说到这里 宋清晨迟疑了一下 目光再度投向病床上的季灵 那眼神 冷漠得没有一丝情感 让季灵觉得背脊一寒 季灵知道宋清晨接下来要说什么 但是她并不怕 反正宋清晨说什么 都只是她的片面之词 只要自己不承认 爷爷不能拿自己怎么样 老爷子追问 而是什么 季灵手里拿着可以救我的喷雾 却不肯给我 甚至眼睁睁地看着我痛苦 看着我一口气一口气地呼出去 却吸不进来 看着我奄奄一吸 说到这里 宋清晨的眼眶已经红了 深吸了口气继续说道 没错 我是因为想求生 去试图夺季灵手里的喷雾 然后季灵被惊吓到了 退开一步的时候 不小心踩空了 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这就是原原本本 真真实实地经过 你 你胡说 季灵见事实被说出来 便心虚地冲宋清晨低吼 季灵 你既然敢做 就没有理由不敢承认 况且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 对我做这种丧心病狂的事了 宋清晨的提醒 是想让季灵好自为之 但如果季灵 执意要僵持下去的话 她会将以往的恩恩怨怨 全部说出来 让季家人知道 她忍了那么久 就是希望季灵能悔过 但现在看来 是她想多了 季灵这种死不悔改的人 根本就不应该给她机会 灵灵 事实到底是不是 清晨说的那样 老爷子对季灵严厉地问道 季灵连连摇头 爷不是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有害宋清晨 你们不能听她 拼命之词啊爷爷 爸 我看这件事 多半是宋清晨 想推卸责任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 灵灵会做出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 这个时候 季母 当然是站在自己女儿这边 季灵赶紧跟着硬核 对对对 都是宋清晨在胡说八道 爷奶奶 你们千万不能信她 宋清晨已经不想再辩解了 她知道 光凭口舌 只会没完没了 季灵身上 流的是季家的血 现在又失去了一个孩子 即便老爷子相信这件事 是季灵有错在先 也不会真的把季灵怎么样 而她又是季家的媳妇 即使有错的话 最多也就是表面上说两句 给个教训 难道还能因为这种事 逼着季正廷跟她离婚 怕也不太现实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我回去会调查清楚 在此之前 你们俩都记一次大过 以后如果再犯的话 就别怪我老爷子不留情面 老爷子严肃地下了警告 这也幸亏是无凭无据 若真是有证据证明 哪一方行为过分的话 老爷子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处置 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 也是最好的结果了 爷爷 那宋清城隐瞒病情的事情 您不能就这样算了 季灵还揪着不放 反正 他可以拿离婶当人证 比宋清城的立场 要占上风 老爷子看了宋清城一眼 说实话 对于宋清城的病情 说一点都不上心的话 肯定也是不可能的 但好在是没什么大碍 只要病情没什么影响 这件事暂且不做追究 以后也绝不允许再犯 季灵脸色一变 爷爷 您可不能被宋清城给骗了 如果他的病情 真的不严重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让离婶 帮着他瞒着病情 什么 你说清城让离婶帮他隐瞒病情 没错 离婶亲口跟我说的 而且 宋清城的病情很严重 动不动就发作 基本上是要不离身呢 清城 有没有这样的事 爷爷 离婶确实知道我的病情 但也是刚知道的 我没有对任何人 做过任何隐瞒 款家 把离婶找过来 老爷子又坐回椅子上 管家上前说道 老爷子 离婶回老家过年还没回来呢 这两天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爷爷 肯定是宋清城把离婶给赶走了 我记得 离婶回家前的那个晚上 在宋清城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呢 出来的时候就眼睛浑红的 肯定受了不少委屈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零六集 清城 是不是这种事 离婶走的前一晚 确实在我房间里待了一会儿 当时 离婶好像有什么心事 跟我说了很多话 让我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家里人 还让我有机会 就把自己的病情告诉爷爷奶奶 当时我只以为 离婶可能是要回家了 所以才盯住我那么多 但是现在想来 离婶 是有打算的 都怪自己当初太大意了 明知道离婶有点反常 当时就应该问清楚的 可现在 联系不上离婶 离婶显然是有苦衷才离开的 不然那晚 又怎么会那么难过 叮嘱自己那么多 现在想想 实在是太对不起离婶了 管家 你继续去联系离婶 离婶是咱们家的老人 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离开了 至于清城的病情 张婷 你自己看着办吧 老爷子留笑话 并拄着拐杖 起身离开了病房 眼下离婶不在 同样是无法判断 离婶是被继灵逼着离开的 还是被宋清城逼走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离婶离开 绝对是有原因的 老爷子离开之后 老太太也跟着离开了 走的时候 看了看一直没坐身的纪正廷 又看了看宋清城和继灵 最后还是叹了口气 季正廷对管家说道 管家 宋老爷子和老太太回去 是 管家点点头 便也跟着离开了病房 我就送奶奶下去 宋清城一秒钟都不想待在 这种恶劣的气氛下 他跟着老太太一起离开病房 季灵见他又去跟老太太献殷勤 气得握着拳头砸被子 你去打一壶开水过来 这句话 季正廷是对周绍景说的 周绍景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哦 好 他知道 季正廷这是在有意支开自己 季灵见哥哥这架势 一颗心立马就不安了起来 哥哥这架势 不会是把我关在这里 暴打一顿吧 想到这里 季灵紧张地看向母亲求助 那眼神似乎在说 妈 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季母也觉得 儿子这架势不太好 正廷啊 你有什么话好好说 那个 玲玲现在还在休养中 你不能对她怎么样 哥 就算我刚刚对宋京城不留情面 你也不能打我 我是你的妹妹 是依乃同胞的 你还知道我是你哥哥 季灵压低着脸 不敢看她 我当然知道 而且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那你这个妹妹 刚才在怼你嫂子的时候 你把我这个哥哥置于何地 哥 咱们一马过一马 我做的那么多 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哥宋京城到底有什么好的呀 你要对他这么死心塌地 如果哥哥直接把宋京城一脚蹬了 就没那么多事发生了 他好与不好 将来都是陪你哥哥共度一生 共葬以临的人 纪正廷面上沉了沉 然后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 而你是我的妹妹 永远都无法割舍的亲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 你委屈也好 开心也罢 哥哥永远都是你身后的靠山 在哥哥面前 你可以任性 可以撒娇 甚至可以刁蛮 无礼为所欲为 只要你开心 哥哥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是有一点 哥永远给不了你 那就是幸福 说到这里 纪正廷顿了一下 这些话 能从他口中说出来 不光是纪灵感到意外 就连纪母也很震惊 至少 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 纪正廷这样感性的一面 在他们的印象中 纪正廷一直是那种 沉默寡言 不苟言笑的人 纪正廷接着说道 将来不管与你 共度一生的人 是谁 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 哥哥都会祝福你们 即便是你选择了 一个路边的乞丐 哥哥也绝对 不会有任何嫌弃 或者挑剔 因为那是我妹妹 喜欢的人 我没有理由 去挑剔自己的妹妹 言下之意 也希望纪灵 能不要再去 针对宋卿城 哥 我 纪灵心里 百般不是滋味 却又不知道 该怎么表达出来 其实 撇开宋卿城不说 他所做的一切 确实挺对不住哥哥的 如果你早点把怀孕的事 说出来 或许就可以避免 这场意外了 这件事 纪正廷原本是想 教训他的 但是看纪灵 现在这样子 又责备不起来 纪灵 纪灵低着头 没吭声 幸亏刚才爷爷奶奶 没有追问这件事 不然自己肯定逃不过 要被教训一段 身体是自己的 不管多么大的痛苦 都没有人能替你承受 纪正廷这句话 无疑是想提醒纪灵 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女孩子 纪正廷至今都不敢去想象 如果那天再晚几分钟的话 我下次也不敢了 纪灵闷闷地说道 他知道 陆琴跟哥哥关系好 哥哥这会儿 肯定什么都知道了 这个世上每个人所做的事 都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哥你别说了 我知道错了 纪灵就差要哭出来了 这么多天了 他又怎么会想不到 自己的下场 其实就是害人不成后的报应 纪正廷暗暗叹了口气 只希望 他是真的知道错了 做错事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知道错了 却还执迷不悟地 一错再错下去 纪灵默默地低着头 纪母看着女儿伤心的样子 有些于心不忍 对儿子说 儿子 你妹妹已经都认错了 你就别说了 这几天好好休养 别急着出院 有什么事直接找陆琴 纪正廷留下话 便转身离开了病房 他拉开门的时候 刚好撞见周少景 就在门口 周少景看到纪正廷之后 微静地退开了一步 纪正廷盯了他一眼 发觉他的样子 明显是做贼心虚的表现 不过纪正廷没说什么 直接提步离开了 周少景在纪正廷离开后 嘘了口气 刚才真他妈的闲 差点就被纪正廷 给抓个正着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407集 周少景正准备进去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继母的声音 她推门的手顿了顿 灵灵 你老实告诉妈 事情经过 到底是不是宋清晨说的那样 妈 你就别再问了 我现在心里难受得很 你这孩子 现在这里只有妈一个人 你还有什么好隐瞒的 听到这里 周少景将门推开一条缝 想听得更清楚一点 其实 这件事不用多想 也知道 是继灵想对宋清晨图谋不轨 继而 继灵不耐烦的声音又传来 是是是 我确实想家还宋清晨来着 可是没有想到 她现在好多端端 我去唐靖的医院 你 你怎么能那么糊涂呢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谋杀 是要坐牢的 妈你小声点 你想让全医院的人都听见 可是 可是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样也不跟妈说一声呢 那 那怎么办啊 宋清晨他不会去告我吧 安静了两久之后 继母的声音才再度响起 宋清晨现在好端端 应该是不会 可万一 他要去起诉你一个谋杀未遂的话 那可就麻烦大了 妈你一定要救救我啊 我不想去坐牢 放心吧 妈不会不管你的 就算要是去坐牢 妈替你去坐 不行吧 我不能让你去坐牢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闺女啊 咱们不喜欢宋清晨 那按下给她点力还尝尝就算了 可不能再多犯法的念头 你明白吧 我知道了 我再也不去找宋清晨的麻烦了 行了 没事了 都过去了 周少景在外面 听着这对母女的对话 不禁吃笑了一声 还谋杀未遂 亏他们想得出来 这对母女 平时看着是耀武扬威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其实就是一对草包 宋清晨自从回花店上班之后 就很少在家里了 也不知道是自己心理作用 还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她总觉得 老爷子和老太太对自己 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或许二老对她身患疾病的事 多少还是有点介意的 想什么呢 新月早就发现宋清晨 再发呆了 这会忙完了 突然就冒了出来 宋清晨吓了一跳 你吓人的坏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一下 我又没打算吓你 是你自己一时 在发呆好不好 我那时在想着 花店的经营方案 哪里在发呆了 少来了 这会儿人家可都去吃饭了 不用摆出你那副敬业精神 听新月这么一说 宋清晨才发现 已经是吃饭的点了 大家都轮流出去吃饭了 她也可以放松一下 靠近沙发里休息一下 你最近是不是又有什么心事啊 心事每天都有 宋清晨敷衍了一句 新月见她不想说 便也转移了话题 对了 你上次不是说 看到一家农民房想出售的吗 后来有没有消息啊 我打电话去咨询过一次 好像说是房主急需用钱 而且价格挺便宜的 最最最关键的是 人家那是新房子 工建好中修好 还没入住过 行了行了行了 这些你都说过三遍了 我现在就问你 人家那边到底 有没有给你确切答复 别待会儿是个 忽悠人的大骗子 那岂不是白开心一场 没有 还真的白开心一场 不过 清晨肯定更郁闷 算了 这种好后又便宜的事 十有八九都是骗人的 我们就不该 星月相信两个字还没说完 宋清晨放在桌上的手机 便扎人响了起来 星月见他人就在沮丧中 没反应 就把他的手机拿过来给他 接吧 心情不好也不至于 跟电话过不去 宋清晨接过手机贴在耳边 没精打采地开口 我 没声音 宋清晨蹴了蹴眉 把手机移开看了看 才发现 星月根本就没有帮他接通 不过看到来电人 他一下子就变得精神抖擞 坐直了身子 星月见他这么激动 便问他 怎么了 不会是唐三藏给你打电话了吧 是要卖房子的那个房主 那你赶紧接啊 没准人家要卖房子给你呢 对对对 喂你好 张大叔 星月把耳朵凑过来 想听听电话里说了什么 不过 并不怎么听得清楚 大概过了半分钟的样子 只听宋清晨脸盲说道 好好好 那您 把您的那个产权声明 和土地证都准备好 我现在就马上过去一趟好吧 可以可以 只要您价格合适 我一定会买的 啊 您希望是全款 这样吧 要不我们见了面再谈好吗 哎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电话挂了之后 宋清晨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倒是星月 一句没听到电话里说了什么 迫不及待地问她 到底怎么说的 走 路上跟你说 宋清晨站起来 拿过外套和包包 就急着要出门 星月也拿着包 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 装模作样一下 毕竟 上班时间除了工作之外 也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出去的 星月走的时候 跟店里的同事 打了个招呼 露露 你在店里照应一下 我跟店长 去一趟百货公司 看看那边 需要怎么布置 好的 你们去吧 虽说是乡下 但也不算是太偏的地方 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 毕竟 星月车级一般 开得比较慢 正常情况下的话 应该是在四十五分钟左右 比起宋清晨年前 带记政亭去的那个村子 这里可以算得上是镇上和县城中间的地段 而且交通很方便 门口就有直达市区的公交车 隔着一条马路就是地铁 所以宋清晨很看好这里的位置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零八集 上次宋清晨和星月 已经在房子里看过了 这次就没有去看房子 和房主见面后 宋清晨看了房主的房产武政 没问题之后 他们就直奔主题 谈价钱 房主因为家中遇到急事 所以急着卖房子 挂价本来就不高 宋清晨见房主大叔 是个挺老实憨厚的人 也不好意思趁火打劫去砍价 房子建的是独栋上下两层 如果是在市区的话 那就是实打实的别墅了 房主连地皮一起售卖 报价是七十万 如果全款付的话 还可以再便宜五万 宋清晨当然是想全款买下来 白白地便宜五万块 他要赚一年呢 可是他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 最后他跟房主商量 先付五十万 让房主给自己便宜三万块 看得出房主是真的急需用钱 最后也爽快地答应了 宋清晨这一次没有再犹豫 去办理手续后 就直接交了五万块订金 这么好的新房子 宋清晨也担心 房主遇到出价更高的买家 所以订金多给一点 多一份保障 回去的路上 宋清晨还感觉 像是在做梦一样 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居然把房子给卖了 他们终于有家了 新月见他一阵阵傻笑 便打趣说 哇 你不会是高兴过头 把脑子给高兴坏了吧 新月 你说我这次做得对不对啊 宋清晨担心没有跟家里人商量 到时候母亲会不高兴 当然对了 上次你要是也这么做的话 哪能出那么大的事 上次的事 依新月的意思 就不应该把钱交到宋副手中 结果 还真就是怕什么有什么 所以这次 我必须什么事都自己经手 绝不能再出错了 如果再出差池的话 宋清晨 真的就要彻底绝望了 那你现在是回店里 还是去哪儿啊 宋清晨看了眼时间 已经快要下班了 送我回家一趟吧 哪个家 宋清晨给他一个大白眼 新月笑了笑 自然是知道 他现在是想去哪儿呢 买了房子 有了家 这时候的心情 无疑是想跟家人分享 车子很快 就到了家里那条小路 宋清晨跟新月道了别 便开开心心地回了家 妈 我回来了 宋清晨见大门没关 就直接推门进来了 宋母惊慌地从宋小妹房间里出来 看到真的是宋清晨 宋母面上堆砌出不自然的笑 清晨 清晨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宋清晨一眼便看出了母亲的不对劲 哦 我路过这里 所以就过来看看 那你在外面坐会儿啊 我帮你妹妹换一下衣服 就出来 我也来帮忙 宋清晨将包放在椅子上 就走了过去 不用了 你歇会儿吧 妈自己来就行了 宋母紧张地挡在门口 尽管她已经伪装得很好了 但还是很不自然 主要是 她没想到宋清晨会突然回来 妈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宋清晨一颗心不安地跳了起来 宋母向来不会说谎 这会儿只能勉强地说道 没有 真没事 您让我进去看看 宋清晨直接将母亲推开 当看到房间里的宋小妹时 她整个人都呆住了 宋小妹躺在床上 光着一条腿咬着下唇 眼角还有胃干的泪痕 小妹 你怎么了 是不是腿又疼得厉害了 宋清晨快步走进去 蹲在床边一把握住宋小妹的手 宋小妹点点头 可能是因为疼得厉害 小脸煞白 吃药也不行吗 宋小妹以前疼得厉害的时候 吃一颗药就好了的 药年前就吃完了 小妹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药没有了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我去医院给你买 她也就是想忍一下 看能不能忍过去 没想到会疼得越来越严重 这一宿都没睡 宋清晨站了起来 妈 您让我说什么好呢 小妹她不懂事 可您怎么也能由着她呢 这种疼可大可小 万一引起严震的话 那就麻烦大了 她知道 母亲和小妹 肯定都是想着省钱 毕竟那种止疼的药 确实有点贵 一颗就要两三百 基本上每个月 都会吃上好几颗 这还是小妹能忍的情况下 我正打算去医院买去呢 要不 你在家看着 妈这就去买 宋清晨看了看时间 现在根本就来不及了 医生都下班了 那 那可怎么办事好啊 您先把小妹的衣服穿好 别着凉了 我去打个电话 看看人家能不能帮个忙 宋清晨只能麻烦一下陆晴了 不然这一夜 小妹还是没得睡 而且人还遭罪 这个点还没到下班的时候 但如果从家里赶过去的话 就来不及了 她给陆晴打了电话 陆晴倒是二话没说 就答应帮忙开药 宋清晨本来说是要过去拿的 但陆晴让她等电话 没想到 这一等 就是半小时 宋母从房间里出来 问她 清晨 你托人买药的事 怎么样了 人家已经答应帮我买了 买好了 打电话让我过去拿 宋母看了眼外面 已经快要天黑了 这天都晚了 你跑来跑去会不会太辛苦了 要不 还是妈跟着你去拿吧 跟我您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您就在家里 把小妹照顾好就行了 宋清晨也不打算等陆晴电话了 还是先过去再说 反正是要去拿药的 刚穿好外套 电话就响了起来 宋清晨以为是陆晴 但电话拿过来一看 却是管家打来的 管家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他拿着电话去窗边接了起来 喂 管家 少太太 我就在您家附近这条路上呢 具体方位我不确定 我是来给您妹妹送药来的 哦 那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出来 宋清晨匆匆挂了电话 又对宋母说道 妈 我出去一下就回来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零九集 宋清晨一边小跑 一边在心里想 怎么是管家送来的 跑到马路边 宋清晨一眼就看到 缓慢行驶在路边的车子 正是季家的车子 他连忙挥了挥手 管家看到他 将车子开过来停下 从车里下来 管家 怎么是你送来的 我去医院给大小姐送吃的 刚好碰到陆医生 听说您在陆医生那里开了药 我就顺便给您送过来了 管家将手中的袋子交给他 宋清晨接了过来 真是太谢谢了 又麻烦你跑那么远 不麻烦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那个 钱的话 我回到医院的时候 再给陆医生 刚才电话打得有点急 自己居然都忘记 说费用的事了 不用 钱已经直接从大小姐的 医药费中扣除了 那怎么能行呢 万一被他们知道怎么办 还不得又大闹一场 嗨 小事 陆医生自然是有办法的 宋清晨想想也是 陆情既然能开 肯定有办法解释 那就太感谢了 您客气了 对了 现在要回去吗 如果回去的话 我就在这里等您 不用了 我今晚想在家里住 回头你帮我跟 纪正廷说一声 这个 我可不敢听您说呀 您还是自个儿 跟先生打个电话吧 好吧 那你早点回去吧 路上注意安全 好嘞 我这就回去 看着管家离开之后 宋清晨才折回家去 路上 他又给陆情打了个电话道谢 东西收到了 电话刚被接起 陆情一向比较随和的声音 便传了过来 太谢谢你了 陆医生 给我不用那么客气 不过 这次的药里 有另一种 新研制出来的药物 对你妹妹的腿 应该有着一定的疗效 不过 这种药是针对一种仪器 同时使用的 所以我们有给他开很多 让他先试一个疗程 吃完之后 记得带他来医院找我检查 宋清晨一证 就是 你上次跟我说的新药 没错 国内刚得到售卖许可 那 这种药 一定很贵的吧 药其实也还好 不算贵 但如果跟仪器 同时使用的话 一个疗程 最起码需要八十万左右 宋清晨心底沉了沉 大概 需要做几个疗程 通常是三个疗程之后 根据病情恢复的 效果来决定 也就是说 至少三个疗程 甚至还可能更多 然而 这个数目 对他们现在来说 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即便是自己把买房子的钱都攒下来 给妹妹去做治疗 那也是连一个疗程都不够 宋清晨只能说 总之 很感谢你 还能记得我妹妹的事 关于治疗的事 我们再商量一下吧 我倒是不想记得 关键是 有个人隔三差五的就来问我 我想不记得都拿呀 陆情的话里 是满满的忧怨 宋清晨想也知道 陆情控诉的这个人 肯定是纪正廷无疑 和陆情结束了通话之后 宋清晨也已经到家了 刚一进门 宋母就走过来 担心地问他 清晨啊 你走得这么急 没什么事吧 没事 就是有人帮我 把小妹的药给送来了 是正廷吗 宋母下意识 朝外面看了一眼 宋清晨也不瞒着 不是 不过是他的一个朋友 总是这样麻烦人家 会不会不好啊 毕竟都还没有结婚呢 这次是个例外 下次不会了 我去倒水 你把药拿进去给妹妹 妈 这次 我一个朋友 帮忙开了一种新药 说是对妹妹的腿 效果很好 国内刚开始售卖 宋清晨一边跟母亲说话 一边将袋子里的药拿出来 怪不得陈爹爹的 原来陆情给开了那么多盒 这么多药 少说也得好几千块呢 这还是没算上开的新药 万一新药很贵的话 这一包下来上万块 甚至是几万块 被继母或继灵发现的话 肯定要大闹一场 不行 回头得去医院 把钱补进去才行 宋清晨看了说明书 按照数量给小妹剥好药 让她服下 药效很明显 几分钟之后 小妹就没那么疼了 宋清晨将新药的服用 说明告诉了她 小妹用笔在盒子上 做好记号 这样 每天吃的时候 就不会错了 由于前一晚没怎么睡 宋小妹很快就睡着了 宋清晨帮她盖好被子 从房间里出来 就在这时 宋老太和宋父 一起有说有笑地回来了 聊的都是打牌的话题 母子俩都爱打牌 聊的自然是投机 宋清晨去厨房 帮母亲做晚饭 妈 今晚多做点好吃的 我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们 什么好消息啊 先不能说 等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一起说 宋清晨想说的 是买房子的事 她打算将房子 买在父母名下 所以这件事 自然是瞒不住的 瞧你 还神神秘秘的 宋母笑她 心里也猜测着 女儿应该是想说 她和季正廷的事 宋母没想到 宋清晨会回来 所以也没准备 什么热菜 就蒸了一只板牙 烧了一份红烧肉 两个素菜 还特地给宋父 炒了一份花生米 宋小妹因为吃了药 睡得正香 宋母就没有去叫醒她 在锅里给她留了吃的 一家四口坐下来之后 宋老太和宋父 还是就当作 没看见宋清晨一样 自顾自地吃饭 宋父抱着一盘 花生米喝酒 然后看着电视剧 认真的很 宋老太就跟 饿了好几天似的 带着盘子里的肉 加了好几块在碗里 还不光给他儿子 也加几块放在碗里 那家是 生怕被人吃完似的 宋清晨每次 干到这种现象 便窝囊地吃不下 其实 家里并不缺 宋老太好吃好喝 而是一个人 本身的品行就有问题 而且 这才过了年不久 每天大鱼大肉 吃得不腻嘛 对了 清晨啊 你不是说有好消息 跟你奶奶和你爸说吗 是什么好消息啊 宋母一边给她夹菜 一边问她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集 我确实有件事 要跟你们说一声 宋清晨放下筷子 看了一眼 好像压根没听到的父亲 宋老太听说有好消息 连忙用脚踢了踢 看电视的儿子 你气我干嘛 这都正好看着呢 我买房子了 宋清晨突然冒出一句 当下三个人表情同步 皆是一脸不可思议 宋清晨看了他们一眼 继续说道 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 我看的房子是在县镇中间 不是在市区里 市区里我也买不起 不是 清晨啊 你哪来的钱啊 宋母放下筷子 紧张地看着她 宋清晨给母亲一个安心地笑 继而转向另一边的宋父 爸 您资助我二十万 剩下的钱我来出 我们一次性付清怎么样 你在乡下买房子 还要二十万 宋老太一听到 要从她儿子里拿钱 立马就不乐意了 奶奶 那不是乡下 跟县城挨得很近 交通也很方便 人家开价八十万 我跟人家苦口婆心砍了几天 人家才同意七十万成交 而且那套房子 是独家独院 剩下两层 全新装修好没住过 我今天已经去看过了 宋清晨 你老实交代 你哪来这么多钱 宋父觉得 这件事有点花头 肯定是宋清晨 帮上大款了 宋清晨纠结了一下 然后才说道 您不是一直担心 我找对象不给李金吗 这笔钱 是人家给的李金 他之所以说是李金 就是想先试探一下 奶奶和父亲的态度 也好让他们 别再想着去讹人家 哎 等等 等一下啊 宋老太 立刻打住他的话 既然是李金 那也是给你家里的 你凭什么自作主张 拿去买房子 这钱还没看到 涨什么样呢 就拿去买房子了 太不过瘾了 买房子 也是给家里人住的 那也是资产 难道奶奶希望 一直这样在外流浪 租房子住吗 宋清晨反问回去 说句难听的话 奶奶将来去世了 总要有个归处的吧 总不能死在租的房子里 人家不吉利 对自己家也不好 就算是要买房子 那也轮不到你去买 你把钱拿过来 我跟你爸去买 只要是涉及到钱财 宋老太的语气 一向都很强硬 奶奶 您和我爸 连一根葱都没买过 您打算去哪儿买房子 估计是想把这笔钱 给贪污了还差不多 宋老太嘴角抽了一下 不服气地痴笑一声 有钱 没什么东西买不到的 还有 你男朋友家 给了你多少钱 我可告诉你 现在这礼金 没有个八十八万八千八 他休想把你 从宋家给带走 这都还没见家长呢 就给宋卿城这么多钱 看来这家人 绝对是个有钱的主 所以得多要点 这会知道我是宋家的人了 不过这礼金 不一直都是三十九万九吗 怎么到了奶奶这里 就翻倍还带拐弯的了 宋老太 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 那可都是几年前了 现在你去打听一下 谁家嫁个闺女 不是百来万的礼金 外加彩礼啊 礼金不就是彩礼吗 礼金归礼金 彩礼那是彩礼 两码事 宋卿城被绕懵了 只能看向母亲求助 宋母委婉地说道 妈 其实也不用过分 计较这些东西 这礼金啊都给了 人家也不会什么都不买的 你说得倒是好听 那万一对方他就不买呢 到时候 你不会就打算把自己女儿 光不溜秋地嫁过去吧 那丢人 可就不止南方一家了 妈 什么是彩礼啊 宋卿城必须要问清楚 回头 别又弄个百来万出来 岂不成了讹诈了 其实也都差不多了 彩礼就是南方 给买的一些东西 表示一下对长辈的尊重 这些 原本已经没有人讲究了 但是老太太 是个有便宜就要占的人 肯定是说不通的 嗯 我知道了 宋卿城点点头 如果只是买点东西 那也花不了多少钱 行了 别扯这些没用的 你把钱先拿出来再说 我说了 钱拿去买房子了 宋老太一听 气得脸红脖子粗 你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把这笔钱 拿去买房子 那这笔钱 就不能算是礼金 你也别想从这个家里 嫁出去 嫁不嫁我无所谓啊 大不了 我跟人家私奔好了 不过呢 那套房子 你们也别想住进去 宋卿城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端起碗继续吃饭 这次不管用什么办法 他势必要把奶奶和父亲 给镇压住 你 你有能耐了啊 宋老太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偏偏又拿他没辙 宋卿城笑了一下 其实 我一直都挺有能耐的 只是我能忍而已 宋老太嘴角抽了一下 转向儿子就场 儿子 你倒是说句话呀 宋副抬头看了看这间房子 再想想白天 那些机器拆挖的生意 还有那呛人的尘土 这里肯定是住不下去了 眼下又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搬 所以 能找到合适的房源可以买 也不是不可 最最最关键的是 不用自己掏钱 宋副对宋老太说道 妈 你也别着急啊 这件事我觉得清城做得有点道理 你看看我们这儿啊 没准明天就要赶我们走了 我们总不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吧 宋老太原本以为 儿子肯定是帮着自己说话 但结果 不但没帮自己 反而还赞同宋卿城的做法 这儿子今天是不是输钱 把脑子给收坏掉了 儿子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他宋卿城现在拿着原本属于你的钱去买了房子 你居然还帮他说话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妈 您儿子长这么大 都没有让您住上一条小样的房子 您就当时我拿钱给您买的房子住 这样也不是挺好的吗 那无家可归的感觉 不光是被人瞧不起 那是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一集 宋卿城倒是没想到 父亲居然会支持自己 还挺意外的 爸 您要是不愿意拿钱出来 把房款全付了也可以 到时候家里肯定要添不少东西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要不 这笔钱就由您来出 怎么样 买家具肯定用不了二十万 其实 宋卿城提出 让父亲拿出二十万 也就是试探一下而已 他也没抱什么希望 但是家里的家具肯定是要买的 如果父亲愿意拿钱出来买 那自然是最好 自己手里可以省下来几万块 留着备用 其实 那几万块也不全是自己的 而是过年赚的压岁钱 包括纪正廷的压岁钱 也都被他给霸占了 宋老太赌气地说道 儿子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愿意跟宋卿城去掺火 那是你的事 但是 你得把我那十五万的养老钱 给我拿来 剩下的 你爱怎么买就怎么买去 宋老太自知 已经阻止不了这个儿子了 所以还是想想自己比较实在 好好好 我回头就给您办个卡存 见见 宋父也是服了这位老母亲了 给他买房子不高兴 非要攥这一笔钱在手里 宋老太这一回彻底没话说了 爸 那我明天带您和妈一起过去 看看有什么手续需要办理的 你们把身份证和户口簿 还有结婚证都给带上 我顺便带你们去看看房子 保证你们都满意 宋夫对房子倒是兴致缺缺 而是更关心他的对象 那你是不是也得找个时间 把你那个对象带回来跟我们瞧瞧 他倒是很想见识一下 谁家这么爽快 这家长还没见呢 就把一笔礼金给砸下来了 我打算等我们搬好家 再带他回来 对对对 等搬了新家再带回来 宋母更是没想到 宋父会支持这件事 而且还爽快地答应买家具 为了以防宋父又打什么歪主意 还是等安定下来再说 行吧 你自己看着安排 宋父也没有问太多 反正总有一天是要见面的 不然 人家总不可能白白给了一笔钱 跟宋清晨分手吧 吃了晚饭之后 宋清晨帮着母亲一起收拾碗筷 听到包里的手机在响 他连忙冲了个手拿着干毛巾 一边擦一边从厨房里走出来 从包里找到手机 看到是纪正廷的来电才想起来 说好给他打电话说一声的 居然给忘了 喂 宋清晨接起电话来到外面 为什么没有等到你电话 纪正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有点清冷 似乎还有点生气 嗯 他确实应该生气 以管家的做事方式 必然会向纪正廷 汇报他说过的所有话 而且还可能是一字不漏 所以 纪正廷肯定知道他说过 会给他打电话 结果 他却给忘了 刚刚跟家里人说点事情 不小心把时间给忘了 与其说是把时间给忘了 还不如说是把我给忘了 再开口 某人的语气变得更加不好了 宋清晨俯额 果然是生气 即便是隔着电话 宋清晨好像也闻到了 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纪先生 我知道错了 下不为例 这样行吗 宋清晨主动认错 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主要是今晚心情好 你敢在我面前 说这样的话试试 纪正廷保证 会毫不犹豫地将宋清晨扑倒 不敢 绝对不敢 但是宋清晨决定调侃他一下 我这样说话 有问题吗 我一直都是这样说话的呀 电话里突然陷入安静 宋清晨能听到 那边重重喘息的声音 某人这会儿 肯定气得脸都黑了 纪先生 你喘气声音怎么那么大呀 不会是在干坏事吧 宋清晨一本震惊地问道 其实 心里憋笑都要憋出内伤了 小孩 我劝你最好不要挑战我 宋清晨已经嗅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好在是隔着电话 不然今晚自己绝对是死定了 好吧 那我就不打扰纪先生继续干坏事了 再见 说吧 他就直接挂了电话 想象一下 某人现在对着手机嘴角乱抽的样子 肯定好笑极了 也只有隔着这样的距离 宋清晨才敢这样调侃纪正庭 不然的话 借他个胆子 他也不敢 宋清晨回屋的时候 宋母刚从厨房里收手出来 见他从外面进来 手里又拿着手机 便知道 他肯定是出去打电话了 宋母问他 是正庭打电话过来了 嗯 我下午说要给他打个电话说一声 结果给忘了 你这孩子 总让人家操心 没有 我就打算吃了饭给他打的 宋清晨替自己找借口 宋母看了眼宋老太和宋父的房间 然后拉着他进厨房里 小声地问他 那你老实告诉妈 你哪来的钱买房子呀 宋清晨微愣 我说了 是 别跟妈说什么礼金 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 宋母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 自己女儿会随便乱收别人那么多钱 也只有宋父和宋老太他们贪财的人 才会真的相信 宋清晨只要实话实说了 妈 实话告诉你 这笔钱 其实也是一笔意外之财 我之前去买了一件很贵的衣服 后来发现 被人用高房品给骗了 然后就牵扯出了一起 高房产品欺诈案 所以 从中获利了一点钱 我一直没敢告诉您 怕您担心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呢 宋母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宋清晨握着母亲的手 我就是担心您会瞎担心嘛 而且这件事 我也没想到会跟我有关系 直到案件侦破了我才知道 自己得到了一笔假意发誓的赔偿款 您说 是不是太意外了 你 你不会是骗妈的吧 宋母还是不相信 哪能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宋清晨举手保证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二集 宋母看着宋清晨暗暗叹了口气 虽然她保证 可宋母这心里还是半信半疑的 好了妈 赶紧去洗漱一下休息了 我这一天从早跑到晚 腿都快断了 那你去沙发那坐着去 妈给你弄点水泡一下 听到女儿喊累 宋母立马就将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 给丢到脑后去了 不用了 还是我来伺候您吧 宋清晨将宋母推出卫生间 然后拿了洗脚盆接水给母亲洗脚 突然发现 自己似乎很久很久 没有这样伺候过母亲了 内心一阵窥见和自责涌上心头 都洗漱好之后 宋清晨回房间 看着小妹还睡得很沉 肯定是这两天折腾坏了 睡得连饭都不知道吃了 她帮小妹把被子盖好 爬上上铺 看了一下时间 还没到九点 宋清晨从来都没有这么早休息过 现在也没有睡意 刚才忘记问纪正婷一下 纪灵说这两天打算出院的 也不知道确定了没有 如果确定了的话 宋清晨打算请个假在家里 不过现在想这些也没用 明天回去就知道了 她关了灯 刚准备躺下去的时候 手机突然闪了一下 是一条信息 这个点 谁发的信息啊 宋清晨点开了看了一下 被撞进眼底的一串号码 给惊到了 出来 纪正婷 不会是杀到这里来了吧 这么晚 他 宋清晨胸口一紧 不等他酝酿过来 手机又响了一下 点开内容 给你三分钟 不得了 纪先生真的杀过来了 宋清晨赶紧从床上又下来 担心潮行小妹 她动作放得很轻 也没有再去换上衣服 就直接拿了棉袄套上 悄悄地拉开房门 脑袋探出去看了看 发现母亲和奶奶的房间门都关着 她才敢出来 从柜子上拿了一把钥匙 看门出去 晚上这边有点黑 一条小路 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盏路灯 而且路上没有人 静悄悄地 怪可怕的 幸好就两分钟的路程 宋清晨小跑了一会儿 很快就看到了 停在夜色下的车子 宋清晨停下来 呼吸了几口气 她这么晚过来 该不会真的就是来惩罚自己的吧 宋清晨心里这样想着 有点怕怕的 她走过去 看到驾驶室里坐着的男人 她也正看过来 黑夜中 那双幽深的眼眸 越发地明亮 深沉中透着神秘 宋清晨站在那儿 傻乎乎地看了许久 被一阵冷风吹得嘟嗦了一下 她才回了回神 龙井身上的外套赶紧上车 车里 纪正廷眉心皱了一下 将车厢里的温度调高了 宋清晨坐进副驾驶之后 小手合着搓了搓 好暖和 纪正廷就那么盯着她看 看她到底能淡定到什么时候 宋清晨知道人家是杀过来找自己麻烦的呀 当然只能装傻了 可是 她渐渐地发现 自己装傻的用意 可能要失败了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唉 她装不下去了 纪先生 你这么晚跑过来 就是打算这样把我盯出个洞来的吗 宋清晨索性就豁出去了 看她能把自己怎么样 哼 语气 纪正廷还是盯着她 直接又赤裸 宋清晨一愣 我预期 我的 唇半一皱 男人横冲直撞的吻直袭过来 许是带着些许不爽 她的吻有点重 一贯的霸道 宋清晨一向都招架不住她这样的强势 这次也不例外 只感觉 唇舌被她紧紧瞬息着 缠绵着 时而让她辛苦 时而给她欢愉 纪正廷永远都是掌控主权的那一个 哪怕是接一个吻而已 她依旧是时刻宣示着她的主权 很快的 宋清晨便呼吸困难起来 幸好 纪正廷还愿意给她喘息的空间 但是狂热的吻并没有停下来 从耳垂到脖梗 再到锁骨 宋清晨洗漱之后 睡衣下什么都没穿 这会儿 似乎更加满足了某人的需求 小儿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纪正廷喘着声 炙热的唇瓣 在她耳阔边摩缩着 大手隔着她身上的睡衣 不轻不重地 把着她的柔软 宋清晨气息早已经凌乱不堪 许久才稳住声线开口 我 我没有 她知道 纪正廷说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指她穿成这样 可是 她又怎么会知道 纪正廷大晚上会跑过来干坏事的 没有 穿成这样来见我 纪正廷并不肯放过她 更确切地说 是故意在折磨她 我怎么知道 你这么可恶 宋清晨娇称地冲她哼鼻子 通红的小脸别开 不让她看到自己羞人的样子 也不敢看她眼底 那层烫热的阴子 早知道纪正廷这么可恶 她肯定把自己 裹得跟粽子似的再出来 不 应该说 是压根就不会出来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才叫可恶 话必 男人的吻又压了下来 宋清晨呼吸一紧 根本来不及反抗 就已经被她弄得 浑身酥软无力 大脑又开始意乱情迷 完全不分南北了 她知道 自己今晚 是在大灰狼窝里来了 宋清晨在心底 替自己哀嚎 可是 纪正廷给的感觉 似乎又没那么糟糕 而且 宋清晨不知道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只觉得身体里 好像某些东西 被抽空了似的 有些渴望将那些 被抽空的东西 都填补回来 可是 又不知道该怎么填补 拿什么填补 而宋清晨 只剩下一串支离破碎的 喘息和身影 在这个美丽的夜晚 出奇地好听 迷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 身上的男人停了下来 宋清晨感觉 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了 轻飘飘地 意识迷乱 只剩下喘息 而身上的男人 似乎比他要稍微好一点 宋清晨有些不服气 不应该是他被折磨得 狼狈不堪吗 怎么反过来 自己被弄得那么狼狈 而且 自己居然还在他手指下 天哪 宋清晨 你真的还是宋清晨吗 刚刚的你 一定是中邪了 肯定是走火入魔了 所以才会那样的 纪正廷从上而下地欣赏着 女孩最美丽的样子 对他刚才的表现 表示很满意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一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三集 之前虽然也有过这样亲密的接触 但这次是纪正廷第一次让宋清晨找到属于两个人在一起时的感觉和舒服 虽然 虽然自己被折磨得很痛苦 你下去 宋清晨推他 眼睛都不敢抬一下 纪正廷却不动 而是危险地看着他 下次还敢不敢乱说 宋清晨抬眸看了他一眼 便仓皇地将目光抽回来 他知道纪正廷指的是他刚才在电话里说他干坏事的事 就因为一句玩笑话 他居然就追杀过来 这一男人太可怕了 我要回家了 宋清晨坐起来 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的椅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放了下去 纪正廷绝对是个调情高手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纪正廷慢条思理地整理着身上的衬衫 啊 回答什么 需要我提醒你 纪正廷又凑近过来 那又坏又痞的样子 内惑人心 宋清晨嘴角抽了抽 妖孽 纪正廷愉悦地大笑起来 看着宋清晨气急败坏的样子 纪正廷又觉得遗憾极了 长指伸过去 挑起他的下巴 如果今晚不是地方不合适 我非拿下你不可 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 待会被母亲发现 他不在房间里的话 那就完蛋了 我真的要走了 宋清晨推开车门下车 可是脚刚落到地上 双腿就无力地险些软下去 他扶着车门才勉强站稳 却发现车里的某人正在偷笑 丢死人了 一阵冷风吹过来 宋清晨反倒是觉得舒服了很多 这时 纪正廷也跟着下车 你下来干嘛 纪正廷不语 只是走到他面前 朝他领口伸手过去 宋清晨警惕地抓住领口 担心他又乱来 纪正廷这才开口 你打算穿成这样回去 宋清晨低头看了看里面的睡衣 这才发现 扣子已经开了好几个 幸亏他提醒 自己要是这样回去再被撞见的话 那真的是要挖个洞 把自己埋进去算了 宋清晨整理好衣服 检查了两遍 然后才放心 你回去吧 已经很晚了 送你到家门口 纪正廷看着那黑漆漆的小鹿 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回去 不用了 很快就到家了 我老婆那么迷人 我不放心 纪正廷握住他的手 便牵着他一起走 宋清晨害羞地笑了笑 知道他这个人说一不二 就没再多说 对了 你说纪灵打算这两天出院的 确定日子了吗 宋清晨忽然想起来问这件事 老太太的意思 是让他在医院满月了再回家 为什么要满月啊 医院有专门的营养师 而且方便 他的情况又比较特殊 后期还需要观察很多 我妈也不放心 所以就打算再住一段时间 宋清晨点点头 觉得这样也挺周到的 嗯 这样也好 更安全一点 纪正廷却又说道 据说月子里回家 对家里风气也不好 毕竟才过完年 而且我们还没有孩子 老太太是比较迷信的 宋清晨不说话了 合着 老太太主要还是为他们俩考虑的 你呢 今天为什么突然回家了 哦 对了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哦 什么好消息 我买房子了 今天 纪正廷微微表现出一丝惊讶 宋清晨点点头 嗯 没错 今天我把丁金给交了 明天打算带我爸妈去办理各种手续 什么样的房子 独栋小别墅 季太太发横财了 嗯 不过呢 是在乡下 要交通生活方面都方便的话 乡下更合适居住 宋清晨就知道季正廷会这么说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而且 那边交通很方便 不管是地铁还是公交车 都有直达市区的路线 而且我还发现了 有一路公交车 刚好可以到你家门口那条路 这样 我以后回家就更方便了 宋清晨说得滔滔不绝 然后发现 某人的脸色 怎么沉了下去 嗯 他刚刚 有说错什么话吗 你怎么了 请季太太时刻请及 季家现在才是季太太的家 某人非常严肃地纠正 并提醒她 什么叫 有一路公交车 刚好可以到你家门口 难道那里不是她的家吗 宋清晨翻了个白眼 这人 就喜欢去抓这些小细节 季正廷又继续刚才的话题 那边房子什么价位 哦 那套房子 一共是七十万 人家急需用钱 所以才便宜卖的 不过 我手里的钱不够 打算把手里的钱 全部付掉 大概 也就五十万的样子 剩下的做按揭 七十万还要做按揭 季正廷以为 这个价位 宋清晨应该能全款付清的 对啊 我爸手里那点钱 要给我奶奶养老 家里还要添不少家具 也得不少钱呢 所以我没跟他拿 总得给父亲要点面子 不然 总不能说 自己要了 却没要到吧 这样吧 那二十万也没有必要再去做按揭了 银行那边底下流程挺麻烦的 这二十万算是我资助的 那不行 你的压岁钱都被我撕吞了 我哪好意思再跟你资助啊 再说了 二十万做个十年按揭 我压力也不大 现在的关键不是你压力大不大的事 主要是贷款要从银行那边审批 审批流程很麻烦 而且你父母都没有稳定的工作 这点 银行肯定会考虑他们还贷的问题 其次是 从申请到审批 再到放贷 至少要几个月 你们家这里最多下个月肯定要拆钱 这几个月 你打算把一家老小安排住哪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四集 银行那边真的那么麻烦吗 宋卿城对这块不了解 不免又担心 纪正廷是在忽悠自己 我说的算是顺利的 纪正廷说得很认真 事实上 在没有他帮助的前提下 这些全部都是事实 宋卿城有点苦恼 早知道银行那边那么麻烦 他就不应该早早地放弃跟父亲要钱 可现在再回去跟父亲要钱的话 父亲肯定是不会给的 你完全不用考虑这么多 你就算不买房子 这笔钱我也是打算给你的 宋卿城不解 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给自己这笔钱 奖励 考试的奖励 我早就忘了 说实话 宋卿城压根就没把这话当真过 本来是考虑给你买一辆新车 但如果你愿意拿去交房款的话 这辆车就先缓缓 如果你不愿意拿去交房款 我还是按照原计划去给你提车 不不不 我不要车 宋卿城连忙表态 他对开车已经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自从把计政厅的车撞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碰过车了 宋卿城不敢想象 万一哪天再把别人豪车给撞了 自己连闪婚的资本都没了 关键是 人家也不见得稀罕他这个人 其实我也觉得还房款更合适 可是 季灵不是也嚷嚷着要奖励吗 如果给他礼物 季灵肯定是会要的 提到季灵的成绩 季正廷面上沉了沉 他的成绩平均只有七十分 你觉得他还敢来要奖励 这么差 宋卿城满脸震惊 季正廷根本不想提这件影响心情的事 房子的事就这么定了 回头我去把钱存进你的账户里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事 随时告诉我 那 算我借你的 等我有钱了 我再还你 宋卿城犹豫了许久 觉得 他给的建议比较合理 季正廷拦住他后腰 将他搂在面前 扬着唇角 坏坏地笑说 我的人都是你的 你打算怎么还 宋卿城的小脸 一下子红了起来 怎么还 肯定是只能给他生个孩子了 眼看快要到家了 宋卿城又想起一件事 对了 我家这里房子拆迁延迟的事 是不是你的意思啊 他一直想问这件事 就是没找到 合适的机会 不然 你不会真的单纯以为 是年底工人放假了吧 宋卿城摇摇头 我当然知道 不是因为工人放假的原因 而是被周绍锦那个小人骗了 现在想起来周绍锦可真够卑鄙的 明明就是季正廷帮的忙 他居然好意思把这个功劳给揽在自己身上 卑鄙的小人 季正廷反倒是不明了 确实跟周绍锦有什么关系 算了 不提他了 影响心情 宋卿城现在是真的不想提到周绍锦三个字 说着讲着 已经到了门口 宋卿城发现 家里的灯居然亮着 他吓得赶紧拉着季正廷 藏到角落里 不知道是谁醒来了 万一看到季正廷这个时候在 就不好了 你赶紧回去吧 我要进去了 轻微一下 季正廷无耻地要求道 宋卿城嘴巴张了张 不知道该怎么回他好 刚才在车里吻得那么激烈 他还没吻够 但是宋卿城不敢问 你赶紧走了 再不走 就被我家里人发现了 发现了正好 反正以后也是要见面的 季正廷不以为意地说道 宋卿城拿他没辙 咬了咬唇 只好垫起脚 在他脸上轻轻吻了一下 这下可以走了吧 他撅着小嘴 表现出被人威胁得不爽 季正廷看着他那可爱的样子 忍不住低头 在他撅起的小嘴上 轻轻咬了一下 女孩的唇水水嫩嫩的 带着一股魔力 让人碰到 就舍不得挪开 可是他心里很清楚 不能在这里纠缠下去 不然尽管 谁都没得睡了 季正廷忍耐着 从他唇绊上移开 进去吧 你先走 我看着你走 宋卿尘不肯进去 自己都到家门口了 不会有什么危险 当然是想看着他安全离开 舍不得我 才没有 宋卿尘不承认 其实 只有一天没见面而已 说舍不得 总觉得太矫情 太虚伪了 但是内心的不舍 是真实的 而且还很强烈 有些感情 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它来自于内心 生长于内心 它会悄悄萌芽 会扎根 然后不知不觉地生长 宋卿尘回过神来的时候 只剩下自己了 他走了 心里还是会失落 宋卿尘望着那条路 许久才抽回视线 转身回屋 角落里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看着宋卿尘进屋 关上门 然后才安心地离开 感情不在于你付出多少 拥有多少 而是在于 你观察多少 体会到多少 宋卿尘进屋后 无巧不巧 撞上刚从房间里 出来的母亲 母亲手里还端着碗 估计是小妹醒了 母亲在给她送饭吃 妈 是小妹醒了吗 刚醒了就叫饿 我给她把饭热一下 吃了一大碗 宋卿尘笑了笑 心里想着 母亲接下来 就该问自己去哪了 所以自己 还是老实交代比较好 郑婷刚才顺路走这边 非让我出去一下 我就出去了 你们两个也真是的 谈恋爱 也不知道分个早晚 瞧瞧这都几点了 郑婷忙了一天了 这会儿再回家里 休息不了几个小时了 嗯 我下次会注意的 宋卿尘闷闷地说道 他也想诉苦呀 又不是他要纠缠到现在的 都是纪正婷那家伙 不肯放过他好不好 好了 赶紧去休息吧 别着凉了 妈 你也早点休息啊 宋母点点头 将碗拿去厨房洗了 宋卿尘便回了房间 宋小妹这会儿吃饱了 也不困了 见她回来 就调侃她 姐 你跟姐夫去约会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五集 小孩子家 不许来说 宋卿尘摆出大姐大的架子 可她的大架子 对宋小妹并不受用 哎呀 你别不好意思了 我刚刚都听到了 赶紧睡觉吧 我明天还有很多事呢 宋卿尘上床躺下 姐 你什么时候开学呀 过了一会儿 宋小妹才问她 不提开学 宋卿尘都差点忘了 自己现在还是个学生的 算了一下日期 她说 快了 也就在下周吧 嗯 我刚才听妈说 你给家里买房子了 宋小妹歪着脑袋问她 嗯 对啊 明天 我带爸妈过去办手续 你要不要 跟我们一起去看看 提到房子的事 宋卿尘好像一下子 就睡不着了 恨不得马上就天亮才好 嗯 明天就算了吧 你们有很多事要办 我下次再去 宋小妹想了一下 还是觉得不去了 舍得自己跟着添乱 这样也好 反正以后啊 那里就是咱们的家了 跑不掉 姐 你这次可得当心点 别再又出什么岔子 宋小妹知道 上次如果不是父亲 败光了那么多钱 家里的房子早就买好了 而且 肯定比现在这套还要好 宋卿尘知道小妹在担心什么 放心吧 这次 我全部都自己经手 不会出岔子的 嗯 那就好 赶紧睡吧 嗯 第二天 宋卿尘在手机上 叫了一辆车 带着宋夫和宋母 一起前去看房子 看了房子之后 宋夫和宋母都很满意 主要是地方宽敞 还是新装修的 而且装修 绝对算是高档 楼上三室一厅 还带了卫生间 楼下也是两个房间 加个敞亮的大客厅和厨房 卫生间 后面还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 将来可以种点花花草草什么的 就连一向比较精打细算 对金钱比较苛刻的宋父 也连连扎舌 表示满意 他甚至在心里怀疑 是不是宋卿尘把价格给瞒起来了 七十万 能买到这么好的房子 等到去办理各种手续的时候 宋父突然发现 价格又变成了六十五万 更加是傻眼了 他怎么觉得 被宋卿尘给耍了似的 这房子到底多少钱 宋父越想越是觉得不对劲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把宋卿尘给拉了出来 爸 你拉着我干嘛呀 宋金城 你给我老实交代 这房子到底多少钱 昨晚不是有七十万吗 怎么一夜过来又掉了五万块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是这样的 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做案件不划算 要给银行利息不说 主要是放款时间要拖很久 少说也得几个月 而我们家那边说拆迁就要拆迁 所以我就从朋友手里借了点钱天上 而且房主昨天就跟我说过 只要我们全款付的话 就给我们再便宜五万块 这到底可不可靠 你不会是被人给骗了吧 待会产证这些东西 都要过户到你和妈的名下 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呢 要是没有看到产证的话 宋清晨也不会相信 但是现在都已经可以申请过户了 还有什么可担心呢 就在这时 宋母过来叫宋父过去签字 说是都弄好了 宋父有点云里雾里地走了过去 由于年后买房卖房的人不多 而且这种民房的手续 办理起来很简单 再加上他们是全额父亲 没有那么多繁琐的手续 所以一上午的时间 货户手续就全部办理好了 隔壁刚好有个银行 宋清晨将钱全部打进房主的账户 然后房主将钥匙给他们 就这样 这套房子从此就属于他们的了 拿着钥匙 宋清晨彻底松了口气 他终于有家了 宋母也是激动的热泪银矿 漂泊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有个安身之处了 宋清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搬进新家了 下午就带着父母去家具市场 看了一下家具之类的东西 家具和家电还真是不便宜 简单地算了一下 十万块就没了 宋父现在 怕是毁的肠子都要清了 早知道这么贵 他宁可出个十五万去付房款 也不愿意去买家电家具 这些无底洞的东西 当天下午 只订了一套厨房的东西 和几个卫生间的东西 这些配置 都必须要用好一点的 不然以后出现问题 会很麻烦 至于家电和床之类的 宋清晨就不敢再做主了 他如果再要求好一点的话 他担心把父亲给吓跑了 一天忙下来 总算是有点成果 宋清晨回到花店 给大家伙带了很多好吃的 算是大家一起庆祝一下 新月见他闲下来 就凑过来问他 怎么样 房子弄得差不多了吗 宋清晨下意识地看了看 有没有人注意他们 因为家里买房子的事 他没有说 就新月一个人知道 哪有那么快呀 厨房和卫生间的东西 昨晚才刚装好 今天 说是把床和沙发 都给送过去 家电还没定吗 家电这些东西简单 你要是定下来 当时我就给你送花安装了 我妈还说 要挑个好日子再搬家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大概后天就是个搬家的好日子 这么说 你后天就可以住新家了 嗯 宋清晨点点头 面上满眼开心和喜悦 这样吧 电视就由我来送 到时候 我还得去给你们家放鞭炮呢 不用了 什么都不需要你送 你要是真想过去帮我天天喜庆 那就给我们买个鞭炮吧 电视太贵重了 他怎么好意思让新月买呢 新月却已经打定了主意 那可不行 我这个死党家闺蜜 怎么说也得表示一下心意啊 就这么说定了 我真不是跟你客气啊 而且 纪正廷说帮我看看电视 没准到时候 他会送呢 总之 就是不能让新月花那么多钱 主要是 新月也没钱呀 新月恍然大悟 对啊 他好歹也是女婿呢 按理来说 他应该承包所有家具家电的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六集 你就别拿他开玩笑了 我能把房子全款付清 就是从他那里拿了点钱 这件事 宋清晨还没来得及跟新月说 这样就对了 你要是早想开 早就没事了 你别这么说 这笔钱 我是要还的 得了 反正还来还去 也都是你自己的钱 两个人闲聊了一会儿 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快中午的时候 宋清晨就接到母亲的电话 说是床和沙发都安装好了 想到房子一天一天地收拾好 心里就说不出有多激动 他放下手机 电话又响了起来 还是母亲打来的 不会是刚才 有什么事忘记说了吧 妈 怎么了 他又接起电话 清晨 人家送来的家电 是不是你订的 家电 宋清晨不解 但心里咯噔了一下 难道是纪正亭 他连忙问道 妈 都有什么家电啊 好大一台电视 还有个小一点的 这 还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冰箱吧 还有其他的 我还都没有看呢 这么多 可纪正亭不就是说 帮他看看电视吗 确定是给我们家送的吗 单子上写的可是你的名字啊 哦 那您先收下来 我打电话去问一下 不会弄错吧 不会的 应该是纪正亭让人送去的 宋清晨实话实说 母亲知道他手里没钱 他又怎么可能去买家电 这孩子 怎么能让人家送这么多东西呢 妈 他好歹也是您未来女婿 送点礼物不过分 宋清晨知道母亲不喜欢欠人家人情 便也只能这么说了 哎哟 你 好了 我不跟您说了 我打电话问问他 那好吧 结束了和母亲的通话 紧接着 宋清晨就给纪正亭打了电话过去 东西收到了 宋清晨无语地闭了闭眼 已经不用确认了 肯定就是他送的 不是说好只送电视的吗 宋清晨本来想着 纪正亭送点东西也是一片心意 毕竟也是女婿 但如果早知道 纪正亭会送这么多 他肯定不会答应让纪正亭送的 成套的 人家不愿意单独卖我 纪正亭说得很无奈 但这明显就是借口 纪先生 你这样让我很担心 说说看 你出手那么大方 我担心纪家那点财产 会不会被你给挥霍光了 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 老婆大人担心的确实有点道理 所以 所以 以后就把经济大权交给老婆掌管 宋清晨拿他没办法 算了 不跟你扯了 我妈还等着我电话呢 纪正亭却并没有跟他说再见 而是问他 有没有确定什么时候搬过去 应该是后天 现在家里只缺一些家电了 而他又买好送过去了 后天肯定能搬家了 刚好是周末 怎么 你不会是想来蹭饭吧 周末 纪正亭休息 所以他这话一说出来 宋清晨第一感觉 就是想蹭饭 想是想 不过 可能真的没有时间 怎么了 季太太不觉得 最近做得很不称职吗 宋清晨愣了 自己最近虽然很忙 但还是按时按点回家的呀 怎么就不称职了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你今天下午 要出差是不是 其实这件事 纪正亭前两天 就已经告诉过自己了 可是 自己居然给忘了 该死 纪正亭不作声 抱歉 我真的忘了 给你个弥补的机会 怎么弥补啊 出来陪我吃饭 来得及吗 如果你不想陪我的话 可以再磨蹭一会儿 什么叫他再磨蹭 明明就是陪他打电话 好不好 不过一想到 这几天都要看不到他 宋清晨根本就拒绝不了 宋清晨将手头的工作 收拾了一下 拿着外套和包包 匆匆忙忙地准备出门 店里的员工 见他匆匆忙忙的样子 便问了一句 院长 要出去啊 我出去吃个饭就回来 又是你家男神老公请客吧 平时宋清晨没有什么架子 所以员工跟他也经常开玩笑 宋清晨害羞地笑了笑 也不否认 不跟你说了 我走了 宋清晨刚到路边 就在马路上 看到了纪正亭的车子 打着转向灯 开得很慢 准备靠边 宋清晨走上去几步 等纪正亭的车子停下来之后 他拉开车门上车 由于时间并不充裕 纪正亭就在附近一家不大的餐厅门口 停了下来 两个人在一楼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依旧是纪正亭负责点菜 宋清晨去洗手间洗了个手回来 纪正亭已经将菜都点好了 他拉开椅子坐下来 发现某人的目光一直在盯着自己 宋清晨被他看得不自在起来 这样看着我干嘛 我脸上有菜啊 纪正亭冷定了他一眼 将目光抽回来 这小孩还真是没心没肺 知道自己待会儿要出差 想多看看他 居然一点都不敢动 很快的 他们的菜陆续上桌 哇 这么神速 纪正亭拿起桌上的热毛巾擦了擦手 然后拿起果汁给他倒了一杯 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十分钟之内 他们点的所有菜都全部上齐 宋清晨意识到 这是赶时间的节奏啊 没错 就是赶时间 而且某人点的餐也是加急餐 要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加急费 宋清晨看出他赶时间 所以吃饭的时候就没有打扰他 但是吃到一半后 他还是忍不住问了 对了 你这次出差要去几天啊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七集 上次问季正廷的时候 他还说没确定 现在应该能确定了吧 十天 这么久 宋清晨的心情立马就不好了 什么样的事 需要那么长时间 季正廷喝了口水 慢调思理地回答他的话 没准会更久 那你干脆别回来了 怎么 担心会想我 才不是呢 宋清晨不承认 还扬装不以为意地说 你不回来 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 想去哪儿去哪 某人净脸一沉 你敢试试看 宋清晨弄了弄嘴 不作声 反正自己现在是说不过他 等他走了 他那自己也没办法 过了一会儿 季正廷又问 下着又开学了 嗯 宋清晨愣愣地回了一个字 季正廷递给他一张纸条 宋清晨一看 惊讶地愣住了 你 你把我学费给交了 什么叫把他学费给交了 听着搞得是他抢了他东西似的 管家昨天去学校 给季灵交学费 顺便就帮你也交了 宋清晨知道 没有他发话 管家是绝对不会帮他把学费交了的 宋清晨突然觉得 他和季灵真的就像是季正廷的女儿似的 考试要给他们奖励 还要负责给他们交学费 宋清晨表示 有这样的老爸 很赞 季正廷台湾看了一下手表 多吃点 你还有十分钟 人家胃口本来挺好的 你不要这样提醒人家一句 宋清晨放下筷子 没心情再吃了 胸口那股失落的感觉 就像个漩涡一样 越阔越大 所以 还是舍不得我 宋清晨看着他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大抵这就是 还未分别 就已经开始想念了 过来 宋清晨就像鬼使神差一样 真的就起身过去了 季正廷把他拉过来 坐在腿上 宋清晨惊了一下 双手本能地 还上他的脖子 季正廷什么都没说 就那么抱着他 抬起手 长指在他脸颊上划过 拇指指付 摩缩着他柔软的唇瓣 眼底不自觉地涌入柔和的光芒 不只是宋清晨一个人不舍 季正廷也是一样 脑海里甚至迸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跟我一起去 宋清晨双眸睁大 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但是不管有没有听错 答案都只有一个 不行 我马上就要开学了 而且他还要上班 家里又要搬新家 季灵没有出院 总之大脑里一下子迸出很多不能跟他一起去的理由 换个借口 开学根本就不是理由 虽然说下周开学 但是正式课程没那么快 而且季正廷完全可以胜任做他的老师 我要上班 宋清晨乖乖地换了个理由 他知道 如果自己坚持用上学这个理由 季正廷可能会马上给校长打电话过去 你现在是店长 出差学习考察是可以有的 宋清晨眼睛咕噜噜地转了转 我要搬家 而且季灵还没有出院 要是知道我跟你一起出差去了 你妈跟他都会不高兴的 你每天上班不回家也是一样的 宋清晨要扛不住了 忽然 他想到一个季正廷绝对没辙的事 我没有护照 我有专机 宋清晨彻底哑然了 又过了一会儿 季正廷第三次看时间的时候 终于肯放过他了 宋清晨主动去买了单 两个人离开餐厅 你不用送我了 我这边走回去都很近的 宋清晨担心他时间太紧 怕耽误他 不差这几分钟 说吧 季正廷就去将车子开了过来 宋清晨拗不过他 只能乖乖上车 季正廷将他送到花店门口的路边 宋清晨卸下安全带 但并没有下车 说好不能那么依赖他的 可是某种情绪根本就不受控制 季正廷看着他 只觉得胸口泛起一股温热 把他拉过来 罩着他的唇绊就滚了下去 宋清晨这一次出奇地配合 季正廷吻下来 他被仰头回应他 这个吻 吻得缠绵翡测 但是这个吻并没有持续很久 就被季正廷的电话给打断了 是秘书的来电 来替季正廷开车 送他去机场 宋清晨下车后 跟车里的他挥手说再见 四目紧紧相缠着 像是在倾诉彼此内心的不舍 还有那无形中 早已经捆绑的依赖 然而 车子还是在眼前渐行渐远 最后 消失在璀璨的阳光下 车里 一双眼睛紧盯着后视镜中 那道越来越小的身影 仿佛是对上了宋清晨的眼 仿佛这样 宋清晨也能看到 他此刻也正在凝望着他 周末的时候 宋清晨和星月 一大早就来到家里帮着搬家 其实除了个人的一点衣服之外 并没有什么可戴的 而且宋清晨事先就说了 什么锅碗瓢盆都要买新的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东西都是前一天就收拾好的 第二天一早 宋副准备去找一辆三轮车过来 帮忙把东西拉过去 没想到 王大哥和王大嫂居然来了 原来 是宋清晨发的朋友圈 王大嫂看见了 所以就给宋母打了个电话 夫妻俩说什么 都要过来凑凑热闹 宋母也不好过分推辞 就把地址告诉了王大哥 这不 夫妻俩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宋清晨一直在屋里收拾 见门口来了三轮车 便以为是父亲找到了车子 连忙出去准备搬东西 却不想 看到的是王大嫂 王大嫂一看到她 就满脸笑意地跟她道喝 哎哟 清晨啊 恭喜恭喜 婶子 您怎么过来了 宋清晨倍感惊讶 再看了看那辆三轮车 怪不得觉得那么眼熟呢 那不是王叔的车子吗 听说你们家今天瞧欠 我和你王叔也来凑个热闹 你不会不欢迎我们吧 怎么会呢 只是我们换的是普通房子 也没打算请客 我可不是来讨喜酒喝的 我跟你王叔啊 就是来帮忙的 王大嫂一直就是村上 人人都知道的热心肠 以前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 处得也挺好 只是没想到 搬走了那么多年 还能对母亲这般关心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八集 那多不好意思呀 耽误你们做生意了 今天是周末 镇上的生意 应该不错才对 王大嫂爽快地说道 这生意每天都在做 不差这一天 你一帮带着去啊 这点东西 就交给我跟你王叔了 太感谢你和王叔了 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能不能找到 合适的车子帮我们拉 你也不看看 我们是冲着什么来的 不就是冲着 帮他们搬东西来的 之后 宋卿城和新月两个人 基本上是不用动手 负责照顾宋小妹就行了 宋老太 更是坐在那一动不动 竟等着出发去新家了 一个小时的收拾 全部都装上了车 新月开车载着他们 宋母和宋父跟王大哥的车子 好给他们指路 这边开车到新房子的地方 大概也要半个小时 到了房子之后 按照习俗 先是宾客给放鞭炮 图个吉利 如果没有宾客 就自己家人放也可以 在鞭炮声中 主人拿着贵重物品 开门进屋 这样寓意着好兆头 然后王大哥提着鸡鸭鱼 赶紧跟着跑进去 这是寓意着 锦衣玉食 热闹了一阵子之后 宋母开始忙着做饭 王大嫂其他的也帮不上忙 就帮着宋母一起做饭 这一天 总算是在热热闹闹 高高兴兴中度过 晚上 送走王大嫂夫妻俩和新月 宋母才开始收拾衣服 宋清晨早上就跟老太太说了 今晚回娘家 所以今晚 她也可以留在家里住 还体验了一下 一个人拥有一个房间的感受 倒不是觉得 以前跟小妹一起住 有什么不好 只是想感受一下 终于有个大房子 住在里面 是怎么样的心情 帮着母亲收拾了一会儿 但基本上 都是一些衣服之类的 她也帮不上什么忙 累了一天 她就想早一点洗漱好 躺在自己舒服的大床上 软绵绵的床上 宋清晨一躺上去 就有种不想起来的感觉 不过 她却还是坐了起来 她现在更想知道其他人 都是什么心情 特别是一直坚持反对的奶奶 现在有了个这么好的房子 给她住 看她到底是高兴 还是不高兴 这样想着 宋清晨就下楼了 因为小妹的腿脚不方便 所以就住在楼下 楼下一共就两间卧室 另一间就安排给了奶奶 考虑到奶奶年纪大了 楼上楼下不方便 宋清晨假装去楼下倒水 然后瞄了眼小妹的房间 小妹是明显的心情好 这会儿还在画画 宋清晨又去了隔壁的房间 哎呀 这可真舒服呀 躺在床上 就能看到外面的月亮 真是太好了 宋清晨还没走到门口 就听到房间里 传来奶奶自娱自乐的话 她眼嘴笑了一下 又悄悄地退了回去 事实证明 有这么好的大房子住 没有谁不高兴呢 宋清晨重新回到楼上 关上房门 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 只是 躺在舒服的大床上 对着天花板 又迟迟找不到睡意 仿佛还没有从喜悦和激动中 回过神来 又总担心 一觉醒来 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梦一场 不知道过了多久 宋清晨这迷迷糊糊 要睡着的时候 枕边的手机 突然震动了一下 她抓过手机 心里在好奇 这么晚了 谁会给自己发信息 打开一看 是纪正廷发来的 她今天 已经打了两个电话过来了 上午一个 下午一个 大概是担心自己晚上忙 所以就没有打电话过来 这会儿只是发了个信息过来 问自己睡了没 宋清晨回了个信息过去 告诉她自己还没睡 很快的 纪正廷的电话打了过来 宋清晨看着屏幕上 那个熟悉的号码 唇角不自觉地扬了扬 接起电话 宋清晨就问她 你不是说 那边和国内有时差吗 怎么这个时候还给我打电话 时差不是很大 怎么样 忙结束了吗 已经忙完了 躺在床上准备休息 你是故意的 什么 知道我想抱着你睡 还故意跟我说你躺在床上 宋清晨内心喊着冤枉 我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忙了一天了 累不累 累也是开心的 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季太太 你好像搞错家了 她的家 不应该是季家吗 以后 如果再被你妈轰出来 我至少有家可归了 再也不用流落街头 再也不用被人嘲笑 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了 电话那头 季正廷没有说话 不知道该怎么接她这话 宋清晨担心她生气 我跟你开玩笑的 电话里还是很安静 让宋清晨怀疑 是不是断线了 或者季正廷给挂断了 宋清晨将手机从耳边 拿开看了一下 明明还在通话中的呀 宋清晨又将手机贴近耳边 刚要开口说话 电话里 却先一步传来她的声音 有没有想我 这句话 问得无波无澜 却好像又蕴含着 很多难以言喻的情愫 在里面 宋清晨只觉得 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被轻轻地触碰了一下 那感觉 就好像心底那压抑了很久的思念 一下子都被释放了出来一样 你什么时候回来 宋清晨不打反问 说想的话 觉得有点太矫情了 明明才分开不到三天 可如果说不想的话 其实早在看着她离开的时候 就已经在想了 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很奇怪 那不是思维能控制的东西 而是随着时间 从内心深处溢出来的情感 真实而又泛滥 不准躺别话题 宋清晨拦了拦嘴 比较委婉地回道 暂时还没有很想 言下之意 就是想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一十九集 这句话说出来 宋清晨仿佛看到了 电话那边某人正在偷笑 自己也跟着 悄悄地扬起了唇 等我回来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很想了 继正庭再开口 语气中明显含着愉悦 宋清晨心底沉了沉 意思就是说 还要很久 可能还需要几天 哦 那你照顾好自己 说一点都不失落 是不可能的 但是宋清晨 还是能理解 他工作上面的需要 还好只是几天 不像他刚开始说的那样 十天半个月 如果真的是半个月的话 对宋清晨而言 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早点睡 明天记得要去学校报名咯 宋清晨这才想起来 明天是学校开学上课的第一天 自己居然给忘了 要不是继正庭这么一提醒 他明早可能会睡到日上三干 然后再去上班 幸亏你提醒我 不然我明天就完蛋了 有我在 我会让你玩完的 那我不跟你说了 你要早点睡 宋清晨看了一下时间 不知不觉 就已经十一点多了 好 可真要挂电话了 宋清晨又舍不得了 心底那涌动着思念的漩涡 仿佛要将他整个人都逆进去 似的 让他无法自控 酝酿了许久 他才开口 你先挂吧 舍不得 也不是 你先给我打的 当然是你先挂了 宋清晨找了个超烂的借口 那我先挂了 宋清晨嘀嘀地应了一声 继而 听到电话里嘟嘟嘟的声音传来 电话中断了 宋清晨却迟迟没有将电话拿下来 就好像这样 计证庭的声音就还在耳边 以前也不是没有这样分开过 而且比这个时间更长 可是以前 从来都没有像这次这种感觉 真的就好像生命中的一部分 突然不在了一样 总觉得不太习惯 手机突然又响了一声 宋清晨连忙打开手机 现在也是对他爱理不理的态度 最最关键的是 他还要跟哈巴狗一样 听他们的指挥 这日 就因为机灵昨晚睡觉 有点落枕了 非要让他单独回来 将他平时用的枕头给拿过去 没办法 周少敬只能从班上 找个借口偷溜出来一趟 这个大小姐 他真的是伺候不起 也伺候腻了 迟早要狠狠地报复他一顿 周少敬气冲冲地从车上下来 刚进院子 便看到管家和一个中年女人在说话 主要是 那个女人看上去 怎么那么野熟呢 周少敬原本不想逗留 回头他要是耽误久了 季灵那头小老虎 和季母那头母老虎 还不一人一口把他给撕了 他正要折向西楼 不远处 和管家说话的女人 正好转过身来 让周少敬大吃一惊 居然是宋卿城的母亲 上次宋卿城说过 他家里人已经知道 他和季正廷的事了 难道宋卿城说的是真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窜着宋卿城那点小把柄 可就真的一点用处都派不上了 早知道这样 就应该早点揭发宋卿城 周少敬正在心里后悔 却又发现 宋母和管家说话的态度 好像不太对劲 按理来说 管家应该对这位亲家 点头哈腰才对 可现在 怎么变成宋母对管家 点头哈腰了 这其中 肯定有什么隐情 周少敬退到花坛后面 等宋母走了 他才又重新走出来 把管家叫住 周少爷 你有什么吩咐 管家走过来 礼貌地询问 刚刚来的那个女的 是做什么的 是想过来做家庸的 不过 她并非是从家政那边 接受过来的 我们不打算雇佣她 周少敬眼底 划过一丝惊恶 宋卿城母亲 居然找到 记家来做庸人 有点意思 这个人我认识 要不这样 你把它录用了吧 回头安排在西楼做事 就行了 管家略有犹豫后 踩汗手说 是 周少敬看着管家离开后 眼底浮上一层 狡黠的笑意 宋卿城不是说 他家人都知道 他跟纪正廷的事了吗 如果宋卿城回到纪家 发现自己母亲 在纪家做庸人 他会是什么反应 再或者 如果让纪家人知道 宋卿城母亲 在家里做庸人 又会是什么结果 想想 都觉得是一场好戏 周末 宋卿城下班后 早早地回到家里 刚到门口 就碰到周少敬 从屋里走出来 你怎么在这里啊 宋卿城 见他从主楼里出来 便以为他是有什么事 现在家里 一个人也没有 借铃又住在西楼 按理来说 周少敬 不应该来主楼才对 周少敬 笑眯眯地说道 秦城 我在等你回来 有事吗 周少敬看了看旁边的庸人 示意他到旁边的喷泉那边 宋卿城以为他是真有什么事 就跟了过去 反正现在在家里 量他周少敬 也不敢怎么样 到底什么事 宋卿城见他不开口 有些不耐烦 你上次好像说过 你和纪正廷的事 你家人都知道了 这是我的事 跟你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吧 宋卿城不想跟周少敬 说太多关于他和纪正廷的事 没准他待会儿 就去告诉纪灵了 跟我确实没多大关系 我就是想关心一下 等他这次回来 我就打算带他回去 正式见一下我家里人 既然人家都说是关心一下了 他也不好拒人于千里 再说了 也好让周少敬 打消他那点念头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集 周少敬似乎觉得很好笑 所以就笑了出来 清查 我就是想知道 是什么 让你对这桩婚姻 那么有信心 会长久下践 宋卿城直勾勾地 盯着周少敬看了良久 知道他是在嘲笑讽刺 宋卿城也不恼 只是淡定又坚定地回答 是爱 是信任 是承诺 但凡是他和纪正廷之间的 点点滴滴 都是支撑宋卿城坚持努力下去的信念 周少敬依旧是吃笑 那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 说吧 宋卿城提步就走 周少敬也不拦着他 只是气定神贤地说道 我赌你跟纪正廷不会有结果 宋卿城脚步顿住 回身 再看向周少敬的目光 已经变得风锐冷利 周少敬 这句话 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 像周少敬这种烂情的人渣 相信纪灵总有一天 会发现他这张丑恶的嘴脸 又或者 纪灵利用完他之后 迟早会把他给拆了 周少敬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反正我也没打算跟纪灵过一辈子 无所谓你怎么说 周少敬 你简直卑鄙无耻 宋卿城咬牙痛骂了他一句后 一分钟都不想跟他多呆 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少敬在后得意地冷笑 他就是故意来给宋卿城添堵的 而且他相信 宋卿城还会来求他 第二天 宋卿城和往常一样 吃了早餐之后 准备出门上班 这时 管家走了过来 少太太 照先生的意思 这两天家里招来几个新的佣人 您看 是不是要给您重新安排一个人到楼上去啊 宋卿城眼底暗了几分 想到黎沈临走前那晚对自己的叮嘱 心里还是万般不是滋味 黎沈还是联系不上吗 管家摇摇头 那你就看着安排吧 先生交代过 新来的佣人让您亲自过目一下 你看 是不是把他们都召集过来 不用了 我也看不出什么来 只要管家觉得可以就行了 反正这个家也不是他说了算 他又何必去管这种事 管家喊手说 那好 嗯 我就上班了 宋卿城拿着包朝门口走去 你慢走 宋卿城微微点了点头 在门口换了鞋子便走了出去 刚走到院子里 一道熟悉的身影 从西楼那边朝他这边走过来 宋卿城无意间的一眼便当场震住 母亲怎么会在这里 宋卿城连忙退到旁边的花坛后面 一颗心砰砰直跳 酝酿了好一会儿 他才又探头看了一眼正走过来的母亲 母亲身上穿着佣人的衣服 难道 母亲就是这次新招的佣人中的一个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段时间 是听母亲一直说想找工作 可是宋卿城万万没想到 母亲会找到季家来 而且 母亲找到了工作 怎么没有听母亲提起过 宋卿城只觉得 头脑一片混乱 唯一一个从脑袋里蹦出来的问题就是 怎么办 该怎么办 宋卿城一直沉浸在震惊和苦恼中 完全没有注意到 不远处正在看好戏的周少景 周少景见宋母走过来 她也故意朝宋卿城走过去 当宋卿城看到周少景的时候 她吓得脸色都白了 赶紧给周少景使眼色 挥手让她别过来 周少景偏偏装作看不懂她使的眼色 还故意跟她打招呼 秦城 你躲这里做什么 宋卿城恼火的直瞪眼 眼看另一边的母亲也已经走了过来 她若再不躲开的话 就要被看见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蹲下去 躲进花坛里面去 宋母走过来之后 一眼就看到了文质彬彬的周少景 小周 你怎么在这里啊 宋爷 周少景看到宋母 假装满脸惊恶的样子 将宋母的着装打量了一下 宋爷 您这是 宋母自然知道周少景的疑惑 她笑了笑 哦 我在家里闲着没事做 所以就出来找份工作 打发打发时间 不管是什么工作 在宋母眼里 都是一种自食其力的方式 所以 她并不觉得 做庸人就很低微 宋爷 您出来做这种活 秦城知道吗 我还没有跟她说呢 这不 我今天呀 刚过了试用期 我打算下班以后 跟她说 前三天是试用期 宋母担心自己过不了 所以就没有跟宋卿城说 打算被正式录用后 再给女儿一个惊喜 宋爷 我觉得卿城 肯定不会同意 你在这里上班的 而且 你知道这里 是谁住的地方吗 周少景这么问 完全就是故意 吓唬吓唬 藏在暗处的宋卿城 即便没有看到 宋卿城此刻的样子 也能想象到 她肯定是急得直瞪眼 我当然知道啊 这是赫赫有名的 济氏集团大总裁 住的别墅 我也是没有想到 自己能在这里工作呀 那您知道 这个济氏大总裁又是谁吗 要是让宋母知道 这位济大总裁 就是她现在的女婿的话 不知道宋母会是什么反应 这个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宋母之所以知道 这里是济氏大总裁住的地方 也是来这里上班后 听人家说的 关于财经方面的新闻 宋母从不关注 自然不会知道 济氏大总裁 其实就是济正廷 其实 这位济氏大总裁就是 周绍锦故意拉长了尾音 目光朝宋卿城藏着的方向 瞟了一眼 宋卿城一双眼睛 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似乎在恳求她 千万不要说 宋母见周绍锦一言又止 便主动问道 就是什么 是我未婚妻的哥哥 周绍锦将话扭转过来 宋母微静了一瞬 但很快就转为笑意 哦 这么巧 原来你的未婚妻 是济家大小姐啊 是挺巧的 周绍锦笑得有点尴尬 毕竟 眼前这位 曾经差点就成了自己的丈母娘 这以后啊 没准还能经常看到你呢 宋母以前 从宋卿城口中听说 周绍锦自从订婚后 就经常住在未婚妻家里 宋姨 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难事 直接报我的名字就行 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周绍锦以为宋母 是在跟她套近乎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一集 你现在是我的主人 我是庸人 以后有什么不到位之处啊 还要多多包涵才是 您千万别这么说 在我眼里 您永远都是我的长辈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我得去干活了 好 您去忙吧 宋母走了之后 周绍锦并没有离开 藏起来的宋青城 也从花坛后面走了出来 目光还一直盯着 宋母离开的方向 刚才真的好险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被母亲给发现了 可是 这样下去的话 迟早是要被发现呢 周绍锦看她刚才那副 失魂落魄的样子 就觉得好笑 秦长 你说你都嫁入豪门了 怎么还能让宋姨来做这种低贱的活呢 宋青城看了她一眼 即便再怎么不愿意听她嘴里说的话 但是刚才 毕竟是她帮了自己 周绍锦 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 当然可以了 为了你 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愿意 周绍锦说得跟真的似的 其实 周绍锦口中说出来的每一个字 宋青城都不愿意相信 也不想听 可是现在有求于人 就只能忍着 我妈在这里工作的是 你可不可以帮我先保密 不要透露给任何人 万一要是让继母和继灵知道了 那场面 宋青城根本无法想象 周绍锦稍微想了一下 可以倒是可以 可是 你这样隐瞒下去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万一哪天 你被宋姨撞上了该怎么办 现在能慢一天是一天 我会尽快想办法 让我妈辞掉这份工作的 要不这样 我跟管家说一声 让管家把宋姨调去西楼做事 反正西楼那边现在没什么事 这样也可以避免跟你撞见 对对对 这样最好 宋青城现在脑子有点乱 想什么都慢慢拍 只要暂时不让母亲撞见自己 然后在继灵没出院之前 想办法说服母亲 辞去这份工作 她所担心的事 就可以避免发生了 而且纪正廷这两天 也不会回来 所以这件事 必须快点解决 周绍锦用意得逞 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那就麻烦你了 我现在得先去上班了 这件事虽然急 但是也不能急于一时 得先想个好办法 说服母亲放弃工作才行 去吧 我保证把事情办好 谢谢 跟我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宋青城确实在心里懊恼 越是不想跟周绍金有纠缠 越是在关键时刻 不得不找到她 因为母亲的事 宋青城一天都是心不在焉 母亲说好今天给自己打电话的 所以她一直在等 宋青城原本是想主动给母亲打电话的 可这样一来 又不能直接问母亲工作的事 而且纪家的佣人上班的时候 都是不允许带私人电话的 终于熬到了下班的时间 宋青城抱着手机在等 可是等了十几分钟 还是没有等到母亲的电话 按理来说 母亲一早就在纪家了 那安排的应该是早班 八小时 应该是下午三四点就下班了 这会儿都四点多了 应该是下班时间 宋青城有点等不及了 想了想 直接给母亲打了过去 青城 妈也正打算给你打电话呢 宋青城后悔了 早知道 就再人两分钟了 不过 母亲声音里的愉悦是可闻的 妈 您在干嘛呢 好像心情不错的样子 妈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妈找到工作了 宋青城心里万般不是滋味 知道母亲一定很满意这份工作 可是 自己却一心只想说服母亲 放弃这份工作 妈 您怎么又去找工作了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您不用操心家里的经济问题 我现在是店长了 工作都翻倍了 再说了 您出来上班 小妹在家 小妹在家谁照顾啊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 妈都安排好了 而且家里不是还有你爸爸和你奶奶吗 他们会照顾你妹妹的 爸和奶奶也同意你出来工作 以前父亲和奶奶都是不同意母亲出来工作的 说是家里的家务是没人操持 其实最主要的是没人愿意伺候妹妹 我能出来赚点钱 他们有什么不同意的 再说了 我找的这份工作还不错 是在一户大户人家做庸人 三班制 活也轻松 主要是工资比别人家都高不少呢 这有钱人家呀 就是不一样 宋清晨有点没辙 妈 您想上班 您找个离家近一点的地方 随便坐坐就是了 干嘛非得找个那么远的呢 你怎么知道妈找的工作远啊 我 我是听小妹说的 她说您每天都是赶公交车上班的 那是因为坐公交车方便 妈觉得这工作挺好的 妈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不同意您出来上班 那你知道不知道 妈现在上班的地方是在哪啊 宋清晨当然知道 就是因为知道 所以才必须坚持反对母亲工作 可是 宋清晨又不能说出来 只能接着问道 在哪儿 济世集团 你知道的吧 嗯 宋清晨低低地应了一句 知道母亲接下来要说什么 所以她欣慰所然的 妈现在就是在济世集团大总裁家里工作 你说 是不是很幸运 没错 对于普通的人 南静济家工作绝对是万幸的 但是母亲却不一样 宋清晨苦口婆心地劝说 妈 有钱人家的工作 不是那么好做的 你还是听我的话 别去了好吗 你这孩子 不能用异样的眼光 看待有钱人家 还有 妈正想问你呢 正廷不是也姓季吗 没准他们认识呢 要是季正廷也认识 季氏大总裁 那个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 他的身份 免得让正廷没面子 何止是认识 那就是同一个人啊 宋清晨只能无精打采地说道 哦 只是一个姓而已 不见得认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二集 妈就是担心 他们万一认识的话 岂不是让正廷很没面子 毕竟 既正廷看着 也不像是那种普普通通的人 宋清晨只好说 那我回头问问他 其实他倒是很想借这个机会 说服母亲放弃那份工作 但是又不想拿计正廷的面子做借口 怕母亲因此会对他有偏见 结束了跟母亲的电话 宋清晨重重地叹了口气 靠在沙发里 想说服母亲放弃这份工作 已经不太可能了 现在只能另想其他办法 其实更好更有效的办法也有 只是宋清晨不忍心这么做 母亲才刚到季家 让管家找个借口辞退一个新人 那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明知道母亲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宋清晨又怎么忍心 在母亲喜出望外的时候 给母亲泼一头冷水呢 所以这件事 还是得想其他办法 晚上 宋清晨回到家里 知道母亲已经下班了 所以也不需要小心翼翼 防止被母亲看见 宋清晨想了一晚上 要不要索性跟母亲坦白算了 反正母亲也知道 季正廷家是不简单 直接告诉母亲也未尝不可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突然被一道声音打断了思绪 清晨 朱绍景朝他走了过来 宋清晨看到他 心里在奇怪 朱绍景不在医院照顾季灵 怎么老是出现在家里 今天的事我 放心吧 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谢谢 对了 你怎么没去医院照顾季灵 哦 季灵下午的时候 已经出院回家了 这会儿 正在房间休息呢 出院了 不是还没有满院吗 他硬是要出院 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医治他 反正也没几天就满院了 宋清晨点点头 哦对了 宋姨今天给你打电话了吗 宋清晨还是点头 其实吧 你也没有必要强行 不让宋姨来这里上班 反正以后宋姨在西楼做事 你也知道 季家的规矩很严 分配在哪儿 就定岗在哪儿 这一年到头 也不见得能来主楼几次 所以你们也不会碰上的 朱绍景当然是恨不得 宋母留在季家 继续干下去 这样的话 他就能随时随地地威胁宋清晨了 这件事多谢你操心 我会自己考虑的 那我帮你了一个忙 你是不是也得帮我一个忙 周绍景洋装委婉地说道 宋清晨威震了一瞬 知道周绍景不会平白无故地帮自己 他看向周绍景问 什么 是这样 我刚刚错发了一份邮件 到寄送的邮箱 现在我想撤回来 可是死活都撤回失败 我刚刚看过来 邮箱还是未读状态 你帮我登录上寄送的邮箱 把那份邮件给删除了 这样就没事了 他的邮箱都有密码 我根本登不上去 宋清晨不知道周绍景又在玩什么把戏 但他的第一直觉就是拒绝 你连他的密码都不知道 我又不是他秘书 我怎么会知道 宋清晨被周绍景的质疑的语气 弄得不免有些恼火 好像他就应该知道 记政庭的密码似的 清晨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你知道 我在人家下面做事 这个小小的事物 都会影响我以后的前程 你就当帮我个忙怎么样 周绍景 我不是不想帮你 是我的的确确不知道他的密码 而且他工作上的事 我从来不参与 周绍景意味深长地笑 我相信 你跟他要个密码 应该不是件难事吧 我没有理由 跟他要他的邮箱密码 那你觉得 今天早上的事 我有什么理由帮你瞒着呢 周绍景说的是一点都不客气 宋清晨咬咬牙 隐忍着内心的怒火 周绍景 你到底想怎样 很简单 帮我这个忙 咱俩一笔勾销 我说过 我没有理由去问他 要他的邮箱密码 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成功了是你的运气 不成功 我也无能为力 总而言之 他是不可能打电话 跟记政庭要邮箱密码的 周绍景挑了挑眉 你可以 两人到了楼上 宋清晨打开记政庭的电脑 他知道 周绍景一心惦记着记家的财产 所以什么都不敢乱碰 只是将邮箱打开 然后就跳出了输入密码的界面 记政庭的密码 宋清晨知道的 只有他的银行密码 但是邮箱密码 显然不可能是纯数字吧 不管是不是 宋清晨都先输进去试一下再说 如果自己一下子输对了 周绍景肯定认为 他刚才是在说谎 不过输入之后 就显示密码错误 邮箱的密码 通常都是带字母 或者特殊符号 所以宋清晨就将记政庭的简称 JZT夹在前面输入 意外的是 居然真的打开了 这人 设置的密码 居然这么简单就被人猜出来了 太大意了 亲长 我就知道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聪明 周绍景见邮箱被打开 不禁对宋清晨夸了一句 宋清晨懒得跟他浪费时间 哪封邮件是你发送的 我帮你删除 周绍景凑近电脑 刚好就凑到了宋清晨肩上 两个人离得很近 宋清晨不适应地朝边上挪了挪 周绍景念了他一眼 又将目光落在电脑屏幕上 纪正廷的邮箱里 有好几份未读邮件 但是并没有他想要的那封 当然 更加不可能有周绍景发送的邮件 他之前之所以那么说 只不过是想借宋清晨的手 查一下纪正廷的邮箱 周绍景洋装困惑地说道 奇怪了 怎么没有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三集 会不会是刚才被你撤回去了 刚才周绍景不是说撤回了 但是又撤回失败吗 也许是网络不稳定 或者是系统抽风 过一会儿就好了 周绍景早就猜到他会这么说 有可能 我回去查一下 宋清晨便顺手将邮箱给关了 担心被周绍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事情已经帮他办了 宋清晨以为周绍景也应该走了 可周绍景却并没有离开 宋清晨将电脑盒上 见周绍景还坐在自己身旁 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有点不自在起来 这里是他和纪正廷的房间 周绍景这个未来妹夫在这里 真的好吗 周绍景坐着不动 宋清晨只好自己先站起来 但是腿刚撑起来 下一瞬 手腕便被人一把扣住 少一用力 他又跌坐回了沙发上 宋清晨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周绍景 你干嘛 清晨 你别紧张 我就是想跟你单独待一会儿 嘴上说着待一会儿 可周绍景那猥琐的眼神 活脱脱是要把宋清晨 从里到外给盯穿了 抱歉 我这里不欢迎你 宋清晨将手 从周绍景手里抽出来 再次起身 想逃离当下这危险的处境 可周绍景却像是着魔了似的 一下子朝他扑了过来 宋清晨惊慌失措 用力地推他 周绍景 你干嘛 快给我走开 碍于各自的身份 宋清晨不敢说得太大声 万一惊动了庸人 不免要被说闲话 再或者 若是惊动了继母或者戒灵 那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周绍景将他抵在沙发上 一双色眯眯的眼睛盯着他 秦政 我真的喜欢你 我好爱你 让我好好爱你吧 我会比纪正廷更厉害 比他更温柔 我一定会让你舒服 会让你喜欢的 主绍景 你情少 宋清晨咬牙切齿 周绍景也不恼 反而是笑得愈加猥琐了 对 我就是情少 说吧 他就一把扯开衬衫的领子 宋清晨慌了 拼命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可任由他怎么用力 都撼动不了周绍景 最后 双手被他摁在两侧 不能动弹 周绍景 你要是再敢乱来的话 我就喊人了 你叫啊 你现在就叫啊 周绍景将他手松开 完全就是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不过 你别忘了 这是你的房间 刚才大家可都看见了 是你光明正大把我带进来的 就算你现在控告我强迫你 有人会相信吗 你 你简直禽兽不如 宋清晨万万没想到 周绍景敢在这里对他图谋不轨 他引狼入室 弄不好 还会被周绍景倒打一耙 说是宋清晨在勾引他 周绍景知道 宋清晨绝不敢轻易叫人 他得意地笑了 清晨 聪明的 就好好在我身下享受 告诉我 你喜欢什么姿势 还有 季正廷一晚上几次啊 他能坚持多少时间 宋清晨第一次 将一个男人的无耻 看得那么清楚 他毫不客气地讽刺说 他能给我的 你永远给不了 是吗 那我们不妨来试试 看看我跟他 到底谁更厉害 说吧 周绍景就压过来要吻他 周绍景 你滚蛋 你给我走开 宋清晨眼急手快 一把将他压过来的 丑恶嘴脸给推开 用尽全身力气 想从周绍景的身下 挣脱出来 但是周绍景 并没有作罢 将他的手腕扣住 压在头顶 又要吻他 宋清晨将脸别过去 抬腿朝他身下顶了过去 周绍景吃痛 捂着下半身 梦哼了一声 宋清晨趁机 将他一把给推开 成功地从他身下 逃了出来 周绍景似乎是有些恼了 一把扣住他手腕 将他抓过来的时候 发现他手里 多了一把水果刀 周绍景 你要是再敢乱来的话 我跟你同归于尽 宋清晨将尖锐的刀口 抵在脖子上 一双冷厉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他 周绍景怕了 万一宋清晨 有个什么好歹的话 不光是宋清晨完蛋了 他周绍景也会跟着完蛋 这世上女人多得是 没必要因为他 断送了自己大好的前程 周绍景试图哄骗他 清晨 你冷静点 刚才是我错了 是我太冲动了 我向你道歉 你把刀给我好不好 你给我滚 马上滚 宋清晨双目心红地冲他低吼 周绍景心底愤愤不甘 并没有立刻就走 还想说什么 但是宋清晨并没有再给他机会 将手中的刀用力一抵 雪白的脖梗 阴出一丝鲜红的血迹 你走不走 周绍景嘴角抽搐着 怒哼一声 灰溜溜地离开了房间 宋清晨看着那扇被关起来的门 整个人一下子就软了下去 摊坐在地毯上 手中的水果刀也滑落在了一旁 许久 他都木然地坐在那儿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一遍又一遍 宋清晨就像什么都听不到一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意识到手机在响 拿出手机 看到上面的来电显示 徘徊在眼眶中的热泪 再也忍不住地滑落下来 宋清晨酝酿了一下情绪 接起电话 喂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电话里 纪正廷的语气中含着明显的紧张和担心 我 出什么事了 没 没有 告诉我 什么事 宋清晨几次想开口 却都发不出声来 最后只问他 你什么时候回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 清晨 宋清晨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 想计正廷一下子 能出现在自己面前 然后 不由地想到 周绍锦那个无耻的混蛋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四集 对了 刚才我登录了你的邮箱 朱绍锦说 他给你发错了一份邮件 让我帮他删除一下 我本来是不想帮他的 没想到 密码被我蒙对了 我担心密码会被他看到 所以 你还是把密码修改一下吧 即便周绍锦说是发错了邮箱 宋清晨也不会轻易相信 心里一直都防着他 他又找你麻烦了 是吗 听到周绍锦三个字 纪正廷的声音 冷得像是附了一层冰淋一样 没有 真的没有 宋清晨当然是不能告诉他刚才的事 不然的话 他肯定不会放过周绍锦的 邮箱密码由你来负责改 我现在在外面 不方便 可是 我不知道改成什么 借我们信使的字母 加上我们的生日 这样 会不会太简单了 你可以任意加个符号 嗯 那我在最后 加个问号 你记得就好 可以 你等一下 我试试 宋清晨从地上起来 坐到沙发上 将电脑打开 然后进入邮箱更改密码 很快就显示更改成功 已经改好了 现在说 为什么要哭 没什么 就是有点想你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借正廷低沉的声音 才有传来 嗯 我很快就回来 很快是多久 如果 纪正廷能在自己身边的话 周绍景 就不敢对他 做那些过分的事 说那些不知廉耻的话 你希望是多久 马上 立刻 好 最后 宋清晨也忘了 电话是什么时候挂断的 只是一个人 呆呆地蜷缩在沙发里 像只脆弱无助的小猫咪 周绍景握着手机 听着他们的对话 是又恼火又欣喜 恼火的是 宋清晨居然前脚帮他做事 后脚就去告诉了纪正廷 欣喜的是 成功搞到了纪正廷的邮箱密码 周绍景那些给纪正廷发错邮件的话 本来就是编出来的幌子 目的 就是为了弄到纪正廷的邮箱密码 宋清晨担心的没有错 他输入密码的时候 周绍景将他输入的每一个数字 都看得清清楚楚 也确实记住了密码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宋清晨居然这么快就出卖了他 还好 并没有影响到他最初的目的 第二天 宋清晨准时下楼吃饭 忽然又想到 母亲这个点可能在上班 刚坐到餐桌上便又站了起来 少太太 是早餐不合胃口吗 管家见宋清晨没吃 又站起来要走 便问道 啊 不是 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 你帮我打包一份三明治和牛奶 我路上吃就行了 好的 您稍等一下 管家应声后就进了厨房 宋清晨现在在这个家里 多待一分钟都觉得是煎熬 很快的 管家将打包好的早餐拿出来给他 接过来之后 宋清晨就在门口换了鞋子 准备离开 可是 又好想知道母亲在这里工作的怎么样 管家 宋清晨叫住正要去厨房的管家 管家走过来 少太太 您还有什么吩咐 新来的几个庸人都怎么样 都还不错 一直安排在老太太那边 一个安排在大小姐那边 剩下的都在咱们主楼 哦 他们都安排的什么班次啊 暂时都是早班 等适应一周后 就开始调班次上岗了 嗯 西楼那边就安排新人上一段时间早班吧 鞋铃刚好也才回来 白天人多一点伺候着 宋清晨想来想去 母亲还是上早班比较合适 早班就早上那么点时间 容易被撞见 等他回来 母亲已经下班了 如果是条中班的话 晚上遇到的几率会很大 夜班的话 熬夜伤人不说 而且整个时间都是在一起 撞见的几率最大 管家倒是没多想 好 听您的 有没有听说 鞋铃对新人满不满意 这个倒是没有听说 不过 大小姐刚出院 心情可能有点不好 今早上还把佣人们都统统骂了一顿了 我正打算过去问问 看是因为什么事情的 宋清晨有些担心母亲会受委屈 那你赶紧去吧 回头给我打个电话 看看是什么原因 好 我这就过去 宋清晨看着管家离开 想在家里等等结果 但是上学又要迟到了 最后只好先去上学 待会管家应该会给自己打电话 以前见惯了 纪灵把佣人骂得狗血淋头 所以也就习以为常了 可是 一想到母亲也会受到这样的遭遇 一颗心便揪成了一团 纪甲 西楼 你这个佣人到底找没这脑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的药必须用热开水冲容了 你看你冲这是什么 能喝吗 纪灵坐在沙发上 端起杯子 颇像站在一边的宋母 水溅得到处都是 宋母身上被泼湿了 也没有躲一下 另一个佣人在一旁求情说 大小姐 您别生气 她是新来的 不懂规矩 您消消气啊 新来的 纪灵挑高深陷 轻面的目光扫了眼宋母 看她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便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都来了好几天了 还好意思说是新来的 你当我们纪家招不到佣人了 招她这么一个土不拉几的乡巴佬 佣人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好退在一边 大小姐 您消消气 我就是觉得啊 刚烧开的水冲药 会把药性给冲散了 所以才用温水给您冲的 您要是不喜欢 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宋母没想到 自己一片好心 居然还惹来了一堆麻烦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五集 下次下次 你说得到清巧 你知道我这一包值多少钱的吗 你那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不了几包 机灵不但没有消气 反而更加咄咄逼人 宋母也不想 刚做没几天 就惹得主子不高兴 要不这样吧 我一共冲坏了大小姐两包药 这两包药的费用 就从我这个月的工资里扣 只要大小姐消气就好 你什么意思 当我没见过你那几个工资钱 是不是 宋母连忙摇头解释 不不不 大小姐别误会 我没有那个意思 就在机灵想办法惩罚宋母的时候 管家到了 大小姐 您这一大早的 是谁惹你生气了 管家你来得正好 我这里呢 有一个庸人一天犯了几次错 你开始处理吧 管家明知故问 大小姐说的 是这个新来的庸人吧 管家 听说这次新来的庸人 都是你分配的 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啊 分了这么个脑筋迟钝的人 在我这里 哟 大小姐真是冤枉我了 管家满脸委屈 随即挥手 示意宋母和另一名庸人下去 然后又对机灵说道 大小姐 这位宋大小姐 可不是我安排过来的 这是周少爷的意思 机灵皱眉 有些不解 你说什么 周少警 没错 周少爷说 是认识这位宋大小姐 所以 让安排到了您这边来伺候 行了 我知道了 机灵留下话 便起身去了楼上 他倒是要看看 周少警这家伙 搞的是哪一处 他怎么会认识一个 做庸人的乡巴佬呢 楼上 周少警刚洗书好 换好衣服 准备下来 看到机灵又折回楼上 问道 怎么又上来了 我问你 我们家一个新来的庸人 你认识吧 你说他是不是在你楼里 那个瘦瘦膏膏的 你还真认识 不光是认识 而且还有点交情呢 什么交情 你不会连半老徐娘都泡吧 周少警脸一黑 总而言之 你这位大小姐脾气发护的时候到了 不过 别把她给争跑了 和着你是借机报仇来了 报仇谈不上 顶多也就是帮你找个撒息桶 周少警不以为意地说道 他宋京城不是有能耐吗 看他怎么唆使季灵折磨他母亲 还有 你昨天去找宋京城了 季灵今早才知道这件事 周少警眼珠子转了转 没错 我找他有点事 有什么事情非得去他房间你说 那个 我去借一下你哥的电脑 季灵冷着一张小脸 慧莫如深的眸子盯着周少警 似乎是在辨别他话里的真假 周少警 你憋一个月没碰女人了 不会敢在我家里头 去招惹宋京城吧 没有 绝对没有的事 周少警举手保证 虽然昨晚差点失控 但是最后 还是什么都没占到 你手机拿来 季灵朝他伸手 灵灵 你又要干嘛 周少警以为 季灵又要在自己手机上 搜查他出轨的蛛丝马迹 我打个电话 季灵原本只是想试探他一下 却不想 周少警反应居然这么敏感 肯定是心里有鬼 你不是自己有手机吗 周少警觉得有点窝囊 他好歹也是堂堂大男人 这还没结婚呢 就三天两头给女人查手机 太他喵的憋屈了 你到底给不给 不是 我 你给我拿出来吧你 季灵懒得跟他废话 带着他口袋就伸手去掏 周少警有些忍无可忍 一把将他推开 季灵 一碗没碗 季灵没想到 周少警居然敢推自己 一个不稳连连退出去好几步 扶着一个架子才站稳 周少警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行为有点过分了 又低声下气地过来关心他 灵灵 你没事吧 季灵怒不可遏地将他用力推开 指着门口冲他低吼 你给我滚 现在就滚 灵灵 你不就要手机吗 我给你 周少警话还没说完 手里的手机就被季灵一把抓过去 直接扔到了楼下 周少警呼吸一重 沉沉地盯了眼面前不可理喻的女人 克制着内心想动手打人的冲动 最后转身离开了房间 周少警 他并没有 很快的 季灵听到楼下传来车子启动的声音 好一个周少警 居然长本事了 敢给他甩脸色走人 季灵咬着牙关 一肚子气没处发现 逮着展示柜上的东西拿起来就摔 楼下的庸人听到楼上传来砸东西的声音 都连忙跑了上来 看看出了什么事 宋母跑在第一个 一上来就看到一个黑影朝自己飞了过来 然后脑门上一通 宋母头上被狠地砸中 疼得叫了一声 宋大姐 宋大姐你没事吧 和宋母一起上来的庸人看到她受伤 连忙将她扶住 宋母只觉得脑门闷疼得厉害 眼前晕乎乎的 一时半会儿说不出来话 机灵见自己闯了祸 这才冷静了下来 看宋母一动不动的样子 不会出人命吧 喂 你到底有事没事 机灵走过来问宋母 宋母摆了白手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大小姐 要不还是让宋大姐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看这伤也应该是不轻 脑门都肿了大包了 机灵也怕自己刚回来就惹事 到时候又要碍训了 那就赶紧回去吧 这两天别来上班了 再加好好休息 不用了 我休息一下就好 宋母觉得自己毕竟是新来的 不能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而且这一休假 肯定还得扣钱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六集 庸人看出了宋母的心思 宋大姐 你就别撑了 大小姐让你回去休息啊 是不会扣工资的 算你工商 赶紧走吧 季灵担心待会儿被人看到 肯定会传出去的 庸人扶着宋母下楼 在楼下坐了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好一点 如果能好一点的话 宋母就不打算回去了 庸人给她拿了冰袋 过来敷一下 消消肿 宋大姐 你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 反正不休也是白不休 我就是想缓一缓 看看能不能坚持 把今天的班给上完了 哎呀 你就别坚持了 这一天才刚开始 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再说了 你上完今天也是那么多钱 不上还是那么多钱 何必在这里死撑呢 那今天的活 岂不就是你们几个人干了 没事 这些活算不上什么 回头管家会安排人过来的 你就不用瞎操心了 那好吧 我就先去换衣服 回去了 宋母也就没有再执意 反正自己头上顶着个大包 也不美观 还是回去比较好 晚上放学的时候 宋清成准时给母亲打电话 她昨晚已经打听好了 早班是下午四点下班 从借家坐车回到家里 高峰期少说要一个小时 喂 清成 妈 您下班了吗 早就到家了 啊 累不累 那边的人 相处得还习惯吗 主人会不会很挑剔啊 宋母回去休息了一下 额头已经消肿了 脑袋 也没有那种 昏昏沉沉的感觉了 妈跟你说 不用担心我 妈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可是您天天这样起早贪黑的 我担心您身体吃不消 母亲现在是早上七点半上班 一个小时的车程 还要给家里人准备早餐 估计五点多就要起床了 现在天气还这么冷 五点多天都还没亮 多辛苦 这个你更加不用担心了 妈现在八点就上床休息了 睡眠充足得很 听得出 母亲对这份工作 是一百个满意 宋清成今天的心情 一直都不太好 也就没有多说 嗯 那好吧 您自己注意点啊 知道了 你最近跟正婷都怎么样啊 听说她出差去了 回来了没有啊 还没呢 不过我们都挺好的 她每天都会抽空给我打电话 不过今天 到现在都还没有打 那就好 等她回来了 记得请她回家吃个饭 也让你爸和你奶奶看看 嗯 我知道了 结束了跟母亲的通话 宋清成去花店看了一眼 发现新月居然没上班 跟同事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她临时请假了 不过请假不是重点 重点是请假去约会了 约会 新月什么时候谈恋爱了 她怎么不知道 看来这段时间 自己真的是太忙了 都把新月给忽略了 不过这么大的事 宋清成是肯定要追问到底的 宋清成拿出手机 准备打过去问问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这样做 是不是太不低道了 人家在约会 正开心浪漫呢 自己 还是别去凑热闹了 明天逮着新月 当面问清楚就好了 店里的生意不是很好 宋清成待了一会儿 也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 不由地就想起周绍景 昨天对自己的轻薄 以前周绍景在纪家 连看都不敢多看她一眼 昨天居然敢进她房间 甚至还敢对她做出 那种可耻的行为 由此可见 周绍景的胆子 现在越来越大了 照这样下去 真不知道往后 她会不会做出 什么更过分的行为来 所以母亲 绝对不能长久地 在纪家待下去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让母亲离开纪家 宋清成刚进屋 客厅里没有人 纪母自从纪灵出院后 就累垮了 每天除了吃饭时间 基本上就是在房间里度过 而这会儿管家也不在 她就静自上了楼 回到楼上 宋清成收拾了一下 准备去洗漱 无意间看到桌上的手机 忽然想起 纪正廷今天居然一个电话 和一条信息都没有 纪正廷明知道 她昨晚心情不好 今天却不闻不问 宋清成的心里 难免有些失落 包括她说得很快会回来 大敌也只是敷衍之词吧 算了 不去想了 宋清成 静自去了浴室洗漱 半小时后 宋清成洗漱好 吹好头发出来 刚巧看到一道车光 从窗户上一闪而过 这个点 谁来了 纪灵不能出门 纪正廷又不在家 大概也只有周少景了 这个周少景 现在还争当这里是自己家了 看他这家事 莫非是想入赘季家 但宋清成记得 周家 好像也就周少景 这么一根独苗吧 不管那么多 先去把房门给反锁上再说 锁好了房门 宋清成又去将窗户和阳台 检查了一遍 确定都锁好了 这才放心 脖子上的伤口 因为刚才洗澡碰到了 有点疼 他拿出护理包处理了一下 涂了药膏 争取早点好 别让纪正廷回来看到 处理好伤口后 宋清成打算睡了 拿起桌上的手机 下意识地打开看了一下 还是没有电话和信息 看来 纪正廷今天很忙 收集手机 宋清成走到门口准备关灯 莫得 隐约听到楼下 好像有人叫先生 是他回来了 还是 自己听错了 这样想着 宋清成已经拉开房门 冲出了房间 下楼 刚走到楼梯中间的时候 宋清成的脚步 突然就顿住了 对上楼下投来的那道目光 就好像触碰到了内心深处 最脆弱 最柔软的地方 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 真的是他回来了 宋清成眼睛一动不动地紧紧盯着他 好像稍微动一下 他就会从眼前消失不见一样 纪正廷意识紧紧地盯着他 脚下已经大不留心地朝他迈了过来 走着他面前 便不由分说地扣住他的后脑勺 吻压了下来 管家别开脸 挥手示意庸人都退下 两个人缠绵翡测地拥吻着彼此 像是在宣泄那些对彼此的思念 但是并没有在楼梯间待太久 纪正廷将宋清成一把抱起来直奔楼上 卧室的门没有关 纪正廷直接抱着他进去 将房门一脚踢上 刚放下宋清成 便又欲罢不能地 将他抵在门板上热吻了一通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七集 这个吻强势霸道又激情似火 或许是因为周少景昨晚的行为 给宋清成心底留下了阴影 宋清成还沉浸在一天的成狱和忐忑不安中 心里总是乱糟糟的 想找一个依靠把自己交出去 他好怕 好怕昨晚那样的事情会再发生 他怕自己留给纪正廷的不是完整的自己 他想把自己交偷给纪正廷 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只有把完整的自己交给他 他们的婚姻才算完美 宋清成呢喃着换他的名字 纪正廷 秦正廷 纪正廷吻着他 意识缠绵地唤着他 宋清成只感觉呼吸困难 浑浑噩噩 心底荡起一圈圈 骨胃杂沉的情绪 又陌生又害怕 又渴望 有没有想我 宋清成湿润的眸子看着他 红着脸 羞难地点了点头 我也想你 纪正廷压过去 在宋清成耳边呢喃着 我想得快发疯了 这几天 纪正廷没有一夜 能睡得安稳 闭上眼睛 满脑子全是他 宋清成心底激荡地厉害 主动抬头吻他 这个吻 让纪正廷更加确定 今晚 宋清成是他的 可是纪正廷 还是有顾虑 他不知道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亲长 抓住最后一丝理智 纪正廷握着女孩的手 停了下来 从上而下地看着他 宋清成以为 纪正廷会毫不犹豫地要他 他眸色涣散地 看着纪正廷 有失望 有不解 告诉我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纪正廷认真地问他 他从不认为 宋清成是个脆弱的女孩 能让他情绪失控 必然不是小事 提及到昨晚 宋清成心里那股恐惧和不安 便越加凶猛地涌上心头 越是害怕 宋清成越是想把自己交给纪正廷 就好像把自己交给他了 就再也不会有人来骚扰他 把他们分开 宋清成摇摇头 轻声地开口 我只是想你了 真的 我从来不知道 想一个人 原来可以那么不能自拔 纪正廷身心一震 婆子上的声势怎么回事 他刚刚问宋清成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 宋清成无从解释 只好假装生气地推他 你不想要就算了 纪正廷气息一重 依旧执拗地盯着他 你走开 宋清成推不动他 有点恼羞承诺 纪正廷还是一动不动 宋清成心里有气 促上去就咬他 纪正廷没心一跳 等他咬够了松开的时候 纪正廷又问道 是不是周少警干的 他必须要弄清楚这件事 如果是的话 他必定不会放过周少警 宋清成知道 纪正廷不会轻易罢休 莫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昨天 我帮他找邮件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后来 后来他不肯走 还说是我主动带他进来的 想对我 不过我没有吃亏 他被我踢了一下 后来我就拿刀威胁他 纪正廷的脸色 说不出有多难看 阴冷的眼底透着一股杀气 只一眼便让人觉得害怕 酝酿了好一会儿 纪正廷才开口问道 为什么不喊管家帮忙 我不想把事情闹淡 但如果周少警赶乱来的话 我也会喊人的 宋清成当时 就是不想节外生枝 但如果到了万不得已 他还是会选择自救的 下次不准这么了吗 留下话 纪正廷必要起身 宋清成一把拉住他 你去哪儿 好好睡觉 你不能走 宋清成缠住他 他知道纪正廷要去做什么 纪正廷本来就被弄得浑身皱着 宋清成这样一来 他更加痛楚地闷哼了一声 宋清成趁机又稳住他 今晚你是我的 宋清成能感觉到 他的身形已僵 纪正廷呼吸重了重 只觉得有电流 从身体里蹿过 他照着宋清成的唇 惩罚似的 重重地吻了下去 今晚 你是我的 他轻咬着宋清成的耳垂 暗哑的声音 吐着隐忍的心哭 不知道过了多久 空气中炙热的温度 稍微安静下来 两个人沉浸在爱后的余温中 两久 纪正廷才开口 你很好吗 宋清成的小脸上 泛着一层潮红 朝他怀里钻了钻 羞耻地点了点头 都说第一次 是女人一生中最痛的一次 说不紧张不害怕 是不可能的 不过 纪正廷很小心 尽管也会失控凶猛 但是给宋清成的感受 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疼痛 而是 一种说不出来 也从未有过的感觉 大抵 那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快乐 我帮你去泡澡 宋清成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听到纪正廷的话 他本能地点点头 纪正廷抱起他 进了浴室 他把宋清成放在腿上坐着 伸手挑开水龙头 目光却一直落在宋清成的身上 就好像在心上一件绝美的工艺品 宋清成招架不住他这种眼神 感觉自己快要被他从里到外看穿了 你别看了 该看的都看过了 纪正廷威扬着唇角 似笑非笑的样子 说不出有多勾人心魄 宋清成脸颊红得跟番茄似的 从他腿上跳下来 然而 某人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原本担心宋清成身体吃不消 想要放过他的 结果见他还能活蹦乱跳 看来 是他小看了这个小孩 所以 继续吃干抹镜 最后 说是洗澡 结果某人根本就是没晚没了 宋清成起初还能招架 可是到了后来 真的就只剩下喘息了 这男人 经历也未免太好了 宋清成非常怀疑 纪正廷这是在兑线 他曾经说他一次三小时的话吗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八集 最后的最后 宋清成都不记得 纪正廷要了自己多少次 只知道最后一次结束的时候 他趴在床上 手指都不想动一下 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 浑浑噩噩中 宋清成记得自己是被纪正廷从卫生间里抱出来的 头刚沾到枕头上就立马睡了过去 当宋清成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 偌大的房间里 欢爱的味道迟迟没有散去 在空气中发酵着 依旧很暧昧 地板上 到处扔着男人女人的衣服 床上也是凌乱成一团 彰显着他们昨晚有多热烈 宋清成懒懒地动了动身子 阴宁了一声 感觉自己浑身像是被碾压过一样 他睁开眼 看到的是男人性感的胸膛 再往下是精壮毫无坠肉的腰身 再下去 被子随意地搭在他下身 宋清成明明记得 自己昨晚是背对着季正廷睡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跑到他胸口上来了 目光从下往上 一眼就看到 季正廷锁骨和胸口上 那些暧昧的痕迹 脸上顿时通红 再往上 是男人性感的猴结 然后是诱人的唇半 再然后是 宋清成猛然一惊 双眼瞪得大大的 他 他什么弱性的 而且还在盯着自己看 看他这样子 好像不是刚性 所以说 自己刚刚偷看他的样子 都被他给逮到了 天哪 一大早就丢人 季正廷像是看出了他的小心思 勾起唇角 看着宋清成巴掌大的小脸上 羞哄一片 却又像这慵懒的小猫咪一样 风情又带着几分撩人 宋清成后知后觉才发现 自己正半裸着上半身 趴在他胸口 难为情地照被子里缩了缩 问他 你什么时候醒的 八点 现在几点了 十点 宋清成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他还要上学呢 你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 宋清成这样从被子里钻出来 又意识到 自己没穿衣服 只能裹着被子找手机 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手机 只在床头找到了 纪正廷的手机 拿过来一看 他直接傻了 十点了 他的课怎么办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一下死定了 才开训没几天 他就旷课 这一下 肯定要被纪打过了 他想先看被子下床 可是又什么都没穿 关键是 还有一双眼睛 在盯着自己看 宋清成看了看 好整以下的某人 半裸着上身 性感又妖孽 还一脸淡定自如 宋清成有些 休脑地问他 你 你怎么还不起床 裴老婆 纪正廷 很是理所当然地回到 宋清成嘴角抽了一下 你不知道 我今天要上学吗 你干嘛不叫我起床 都怪他 要不是他昨晚没节制 折腾了他好几个小时 他也不至于睡过头 最最最可恨的是 他明明早就醒了 却不叫醒他 我老婆昨晚那么辛苦 今天自然是要在家 好好休息的 都怪你啊 宋清成再次羞得 脸上红成了一片 娇撑他 季正廷笑着将他一把抱过来 看着他羞脑的样子 可爱又迷人 情难自禁地 照着他的唇要吻下去 宋清成气得都要哭了 你讨厌 我都旷看了 要被鸡打过的 我已经给你请假了 不等宋清成回过神来 男人的热吻 已经如雨而至 这次的吻 缠绵又温柔 载着太多 从未言语的情愫 只想清晰深刻地 记住此刻的柔情 奈何怀里的小孩 异常地敏感 很快就感觉不能呼吸了 整个人一乱情迷 这样美丽迷人的小孩 让季正廷欲罢不难 房间里的温度 再次越升越高 笼罩着 缠绵不休的两个人 一小时后 床头的座机响了起来 季正廷一手搂着 怀里的女人 另一手去接电话 只听她回了句 好 然后便挂了电话 宋清晨依偎在她怀里 懒懒地动了动 季正廷低头 看着怀里的小孩 眉眼间 多了一抹满足的笑意 没有比此时此刻 更让她觉得身心满足的了 该起床吃点东西了 不想起 宋清晨闭着眼睛 懒懒地回道 我让管家送上来 她又伸手要去拿电话 宋清晨抓住她的手 算了算了 还是下去吧 她们昨晚都当着庸人的面那样了 现在再让人送吃的上来 人家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太难为情了 弄起来穿衣服 今天下午哪儿都别去 在家好好休息 宋清晨乖乖地点头 她就是想出门 也只怕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了 直到现在 她都不确定 自己的双腿 还能不能穿起来 你先起来 宋清晨指挥她 自己现在什么都没传 哪里好意思 在她面前晃来晃去 姬正婷笑了一下 掀开被子下床 宋清晨双眸瞪圆 很快就躲进了被子里 虽然该看的都看过了 但是这样光明正大的看 她担心自己长鸡眼 季正婷很快从衣帽间里出来 穿了一条黑色睡袍 手里还拿着一套女士睡衣 走过来放在床头 再多就长肺子了 季正婷在她腰上 轻轻地掐了一下 季正婷 宋清晨惊地从床上跳起来 发现某人 已经静自去了卫生间 看到床头的睡衣 趁着她不在 赶紧起来穿好 可是 双脚才一占地 只觉得双腿发软 手撑住床沿 才勉强稳住自己 宋清晨摇摇唇 心下愤愤不平 不过 还是先穿好衣服再说吧 等季正婷 洗漱好出来的时候 宋清晨已经换好衣服 看着床上乱沉一团 还有床单上 那抹已经干去的血迹 胸腔里 那股温热 涌动得越来越厉害 莫得 腰间一皱 宋清晨回过神来 男人从身后 将她圈进怀里 下巴抵在她肩上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九集 在想什么 季正婷轻柔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宋清晨不语 只是杨启纯握着她 搂在自己腰间的手 她知道 从今天开始 她才真正的 是属于季正婷的女人了 秦朝 嗯 知道 你今天是我什么人吗 宋清晨依旧是笑 她当然知道 从今以后 她就是她季正婷的女人了 没有人能改变的事实 忽然 仿佛一下子就意识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季正婷又问 知道 我是你什么人吗 宋清晨凑鼻子 这人 绝对是故意的 她不回答 季正婷便将她转过身来 面对着自己 双手扶在她肩上 认真地开口 回答我 见她一脸认真的样子 宋清晨摇摇唇 男人 记住 我是你的男人 你身体里有我的烙印 你是我的 好吧 季正婷 一下子就觉得饿了 管家看到他们 笑着迎上来打招呼 先生 少太太 嗯 季正婷 季正婷心情好 平时都是点头作答 这次居然破例地 嗡了一声 宋清晨则是有点害羞地 躲在她身后 午餐只有他们俩 但依旧很丰盛 荤素六个菜 加上一个汤 还有一份点心 宋清晨是真的饿了 上来就抓了个包子 要朝嘴里塞 季正婷给她盛了一碗汤 递过来 先喝点汤 暖暖胃 宋清晨还没塞进 嘴里的包子 只好又放下来 端起汤喝了两口 汤也很不错 就是不经饿 所以她喝了两口 就放下了 依旧是垂涎她的包子 季正婷看她吃得那么香 也很满意 大帝是昨晚 真的让她太累了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食欲 吃了午饭之后 季正婷跟她一起上楼换衣服 换好衣服出来 小懒虫 已经又窝进被子里睡了 这样的她 还真像一头小懒猪 季正婷帮她盖好被子 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然后才离开 宋清晨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整个人睡得昏昏沉沉 居然一下子睡到现在 宋清晨拍了下脑门 扶了自己了 这个点 母亲应该是在下班的路上 她拨了电话过去 宋清晨现在每天最担心的 就是母亲 不知道找什么办法 才能让母亲放弃这里的工作 喂 姐 小妹 妈的手机怎么在家里啊 是忘记带了吗 宋清晨疑惑 这个点 母亲不可能这么快就到家的 不是 妈说她今天休息 休息 宋清晨奇怪 昨天并没有听母亲说 今天休息啊 妈人去哪儿了 嗯 在外面洗衣服呢 姐要是有事的话 我去叫一声 啊 不用了不用了 我也没什么事 就是打电话过来 看看妈有没有下班 哦 那我就不叫咯 嗯 不用叫了 那我先挂了啊 宋清晨匆匆地挂了电话 心里还是很奇怪 母亲才刚来上班 按理来说 不会那么快就安排休息的 而且昨天跟母亲打电话的时候 母亲都没说 不行 她得下去跟管家打听一下看看 宋清晨下床出了卧室 管家刚好在楼下 宋清晨下来就对管家问道 管家 家里新来的佣人都安排休息天了吗 家里的佣人 每周休息一天 按他们来的时间 现在都还不到安排休息的时候 而且他们都是新人 需要多熟悉家里的规矩和环境 通常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 半个月后 才会着情安排休息 这么说 现在都还没有人休息是吗 正常休息是没有 不过 西楼那个新来的宋大姐 因为受了点伤 被安排工伤休息去了 受伤了 怎么受伤的 宋清晨立马紧张了起来 西楼 就只有母亲一个新来的 被安排在那 而且管家还称呼他宋大姐 所以肯定就是母亲 听说大小姐 左个跟周少爷吵架 后来发了一阵脾气 将房间里的东西 摔得乱七八糟的 庸人上去劝阻的时候 被一个东西给砸了脑袋 当时就险些昏倒 后来缓解了一下 便让他回去休息了 今天是不是也没来 我看他伤得不轻 估计得休息两三天吧 哦 我知道了 宋清晨留下话 又匆匆忙忙地上楼了 回到楼上 宋清晨便直接冲进了衣帽间 换衣服 管家都说伤得不轻 那母亲的伤势 肯定就是不轻 怪不得母亲 昨晚接电话的时候 就是吱吱呜呜的 原来是出事了 小妹也真是的 居然还帮着母亲瞒着她 宋清晨着急回家看母亲 就在门口让司机送她回去 自己开车比较快一点 而且又避开了晚高峰 四十五分钟就到家了 宋清晨一下车 就直接冲进屋里 妈 妈 哎 清晨 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 宋母从厨房里出来 看到宋清晨有些惊讶 妈 你没事吧 宋清晨上去就握住母亲的手 紧张地将母亲打量了一下 最后 目光落在她额头上 虽然已经消了肿 但是还很明显地 能看到额头上 有一块亲子的痕迹 宋母一乐 难道 女儿知道她受伤的事了 不应该呀 刚才小妹接电话的时候 她没有听到小妹跟清晨说呀 清晨 你这是怎么了 宋清晨一阵 这才意识到 因为心急 暴露了自己已经知道母亲受伤的事 她眼珠子转了转 别忙解释 啊 我听说您今天在家休息 不放心 所以回来看看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集 宋母倒是没多想 没事啊 就是上班的时候 不小心磕到头了 人家对我还是蛮照顾的 让我在家里休息两天 自己额头上的伤势还没有退去 女儿这会儿肯定是看到了 宋母便也没有隐瞒 见母亲还是隐瞒着 宋卿尘的心里 更加心疼有担心 妈 您还是别去上班了 您看您这才去了几天啊 就把自己伤成这样 您叫我怎么放心呀 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 不用打尽小怪的 你看看妈 这不是挺好的吗 宋母拍了拍胳膊 表示自己都挺好的 确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脑袋有时候 还觉得昏昏沉沉的 不过一天休息下来 也已经好多了 宋卿尘不好过分劝说 只能表明自己的态度 总而言之 我是坚决不赞同您出去上班的 哎 行了 妈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整天闲在家里也闷得慌 还不如出去做点事情来轻松呢 母亲都这么说了 宋卿尘也不好再说什么 既然回来了 那就在家里吃个饭再回去 你去看看你妹妹 我给你们做饭 不用了 还是我来做吧 没事 别小看你妈 宋卿尘一直都拗不过 这位倔强的母亲 叹了口气 只能由着母亲了 吃了晚饭 宋卿尘的电话在包里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纪正廷打来的 这个点 他应该是到家了 糟糕 他居然忘记跟家里说一声了 宋卿尘接起电话 做好哀训的准备 喂 在哪儿 我在我妈这里 我妈上班受了点伤 我回来看看 很严重 也不算严重 就是脑门还有点肿 我明天过来看看 宋卿尘想拒绝来着 但是话到了嘴边 又变了 那 我今晚就不回去了 不行 他才刚回来 就想让他独守空房 现在没有车回去了 我 我马上来接你 纪正廷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宋卿尘懊恼 自己找的借口 能不能再烂一点 宋卿尘只要继续找借口 可我还是不太放心 我妈 其实也不算是借口 他确实有点不放心 电话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声音 宋卿尘以为是断线了 将手机移开看了一下 就是在正常通话中 这人 巴承又是生气了 宋卿尘看了眼屋内 将声音压低说道 你别闹脾气了 我现在还不舒服着呢 你哪里不舒服 他还好意思问 哪哪都不舒服 宋卿尘闷闷地回道 今晚就暂且放过你 那就多谢季先生 手下留情咯 下次预期补上 这人 一点节制都没有 周少警自从跟季灵吵架 手机被季灵摔了之后 就没有去配新的手机 也没有去主动联系季灵 而是在夜店里 消遣了两天两夜 周少爷 玩得怎么样 富丽堂皇的包间里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叼着雪茄走了过来 周少警坐在沙发里 一手搂着一个美女 已经喝得半醉半醒 见中年男人走过来 他笑了笑 求杨总盛情款待 自然是金香 杨总挥了挥手 几个女人 一并站起来退了下去 杨总断了一杯酒 在周少警身旁坐了下来 周少爷 计证厅那边的工程 眼看就要动工了 你答应给我的东西 什么时候给我弄到啊 周少警端起酒 抿了一口 翘着二郎腿 难得也当一回 高高在上的老大 杨总放心 我已经掌握了 计证厅的邮箱密码 只要英国那边 将设计图发过来 我会在第一时间 拦截过来的 杨总眼底的眸色一亮 据我所知 设计图大概在这两天 就会发过来 你可要盯仔细点呢 确定是这两天 如果是的话 他得赶紧去把手机 给配过来 这两天 都没有监听到 计证厅房里 发生了什么事 绝对 那就劳烦杨总 将五千万准备好 我随时准备拿钱 周少警倒是希望 越快越好 趁着他现在 还掌握着 纪正廷邮箱的密码 时间久了 万一纪正廷 将密码改了的话 他又得重新 费心思去弄 周少警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拿到那笔巨款 到时候 就可以一脚 把机灵给蹬了 再也不用低声下气地 去讨好那个臭婊子 也不用再去看 继母的脸色了 杨总爽快地说道 周少爷放心 只要图纸到售 五千万会一分不少地 打到你的账户 而且周少爷将来也是 我们公司的栋梁人物 周少警对杨总举杯 那就先庆祝我们 合作愉快 好 两个人碰杯 然后将杯中的酒 一饮而尽 接下来 周少警的身边 又是美女如云 各个性感妩媚 将她伺候得服服帖帖 让她第一次享受到 在美人群下 欲先欲死的快感 第二天 纪正廷在中午的时候 赶到宋家 宋卿尘提前在门口接她 尽管只有一晚没见 但是见面后 还是有种如隔三秋的感觉 特别是有了那层 更亲密的关系之后 心底那份依赖和眷恋 便更加地根深蒂固在心底 纪正廷从车里 拿了不少东西出来 见宋卿尘傻站在那儿 便跟她说 纪太太 麻烦过来帮忙拿点东西 宋卿尘惊地连忙 看了看屋里 幸好父亲和奶奶 今天都不在 母亲也在忙着做饭 不然被听见的话 那就糟了 不过 她怎么又买了 这么多东西啊 有钱 就真的可以任性吗 宋卿尘看着地上摆着的 好几个礼盒装 你这是干嘛 这些东西都不要钱啊 第一次正式登门拜访 空手总不太好吧 能等到宋卿尘松口 让自己登门 她当然是有备而来 可是 她是要让你失望了 宋卿尘有点抱歉 应该跟她提前说一声 父亲和奶奶 今天都不在家 能不成 你打算赶我回去 当然不是要赶紧回去 就是 我爸和我奶奶 今早临时有事出去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一集 确实挺遗憾的 姬正廷本以为 今天真的可以把自己 正式介绍给宋家所有人认识 不过没关系 来日方长 那这些东西 宋卿尘看着地上那么多东西 知道他肯定是多半送给父亲的 要不 你先放车上吧 姬正廷伸手揽住他的腰 把他抱到面前来 坏笑着说 这么会替你老公省钱 不许乱来 我们还在里面呢 宋卿尘要从他怀里挣出来 但是姬正廷没有松手 看着他着急紧张的样子 姬正廷故意捉弄他 在他脸上清了一下 宋卿尘又羞又闹 红着脸撑他 姬正廷 你耍流氓 合法耍流氓 说吧 姬正廷人觉得不过瘾 又在他唇瓣上清了一口 宋卿尘气得小脸红得跟大虾似的 你 隔壁都是邻里邻居 而且门口可是大马路 马路对面也是邻居 姬正廷居然在大门口 就对他这样又搂又亲 秦成 是不是正廷回来了 宋母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宋卿尘之下更加慌了 使劲地推他 季正廷也没有逗他 在宋母走出来前将他松开 宋卿尘仓皇地退了一步 还下意识地将头发理了理 担心被母亲端倪出破绽来 宋姨 我刚到 季正廷应了宋母的话 宋母笑着点点头 看到地上那么多东西 哎哟 这 给宋叔和老太太带了点东西 不过 清城说宋叔和老太太不在 让我把这些东西拿进去 宋母看向宋清城 你这孩子 人家正廷一番心意 怎么能让人家拿回去呢 这要是让人再拿回去 那不就是将人家拒之门外了吗 来 我帮你拿进来 回头我会跟你宋叔和老太太说的 宋母说着 便走过去帮着拿东西 东西确实有点多了 但是人家头一次登门 不管是买什么 都是人家一片心意 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宋清城连忙去帮宋母 拿手里的东西 妈 您别拿了 我跟正廷拿就行了 没事 你去帮正廷拿一点 宋母没给她 自己将东西提进了孤里 宋小妹也从房里 划着轮椅出来了 看到纪正廷 便甜甜地打招呼 是姐夫来了吗 纪正廷对这身姐夫 表示很满意 特地走过去 将属于宋小妹的礼物给她 嗯 这是你的教学素材 哇 谢谢姐夫 宋小妹接过来一看 顿时小嘴张的 能塞进半个鸡蛋 居然是德国著名画家的 教学课程素材 几年前就听说 这些教学素材 每堂课都要好几万欧元呢 更何况这是一整套 怎么了 小妹 宋清晨见她惊讶的样子 便走过来问她 宋小妹激动地将手中的东西 举给她看 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就是教你学画画的视频课程吗 宋清晨看了看 她对这些不懂 所以也不觉得怎么珍贵 你知道这一套买下来的科目 需要花多少钱吗 宋清晨摇摇头 她肯定不知道 至少要一百万欧元哦 是欧元 宋小妹强调了两遍 这会儿换宋清晨沉默了 一百万欧元 那岂不是好几百万人民币啊 就连宋母也被惊到了 对季正廷说道 哎哟 正廷 小妹还是个孩子 你怎么能送她 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说来也巧 这个东西 是我在出差的时候 偶然遇到的 觉得挺有缘分的 就随手买了下来 其实在国外的价格 也没有国内这么贵 主要是难得碰到有缘人 如果不是小妹钟爱画画 季正廷即便是喜欢 买下来 怕是也浪费了 之后 宋小妹拿着自己 梦寐以求的礼物 躲进房间里 钻眼她的画家之路去了 看着妹妹开心 宋清晨心里也高兴 就是觉得 挺亏欠季正廷的 季正廷总是时时刻刻想着她 还要想着她的家人 宋母又去厨房做饭了 宋清晨走到她面前 忧心忡忡地看着她 季正廷 你可不可以 不要对我那么好 那我该对谁好呢 不对老婆好 那季正廷就真的不知道 该对谁好了 宋清晨被她问得哑然 季正廷笑了笑 瞥了眼厨房 悄悄地挫在她耳边低语 或者 你早点给我生个儿子 我就可以对儿子好了 宋清晨 脸颊刷得一下通红 突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糟糕 季正廷皱眉 见她一惊一乍地 以为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了 宋清晨担心被母亲看到 拉着她到门口 我 我会不会怀孕啊 看宋清晨好像很担心 怀孕的样子 季正廷的俊脸 立马就沉了下来 清晨啊 过来帮忙上菜 可以吃饭了 宋母端着菜出来 宋清晨连忙从她面前 退开了一步 然后应声 哦 知道了 宋清晨走的时候 还不忘看了某人一眼 自己哪里得罪她了 好端端的 怎么又绷着脸了 菜刚端上桌 季正廷的电话就响了 她看了一眼 是高兴打来的 高兴知道她不在公司 也知道她的行踪 但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必然是有重要的事 季正廷拿着电话 去门口那边接了起来 宋清晨正在摆筷子 注意到了她的不对劲 什么 我马上过来 这语气 一听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事 发生了 季正廷对待工作上的事 一向都是很稳重 很镇定的 宋清晨第一次见她 这一般的紧张 措手不及 季正廷结束了通话 再进来的时候 面色已经变得 不是很好看了 宋清晨走过去问她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啊 公司有点事 我要马上回去一趟 季正廷尽量装得自然一点 不想让她太担心了 宋清晨看了眼 已经端上桌的菜 不吃点饭再走吗 不了 我可以回公司吃 季正廷从桌上 抓过钥匙就走 越过她身边的时候 季正廷脚步又顿了一下 摸了摸她的小脸 给她一个安心的笑 乖 自己多吃点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二集 季正廷越是这样 安抚自己 宋清晨的心里 就越是不安 看着她驾车匆匆离开 宋清晨内心的骨不安 也越来越强烈 宋母端着汤出来 一眼没看到季正廷 便问她 哎 清晨 正廷呢 哦 她突然有事 就先走了 宋清晨因为心里不踏实 所以打不起精神来 什么事啊 这么重要 宋清晨摇摇头 不会是 你跟她又吵架了吧 什么叫又吵架 她很少跟季正廷 吵架的好不好 当然 宋清晨现在 没有心情解释这些 算了 我们自己吃吧 宋清晨在餐桌前 坐了下来 说是吃饭 拿起筷子 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季正廷火速赶到公司后 直接回到办公室 高兴一直在办公室里等着 见他进来 就将笔记本交给他 季正廷接过笔记本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打开邮箱 输入密码 邮箱里显示两份未读邮件 其中一份 就是国外传过来的邮件 他点开 里面跳出一张设计图 是建筑设计图 明城发布的图纸拿过来 高兴将之前就打印下来的图纸 交给他 季正廷拿过来 和电脑上的图纸 对比了一下 结果 真的是一模一样 图纸在他手中 被拧成一团 俊朗的五官 也阴沉得有点可怕 高兴从来没有见过 总裁因为工作上的事 发这么大的脾气 但是有些事 他还是不得不提醒 总裁 邮件是一小时之前发过来的 也就是您出去的这段时间里 季正廷当然是看到了 然而短短的一个小时 居然已经有人盗走了他的图纸 并以最快的速度发布 即将上市 他季正廷花了一年时间 等来的东西 居然一个小时 就被人给劫走了 最关键的是 他的工地 现在就等着这张设计图开始施工 现在设计图被人盗用 他的工程怎么办 总裁 宋小姐知道您的邮箱密码 你看 闭嘴 高兴欲言又止 季正廷低冷地呵斥一声 现在 图纸在短短的一小时之内被盗走 换作是谁 都会怀疑知道他邮箱密码的人 而且 他刚刚就在去宋家的路上 如果他没有去宋家的话 就不可能出现图纸被盗的事 高兴 麻着胆子又说道 宋才 我知道您不愿意相信是宋小姐做的 但是我们要面对事实 把事情好好分析出来 季正廷紧抿着唇不语 高兴见他不语 便继续说道 您想想 您的邮箱密码 就只有宋小姐知道 而宋小姐为什么恰好就在这个时候 让您去他家呢 而且宋小姐和周绍景的关系 本来就不清不楚 您没有理由不去怀疑啊 季正廷点了支烟 冷静地问道 这件事 确定跟周绍景有关系 事发之后 我就派人去调查 听说前一阵子 周绍景经常和杨正 出入杨正名下的高端会所 两人关系匪浅 周绍景现在人在哪儿 上午还在正常上班 下午去工地了 这件事 暂时不要声张出去 可是 我们的工程怎么办 季正廷又不作声了 这么大的工程 不是说停工就停工的 而且就算停工下来 也没办法对外界解释 要知道 眼下不知道 有多少双眼睛 在盯着他手中的 这个工程 有人期待他 打造出亚洲第一 也有人在背后 等着看他笑话 高兴也跟着愁眉不展 总裁 说句不该说的 不该说的就别说 总裁 我再说一遍 宋秦城不会做这种事 他宁可相信 是自己的失误 也绝不相信 是宋秦城做的 高兴也不想去怀疑宋秦城 可是除了宋秦城 有机会之外 他想不出第二个人来 除非 高兴又猜测到 那 会不是乔治先生那边出了问题 乔治先生 就是这张设计图的主人 也是全球有名的设计师 只是现在年纪大了 已经退休 这张设计图 是季正廷亲自去拜访他 恳请他帮忙设计的 这栋摩天大楼的外形 原本是打算申请为 亚洲标志性建筑之一的 而且 为了打造这栋大楼 季正廷花重金 买下了那块地 可想 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在其中 不可能 季正廷 不容质疑地否决了高兴的猜测 他想不出任何理由 会让一个传奇人物 做出违背承诺的话 所以 图纸被盗 只可能是他自己这边 出了问题 眼下最关键的 不光是找出图纸被盗的原因 还有 怎样才能解眼下的燃眉之急 他这边的工程 已经动工不是一天两天了 现在只等图纸过来 开始打地基施工 可眼下去发生了这种事 绝对是让他始料不及 就在这时 办公桌上的座机 乍然响了起来 是内线 高兴便伸手接了起来 你好 总裁办公室 好 稍等 高兴将电话从耳边拿开 另一手捂着话筒 低声对季正廷说道 总裁 杨正廷看了高兴一眼 牟底划过一丝栗色 伸手将电话接了过来 你好 我是纪正廷 齐总 别来无恙了 纪正廷靠近沙发里 修长的双腿交叠 优雅而尊贵 当然 那我们名人就不说暗话了 我是来找纪总 谈一笔生意的 哦 洗耳恭听 你需要的图纸 在我的手中 我可以卖给你 价格 十亿 闻言 纪正廷五官凌厉下来 深沉的眼底 附上一层寒冰 你凭什么认为 你的图纸可以值十亿 就比你工地上 几千号工人 在等着这张图纸 纪正廷就等着 这张图纸施工 没有这张图纸 几千号人就得干等着 每天耗下去的资金 不可预算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三集 几千号工人我还养得起 吃鱼那张图纸 你就留着另谋生路吧 说完 纪正廷就要挂电话 但很快的 电话里又传来声音 纪正廷 你真的就宁可将工程压在那儿 也不愿意拿出十亿埋在我这图纸 别忘了 那图纸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你也别忘了 现在图纸的拥有权是我 你拥有又能怎么样 你能建起这样一栋大楼吗 我是见不起 但你也别想见出来 电话里陷入短暂的对峙 纪正廷安静地坐着 手指敲在沙发扶手上 一下 两下 那并不响亮的声音 却让人心里发毛 一个亿 我可以考虑给你这个面子 最后 还是纪正廷率先开口 说实话 他开口已经算是给杨正添大的面子了 而且他在外做生意 从来不会主动出家 这是一次例外 如果不是看在工程在即 纪正廷不会破这次例 不过 对方显然并不满意 电话里可以听到杨正越来越重的呼吸声 想必是气得不轻 纪正廷 你就不怕如期交不了工 政府到时候强行把你那块地收回去吗 那块地原本是属于政府的 给纪正廷建造大楼的目的 是为了给城市争光 当时限定的期限是三年 如果超出期限的话 政府是有权将土地收回的 但是谁又会知道 纪正廷事后 就已经从政府手中 将那块地给收购了下来 你想多了 那块地我已经买入自己名下了 对方明显震惊不已 半天才回过神来 那你宁可把地空在那儿 也不肯花十亿去赚你的一百个亿 甚至更多 既然是把整块地都买了 那么纪正廷 应该是更加想快点收回城本才对 十个亿和一百个亿对我而言 只是多个零和少个零的区别 而你手中那张图纸 建出来才是一通大楼 但如果建不出来 它就是一张废纸 可以 咱们走着瞧 纪正廷没在作声 将电话递给了高兴 高兴一接过去 就将他扣在了电话机上 总裁 您为何不和杨正好好还个价 把图纸给买过来 高兴不明白 虽然说十亿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是比起几千号人干耗着 加上功臣停工等等 十亿的损失应该算是小的了 纪正廷冷恨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 沛阳正如果诚心想要跟我做这笔生意 就不会把图纸公布出去之后 再来跟我谈这个生意 纪正廷心底也窝着一口气 自己好不容易等来的成果 就这样被别人截胡就算了 居然还敢理直气壮地来跟他谈条件 他纪正廷做了这么多年生意 还是第一次被人从暗地里摆了一刀 您的意思是说 杨正只是来想试探一下 我们这边的情况 或者说他是来看笑话的 笑吗 以为我会低声下气地恳求 他将图纸还给我们 这个老狐狸 工地那边你派人去监督着 工程不要停下来 最多也就拖延点时间 可是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 咱们一天就上百万的耗着呢 纪正廷不语 眼下再去找人重新设计图纸 肯定是来不及了 而且想设计出标志性的楼形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现在只能找个合适的借口 放弃标志性选择 而这个借口必须要扶重 否则对记事的名誉会有一定的影响 晚上的时候 宋卿尘早早地就回到了家里 等纪正廷回来 他中午走得匆忙 总让宋卿尘觉得不太正常 晚上八点 终于听到他回来了 宋卿尘急着想下去看看 却不想因为着急 腿撞在了茶几上 疼得他呲牙咧嘴 扶着沙发 好长一段时间都撑不起来 宋卿尘听到有人上楼 猜着应该是纪正廷上来了 不想被他看到自己撞到了 就撑着腿站起来 朝门口走去 纪正廷推门进来 一眼就看到他眼底的担忧 你 你回来了 宋卿尘一动 纪正廷就注意到他走路不对劲 走过去扶住他 你脚怎么了 哦 刚才不小心颗茶几上了 纪正廷下意识地看了眼旁边的茶几 却被吊在地上的一个东西 给吸引住了 他走过去 弯身捡起来 他对宋卿尘问道 嗯 这是什么 宋卿尘一拳一拐地走过来 并不认识他手中的东西 想伸手拿过来看看 但是纪正廷并没有给他 这 宋卿尘刚开口 纪正廷就对他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他惊了一下 下意识地抬手捂住嘴巴 纪正廷已经知道 这是一个监听器 至于是谁安装在他们房间里的 是不是你把我的邮箱密码 卸了给别人了 纪正廷冷着声音问他 这样的他 和平时的他完全判若两人 宋卿尘被他问得一愣 纪正廷指了指手中的东西 又指了指耳朵 告诉他只是监听器 我没有 绝对没有 宋卿尘摇头配合他 其实 宋卿尘并不确定 纪正廷手里拿的是什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有 我的邮箱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现在为什么会泄露出去 纪正廷的态度依旧是冷冰冰的 语气甚至有几分咄咄逼人 宋卿尘不知道纪正廷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只能跟着说道 沈亭 我 我真的没有 宋卿尘 你太让我失望了 宋卿尘难过地看着他 虽然知道他是在演戏 但是看着他对自己冷漠又不信任的样子 还是心痛万分 出去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四集 宋卿尘有点慌了 刚想开口 纪正廷给他使了个眼色 宋卿尘这才回过神来 这是一场戏 他点点头 然后离开了房间 纪正廷看着他离开之后 从茶几上拿起一个遥控器 用力地摔在地上 将自己此刻的情绪演得逼真一点 另一边 周绍警坐在沙发上 翘着个二郎腿 正享受着两个美女给自己按摩 耳朵上塞着耳机 一边享受 一边监听着他们的对话 没想到 下午刚刚把监听的东西 接到新手机上 就听到纪正廷质问宋卿尘的那些话 他觉得过瘾极了 宋卿尘 你不是纪正廷 不会抛弃你吗 不是信誓旦旦的说 纪正廷是你这一辈子 唯一想追随的人吗 现在被人轰出来了 这次玩意一定不好受吧 关键的是 还是被有人给冤枉的 宋卿尘在门口等纪正廷出来 他出来将门关上 宋卿尘就迫不及待地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监听器 什么 宋卿尘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们的房间 可以说是他们俩最隐秘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监听器呢 纪正廷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想到他们之间的隐私 被人窥听了去 心头就冒出一股 要杀人的愤怒 宋卿尘的情绪 意识好不到哪儿去 觉得人心真的是太可怕了 幸亏他们之间 没有太多秘密 否则的话 他都不敢想象 会有什么后果 纪正廷问他 你认为谁敢当 纪家那么多庸人 进出他们房间的人也不少 想要确定是谁做的 还真是不能确定 但是庸人 根本没有这么做的动机 除非是遭人唆使 再或者 并不是庸人做的 而是另有其人 宋卿尘心里咯噔了一下 语气坚定地说 肯定是周少锦 一定是他 纪正廷第一个想到的人 也是唯一一个有动机的人 只有周少锦 就在这时 宋卿尘口袋里的手机 响了起来 他拿出手机一看 有些惊愕 是周少锦 这就更加肯定 那个监听器就是周少锦安装的 纪正廷跟他说 接 宋卿尘点点头 将电话接了起来 喂 警长 你在哪儿 宋卿尘不知道该说在哪儿 索性就反问他 我 你有事吗 没事 就是想请你出来叙叙旧 宋卿尘看向纪正廷 他摇了摇头 意思是不要答应 抱歉 我今晚心情不好 不想出去 越是心情不好 越是要出来散散心啊 你在哪儿 我过来接你 周少锦就是知道他心情不好 所以才打的这个电话 纪正廷还是摇头 宋卿尘便说道 不用了 我已经回家了 那我们约在明晚怎么样 明晚我去你学校接你 明天再说吧 宋卿尘匆匆地挂了电话 然后对纪正廷问道 怎么办 明天你可以答应他 但是 最好先把他引到家里来 为什么 我自有用处 宋卿尘的一颗心 本来就不安 这会儿更是七上八下 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对了 你说你邮箱密码被盗 又是怎么回事 晚饭吃了吗 宋卿尘一愣 这人 能不能别这样突然转移话题 他以为在玩脑筋急转弯呢 宋卿尘摇了摇头 没等到他回来 他根本没心思吃晚饭 纪正廷牵着他下楼 走 下去吃点东西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宋卿尘这会儿 就像是被蒙在鼓里一样 哪儿还有心思吃饭呀 边吃边说 宋卿尘这才没有坚持 乖乖地跟他下了楼 纪正廷也没有忽悠他 将今天发生的事 跟他讲了一遍 如果没有发生刚才的事情 纪正廷是不打算告诉他的 但是现在必须要告诉他 他才好配合自己 宋卿尘听说了详情之后 更加觉得不可思议 周绍瑾为了谋夺季家的财产 居然用这么卑鄙无耻的招数 坏不得我妈住在你那里的时候 我爸会那么快就找过来了 还有 我妈跟我妹妹住在你那里的事情 肯定也是周绍瑾告诉你妈和姬灵的 最后去嫁祸给你 说是你说的 宋卿尘将这些事总结起来 总算是恍然大悟 是周绍瑾跟你说 这件事是我跟我妈说的 这件事 纪正廷一直很奇怪 这会儿听宋卿尘这么一说 才知道 一切都是周绍瑾 在中间挑拨是非 那天在医院里碰到她去看我妹妹 她说她亲耳听到 你跟你妈商量 希望把别墅给我们住 当时我也以为 你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才会去找你妈说的 所以 才会冲你发脾气 说到这里 宋卿尘很歉疚 也很自责 当时不该那么冲动 不该不相信她 这个周绍瑾 潜伏在我们家 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哥 你说绍瑾跟什么呢 纪灵从继母房间里出来 刚好听到了周绍瑾三个字 你来得正好 我有件事要问你 纪正廷起身 朝她走了过去 宋卿尘不想掺和 他们兄妹之间的事 免得纪灵又以为 是她在纪正廷面前说了什么 哥什么事 你跟周绍瑾怎么回事 纪正廷也听说 他们俩吵架了 周绍瑾这两天 也没有过来 哦 没有怎么回事 就吵两句 提到这件事 纪灵就更加 无精打采了 这两天 都联系不上周绍瑾 看来他们是 真的生气了 他们自打认识以来 几乎是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吵 但是这次 是僵持的时间 最长的一次 而且 她还找不到周绍瑾 就吵两句那么简单 还把她手机给砸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五集 现在呢 我两天没联系上她了 她朋友也说联系不上她 估计啊 还没有去配手机 纪正廷想知道 纪灵和周绍瑾 还有没有联系 纪正廷眼底 划过一丝异样 看纪灵好像还很在乎的样子 她这个做哥哥的 是又心疼又担心 早点回去睡吧 纪灵点点头 从沙发上拿了外套 就回去了 宋卿尘走过来 看了眼纪灵离开的方向 又对她问道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 算了 反正迟早会知道 纪正廷觉得 她却告诉纪灵 未必有她自己去发现 来的管用 宋卿尘没在说什么 两个人一起回到楼上 在主卧门口停了一下 宋卿尘对这个房间 已经有阴影了 一想到自己在房间里 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点动静 都会被人给监听到 她就觉得不寒而栗 最关键是 他们前天晚上 还疯狂了一夜 那么大的动静 想到这里 宋卿尘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恨的周少景 别想了 我们今晚睡次网 纪正廷牵着她 镜子去了次卧 宋卿尘张了张唇 她很想说 我没想跟你一起睡 不过看纪正廷 今天心情不好的份上 还是算了吧 来到次卧后 宋卿尘就直接去 卫生间洗漱了 纪正廷见她去洗澡 就去主卧洗漱了 周少景已经知道 他们吵架了 估计也不会再监听了 就算她监听 也监听不到什么 纪正廷洗好澡 重新回到次卧 宋卿尘也洗好了 正在吹头发 纪正廷走过去 拿过她手里的吹风机 帮她继续吹 宋卿尘也没有阻止她 知道阻止也没用 还不如好好享受 她的优质服务 吹好了 纪正廷会习惯性地 拿梳子帮她梳一下 宋卿尘又要控诉了 纪先生 人家这是波浪卷 不带你这样梳的 什么卷不卷的 头发不是都要 这样梳一下吗 算了算了 你赶紧出去吧 我把这里收拾一下 宋卿尘 把她从卫生间里 推出去 将落在地上的发丝 给清理了一下 收拾好出来的时候 纪正廷已经 躺在床上了 虽然已经睡在一起 无数次 前天晚上 也有了另一层 顿身的关系 但还是会觉得 有点害羞 纪正廷看出了 她那点小害羞 过来 宋卿尘 怒怒嘴 慢吞吞地 挪了过去 她没有去 纪正廷那边 而是从自己 这边上床 准备贴着 自己这边睡下 只是 还不等她睡下去 整个人 就被一把 捞了过去 宋卿尘 惊呼一声 回过神来时 已经在 纪正廷怀里了 你放开我 我都要传播起来了 宋卿尘被她 这样霸道地搂着 不舒服地扭动着 想从她怀里 退出来 纪正廷 松了松 揽着她的手臂 但并没有让她 逃出自己的臂弯 有没有什么 想说的 你指的是什么 宋卿尘不确定 纪正廷指的是 哪方面 是房间出现 监听器的事 还是她公司 发生的事 纪正廷没有说话 只是深深地 看着她 宋卿尘想了一下 这件事 我很抱歉 要不是因为我 你的邮箱密码 就不会被盗了 这件事 宋卿尘很内疚 也可以说 纪正廷当下的窘境 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如果她不上 周少警的当 就不会在电话里 跟纪正廷说 修改密码的事 这样的话 周少警就不会有机会 盗走她的密码 更加没有机会 盗走那么重要的设计图 看宋卿尘那么内疚 纪正廷侧身过来 从上而下地看着她 既然如此 是不是要弥补我一下 嗯 纪正廷笑了笑 不等宋卿尘反应过来 男人的魂已经压了下来 仅仅只是接吻而已 宋卿尘已经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她所说的弥补 大抵就是用身体来弥补 可是要不要这么霸道 她都还没有同意好不好 当然 宋卿尘很清楚 自己现在怎么控诉都无效 只能由纪正廷放肆了 感觉到一股凉意 宋卿尘才发现 自己的睡衣 已经不知去向了 本能地朝纪正廷身上贴过去 可是 在纪正廷真的要的时候 宋卿尘又把她给拒绝了 纪正廷被她这样一弄 满面痛楚地闷哼了一声 抬起头 不解地看着她 宋卿尘满面朝红 红彤彤的小脸 像鲜嫩的水蜜桃 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不等她开口 纪正廷便惩罚性地咬了她一口 不行 会被人看见的 宋卿尘躲藏着 不让她在自己身上 留下暧昧的痕迹 上次她就在自己身上 种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草莓 昨晚在家里洗澡的时候 就差点被母亲发现了 可你还敢不敢调皮了 纪正廷是在惩罚宋卿尘 刚才把她聚在门外 她知不知道 那样比死还要难受 我 其实 她不是有意要折磨纪正廷的 一双眼睛不敢看她 小脸羞得通红 嫩嫩地开口 那个 套 什么套 纪正廷皱眉 天呐 她到底是不是男人 这个时候说套 当然是避孕套了 算了 谁叫纪先生是小白呢 宋卿尘红着脸问她 你有没有避孕套 纪正廷一正 下一瞬 军脸便沉了下去 怕生命中的女人 就只有她宋卿尘一个 她哪来那种东西 纪正廷的语气 量了几分 你不想给我生孩子 我还在上学呢 宋卿尘可不想 挺着个大肚子去上学 会被人家给笑话死的 从现在开始 也不用去上学 我保证你能顺利拿到 毕业证书 宋卿尘当然相信 纪正廷有这个能力 毕竟 她的学校 都是她赞助的 那不行 我要靠自己努力拿到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六集 就从我现在努力让你怀孕 以你的身材 能看出来的时候 你差不多也就毕业了 先不说宋卿尘 什么时候能怀上 就算是马上就能怀上 以她瘦弱的身材 至少也要四五个月之后 才能看出来 到那时 她也差不多就毕业了 宋卿尘在心里 给她翻了个白眼 亏她想得出来 宋卿尘可怜兮兮地 看着她 可是 我还没做好准备 有很多时候 宋卿尘确实想有一个 属于他们的孩子 可是等真正有机会的时候 她却又胆怯了 什么准备 鲁妈妈的准备 宋卿尘觉得 自己还不够成熟 就像纪正廷 总是叫自己小孩一样 有时候 宋卿尘真的觉得 自己还是个孩子 现在突然让她生个孩子 她真的不知道 她怎么接受 纪正廷深深地看着她 最终 还是不忍心为难她 在她额头上 重重地吻了一下 从她身上翻身下来 镜子去了卫生间 这个时候 只有冷水澡 能解决她的痛处 宋卿尘看着卫生间那扇门 心里五味杂陈 纪正廷是生气了吗 还是 对她没信心了 宋卿尘默默地叹了口气 缩进了被子里 等纪正廷洗好澡出来的时候 她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只感觉 有个人在身边躺了下来 她不自觉地朝她挪了过去 纪正廷也顺手把她捞进怀里 只听她半睡半醒地开口 你是不是生气了 纪正廷苦笑 她倒是想生气 可是 她又有什么理由生气呢 宋卿尘说得没错 她还是学生 最美好的年华 她凭什么要求她 给自己生孩子 所以一切 还是顺其自然吧 纪正廷将她搂得更紧了紧 很快地 怀里的人儿 呼吸均匀了下来 看着她睡得香甜 纪正廷 才安心地闭上眼 第二天 宋卿尘暗时去上学 但是一整天 都是在心神不宁中度过 心里总是在想 周少景晚上 不知道会不会给自己打电话 再或者 她会上当吗 喂 发什么呆呢 新月见宋卿尘一个人 坐在客桌上 对着窗外发呆了好一会儿 便过来拍了她一下 宋卿尘吓了一跳 你想吓死人啊 明明是你自己心不在焉 好不好 知道我心不在焉还吓我 好吧 新月讲不过她 在她面前座位的凳子上 坐了下来 又将她仔细打量了一下 你这两天好像不对劲啊 啊 有吗 宋卿尘有点心虚 担心被新月端念出什么来 面色红润 肌肤水温 不会是 你别乱说 这里到处都是学生呢 宋卿尘看了眼来往的同学 连忙打断她的话 新月倒是一点都不避嫌 你可别小看我们班这些学生 人家哪个不是老司机 宋卿尘翻了个白眼 无言一对了 哎 你们俩 是怎么那个上的 新月冲她几眉弄眼 一副八卦样 新月大美人 没有人吐槽你现在 变得很八卦了吗 新月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一本震惊地说 我以后打算去当狗仔队 所以先练习一下 对了 我听说前两天你翘班了 老实交代 干什么去了 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哦 要我调查你的考勤 是某天某时吗 新月见宋卿尘 好像掌握得很清楚的样子 只好承认了 哦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在外觅食的时候 刚好遇到朋友 也在附近觅食 后来就结伴吃了顿饭 就这样 朋友 什么朋友 我怎么没有听说 你交了这么好的新朋友 宋卿尘显然是不相信他的话 唉 你现在是大忙人一个 哪还有空关心我的事啊 新月反倒是一脸被冷落的样子 表示不满 宋卿尘承认 自己最近确实忽略了新月 但是他也不想啊 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要不这样 改天 我请你跟你那位朋友一起吃个饭 介绍一下怎么样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朋友而已 用不着搞得跟男朋友似的 其实 新月很想说 他根本没有人家的联系方式啊 没准多接触一下 就转正了呢 得了吧 我对奇葩不来点 啊 你最近 怎么老是遇到奇葩 上次因为设计图遇到了个奇葩客户的要求 这会儿又是遇到一个奇葩 新月惊奇地看着他 有吗 宋卿尘被他弄得有些莫名其妙 不是自己在问他吗 怎么反过来被他给问得哑口无言了 这是哪跟哪呀 晚上放学 宋卿尘准时接到了周少景的电话 但是他找借口要回去一趟 让周少景去计价接他 他原本以为周少景会避嫌 拒绝去计价 但意外的是 周少景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现在周少景好歹是上一身价 虽然比不上季家那么辉煌 但是他早就受够了 在季家人面前低身下气的日子 所以 有没有季灵 他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他现在有钱 不愁找不到女人 就算季正廷把他给开除了 杨总那边也有他的位置 金钱和事业都不愁没有出路 他又何必委屈自己 继续看季家人的脸色呢 而且宋清城和季正廷 现在也闹掰了 他就是要光明正大的 把宋清城给追回来 周少景的车子 准时出现在季家门口 门卫和以前一样 过来跟他打招呼 并指引他将车子开进去 不用了 我不进去 周少景坐在车里 没有要进去的意思 他就是要让门口的门卫都看到 他是怎么把宋清城给接走的 不过 等了好一会儿 宋清城都没有出来 他有点不耐烦了 拿起手机 给宋清城打电话过去 结果 电话也没有人接 等到周少景走进去 宋清城才从屋里出来 清长 干什么呢 等你半天了 电话也不接 周少景一看到他 就是一顿抱怨 宋清城在院子里环顾了一圈 然后把周少景 给拉到一个发坛后面 周少景 我有件事情问你 欢迎继继续收听 有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七集 有什么事上车再说 周少景是一分一秒都不想待在这里 不行 我现在就要问清楚 行行行 你问吧 季正廷的邮箱密码被盗了 现在丢失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设计图 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干的 周少景眼底一正 贴了眼宋清城 然后笑道 清长 季正廷的邮箱密码 只有你知道 我怎么可能盗他的东西 可是有个叫杨总的人 说是你把设计图卖给他的 现在季正廷怀疑 这件事是我跟你串通好的计谋 你说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少景眼底划过一丝惊涩 难道杨总 真的把他给出卖了 这个老狐狸 表面上跟他说的是天花乱坠 暗地里 居然早就把他给出卖了 但周少景 还是不肯承认 秦城 我早就说了 季正廷根本就不是真心对你的 他这种人 根本就不值得你死心塌地 你还是跟我走吧 就算我跟季正廷结束了 起码要让我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宋卿城 扬装一脸苦恼的样子 周少景心里想着 反正这件事 已经被杨总给抖出来了 现在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大不了就是在济市 拍拍屁股走人 反正他也没打算 在那里长干下去 他咬咬牙 说道 那好吧 我就实话告诉你 那张设计图 确实是我通过 季正廷的邮箱 得来后 卖给杨总的 宋卿城 垂在身侧的手握紧 真的是你 秦城 反正季正廷现在也不信任你了 我也受够了 净凌那母老虎的脾气 咱们俩和好如初吧 我现在也有钱了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周少景扶着他的双肩 激动又认真地对他说道 换作是以前 宋卿城也许会被他后面这番话感动 但是现在 宋卿城对他 只有鄙视 只有痛恨 周少景 不等宋卿城开口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周少景顿时吓得脸色一白 松开了宋卿城 便看到季灵 怒气腾腾地冲了过来 不仅有季灵 还有季正廷和季母 周少景察觉到自己可能是中计了 提步就要逃走 季灵看出了他的用意 连忙冲上去将他抓住 想到自己这么长时间 都是在被他利用 身体里的火焰 便直往脑门上窜 周少景你这个混蛋 我季灵虽然是瞎了眼了 才会看着你这个人 季灵情绪激动 像个疯子一样 对周少景又打又骂 周少景知道自己处境不占上风 就忍了季灵一阵子 但季灵人就是不依不饶 周少景便忍无可忍地将他推开 我走开 疯婆子 他整理了一下被季灵扯得皱巴巴的西装 虽然刚才的话可能都被季正廷听到了 但是他没有证据 周少景也没什么好怕的 周少景 亏得我们家灵灵把你当个香波波一样护着 没想到 你居然是个卑鄙小人 你 你 我 我今天 非要替我女儿好好教训你一顿 季母也被气得不轻 整个人都在发抖 说吧 便在院子里找到一把扫帚 抓过来 就要往周少景身上砸去 那 季正廷拦住母亲 在他觉得 犯不着跟一个小人动手 这个畜生 欺骗了你妹妹这么久 你还不好好收拾她 说是这种人 不需要自己动手 季正廷依旧是淡定自如 季母恨恨地盯着周少景 恨不得 用目光直接把她给杀死 周少景虽说没有表现出惬意 但心里还是砰砰砰地跳个不停 特别是季正廷走过来的时候 他越加觉得不安起来 季正廷不疾不虚地开口 周少景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你自己主动对外说明 杨正手中的设计图 是你从我这儿盗卖给她的 第二 在这里等着警方 请你去警署澄清事实 别以为我会撞你的圈套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要本事 你拿出证据来 空口无凭 他到了季正廷邮箱的事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不是光靠一张嘴随便说说 法律就可以定论的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别怪我没给你这个机会 季正廷也懒得跟他废话 转而对管家吩咐 把他送去警署 是 管家汉手 走到周少景面前 还是很客气地说道 周公子 请吧 周少景不但没动 反而还高高在上地 吃笑了一声 如果我不走呢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管家朝旁边的两个保安 使了个眼色 两名保安都有一米八几的身高 身材魁梧 收到指令后 一起朝周少景走了过去 周少景虽说也有一米八的个子 但是到了人家保安面前 愣是矮了一截 看着两座大山一样的人物围堵过来 周少景慌了 你们凭什么送我去警署 我犯了什么错 凭这个 够吗 纪正廷将监听器拿了出来 周少景顿时大惊失色 怎么会 转念一想 不过是个监听器而已 谁能证明 是他周少景安装在他们房间里的 周少景死不承认 抱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没关系 警方会让你知道的 带走 纪正廷也不恼 他原本是没打算做得那么绝的 毕竟还要考虑到纪灵的关系 但周少景却死不悔改 也不能怪他不留情面了 两名保安直接一人一只手臂 将周少景给压着 这家事 感觉像是要送上刑场似的 周少景挣脱了两下 没正开 而他那点小力气在保安面前 简直不堪一提 突然 周少景想到监听器还连接在自己的手机上 到了警方那儿肯定会被查出来的 等 等一下 周少景终于软了下来 但是两名保安并没有把他松开 直到收到纪正廷的指示后 两名保安才松手 退开了一步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八集 周少景眼珠子转了转 联盟解释说 鸡先生 这件事是误会 要怪就怪松经长 都是他出的主意 他担心自己知道你密码 到时候你又会怀疑到他 所以就让我在你房间里安装监禁器 最后把罪名推卸给了我 其实是他缩拾我 捣却你邮箱中的设计图 然后再把你拖住 方便我成功夺手 等我夺到手之后 再把设计图卖掉 到时候我俩一起分赃 他今天找过我了 就是跟我来要钱的 情急之下 他只能把事情 都推到宋清晨的身上了 不管纪正廷相不相信 反正现在是破罐子破摔了 周少锦 你简直无耻 宋清晨攒足了全身的力气 狠狠地甩了周少锦一耳光 宋清晨一直认为 自己的忍耐力算是好的了 毕竟家里有个毒蛇的奶奶 可恨的父亲 他二十年都忍过来了 今天是他第一次 忍无可忍地动了手 打完之后 宋清晨整个人 控制不住地颤抖 初少锦像是被打懵了 脸偏向一边 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纪正廷看着气坏了的小孩 心疼不已 很想把他抱住 好好地安抚一下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纪灵帝一个回过神来 一把抓住纪正廷说道 哥 你都听到了 少锦哥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是没从京城给利用啊 纪灵骨子里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又怎么可能接受 自己是被周少锦利用了 所以 当他听到周少锦这么说 自然是相信无疑 纪母一把把纪灵给拽过来 非常气愤地教训他 纪灵 你脑子坏掉了 没听到他刚才 还骂你是母老虎来着 纪母可不管 周少锦和宋清晨之间 到底是什么纠葛 但是周少锦刚才的话 纪母是听得清清楚楚 他是绝对不会再让纪灵 载上周少锦的当的 妈 纪灵伤心得都快要哭出来了 虽然平时对周少锦是又打又慢 但其实还是有感情的 突然被他给背叛了 纪灵哪里能接受得了 灵灵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是被宋清城给利用的 我发誓 我是爱你的 我以后再也不会跟宋清城有来往了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周少锦回过神来 只能逮着纪灵对自己还有一点感情 只要纪灵不放弃他 纪正廷就不能把他怎么样 纪灵是不敢再相信他了 可是心里又不甘心 眼下人人都知道 他们已经订了婚 如果这样闹掰了的话 以后让他怎么见人 纪灵正开母亲的手 又抓住纪正廷的手臂 恳求他 哥 你就再给少锦哥一次机会吧 我相信他一定是知道错了 求你啊 哥 他宁可忍受周少锦犯错 也不想被人看笑话 纪正廷没想到 纪灵居然会容忍一个背叛自己的男人 他以为 纪灵会逮着周少锦 劈头盖脸地骂一顿 甚至会像宋清晨一样动手 但是结果 显然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或许每个人对待感情 都有自己执着的一面 纪正廷也不勉强 只是说道 你愿意给他机会 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公事 必须公办 那哥到底 怎么样才敢放过他 我说过 只要他对外将这件事说明 我可以考虑不追究法律责任 这是纪正廷最后的底线 哥 少锦哥都说了 这件事情是宋清晨 纪灵刚说到一半 就被一道英质的目光 吓得戛然而止 纪正廷面上 冷得像是附了一层寒冰 这件事 如果有人胆敢再说一句 跟宋清晨有关 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 但如果周少锦 依照他的意思去做 他可以看在往日的情面上 和纪灵的面子上 不追就下去 周少锦知道 自己除了招纪正廷的意思 去办之外 根本别无选择 他现在最后悔的是 就是应该在事情得逞之后 就去把监听器给卸掉 今天也不至于落入他们手中 这件事 如果走法律途径的话 自己是绝对对不过纪正廷的 首先 自己有把柄在纪正廷手中 其次是 纪正廷黑白两道 可以说是通吃的 想整死他这个小喽啰 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 周少锦离开之后 纪母拽着纪灵回到屋里 一直在叙叙叨叨地指责纪灵 纪灵男的好脾气 坐在沙发上 一句都没有反驳 宋卿尘一见这种情况 还是上楼比较好 站住 刚转身 就被一道立声给喝住 宋卿尘回过身来 看到继母 神气凌人地走了过来 这件事 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如果真的像周少锦说的那样 我今天又怎么可能 帮正廷演这珠戏啊 继母并不知道事情的详情 当然更不知道 宋卿尘是在帮儿子演戏 他看向一旁的儿子 用眼神向他确认 妈 这件事是我跟卿尘事先商量好的 因为关系着公司一个较大的工程 所以迫不得已才选择这么做的 继正廷解释 换做是其他事 或者情节轻一点的事 他不会采取这种不地道的手段 第二天 周少锦依照季正廷的话 乖乖地对外 澄清了自己将记事选用的摩天大楼设计图 转卖给他人 周少锦并没有直接说明是谁 但是杨正已经在报道爆出之后 派人将设计图乖乖地还到季正廷手中 聪明的人都会想到 纪正廷既然能说服周少锦发声明 澄清这件事 自然是抓住了重要的把柄 如果杨正不识相的话 最后只会像周少锦一样 被直接爆出身份来 到时候 无疑是自找难堪 也因为这件事 周少锦最近这段时间 都一直只能在家里度过 整天就窝在自己的公寓里 吃个饭都只能靠叫外卖 周少锦躺在阳台的踏踏米上 旁边的手机乍然响了起来 他以为是外卖到了 但拿起手机一看 却是杨正打来的 这个时候来电话 绝对是没好事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三十九集 周少锦将铃声关掉 把手机丢到一边 他现在的心情已经够糟糕了 不想再给自己添堵 不过转念一想 杨正也不是好惹的人 自己现在拿了人家的钱 却把事情给办砸了 总得给人家一个解释 周少锦思索了一下 重新拿起手机接了起来 杨总 什么风把您的电话给吹来了 周少锦 你他妈耍老子 杨总 这件事好像不能全怪我吧 周少锦上来就被骂娘 自然是不爽 再说了 他都还没有找信仰的老狐狸算账呢 他倒是好意思 先来找麻烦了 不怪你怪谁 难道怪我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乖乖把那五千万一分不少的退回来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杨总 做生意不带你这样的 咱们当初可都是说好的 你出现我给你办事 现在事情给你办好了 你又翻脸不认人 你这样太不地道了吧 你还有脸跟我说事情办好了 我看你分明就是计政庭的一条狗 来骗老子的钱 周少锦来火了 噔了一下从踏踏米上跳了起来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这件事 要不是你先在计政庭那里把我给出卖了 我又怎么可能中计政庭的监界 我还没有找你算长 你倒是有脸先来找我兴师问罪了 我什么时候在计政庭面前出卖你了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难道不是你告诉计政庭 说是我倒了他的邮箱 然后把设计图倒出来转卖给你的吗 周少锦直接问他 反正这件事 现在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们俩计划了那么久 最后还是没有逗过计政庭那个狡猾的家伙 杨正怒火冲天 放屁 老子什么有说过这种话 说没说你自己心里有说 我他妈现在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 我找谁喊员报仇去 周少锦恼火的也开始飙脏化 杨正他损失的是五千万 可他周少锦虽说赚了五千万 但是他损失了面子 这件事之后 他怕是没法再商界立足了 要是再把这五千万给还了回去 他还图个毛线啊 现在最坏的打算 就是把自己家那点小公司经营好 不愁吃不愁穿就好了 杨正廷这边总算是度过了设计图被盗的难关 并在两天后正式宣布开始动工 杨正廷亲自到现场剪彩 鼓励工人努力工作 也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宋卿尘也到现场观看他们的动工仪式 听说过开幕仪式 开机仪式 还是头一次见人家动工也要举办仪式 仪式结束之后 杨正廷在一些负责人员的陪同下 一起进入施工工地去考察 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宋卿城 杨正廷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 一眼就找到了他 沉悟朝他走过去 宋卿城见他过来有点拘谨 担心被人看见 但是杨正廷却一点也不避讳 静自走到他面前 见他穿的布多 第一时间握住他的双手 试了试温度 因为有点凉 杨正廷面上沉了沉 似乎是在生气 宋卿城正想说定什么 杨正廷却已经将外套脱了下来 罩在他肩上 不用了 穿好 宋卿城怒了怒嘴巴 乖乖地穿好 要不要跟我一起进去看看 宋卿城看了眼 贝维得严严实实的工地 我可以进去吗 他还没有见过 人家打地鸡 施工是什么样子的过程 姬正廷牵着他的手 一起朝工地里走去 进去之后 一起的人 给他们一人 递了一个工地上的安全帽 宋卿城觉得好奇 这还没施工 就要戴帽子啊 不过人家都戴着 他也就乖乖地戴上了 宋卿城终于体会到 什么叫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了 这个工地比他想象中要大得多 原本宋卿城以为就是拆迁的这片地 但是并不止 这片拆迁地的另一边也是一片空地 据说以前是一些庄稼地 后来被收购了 就是用来开发建筑的 走了两个小时下来 宋卿城已经要走不动了 然而他走得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可想这片地有多大 怪不得当时设计图被盗的时候 纪正廷那般着急 想象一下 这么大一片地就这样空旷着 浪费了不说 主要是太好资历和人力了 看着纪正廷和专业的负责人 聊得那么认真 宋卿城一点都不敢打扰 只是默默地关注着他 他真的很出众 不单单只是外表 他的睿智 他的胆识 他的认真 他的严厉 哪怕就是一言一行 都透着令人甘愿折服的气质和气场 哪怕是走在这个泥泞的沼泽工地里 依旧不影响他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 他的出众和夺目 永远都是最明亮的焦点 宋卿城看得痴迷的时候 也会被纪正廷突然投来的目光给抓住 他会害羞地脸红 也会紧张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把头低下来 之后 莫名其妙地老是被他抓住 哪怕只是看一眼 也会被他逮个正着 宋卿城郁闷了 索性就不跟着他们了 而且他们说的话 他根本就听不懂 还是自娱自乐去吧 后来 宋卿城就离他们远远的 纪正廷这才能专注地 跟他们讨论正题 不知不觉 太阳就下山了 纪正廷台湾看了眼手表 已经四点了 也就是说 那个小孩跟着自己转了一下午 想到这里 纪正廷才发现 好像有一会儿 没看到那个小孩了 纪正廷目光环顾了一圈 没有找到 最后 在不远处的一个转角处 看到他一个人 坐在地上的台阶上 正看着工人在施工 看上去 似乎还看得挺入神的 纪正廷跟身边的人 说了两句 然后就一个人 朝他那边走了过去 宋清晨本来是挺无聊的 不过看着人家干活 干得挺有劲儿的 他看着看着 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集 纪正廷走过来 宋清澄并没有注意到 纪正廷见他看得入神 并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只是 人家正常施工 有那么好看吗 难得见他看得这么入神 纪正廷就没有打扰他 而是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纪正廷身形高大 这样坐在地上 委屈了他的大长腿 宋清澄回过神来 是因为 看到一双大长腿 出现在了面前 侧头一看 才发现他在身边 你事情谈完了 纪正廷点点头 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你看够了的话就可以 什么叫他看够了 说得他好像很想在这里看似的 我就是无聊 随便看看 那就走喽 说吧 纪正廷就要站起来 奈何个子太高 腿太长 伸展有点受限 比起他的受限 宋清澄倒是很麻利地站了起来 看他那双大长腿弯曲得挺费劲的 就笑他 纪先生 您今年贵更了 宋清澄伸手去拉他 纪正廷把手交给他 宋清澄用力拉他 他就跟着站了起来 不紧不慢地回道 你我老婆大七岁 宋清澄心里美滋滋的 嘴上却说 嗯 对啊 纪先生很快就三十了 而我呢 还是如花似玉的年纪 好像有点亏啊 季太太这是有想法 嗯 有点 宋清澄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男人面上沉了沉 我给你机会说出来 宋清澄知道他生气了 所以就故意气气他 嗯 我的想法就是 纪先生都这么大年纪了 将来 我保证时刻满足你 流氓 哼 宋清澄脸一红 冲他哼起了一声 提步就走 早知道就不调侃他了 结果 被他给调戏了一顿 两人一起从工地里出来后 就驾车一起离开了 宋清澄这一下午累得够呛 主要就是走路走多了 双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脚也酸疼得厉害 上车之后 就瘫软在座椅里 一动都不想动了 想吃什么 我想睡觉 我觉得可以 纪正廷回得爽快 迎来宋清澄狐疑的目光 纪正廷会这么好说话 允许他不吃饭就可以睡觉 纪正廷侧目看了他一眼 博纯勾起一抹邪魅的笑 那样子 不迷人 带着他静自走进大堂 天哪 误会 天大的误会 他说想睡觉 只是因为累了 真的想睡觉而已 可是 宋清澄连忙拉住纪正廷 跟他解释 等等 等一下 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 我累了 想睡觉 我知道 他知道 宋清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但是纪正廷理解的意思 肯定跟他说的不一样 他的直觉是这么告诉他的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 应该先去吃饭 纪正廷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靠过去 错在他耳边低语 不过 我现在更想吃了你 低雅的声音 透着赤裸裸的暧昧 宋清澄呼吸一致 脸颊刷的一下 就烫了起来 大脑不受控制的乱了 等他再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个豪华的总统套房 所以他今晚 真的打算带他一起撬家了 终于可以体验一下 二人世界的感觉了 这感觉 貌似确实不错 去洗澄 纪正廷已经脱了外套 脖子上的领带也松了松 整个人完全放松了下来 可是宋清澄一下子就不好了 看了他一眼 一颗心扑通扑通地直跳 就算这几天都没有在一起 纪正廷也不用扑上来就把他给摁倒吧 他的自制力不是一向都还不错的吗 纪正廷从房间里出来 见宋清澄还站在那儿不动 而且还是一副心思和表情都很丰富的样子 便知道 这个小孩又在胡思乱想了 纪正廷走过去 长臂一揽 揽住他的细腰 怎么 想跟我一起洗 我 我哪有 宋清澄进的一步跳开 见纪正廷一脸坏坏的样子 看上去随时可能把自己扑倒 他还是先溜再说 看着宋清澄仓晃地逃进浴室 某人在后面开怀地笑了出来 听到浴室里传来水声后 纪正廷从柜子里拿了浴袍 去卫生间的浴室洗漱了 二十分钟后 纪正廷洗漱好出来 浴室的门还是紧紧地关着 里面的水声已经停了 不过有吹风机的声音 应该是在吹头发 不过那个小孩 就没发现缺了什么 宋清澄将头发吹干后 去找睡衣 结果就悲剧了 这里是酒店 不是他家里 浴室里不会背着浴袍 或者睡衣的 所以 他要光着身子出去 不不不不 至少还有浴巾可以包一下 宋清澄下意识地 看了看身上的浴巾 该遮的都遮住了 应该 不算是太暴露吧 再或者 纪正廷可能在卧室 也有可能 他也去洗澡了 这样想着 宋清澄就大着胆子 打开了浴室的门 走了出去 可是 刚迈出门一步 就和从房间里出来的某人 打了个照面 什么鬼 宋清澄本能地想缩回来 但是男人愉悦的声音 传了过来 已经看到了 宋清澄 弩着小嘴 哼记着 看到就看到 有什么大不了 又不是没见过 心里这样想着 宋清澄就大啦啦地 走了出来 静自走到衣柜前 抬手去拉衣柜 哪想到 就这么一抬手 身上的浴巾 毫无真兆地松开 滑了下去 宋清澄惊呼一声 尽管自己反应够快地 想去拉回来 可结果 还是与世无补 瞬间就成了 光溜溜的一个人 天哪 宋清澄 你直接从这里 跳下去算了 关键是 还有个人 就那么好整以下地 看着他出球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一集 宋清澄以最快的速度 从柜子里抓了一件浴袍出来 套在身上 再不把自己挡住的话 他担心 自己真的要原地蒸发了 宋清澄穿好了浴袍 发现纪正廷 还在盯着自己看 而且是用那种坏坏的眼神 他觉得自己被看笑话了 心里超级不爽 就冲他娇称 看什么看 小孩气鼓鼓的样子 可爱极了 让人忍不住想要抱过来 好好蹂躏一下 季正廷心里这么想着 也没有人 伸手过去 一把扣住他手腕 稍微用力 就把他给拉了过来 宋清澄没想到他会偷袭 惊了一下 手本能地抓住他胸口的睡袍 你 刚开口 唇就被堵住了 男人霸道又狂热地吻 铺天盖地地袭来 弄得他晕头转向 浑浑噩噩 宋清澄从来都驾驭不了 这种狂热的吻 很快地就不能呼吸了 小手揪着季正廷身上的睡袍 手心里冒出一层热汗 打湿了他的睡袍 显得愈加的暧昧 这家伙 总是能轻而易举地 把他撩拨得狼狈不堪 就在宋清澄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宋清澄原本已经 肃染的身体 磨得一僵 从季正廷怀里退出来 一双含着浓浓情潮的毛子 看着他 又看了看门口 宋清澄这个样子 倒是有点像做坏事 担心有人来查房似的 宋清澄有些疑惑 怎么会有人来敲门呢 难道 是找季正廷的 季正廷帮他将身上 已经凌乱的睡袍整理好 然后才去开门 宋清澄见他一点都不奇怪 估计就是来找季正廷的 他就转身进了房间 不过来人并非是外人 而是酒店的服务员 给他们送餐来了 季正廷知道宋清澄今天累了 就不逼着他去外面吃 但是不吃饭是肯定不可能的 所以就在酒店内订了送餐服务 服务员将两份牛排送了进来 摆好在餐桌上 然后离开了房间 季正廷一边开酒 一边跟他说 可以出来了 宋清澄听到声音 疑惑地探出脑袋 发现客厅里什么人都没有 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食物香 然后就看到了餐桌上的美食 居然还有吃的 简直就是天大的诱惑 宋清澄走了出来 目光一直盯着桌上的美食 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馋的就差要流出口水来了 季正廷到了两杯红酒 看了眼小馋鬼 再看就被你看出洞来了 宋清澄回了回神 开心地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他也不客气 直接用手抓了一块水果沙拉 塞进了嘴里 嗯 好吃 季正廷无奈地摇了摇头 拿他没办法 宋清澄铺上来 就是一阵狼吞虎咽 没办法 下午走了那么多路 太消耗体能了 他现在严重缺乏这些东西 得补回来 季太太 可不可以先陪你老公喝一杯 季先生实在是忍不住开口了 不然照宋清澄这样吃下去 桌上最后可能只剩下酒了 宋清澄抬起头来 嘴巴里还塞着面包 有些含糊不清地开口 嗯 还 还要喝酒啊 说着 他已经端起酒杯 像喝饮料一样 自不自地一口干了 季先生端着酒杯 第一次蒙得不知南北 这样可爱又无知的季太太 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所以 他还是吃自己的吧 宋清澄吃得有点急 所以吃了一半的时候 动作明显慢了下来 而且有点腻了 头还有点晕乎乎的 季正廷注意到他的反应 便猜到他可能是有点醉了 毕竟 一瓶红酒 现在只剩下一半了 基本上都是宋清澄喝的 而且还是等饮料喝的 季正廷给他倒了杯清水 来 喝点水 休息一下 宋清澄觉得 季先生实在是太给力了 可以看懂他的心思 他正想有杯水解解渴 他就递过来了 窗外的霓虹灯 照亮了整座城市 他们只是坐着 便能将半个城市收尽眼底 原本是一顿比较浪漫的晚餐 但是季太太 好像比季先生还要不懂浪漫 丝毫没有浪漫的气氛 更加没有注意到 脚下那迷人的景色 宋清澄突然问他 对了 你干嘛要带我来这里啊 睡觉 季正廷一边切着盘子里的牛排 一边回答 宋清澄怒怒嘴 自己不过是说了一句 无心却实在的话 现在 倒成了他最好的回答了 今晚我们都翘家 你妈要是问起来 怎么办 又不是第一次 你想多了 可是以前不一样啊 以前他们都没有回家 要么就是他有事 要么就是季正廷出差了 总之 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 偷偷出来住酒店的 在他们眼里都一样 季正廷淡淡地回答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家里人在意的 是他们一起没回家 不会去想 他们都干嘛去了 好吧 宋清澄继续吃牛排 过了一会儿 季正廷问他 今天对设计图 你好像有点看法 哦 我想起来了 宋清澄拿起手机 将那张拍下来的设计图 找出来 给季正廷看 然后继续说道 你看 这栋主楼的楼顶设计 会不会太单调了 宋清澄 指着设计图上最耀眼的主楼模型 季正廷 季正廷仔细观察着 将三栋大楼联合在一起观察 然后想象一下 建造出来后的成品效果 觉得 好像确实有点单调 这栋大楼并不算太高 只有66层 楼顶位置大概在68层左右 在本市也属于较高层建筑 所以楼顶的设计还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主楼的楼顶 要是能添些有意义的标志上去的话 也许效果会更好 宋清澄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毕竟是要打造标志性建筑 当然要特别 你这个意见 以备采纳 季正廷端起酒杯 要跟他碰杯 那你 打算添个标志上去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二集 季正廷神秘地说道 保密 好歹也是我帮你想出来的 不要这么小气好不好 这次必须小气一回 季正廷均坚持不肯说 宋清澄不高兴地哼记了一声 不跟他碰杯 自己喝 晚饭结束后 一瓶红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宋清澄后知后觉意识到 自己喝多了 躺在沙发上 感觉清飘飘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好像又有人进来 他眼前已经迷糊了 只隐约看到有人来回走动 一会儿又消失了 然后又有人进来 再然后 就是自己身体飘了起来 晕乎乎地 被放进一个软绵绵的床上 脚下一阵发烫 还有点痒痒的 季正廷担心 宋清澄明天会腿脚疼 而且他刚喝了不少酒 不能立马就睡 所以就叫了两个捏脚尸上来 放松一下 宋清澄怕痒 几次都被弄得咯咯直笑 加上又有点醉意 显着比小孩还要淘气 原本九十分钟的服务 最后坚持不到一个小时 季正廷就让服务员离开了 要是再继续下去 他担心小孩 明天就不是腿疼或者脚疼了 而是沸腾 笑成这样 明天肺不疼才怪了 关键是 小孩还不知道 自己这样有多迷人 幸亏季正廷点的是服务员 如果是男生的话 可能一分钟都不会开始 甚至 就连女生看到他这样迷人的样子 季正廷都会介意 她的小女人 只能她一个人看 安静下来之后 小女人已经迷迷糊糊要睡着了 季正廷拦腰将她抱起来 送回卧室的大床上 宋清澄搂着她的脖子 睁开惺忪的睡眼 嚼悍地换她 季正廷 我在 季正廷应了一声 见宋清澄不肯松手 季正廷就顺便在她身边 侧身躺了下来 是不是我说不给你生孩子 你生气了 宋清澄一直想问她这个问题 自从上次 季正廷要做那种事 被她以不想生孩子拒绝之后 季正廷就再也没有要求过 宋清澄担心她生气了 季正廷倒是没有太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不过宋清澄这么说 她索性就装一下 你觉得我不该生气 我知道你生气 可是 我不是说不给你生孩子 我只是想再过段时间 至少 至少等我们两家人 都愿意接受我吗 宋清澄半醉半醒地说道 季正廷心间轻轻一出 有些心疼她 这件事 无疑是她季正廷的无能 让她承受那么多 季正廷窥探一声 跟她道歉说 抱歉 让你委屈了那么久 宋清澄 摇了摇头 我不怕受委屈 我就是不想为难你 害怕让你为难 没关系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季正廷 季正廷将她搂起 宋清澄却在她怀里 不安分地挪了挪 仰着下巴看着她 样子娇憨 如果我爸他们 跟你提出过分的要求 你会生气吗 宋清澄很担心这一点 不然 她不会犹豫这么久 都不敢带季正廷回去 在我这里 只要是关于你 就没有过分这个词 言下之意 只要是关于她的 她季正廷都会答应 也愿意答应 可是 没有可是 做我季正廷的老婆 只要大胆勇敢 不管闯出多大的娄子 有我顶着 季正廷 我觉得好幸运 我也一样 宋清澄 满足地朝季正廷怀里 拱了拱 醉意朦胧的她 丝毫没有察觉到 身边男人的体温 一直在不断上升 只觉得 自己抱着个大暖炉 很舒服 某人虎着脸 气息已经微重起来 不许乱动 可是我很不舒服呀 宋清澄理直气壮的控诉 感觉又热又晕火 就是想动来动去 男人眼底的眸色一暗 翻身将她压下 看着怀里的小人儿 不安分的样子 身体某出一紧 金贵的面上浮起一层 情欲之色 你心要舒服 我想喝水 小巧的红蛇 还探出来 舔了舔唇半 季正廷密谋 她现在怀疑 这个小女人 到底是真醉了 还是在故意勾引她 可水要不要喝 季正廷承认 自己 已经成功被她勾引了 说出口的话 也变得色情起来 宋清澄一正 然后定定地看着她 眼神神而迷离 神而又清醒 扬了扬唇 笑得俏皮又憨厚 双手抬起来 勾着季正廷的脖子 大胆地给出一个字 药 男人呼吸一重 这个小妖精 继而 照着宋清澄的唇半 便重重地吻了下去 宋清澄起穿 迎合上她的吻 却调皮地跟她 玩起来躲猫猫的游戏 季正廷逮不到 她柔软的丁香舌 就对她展开了 花式惩罚 最后 宋清澄被她 弄得久醒了很多 只能跟她求饶 金正廷 我不敢了 不敢什么 我不敢躲猫猫了 你知道现在该做什么吗 我 我不要走 酒店比家里还不安全 我不要再被人偷听 想到上次那么疯狂的事情 被周少景那个混蛋给偷听去了 宋清澄的心理阴影 就超级大 季正廷手下的惩罚 莫得停住 忽然想起 这件事 自己好像一直没跟她说清楚 季正廷抬起头来 从上而下地看着她 不会有人偷听 你忘了 我们上次在一起的时候 刚好周少景的电话 被季灵摔碎了 她是两天后才不得手机 所以那段时间 她监听不到我们 起初 季正廷也以为 他们被监听到了 比起宋清澄的不能接受 她是不能忍受 后来从季灵那里得知 周少景的手机 正好被她砸了 真的 宋清澄有些狐疑 担心她是安慰自己 我老婆的声音那么迷人 我怎么舍得让人偷听了取闹 如果不是确定 周少景没有监听到 她又怎么可能 这么轻易就奉过周少景呢 作为男人 想到自己和老婆 做那种事被人监听 她比任何人都要介意 愤怒 不能容忍 宋清澄心底的那层阴影 总算是抹去了 不然的话 她怕是这辈子 都没有办法 去全身心地做那种事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三集 现在是不是可以做事了 男人撕磨着他的唇绊 宋清澄倒抽一口凉气 抓住他的手 他 纪正廷眉心一跳 你还没买 我买 宋清澄满脸的不可思议 难道我买 纪正廷黑着脸 又不是他自己非要用 他才不要去买 再说了 他哪有时间去买那东西啊 你用的东西 当然是你自己买 宋清澄理直气壮 难道还要他一个女孩子 去买那种东西啊 多难为情 我没有要用 纪正廷恨不得不用 宋清澄张了张唇 愣是没拨出话来 纪正廷说的也是事实 确实不是他要用的 而是宋清澄逼他用的 可是 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把这个重大的任务 交给他呀 宋清澄赌气地说道 你不满 那就别做了 看谁厉害 某人似乎只有妥协的份了 掀开被子下床 从地上捡起睡袍 沉步走出了房间 宋清澄躲在被子里脱笑 换作以前 他恐怕打死也不会相信 堂堂禁玉系男神纪大总裁 居然会为了那种事 大晚上的 跑出去买避孕套 如果纪正廷带我回来 看到他已经睡得跟头小猪一样 纪正廷会是什么样子 肯定会气到爆炸吧 想到这里 宋清澄闭上眼睛 就准备睡了 今晚 要好好折磨一下纪先生 可是 咔的一声 房门没一会儿 就又被推开了 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 宋清澄是背对着门口 所以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以为是进了小偷 直到那股熟悉的味道靠近过来 宋清澄才舒了口气 某人 不会是半路又放弃了吧 宋清澄转过身来 调侃他 这么快 九天自备 纪正廷的手里 多了一个彩色的盒子 宋清澄大眼睛眨了眨 彻底懵了 接下来 谁折磨谁 就不好说了 男人压下来的时候 宋清澄打了个机灵 逃为上策 但是 一张床就两米宽 怎么逃都逃不过男人的魔掌 外加大长腿 纪正廷 你 你不准过多 上次被他要了不知道多少次 害得他几天都走不好路 不会 一盒只有三只 三个他还嫌少 要知道他每次至少一小时以上好不好 所以 他今晚想睡个好觉 是没可能了 第二天 宋清澄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 从窗帘中的一道缝隙中 看到了外面灿烂明媚的阳光 他猜 现在至少已经十点了 甚至还可能更晚 昨晚纪正廷那个家伙 真的是太没节制了 给他一小时一次 真的是太低估他了 整整折腾了他五个小时 还是他求饶 纪正廷才可放过他 这家伙实在是太疯狂了 肯定是之前背得太久了 这会儿被放纵出来 就完全没节制了 可这些 完全不是他的错呀 现在全部发泄在他这里 感觉好无辜啊 宋清澄 试着动了动身子 那股全身酸软的感觉袭来 然后宋清澄发现 这种感觉 他好像已经开始习惯了 至少 有过上次的经历 这次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或许 这种心理准备 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后知后觉发现 身边的男人 已经不在了 空出来的位置上 连他的体温都散去了 所以 他早就起了 今天是周末 季正廷 应该不会把他一个人 丢在这里吧 宋清澄下床 从地上捡起睡泡套上 镜子去了卫生间洗漱 在洗脸池前 一眼就从镜子中看到 自己脖子上和胸口上的 暧昧痕迹 这个季正廷 又给他种草莓 宋清澄气呼呼地 对着镜子里哼鼻子 看来 这几天 又不能回家了 洗漱好出来后 宋清澄 便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 食物香 宋清澄以为自己饿坏了 产生了错觉 然后又嗅了嗅鼻子 不对 外面好像有什么声音 宋清澄 从房间里走出来 那股好闻的食物香 更加明显了 他像个小蚕猫一样 顺着味道找了过去 然后就来到了 最左边的厨房 季正廷正站在 无火的灶台前 煎着鸡蛋和培根 旁边的榨汁机里 榨着果汁 面包机里 还有吐司正在加热中 所以 季先生 这是在为他做爱心早餐 现在 好像应该是爱心午餐了吧 季正廷下厨的样子 和平时商场上 叱咤风云的他 截然不同 却又找不到一丝违和点 季正廷做什么都很专注 等注意到宋清澄的时候 他已经靠在门口 站了有一会儿了 哪怕就是这样 看着季正廷做事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去外面等着 季正廷落在宋清澄身上的目光 柔和地 让人情不自禁地想溺进去 宋清澄没作声 也没有听他的话 而是走进来 从季正廷的身后将他抱住 小脸贴在他背上 闭上眼 享受着这份安逸和满足 如果 时间能就这样停留在这里 那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 季正廷扬了扬唇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 令他自己都震惊的念头 他想暂时将事业放下 为了他 去寻求一份 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 就像现在这样 可以想睡到什么时候 就睡到什么时候 然后 为他做一份简单的早餐 陪他做开心的事 牵着他 漫步在夕阳的余晖下 那样的日子 一定很美好 五分钟后 美味的早餐上桌 宋卿成帮着拿筷子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尝尝 季先生的厨艺了 宋卿成先尝了一下煎蛋 味道还不错 而且 还是他最爱的糖心蛋 季正廷端着热牛奶 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小馋猫在偷吃了 心里虽然是很满意 但却还是唬着脸开口 坐下来吃 宋卿成乖乖地坐下来 接过他递来的牛奶 喝了一口 继续拿了片吐司 抹上花生酱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某人坐在对面 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 好歹也辛苦了一早上 他连点表示都没有 反而还自己吃得狼吞虎咽 小东西 还真是没良心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四集 宋卿成手中的吐司吃到一半 发现 对面的某人 似乎不太对劲 老是盯着自己看 是几个意思 他忍不住问道 我脸上有东西吗 有 什么 宋卿成连忙放下手中的吐司 从纸巾盒里抽了张纸 在脸上擦了擦 又问他 还有吗 过来 纪正廷招招手 让他过来 宋卿成犹豫了一下 朝他凑了过去 他以为 纪正廷要帮自己 将脸上的东西擦掉 结果 某人居然也凑近过来 以最快的速度 在他唇边舔了一下 宋卿成又羞又囊 你 流氓 纪正廷心情大好 拿起宋卿成 更吃了一半的吐司 就吃了起来 纪正廷吃东西的样子 一向都很优雅金贵 宋卿成 在自己没有被他迷倒之前 赶紧逼自己抽回目光 不然 又要出球了 这家伙 吃个饭也要那么好看 简直就是妖孽转世 我的面包呢 再看看某人手里的面包 那分明就是他的 你干嘛吃我的面包啊 我老婆的口水很甜 季先生嘴甜的时候 真的是要出人命啊 两个人从酒店离开后 纪正廷开车送宋卿成去上班 路过便利店的时候 他将车子靠路边停了下来 下车 宋卿成知道他肯定是去买东西 就没管他 几分钟后 季正廷提了个手提袋出来 好像还买了不少东西 一大包 上车后 季正廷直接将手提袋丢给他 什么东西啊 丢给他 宋卿成便以为是给自己买的 打开一看 直接瞪大了眼睛 纪正廷买的东西 确实也可以说是给他买的 只不过 是买了一大包避孕套而已 还是超大装的 而且还是 两盒 季先生 虽然你现在血气方刚 体力充沛 那方面也很厉害 但是 你已经快三十岁了 要不要悠着点 这乍听着 是为他好的样子 但其实 就是在吐槽 在控诉 买那么多这玩意儿 他准备干嘛 想念天吗 某人脸不红气不喘地回答 满足老婆更重要 谁要他满足了 再说了 他要求也不高呀 一次就能满足了 可他呢 三次还嫌少 这是多大的差距啊 所以 到底谁满足谁啊 那个 你不用考虑我 我有没有都 都无所谓的 宋清晨说得磕磕巴巴的 说到最后 声音几乎就要听不见了 其实吧 是有点心虚的 真的无所谓 季正廷 侧目盯着他 宋清晨看了他一眼 就仓桓地抽回了目光 硬着头皮说道 本来就无所谓啊 宋清晨压根就不敢看他 但是某人 可不是吃素的 长指挑起他的下巴 让他对上自己的眼睛 季正廷勾纯 昨晚有人叫得 好像很欢畅吧 宋清晨面上炸红 小嘴哆嗦了半声 那 那 那是你没节制 所以 季太太还是喜欢的 宋清晨哼鼻子 反正说不过他 索性 就不跟他说了 不过看着手里 一大包烫手山芋 他想哭的心都有了 季正廷 不会让他提着 这么一大包定时炸弹 去上班吧 被人看到 岂不是丢人 丢到外星球去了 这个给你啊 宋清晨直接又丢给他 季正廷看着 丢过来的东西 又看向他 怎么 不喜欢这个款式 这玩意儿 还有款式 好吧 他承认 自己是小白 我现在要去上班 你不会让我提着 这么一大包 去上班吧 你不说是什么东西 别人不会知道 那也不行 谁让你买那么多了 搞得跟不要钱似的 如果少买一点的话 他还可以直接塞包里 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两盒而已 算起来也用不了多久 拜托 这是超大桩 季先生不识字吗 两大盒 算术都够大算一会儿的了 他居然不以为然地说 用不了多久 季正廷从里面拿了一小盒 看了一下 小盒是三个 一大盒是十小盒 一大盒的量 也就勉勉强强个用十天 所以这两盒 连一个月都撑不到 宋卿尘严重怀疑 自己遇到的 绝对不是人类 最后 季正廷到底还是没有为难他 将买来的东西 放在了车子里 放他去上班 新月出来丢垃圾 刚好看到宋卿尘从豪车上下来 站在门口 小眯眯地看着他走过来 宋卿尘一心都在关注 季正廷的车走没走 没注意到花店门口的新月 喂 脖子都要扭断了 新月被无视了 表示很不爽 宋卿尘回过神来 都已经要撞上新月了 他连忙后退了一步 新月 你站门口做什么 我说咱们店里 今天生意怎么那么差 原来是给季先生和季太太 这对帅哥美女给抢了风头 新大美人 今天才刚营业好不好 就是因为刚营业 这风头就被你俩给霸占了 今天生意准是起不来了 不许乌鸦嘴 我还只望这个月的工资过日子呢 这个月的工资拿到了 得带妹妹去做个全面检查了 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新月实在是不知道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放着一座大山你不肯 偏偏自己在这里 拼死拼活的 挣那么点血汗钱 以前他不花计政庭的钱 是因为他一直抱着 假婚的念头 现在都决定 要跟他过下去了 还这么死绝 这叫自食其力 宋卿尘将包放下 换上工作服 准备上班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五集 宋卿尘的外套刚脱下 欣月就眼尖地 一下子看到了他脖子上的小草莓 而且还不止一个 喂喂喂 有情况啊 宋卿尘连忙将林口抓紧 下意识地看了看其他同事 生怕被其他人看到 有什么好害羞的呀 人家又不是不知道你结婚了 宋卿尘没说话 以最快的速度将衣服换上 幸好他柜子里 有一条小围巾可以借用一下 不然今天真的是没法见人了 欣月像个小色女一样 兴致勃勃地问他 哎 你家大boss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这句话问出来 其实宋卿尘的心里 已经有点底了 看欣月那一脸坏笑 就猜到了大概了 就是不知道 欣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色了 幸亏他不是男人 否则 自己早就遭殃了 少装算了你 当然是 床上那方面啊 欣月 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 特意看了看其他人 把声音压得滴滴的 宋卿尘的小脸刷得通红 他教的这都是什么人呀 嫁个老公是披着羊皮的狼 教个闺蜜 又是小色女一枚 交友不慎 嫁人更加不慎 宋卿尘不好意思说 欣月就自己猜 以你今天这样红光满面 我猜你家大boss 绝对对得起 禁运男神这几个字 一大早 你也不怕上火 宋卿尘不理他 欣月笑了笑 见他不好意思 就没再继续调侃他 下午的时候 宋卿尘接到纪正廷的电话 说是晚上要一起吃饭 而且是跟陆家人 他猜想着 应该是陆又林和陆秦他们 其实 如果能选择的话 宋卿尘是不想去的 先不说自己浑身酸痛 而且脖子上 还有他留下的痕迹 被人看见的话 又少不了要被调侃 但是人家都是成双成对 他这个做老婆的 没理由让纪正廷一个人担着 所以硬着头皮 也得一起去 宋母在家里休息了两天后 已经开始正常上班了 由于老太太那边的中班佣人 临时请了假 宋母就被通知转上了中班 并安排在老太太这边 不巧的是 老太太这两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一直都在房间里 老爷子又去外地会老友去了 不在家 宋母今天 几乎是看着时间在过 老太太这边的事情不多 而且 她是顶替过来的 比较重要的事 都不需要她去做 比如伺候老太太吃饭 吃水果 送药 这些事 都是有专门的人在做 相比在西楼 这边的活要轻松多了 就在这时 一名庸人捂着肚子 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拉着宋母说道 哎呦 宋大姐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麻烦你 帮我把药给老太太送一下啊 每样吃一颗就行了 庸人说着 就将两盒药塞给了宋母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这就去送 谢谢 庸人到了谢之后 就火速闪人了 宋母看了看手中的药 就去厨房倒了杯水 拿着药 去了老太太房间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房间里的老太太 在跟谁通电话 由于房门没关紧 里面说什么 都能听得很清楚 宋母正抬手要敲门 老太太沉重的声音 便传了过来 老头子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再过几天 就是向南的忌日了 也不知怎么的 我这心里啊 总是觉得七上八下的 总感觉 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宋母闻吟 面色骤然变得煞白 手猛的一抖 砰的一声 手中的杯子 掉在了大理石地面上 摔得粉碎 怎么回事啊 老太太的声音又传来 宋母像是什么都没听到一样 整个人控制不住的颤抖 面无血色的样子 有些吓人 哎呀 宋大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让你给老太太送个药 你怎么把杯子都给摔坏了 这 听到巨大动静赶过来的庸人 看到地上 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水迹 忍不住抱怨了一堆 天嫂啊 出什么事了 老太太穿着睡衣走了出来 宋母猛然回过神来 意识到老太太脚步越来越近 宋母仓皇的转身 跑了出去 哎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田嫂原本打算 让宋母跟她一起收拾的 她倒好 就这样跑了 老太太走出来 只看到宋母一个 转身时的侧脸 只是 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呢 哎呦 老太太 您可千万别出来 这地上都是水和玻璃渣 您当心滑倒伤着了 田嫂连忙走过去 将老太太给扶着 可千万不能摔着老太太了 老太太将落在门口的视线 抽了回来 看着满地的狼藉 醋了醋眉 田嫂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啊 是这样的 我刚刚不舒服 就让新来的那个庸人 帮我给您送药 哪知道 她刚走到门口 不知道怎么的 就把杯子给摔坏了 这会儿 应该是吓不好了 哎 赶紧收拾了吧 老太太 向来是好脾气 更何况又是新人 一时紧张失守 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哎 好好好 那您是回房休息 还是来沙发上坐一会儿 扶我去沙发上坐一会儿吧 这睡了一天了 也怪累的 老太太 身病是一方面 心情不好 也是一方面 好嘞 那您脚下当心点 田嫂双手扶着老太太 生怕被地上的水滑倒 老太太自己也小心得很 这会儿正好管家过来 看到这情况 没问怎么回事 而是赶紧上来帮忙 把老太太扶到沙发上坐下 管家对田嫂说道 赶紧去收拾吧 哎 好嘞 我这就去 田嫂也担心 管家问起详情来 自己也有责任 老太太 没吓着您吧 老太太摇了摇头 老太婆没那么弱不经风 老爷子这几天虽说不在家 可没少盯着我过来盯着你 这不 刚才电话还打我这儿来了 她是不是 又嫌我这个老太婆烦人了 跟你告状去了 嗨 哪能啊 老爷子说了 再过些日子 就是先生的忌日了 让我安排个日子 一家人前去祭拜一下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六集 管家口中的先生 就是纪正廷的父亲 纪向南 老太太常常地叹了口气 唉 这一晃啊 都二十几年过去了 难怪我们都老了 提及到伤心的往事 老太太慈祥的面容 多了几许伤感和惆怅 您可别太伤心了 身体要紧 这都伤了二十多年的心啊 这颗心啊 早就伤透了 唉 管家叹了口气 老太太赶伤了一会儿 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啊 她叫什么 直到现在 老太太依旧觉得 那道身影和那张侧脸 有点眼熟 可就是记不起来 在哪儿见过 平时我们都管她叫宋大姐 为人挺老实的 做事也勤奋 仔细 本来是安排在大小姐那边的 前不久因为大小姐闹脾气 误伤了这个佣人 所以就安排她回去休息两天 这不 您这边有个佣人临时请假了 刚好宋大姐又说今天来上班了 我就把她安排到您这边顶个班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失误 听管家这么说 老太太便没有再做多想 既然是家里的佣人 没准是之前见过 所以才会觉得眼熟得很 这谁做事啊 都有失误的时候 你回头啊 去好好安慰一下人家 别因为这点事啊 让人家心里留下什么阴影 再说了 这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这个老太婆 有多恐怖呢 管家汉手 宋母一口气跑到了 季家的后院 这里平时就没有人 这会儿天快黑了 更加不会有人 宋母靠在一个花坛后面 因为跑得很急 喘得有些厉害 而且好像是受了什么惊吓 或打击似的 整个人有些恍惚 当初找到这份工作 知道护主姓季的时候 他心里就一直在纠结 但是后来想想 他所熟知的季家 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全家移民国外 而且这么大的城市 又怎么可能 只有一户人家姓季 抱着这样的心理 他选择了这份工作 可是天意竟如此捉弄人 兜兜转转二十几年 居然又让他们重逢了 这是老天爷在惩罚他们 晚饭前 季正廷顺利接到宋清城 然后开车前往目的地 宋清城注意到 车子开着开着 已经偏离了市区 他便好奇了 去哪儿吃饭啊 骆亭川的度假区 是不是很远啊 有那么一点 所以我允许你先睡一会儿 我可不可以提一个要求 可以 季正廷爽快地同意了 宋清城正要高兴 他又补充了一句 除了不去之外 但我没说 宋清城生气地扭头看向窗外 不打算跟他说话了 大概又开了几分钟 车子上了高速 速度加快起来 宋清城反倒是没有睡意了 担心他一个人无聊 开睡着了怎么办 最终 还是宋清城 率先开口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一起吃饭啊 有事 你们男人的事 你自己去就好了 干嘛还要拖着女人啊 他敢肯定 但如果他们男人的话题 他肯定一句都听不懂 想想就已经开始无聊了 没有女人的饭局 那叫吃斋 宋清城直接喷笑了出来 这是他目前为止 听到的最经典的一句话 不过 他突然想到了那个冷冷酷酷 像做千年冰山一样 难以接近的路亭川 他好像 还没有女朋友吧 对了 那个路亭川 有女朋友了吗 算是 什么叫算是 你见过的 宋清城想了一下 他只见过路亭川一次 就是过年之后的聚会 不会是上次那个 私人女佣吧 除了那个女孩 只有陆玉一个女孩子 是单着的 而陆玉跟他又是兄妹关系 肯定不可能 有可能 宋清城点着脑袋 一本震惊地说道 我觉得他们俩的关系 有点不对劲 你觉得呢 本来就不对劲 宋清城眼眸蹭了一亮 颇为兴趣地趴在他旁边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说呗 不该知道的别问 你有好处 纪正廷赖了他一眼 宋清城撅着小嘴 满脸写着不高兴 人家就是好奇嘛 不但你这样吊人胃口的 纪正廷见他赖皮的样子 拿他没办法地 揉了揉他的脑袋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那个女孩好像是有 玉某接近他的 玉某 不会吧 那个女孩子看上去 柔柔弱弱的 成眉成年都不好说 怎么可能有那么重的心机 不过话说回来 这年头 人不可貌相 倒是不在其数 简单点来说 就是有目的性 目的性 宋清城琢磨着 陆廷川 有很多仇家吗 你觉得他像是坏人 纪正廷看了他一眼 坏人倒不至于 不过 他给人感觉 挺不好相处的 不仅不好相处 而且脾气还很臭 待会我要是说错话 他不会揍我吧 宋清城缩了缩脖子 一副怕怕的样子 他不敢 有他在 没人敢造词 宋清城当然知道 是卖他面子 觉得特别自豪 这么大一个靠山 被自己给捡到了 简直太幸运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七集 所谓的度假区 远就算了 而且还搞得很神秘 居然是在一座湖中央 要乘船才能进去 宋清城在心底怨念 有钱人的事件 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懂的 不过这里特别的安静 而且地方不算大 据说是陆亭川的私人度假会所 平时很少有人能过来 宋清城不记得绕了多少个弯 走过了多少个路口 总算是来到了一个 像城堡一样的地方 要不是一阵凉风吹过来 冷嗖嗖的感觉那么真实 他可能会认为 自己是在做梦 而且还梦到了每个女人 都渴望拥有的一座 神话中的城堡 纪正廷注意到了 宋清城脸上的痴迷和惊讶 喜欢 宋清城像是着魔了一样点点头 你不适合他 纪正廷牵着他 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 在他眼里 城堡太过于神秘 而他的小孩又太过于单纯 两者并不合适 相反 他觉得这里倒是很适合陆亭川 和那个身份不明的女孩 他们俩都喜欢玩神秘 就像这座城堡 处处都藏着身仓不漏的星机 尽管如此 宋清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到处乱看 哪怕是看到一幅壁画都会研究一下 不过 这里面的画风 怎么越来越不对劲啊 怎么都变成一些露骨的裸体画了 宋清城原本是扒在墙壁上看得兴致勃勃 这会儿尴尬地缩了回来 季正廷看了他一眼 唇角不自觉地上牙 这个小孩总是能不经意地就戳中他的笑点 一个富丽堂皇的包间里 和外面一样 全套欧式风格 将城堡体现得更加有一种置身在皇家的感觉 季正廷他们进来的时候 陆亭川和陆又玲 以及陆晴他们都已经到了 还有两个宋清城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 当然 少不了那个神秘的女孩 纳兰宇 她还是跟上次一样 一个人默默地在属于她的角落里 视线只关注着一个人 陆亭川 下次这种地方聚会就别叫我们了 纪正廷虽说是最后一个刀的 但是他并没有一丝歉意 而且还是不满地表态 吃个饭跑这么远 还搞得神神秘秘 他宁可回家喝稀饭 然后抱着老婆暖被窝 宋清城看了他一眼 心里不免吐槽他 这家伙 人家陈兴陈衣请他吃饭 他居然还挑三脸色 挑三脸色也就算了 还当众就说了出来 到底长没长心啊 你这意思是打算请我们去你家认识一下季太太 其中一个男人朝他们走了过来 半开玩笑地说道 说话的男人是陆家二公子陆霄 另一个是四公子陆白 陆亭川排好老三 纪正廷只是笑笑不作声 看得出来他们关系都很好 所以很随意 宋清城在一旁却有点不自在 小嫂子 求闻大名啊 陆霄见某人小气 连介绍都不介绍 便只能自己主动上来 跟宋清城握手打招呼 你好 宋清城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伸手跟他握手 但是 还没碰到 就被某人一把给挡了回来 宋清城不解地看向纪正廷 这个手我替你握了 毕竟 你好像也不大方便 纪正廷瞥了眼后面 一只紧紧盯着陆霄的女孩 意思很了然 宋清城这才注意到 自己差点被人当情敌了 幸好有纪正廷帮自己脱险 那个女孩 看上去好像很凶的样子 完全不顾别人在场 那双圆溜溜的眼睛 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陆霄 陆霄原本是想来调侃 纪正廷和宋清城的 结果被人给反调侃了一顿 无趣地收回手 回到了自己座位上 经过盯着她的女孩时 仿佛把她当空气了一样 之后 几个男人坐在一起 谈论女人听不懂的话题 几个女人就围绕在一起 聊女人的话题 宋清城只和陆晴 稍微熟悉一点 其他的 除了纳兰宇见过一次 但是她依旧是以私人 雇佣的身份在这里 他们也不好拉着她说话 其他两个女孩 在聊天过程中 宋清城知道 他们分别叫陆悠悠和余孝 陆悠悠最小 是陆霄的妹妹 可是 以刚才陆悠悠 对陆霄那态度 完全不像是妹妹 对哥哥的态度呀 难道陆悠悠 是个歌控 宋清城不禁打了个寒战 陆家这关系 真的不是一般的复杂 目前最正常的 就是陆白和余孝了 希望他们俩 不要再弄出个 什么奇葩的关系来 都说女人聊几天来 是没完没了 没想到 男人聊起来 更加无休止 要不是陆悠悠 嚷嚷着饿了 陆清也嫌他们能说 他们估计还不会结束 到了饭桌上 他们的话题还没有终止 不过这次的话题人物 转向了陆亭川这边 老二陆霄问道 老三 听说你过两天 要走一批货 准备走哪个码头 陆亭川不闻不火地回道 我走货 当然是走自己的码头 你的码头不知有多少人盯着 我看你还是换个码头比较安全 陆霄提出建议 我上游最近有一批东西要运走 不过东西不多 要不要我帮你带冷 这句话是纪正廷说的 不用 我自己有事 陆亭川端起水杯抿了口水 精致而阴气的五官 不带任何表情 举止优雅而金贵 很符合这座城堡的气质 他看上去将一切都运筹为祸的样子 大家也就没再多说 但是过了一会儿 陆霄还是不太放心地提醒他 这批货关系重大 你最好加强人手啊 我亲自押韵 陆亭川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引来所有男人的目光 陆又灵说道 不至于亲自出马吧 既然这批货重要 无数双眼睛盯着 其中危险必然是不少 他亲自押韵 岂不是很危险 陆亭川 只是似笑非笑地勾了一下唇角 不语 三哥 正廷这边有人帮忙押韵 既安全 又不会引起注意 您何必自己去冒险呢 一直没有发表意见的陆白 这时开口了 比起陆霄冷峻 陆又灵的不羁 陆亭川的高冷 陆白属于温润型 相对而言比较好接近一点 但是陆家的基因 是真的出奇地好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八集 这几个男人在一起 无疑是一道最受瞩目的风景线 绝对足够让所有女人垂涎欲滴血脉膨胖 陆亭川手里拿着热毛巾在擦手 不疾不虚的样子 身上却散发着骇人的力气 像只逮捕的凶猛野兽 开口的身影依旧是不带任何情绪 很久没碰家伙 也该练练手 这句话说出来 也就没有人再相劝了 而且陆亭川的脾气 大家也都了解 他决定的是 向来不会轻易改变 陆悠悠 忍无可忍地控诉 你们男人真上无量 吃个饭也要聊声音上的事 小孩子不懂 吃你的饭 陆霄给他夹了个鸡腿 堵住他 我都十八了 已经成年了好不好 陆悠悠更加不高兴了 他最讨厌 别人把他当小孩子看待 特别是陆霄 还差四个月 陆悠悠原本是生气的 但是见陆霄 把自己生日记得这么清楚 心里不但不生气 反而高兴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 服务员连连对纳兰宇低头道歉 纳兰宇捂着被烫伤的手臂 拧着眉满脸痛苦的样子 他穿着单薄的衬衫 应该是烫得不轻 怎么回事 陆霆川阴冷的声音响起 没事 纳兰宇的话还没有说完 陆霆川已经站了起来 不由分说地 抓过他被烫伤的手臂 将他的衬衫袖子撩了起来 陆霆川的动作 一点都不温柔 可以说是粗鲁 弄得纳兰宇 眉头臭得更紧了 袖子下 如牛奶般的肌肤 被烫得通红 陆霆川看着那红红的一片 觉得相当的刺眼 英俊的脸英质下去 让人感觉 当下的温度 都跟着凉了几度 做错事的服务员 更是压低着头 就差把脸埋进胸口了 整个人控制不住地打颤 自己去水里待一小时 服务员惊恐地睁大双眼 连忙求饶 陆少饶命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陆少 刚才是我自己 不小心撞到的服务员 不怪他 纳兰宇也替服务员求情 这种气温下 在冰冷的水里待一小时 不死也得被冻伤了 你呢 想一起下水 陆霆川幽良的眸子 转向纳兰宇 眼底不带丝毫的情绪 这样的他 却更加让人害怕 纳兰宇看着他 最后还是低下了头 陆霆川对人对事 一向都是心狠手辣 说一不二 特别是对待触犯到他的人 所以当下 也无人在开口求情 直到说再多 也是无济于事 之后 再也没有看到 那个服务员 纳兰宇也下去 处理伤势 约莫半小时后 陆霆川单独出现在 包间外面的走廊上 他一手夹着烟 一边顺着走廊走下去 到了一个转角处 脚步顿了下来 高大的身影立在那儿 安静地看着不远处 正在打电话的人 他抽了口烟 一股清烟 弥漫上他好看到极致的脸 将那双幽沉的眸子 衬得郁家的神秘深沉 渐渐地 那股烟雾 好像在他面上定格了 军郎的脸上 蒙着一层阴晕 纳兰宇打好电话后 一转身 那道高大的身影 撞进了眼底 他狠得一震 原本看上去 就营养不良的小脸 此刻更加白上了一层 说不出有多难看 相对而言 他眼底划过的一丝惊骇 很快就消失不见 他缓步朝陆霆川走了过来 表面上 已经恢复了镇定 但胸腔里那颗心 却并不平静 陆手 给谁打电话 我 我妈 纳兰宇怕陆霆川 而且不是一般的怕他 所以回答的也有些胆怯 陆霆川伸手 拿过来 纳兰宇犹豫了一下 将手机交给他 陆霆川也不看 而是将手机 直接收了起来 走吧 没有你在旁伺候 我吃不下 说吧 他牵着纳兰宇的手 转身朝包间的方向走去 纳兰宇一颗心 提在嗓子眼里 即便是这样 被陆霆川牵着 他的手心里 依旧控制不住的冒冷汗 陆霆川最擅长的表现就是 表面越是平静淡定 内心越是阴狠恐怖 所以纳兰宇 惧怕这样的陆霆川 这样的他 就像一个未知的谜 让人捉摸不透 又像一座可怕的火山 随时可能会爆发 晚饭结束后 已经是九点了 饭桌中喝酒的几个人 因为不能开车 所以就没有上岸 最后上岸的 只有纪正廷和宋青城 还有陆又林和陆晴四个人 晚上的风比较凉 宋青城和陆晴都怕冷 躲进了船舱里 纪正廷和陆又林 在外面抽烟聊天 以你的判断 那个纳兰宇 到底有没有问题 说实话 我还真看不出来 那个女孩 有什么问题 陆又林沉吟了一瞬 才给出回答 这件事 她担心自己判断失误 最终会造成严重后果 也难怪挺川 格外地方这个女孩 连陆又林这种高手 都看不出破绽 结果无非两点 要么就是那个纳兰宇 确实没有问题 要么就是她伪装得好 如果是前者 自然是皆大欢喜 但如果是后者的话 可能就有点麻烦了 要我觉得 老三那时才跟自己过不去 怎么想 遇到感情 就多疑 纪正廷危证 多疑分警惕是好的 毕竟她身份不同 宋卿成在船舱里 将他们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 可她还是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卿成好奇地问陆琴 陆琴姐 他们为什么都怀疑 那个纳兰宇啊 陆琴摇了摇头 这件事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纳兰宇 莫名其妙地 闯进了亭川的地盘 最后认成是亭川救了她 所以就死活赖在亭川身边 说是要报答她 你说这到底奇不奇怪啊 宋卿成张了张唇 似乎想说点什么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思索了半天 才纠结地说道 我觉得吧 这种事还真不好说 对了 那个陆亭川 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搞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九集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陆卿平时都忙着自己的工作 而且陆亭川很少回来 难得见面也是匆匆忙忙 他也从不过问个人工作的事 好吧 宋卿船泉泉了口气 决定打消心里的好奇 很快的 船靠了岸 两队人打了招呼后 就各自开车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宋卿船还是有点不死心 想问问陆亭川的身份 但后来想想 季正廷肯定不会告诉自己 最后也就放弃了 季灵自从和周少景闹掰了之后 心里也一直憋着一口窝囊气 这几天 周少景没少打电话 求季灵复合 但都被他给臭骂了一顿 灵灵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真的被宋卿船 那个臭女人给忽悠了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周少景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谎言吗 你说是宋卿船在利用你 我看是你在其中挑拨是非才对 我告诉你周少景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现在老娘把你给甩了 你勾勇勾勇滚多眼 季灵对着电话吼完 然后直接挂了电话 原本他觉得 周少景对宋卿船念念不忘 自己被莫名其妙劈腿 心里超级不爽 不甘心 这几天冷静下来想想 周少景就是个 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小人 说什么把西楼从哥哥那儿 要划分到他自己名下 分明就是想等结婚以后 霸占这份家产 还说什么帮他挑拨宋卿城家里鸡犬不宁 其实是想讨好他的同时 让他去哥哥那里替他说好话 总而言之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性的 亏得自己还把他当个宝似的 还被他忽悠的团团转 可恶 宋母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季灵 眼底充满了怜惜 愧疚 还有很多莫名的情愫 季灵正生气 想喝水 起身准备去倒水 却无意间发现 宋母在盯着自己看 而且还是那种 深情又悲伤难过的表情 季灵更加恼火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可怜我同情我吗 自己刚刚才扬言跟周少景分手 他就这种表情 用得着他一个庸人来同情吗 他季灵想找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宋母猛然回神 藏了藏自己异样的情绪 连忙扯了扯嘴角 堆砌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 大小姐 您消消气 我给你倒杯水 宋母走了过来 从她手里将水杯拿过去 很快地 倒了一杯清水过来 季灵已经又坐回沙发 正在发信息 约朋友出去庆祝一下 难得恢复了单身 得借这个机会 好好地疯狂一下 大小姐 你喝水 宋母将水杯递给季灵 等她伸手过来的时候 宋母的手故意一抖 水全部洒在了季灵的手臂上 季灵惊叫一声 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你这人怎么回事 瘪手奔脚的 你不想干了是不是 对不起啊 大小姐 我帮你擦擦 宋母放下水杯 连忙抽了几张纸巾 在季灵手臂上擦了擦 顺便将她湿了的袖子 推上去 然后 宋母就看到了 季灵手臂上 有一颗很小的红痣 又是一阵 手 又开始不受控制地 颤抖起来 走开了 季灵反感地将季灵推开 自己抽了几张纸巾擦了擦 宋母回了回神 看了看季灵 又看了看她手臂上的痣 装作好奇地问道 大小姐 你这手臂上的红痣 是天生的吧 当然是天生的 难不成我还在手臂上点颗痣啊 除非她吃饱了痣的 再说了 要点也是点在眉心上 那叫美人痣 点在手臂上算是打门子的事啊 宋母的一颗心又沉了沉 站在那儿 许久都没有反应 季灵没太注意她 静自上楼去换衣服 宋大姐 宋大姐 宋母不知道自己一个人 愣愣地站了多久 直到被一道声音清醒 她才猛然回过神来 这时 管家已经走到了她面前 哦 管家 宋大姐 您这是不是还没休息好呢 要不再回去休息几天 管家见她这两天做事都心不在焉 老是出漏子 又不好过分多说 所以只能委婉说明 不不不 不用 宋母自知 自己这两天的状态不好 所以也觉得挺难为情的 实在是抱歉啊 昨天晚上让老太太受惊了 受惊倒是没有 老太太还让我安慰你一下 担心你下着了 老太太还是那么心善 管家畏畏一正 听宋大姐这话 怎么感觉跟老太太 在以前就认识了似的 不过管家也没有多想 也许是平时从佣人口中得知 老太太是个善良的人 宋大姐 你要是真没事的话 明天开始要上几天夜班 适应一下了 我 怎么 你有事 管家见她为难便问道 宋母咬了咬牙 说 啊 没事 有事就要提前说出来 咱们都好商量 谢谢啊 真的没事 那好 明个你别忘了 夜里十一点半 准备到岗 管家再三盯住了一下时间 别到时候忘了 把人家中班的人 给耽误在这里 我一定准确实到 那就这么说定了 哎 其实 宋母刚才纠结的事 是打算跟管家提辞职的 但是心里还是有不舍 有私心 宋清晨听说母亲又来上班了 也没少打听母亲在工作中的情况 她原本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纪正廷的 但是这两天她很忙 宋清晨一时也忘了跟她说 而这种事 跟纪正廷说的话 怕是让她更加为难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服母亲放弃这份工作 然后她带纪正廷回去 把她正式介绍给自己家人 把关系确定下来 关于后面的事 才好一步步解决 但是宋清晨却打听到 母亲在老太太那边失误 把杯子给砸了 还把老太太吓得不轻 她赶紧到老太太这边看看情况 请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集 自从上次 继灵妃指控她 对老爷子和老太太 隐瞒自己病情后 老太太心里对自己多少有点偏见 只是没有表露出来 宋清晨也只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奶奶 宋清晨进屋后便甜声地叫人 老太太从阳台上走了出来 看到她还是满面笑意 是清晨来了 奶奶 今天有没有好一点 宋清晨走过去 扶着老太太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感觉好多了 今天天气也不错 老太太沉寓了几天的心情 今天总算是好了一点 是啊 外面太阳很大 你要是不嫌累的话 待会儿我陪您出去散散步 你今天不上课吗 上午没什么事 打算在家里 下午的话可能要出去 好啊 那待会儿你就陪我出去走走 这在屋里闷了几天了 怪难受的 对了 我听说昨天有个新来的佣人 吓到奶奶了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 老太太见宋清晨 还挺关心自己这边的 心里那是一个高兴 事儿倒是有 不过没那么严重 你别听他们瞎说 要是不来看您一眼 我还真不放心 宋清晨见老太太这种态度 大概也不会怪罪母亲 她这心里也就放心了 嘿 老太婆没那么弱不清风的 砸个杯子就能下着了 下次我让管家安排老人过来伺候吧 新人难免有照顾不周的时候 不用 这做人做事哪有不出错的时候 都不用小提她做 奶奶可不是一般的和善 这做人啊 若是最基本的和善都没有 那这日子再好也好不长 宋清晨只是笑笑 没作声 对了 你婆婆最近跟你怎么样了 老太太这儿根子 有一阵清静了 一开始还在想 什么事清静了下来呢 后来才想到 是继母有一阵子 没来唠叨宋清晨不好了 啊 都挺好的 自从过完年之后 继母对自己的态度就有改变了 虽然上次因为寄灵流产的事 又闹僵了 但是事后 继母并没有找自己麻烦 大抵是对那件事心里有数 所以才不了了之了 前几天 她又帮着纪正廷把周少景 这个罪魁祸首给揪了出来 帮纪正廷渡过了难关 也帮气凌认清了周少景的 丑恶嘴脸 继母对自己的态度 可以说是又好了一成 虽然没有什么表态 但至少不再像以前一样 看到她就各种找茬 老太太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地说道 哎呀 她这个人啊 虽说挑剔了点 嘴巴也不饶人 但是啊 也没什么坏心 她反对你跟正廷在一起 说是不满你的家庭条件 但实际上啊 是担心正廷有了你 就冷落了她这个做母亲的 俗话说得好 有了妻儿忘了娘 但是你婆婆不一样 正廷她爸 再零零出生没多久就走了 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 如今好不容易 都长大成人了 这闺女啊 以后是要嫁人的 若是儿子娶个老婆回来 就把她给忘了 她得多憨心呢 宋京城虽然知道 继父很久以前就不在了 但是从来没有去 设身处地地想过 继母的遭遇和处境 突然听老太太这么一说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有点同情继母 也心疼继母的不容易 她握着老太太的手说道 奶奶您放心 我们不会忘记亲妈的 虽然我是媳妇 但是我会像对待 自己亲生母亲一样 对待阿姨的 奶奶对你当然是放心的 只是啊 你婆婆那个人比较强势 有时候说话做事啊 确实有点过分 你啊 就看在正庭的面子上 多单待点 相信时间久了 人都是会变的 嗯 我知道 你跟正庭 这阵子 好像还挺不错的 老太太的话点到为止 联盟又转移了话题 宋卿尘害羞地点脸头 她知道 老太太又要说什么了 那你们要孩子的事 有没有抓紧了 提及到孩子 老太太眼里的期待 很明显 宋卿尘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正庭 已经在戒烟戒酒了 那就好 你可别觉得自己现在年轻 要孩子就没时间完了 我告诉你啊 趁着年轻 把孩子生下来长在哪 自己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 两不耽误 多好呀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主要是 正庭现在也不小了 要是再过几年生的话 她说孩子可能会很笨 她可不想生个笨小孩出来 自己的智商已经被某人嫌弃了 要是再生个孩子出来也笨的话 肯定要被计政庭嫌弃 孩子随她 为什么会笨呀 老太太这就不明了 她可不允许任何人说 她将来的大重孙笨 不是说 年纪大生孩子 都会反应迟钝什么的吗 宋卿尘一脸认真 其实 她只是被某人给忽悠了 老太太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哦 对对对 古人有记载啊 这年纪越大的人生孩子越笨 要不然啊 古代那些女子 为什么十几岁就生孩子了呀 所以啊 你们得赶紧生 越早越好 宋卿尘像个小白一样点点头 觉得老太太说得很有道理 正如季先生所说 就算她现在怀上 等能看出来的时候 就差不多毕业了 也不会有人知道 季灵这两晚 在外玩得过瘾 每天都是三更半夜才回来 还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 宋母知道季灵没回来 每天晚上都在门口等着 眼看这都两点了 门口 还是没有车子开进来 一个女孩子家 整天那么晚还在外面喝酒 这万一出了什么事 该怎么办呀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一集 这样想着 宋母这心里更加不安起来 纠结着 要不要再去打个电话试试 刚才已经打了两个电话了 季灵接倒是接了 就是里面声音太吵了 根本听不到说了什么 后来 她就匆匆地挂了电话 宋母这样折回屋里 大门口突然亮起了车灯 肯定是她回来了 宋母急急忙忙地跑了过去 但是车子已经直接开了进来 刺眼的灯光照得宋母睁不开眼 宋母跑在路中间 连忙朝边上退了退 车子停下来之后 司机下来 从后座上将喝得 酩酊大醉的继灵扶下来 被人这样一拖一拽 继灵很是不舒服 她用力地推司机 你们别碰我 坐开 司机不敢松手 担心会摔着她 大小姐 到家了 我送您进去吧 这 怎么又喝成这样了 宋母也赶紧过来帮忙 宋大姐 你帮我扶一下 我车里有刑警药 给大小姐拿两颗 宋母到了线 就扶着继灵进屋了 你别扶我 我没事 继灵摇摇晃晃地推宋母 但宋母根本不松手 大小姐 你小心点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你也以为我活动了是不是 继灵一把推开宋母 自己也跟着 亮枪不稳地退了两步 宋母再次上去扶住她 看她的样子 是又让人生气 又让人担心 大小姐 现在太晚了 你就别吵了 待会儿太太知道 又该生气了 知道又怎样 反正我现在在一家人眼里 就是个没有希望 也没有指望的废人 没人愿意搭理我 原本想害宋青城的 结果把自己害得流产了 母亲知道她见宋青城 哮喘发作而见死不救 对自己也是有了偏见 加上自己隐瞒怀孕的事 前几天又鬼迷心窍 知道周少景背叛自己 还帮她说话 母亲对自己 更是失望透顶 这几天 都懒得管自己了 哥哥有了宋青城 更是早就把她这个妹妹 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所以 自己在这个家里 已经成了 没人待见的臭皮虫 宋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季灵给弄到了楼上去 季灵一头倒进床里 就一动不动了 但是也没睡着 望着天花板 感觉整栋楼都在转 喂 这房子怎么一直在转呢 是不是地震了 季灵醉醺醺醺地说道 宋母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大小姐 你喝醉了 你先躺一会儿 我去给你倒杯水来 我没醉 我才没有醉呢 宋母没在作声 默默地下楼去倒水 刚倒好水 楼上便传来一声巨响 宋母吓得赶紧放下 手中的水壶 拿着水杯赶紧上楼 到了楼上 就看到季灵趴在床边 脑袋套在垃圾桶里 吐得一塌糊涂 大小姐 宋母跑过去 将她扶起来 因为头身在垃圾桶里 头发都有些弄脏了 大小姐 你先别动啊 我去拿毛巾来 给你擦一下 这样子 洗澡肯定是不行了 只能拿毛巾先擦一下 让她睡一觉再说 水 我要喝水 好好好 水在这里呢 幸好自己刚才 把水杯给带上来了 宋母将水杯端过来 喂她 先喝一口 竖竖嘴 季灵喝了一口 在嘴里竖了竖 宋母又连忙把垃圾桶拿过来 让她吐进去 可一闻到刚才吐的那股酒味 季灵又恶心地吐了 宋母见她吐得厉害 只能放下水杯 在她背上拍了拍 等季灵吐完了 宋母先是把垃圾桶 拿到了外面去 不然这刺鼻的味道 别说是季灵受不了 就连她都要受不了了 今晚是季灵醉得最厉害的一次 她吐完之后 竖了口喝了点水 就倒头睡了 宋母用毛巾 给她擦了一下头发 又拧了热毛巾 给她擦了擦脸和手 本想帮季灵把衣服脱了 但试了两次 季灵都不配合 索性就不脱了 给她盖上被子关了灯 宋母却并没有离开 担心季灵会有其他反应 万一再吐的话 身边没有人 要是脏雾堵住呼吸道的话 那就麻烦了 看她睡得并不踏实 想来一定是很难受 宋母心疼得很 这一夜就那么守着 一直到天亮 季灵也睡得安稳了 宋母才敢离开 到楼下厨房里找了小米 准备熬一点小米粥放着 等季灵醒来后 可以喝一点 早班的庸人已经做好了交接班 但宋母却迟迟没有下班 她在等着 季灵什么时候能醒 看看她会不会不舒服 还要叮嘱她喝点小米粥 早班的人看到她还在厨房 便问她 宋大姐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这都离她下班时间 过了一个小时了 别人下了夜班 都恨不得立马就走 她倒好 还舍不得走了 宋母只好找了个幌子 我回来拿点东西 顺便过来看看 粥有没有熬好 这边由我们看着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呢 赶紧下班吧 瞧你这脸色 都蜡蜡蜡蜡的 对方虽说是心直口快 但也是为她好 宋母摸了摸自己的脸 啊 可能是突然上夜班 有点不习惯 过一阵子就好了 其实 上夜班 并不是完全不能休息 只要把事情都忙完了 庸人也有个 专门休息的地方 可以躺下来眯一会儿 但是宋母这几天 都赶上寄灵喝多了 所以整夜整夜地 守在她床边 都没有睡过 脸色自然是不好看 这倒也是 不过啊 这人还真是不能熬夜 就拿我们大小姐来说吧 这年纪轻轻的 就整天泡在那种 乱七八糟的夜店里 本来长得是 挺水灵的翘模样 这几天一折腾啊 就跟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所以啊 这不管是年轻的 还是年纪大的 都经不住熬夜折腾呢 这才两三天下来 宋母就眼睁睁地 看着寄灵瘦了一圈 脸色也难看 谁说不是呢 回头你们得帮着 好好劝劝大小姐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 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二集 对方却连连摆手 哎呀 我看还是算了吧 就大小姐那脾气 挨顿嘛 算是给面子了 弄不好啊 让你卷不盖走人 季家的庸人 稍微呆了一段时间的 几乎无人不知 季灵脾气不好 人家基本都是 能躲就躲 谁还敢去躲嘴呀 宋母又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等到季灵醒来 只能先下班再说了 不然该让人家猜疑了 还以为她为了讨好主子 不惜熬了夜班 还不肯走 就等着主子醒来 表现一下 其实在这段时间 干下来 这种风气 还是存在的 宋母换了衣服后 准备下班回家 无巧不巧 刚走出来 就和继母撞了个对面 不过继母一边走 一边跟身边的庸人 在说什么 没注意到她 宋母大惊失色 连忙一个闪身躲了过去 这不躲还好 这么一躲 就显得特别惹眼 继母望着宋母 消失的方向 问旁边的庸人 刚刚那是谁呀 怎么鬼鬼祟祟的 好像前不久 一个新来的 这新来的佣人 都靠不靠谱啊 管家是不是 从正规地方找来的 继母不免担心起来 别招一些 不三不四的扒手进来 那就麻烦了 应该是吧 不过 大小姐这边有个佣人 据说是周少爷介绍来的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周少爷 静母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是周少姐 就是大小姐的未婚夫 闭嘴 以后大小姐没有未婚夫 都给我记住了 是是是 庸人吓得连连点头 都说大小姐脾气不好 可这位太太的脾气 貌似也好不到哪儿去 翻脸比翻书还快 宋母躲在一座花坛后面 看到继母进了屋之后 才松了一口气 这是宋母上班以来 第一次见到继母 她还和二十多年前一样 强势的性格 一点都没变 恍然间 二十几年前的姨木木 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 清晰地回溯在脑海中 一切 就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宋母独自坐在花坛后 愣了许久 直到口袋中的手机响起 她才回过神来 然而 已经是泪流满面 看到是宋清晨的来电 她胡乱地擦了擦脸上的泪 酝酿了一下情绪 才接起电话 清晨啊 怎么这么早就给妈打电话呀 妈 您夜班上台习惯吗 会不会太累了 不累 都一样 宋母知道 这孩子肯定又是跟她妹妹 打听自己的工作情况了 不然 怎么会知道自己又调夜班了呢 可是这样熬夜 您身体吃得消吗 宋母没有很快就回答她 而是在心底 犹豫着一件事 清晨 妈有件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您说 工作的事 我不打算 我不打算继续做下去了 这个决定 宋母考虑了很久 自打撞到老太太的那一刻起 就不应该再做下去 但是因为自己的私心 她还是坚持了几天 可是她知道 自己不该继续留下来 为什么 是不是有人为难你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宋母见女儿这么着急 连忙告诉她 都不是 我就是不太放心 你妹妹一个人在家 而且你妹妹 现在吃的这种药啊 反应时好时坏 我想来想去 还是守着她才能放心 电话那头 宋清晨明显是松了口气 再开口 语气变得愉悦起来 这就对了 我早就让你回家照顾好妹妹 您非得要来上班 所以妈想清楚了 还是不做了 嘴上虽这么说 其实宋母心里 是一千一万个不舍 不过 您可别骗我 真的不是受了什么委屈吗 妈都这么大的人了 哪能受什么委屈啊 那您明天 就去跟人家说一声 不做了 我明天跟人家说 其实 宋母打算挂了电话 就去找管家说的 妈 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再见 宋清晨很高兴 总算是不用整天 提心吊胆的担心 被母亲碰到了 等母亲辞去工作之后 就可以带某人 正式回家了 那你自己也注意点 啊 嗯 我知道了 母女俩结束通话之后 宋母收起手机 准备去找管家 不巧的是 管家刚出门办事去了 看来 还真的只能等到明天了 继母刚推开 机灵房间的门 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 最让继母恼火的 是趴在床上 睡得跟死猪一样的机灵 把窗帘和窗户 通通给我打开 继母怒气冲冲地吩咐道 是 佣人赶紧去将窗帘拉开 窗户全部打开 房间里一下子亮了起来 外面的阳光照了进来 机灵总算是动了动 拉过被子 将脸蒙了起来 你还好意思睡 继母火冒三丈 一把掀了机灵身上的被子 把她给拽了起来 你给我起来 谁呀 不想活了 继灵压根就不知道是谁 只知道自己被人突然拉了起来 所以很不爽地大吼 是 你妈我 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女儿 我真是不想活了 继灵稍微清醒了一点 看清楚了面前的人 妈 您这一大早上干嘛呀 我睡觉也挨着你的事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是不是想把你妈给气死 你才高兴啊 啊 继灵知道 母亲肯定是生气 自己又出去喝酒 但她不想解释 行了行了 有什么事等我睡醒了再说 说吧 她又抱着被子 倒回了床里 继母怒火冲天 直接将她的被子扯下来 扔在地上 你今天要是还敢睡下去 我飞一把火 烧了你这里不可 妈 你到底想干嘛呀 继灵恼火地坐起来 我想干嘛 我还想问问 你想干嘛呢 你给我老实说 你这书 还要不要念下去了 如果你不想念了 我成全你 你现在就给我把银行卡 透支卡 加上珠宝首饰 全部都交出来 你自己爱去哪混去哪混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三集 继母也是忍无可忍了 知道继灵心情不好 让她出去发泄一下 解解气 可继灵倒是好 翘课不说 居然还敢泡夜店 跟一些不三不四的 小混混鬼混在一起 还把自己喝成这样 这些都可以容忍 可是医生再三嘱咐交代 让她三个月内 不要碰酒和良性的东西 可她呢 早就往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自己身体都这么不负责任 是继母最不能容忍的 然而 继灵却一点都不理解母亲的心情 反而是讽刺地笑了 妈 不就是宋清城在唐审面前 跟你要了面子 最近又给你买了不少便宜货 历史书吗 你又知道对我这么大成见吗 母亲虽然对宋清城诸多不满 但是私下里 也没少拿她跟宋清城去比 就是因为被比来比去 母亲发现宋清城的好 所以才会对自己态度大变 继母嘴角抽搐了一下 我现在在说你的事 你不要跟我扯那些不相干的人 哟 现在都知道护着人家了 我就说嘛 宋清城能把我哥给迷得神魂颠倒 再把爷爷奶奶忽悠得服服贴贴 至少也会把你哄得团团穿 哼 果然不出嘴 你 还有 既然这个家对我已经失望透顶了 我再带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就如你们所愿 现在都搬出去 说吧 机灵从床上下来要走 继母担心她真的要走 连忙将她拦住 你 你要去哪啊 妈都不想要我这个女儿了 还管我去哪里做什么 您就好好的跟您的儿子 去伺候您那个好儿媳的 哼 机灵冷恨一声 将机母推开 机母一下子差点没站稳 愤怒地咬着牙 你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怎么就伸出了你这么个不真气的女儿 机灵的脚步 摸得顿住 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脑门 说出来的话也不尽大脑了 那你就当作我是抱养了算了 我现在走了 省得在这里按您的眼 说完 机灵变愤怒地急步走了出去 并将房门重重地甩伤 一声巨响 感觉整栋楼都跟着晃了光 灵灵 灵灵 机母见她真走了 联盟跟在后面叫她 原本只是想过来 教训机灵一顿就算了 没想到会闹得这么严重 这闺女的脾气 被灌得是越来越大了 楼下的庸人 把楼上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这会儿机灵下来 也都跟着劝她 大小姐 您 您冷静点啊 就是啊 大小姐 太太也是为你好 都给我滚开 机灵正在气头上 将庸人一把推开 从沙发拿了包就走 机母跟下来 见机灵已经朝外走 又忙不迭地追了出去 灵灵 灵灵 太太 您 您慢点 庸人也跟着追了出来 这阵子太太身体也不舒服 这会儿可别出什么意外 灵灵 你快回来 灵灵 静母追得上气不接下气 奈何 机灵正在气头上 走得飞快 静母哪里能追得上 眼看就要追不上了 静母更加着急 刚想开口再喊她 可还不等静母开口 突然一口气没上来 张着嘴巴 一手捂着胸口 另一手 想去抓东西 稳住自己 太太 太太 您怎么了 幸好后面跟上来的庸人 发现得及时 一把将静母给扶住 静母已经说不出话来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一手用力地垂着胸口 整个人摇摇欲坠地 瘫痠了下去 庸人一个人 根本就扶不住一个 失去意识的人 眼看着静母倒下去 庸人吓得连忙喊人 来人呀 快来人 太太出事了 宋清晨正好过来 给寄灵送学校新发的书本 寄灵没去上学 她就帮寄灵领了回来 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大叫 她脚步加快起来 走过一个小小的转弯口 一眼便看到 躺在地上的静母 阿姨 宋清晨大惊失色 丢了手中的书 连忙跑到了静母身边 跪在地上问她 阿姨 阿姨 你 你怎么了 静母瞪着大大的眸子 想说什么 但是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已经渐渐失去意识的手 在胸口锤打着 又痛苦 又恐惧 宋清晨陡然想起 静母有心脏病 阿姨 你 你是不是心脏病犯了 静母艰难地从喉咙里 发出一点声音来 头也跟着僵硬地点了点 宋清晨见静母已经要不行了 脸色白得吓人 对着已经吓傻的庸人说道 你快去把太太的救星丸拿来 快 是 庸人 爹爹爹爹地站起来 宋清晨顾不得那么多 先救人再说 他将静母紧抓在胸口的手拿过来 一边跟他说话 阿姨 您别怕 会没事的 嘴上这么说 可说出来的声音都颤抖得厉害 说实话 宋清晨的心里是害怕的 非常非常害怕 脑海中快速地回想起 课程中那些最常见的急救方式 心肺复苏 不容多想 宋清晨双手上下交叠起来 找准他认为正确的位置 开始一下一下不停地按压 但是起初的效果并不好 静母已经闭上隐昏迷了 宋清晨更加慌了 有些束手无策 他脱下外套 盖在静母身上 然后给他做人工呼吸 再继续做心肺复苏 一下 两下 三下 宋清晨拼了命地不停按压 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管不管用 他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 坚持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消失 而且还是他的亲人 所以 绝对不能 阿姨 您 您要坚持一下 一定要坚持 宋清晨焦急地说着 手下的动作依旧是没有停下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静母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而却拿药的庸人 也还是没有出现 宋清晨虽然没有停下 可是他知道 自己快不行了 手下的动作 渐渐地缓慢下来 他不想的 可是 真的没有力气了 阿姨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 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四集 宋清晨的脑海里 突然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如果自己母亲哪一天 也突然这样出事 她一定会痛苦地疯掉的 或许就是这种心理 刺激了她的神经 宋清晨突然觉得又有了力气 摇摇唇挺直身板 又加快了手下的动作 继母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继正庭一定也会很难过 她不能让她难过 绝对不能 管家听到有人叫喊 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看到这样的状况 也是大惊失色 少太太 管家 阿姨心脏病犯了 快叫救护车 宋清晨看到来人 仿佛一下子又看到了希望 手下更是有力气了 快快快 把陈医生他们叫来 管家吩咐跟来的佣人 大家都不敢怠慢 赶紧忙去办事 管家看着宋清晨 累得满头大汗 在旁急得直搓手 却又帮不上忙 又过了两分钟 管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少太太 让我来吧 没事 宋清晨气喘吁吁 却一下都没有停止过手上的动作 管家看着他这般尽心尽力 默默地叹了口气 心里也替继母捏了把汗 希望能度过这个难关 毕竟 再过几天 就是先生的忌日了 太太这个时候 要是有什么不测的话 无疑是给季家人雪上添霜 就在这时 庸人领着陈医生他们 匆匆跑了过来 还抬了担架 快快快 赶快过来 少太太 等我们来吧 陈医生对宋清晨说道 宋清晨见他们来了 整个人直接瘫软了下来 只剩下喘息 医务人员赶紧将继母 抬到担架上 接上氧气瓶 打上吊针 然后做了相关的检查 有人继续做着心肺复苏 陈医生 还有脉搏 心跳微弱 血压偏低 医务人员汇报检查结果 好 赶紧送急救室 一队人抬着担架 又匆匆地离开 季家的备用医疗室 就是为此而准备的 季正廷赶回来的时候 老太太和老爷子 都已经焦急地等待 在急救室门口了 老太太看到他 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说 正廷啊 你可算是回来了 奶奶 你放心吧 会没事的 季正廷安慰老太太 说实话 这是他第一次 看到老太太 这么着急的样子 对了 你赶紧去看看清城 幸亏有他在 不然你骂他 说到这里 老太太欲言又止 要不是清晨在的话 只怕这会儿 人都已经没了 想到这里 老太太的心里 就慌得很 季正廷 眉心皱得更深了 忧城的目光 在四周扫了一圈 并没有看到 那个小女人的身影 最后 目光落在了管家那 管家心底一惊 这才注意到 少太太 一直没有出现过 刚才都光顾着担心太太 把少太太给忽略了 不过少太太刚才 好像累得不清的样子 也不知道这会儿 有没有缓过气来 季正廷得知 宋清城在西楼那边 而母亲这边 一时半会儿 也不会有消息 她又大不留心地 走了出去 宋清城这会儿 已经被两个庸人扶起来 因为双腿麻木 膝盖上 一阵阵钻性地痛传来 导致她根本没有办法 正常行走 只能由庸人 一边一个架着她 一步步艰难地走着 季正廷远远地走过来 一眼就看到宋清城 艰难行走 精疲力尽的样子 令她胸口尖锐地痛了一下 宋清城低着头 强撑着挪着步子 一抬头 便毫无征兆地 撞进了季正廷幽深的眼底 她正了正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她 宋清城的眼眶里 不自觉地涌出了一股炙热 紧接着 一颗泪 跌出了眼眶 直到季正廷走到面前 宋清城 这才收回了视线 季正廷的大手伸了过来 肠指在她脸颊 轻轻地擦了擦 指尖那温热的温度 让宋清城 觉得很真实 季正廷脱下外套 将她包好 然后拦腰抱起来 折回了主楼 大约又过了十五分钟 急救室的门终于被打开 季正廷第一时间走过去 询问情况 放心吧 病人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最好是静养一段时间 陈医生给出的结果 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然后又走到宋清城面前说 少太太 这次真是多亏您抢救及时 而且还坚持那么久 像太太这种突发情况 如果抢救的不及时 或者是不够坚持的话 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就连陈医生 都挺佩服宋清城的坚持 换做任何人 可能都很难坚持下来 其实 我只是进自己所呢 主要还是阿姨 自己很坚强 话虽如此 但是一般人 都很难坚持那么长时间的 就算是专业的医护人员 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 而你却做到了 还挽救了一条生命 很多时候 即便能做到最好的急救 但也不是都能将生命留住的 对了 你的腿应该伤得不轻吧 得马上处理一下 陈医生看了眼宋清城 裤子膝盖处 都已经破了 没事 待会儿 我自己处理一下就好了 宋清城觉得 自己更多的 是腿上的血液 还没有循环过来 加上下的 反正就是 没力气和疼 我先把太太安排好 你等我一下 宋清城点点头 没再说话 很快的 继母被安排进了 无军病房里 虽然继家不是医院 但是该有的设备 绝对不比医院的差 这些都是专门为 季母而准备的 因为季母不喜欢去医院 还动不动就爱生气 所以季正廷 就为她置办了 这些医疗器材 季正廷过去看了一下季母 说是短时间内不会醒来 她才从房间里出来 送走老爷子和老太太 抱着宋清城上了楼 到了卧室里 她将宋清城放在床上 大手不由分说地 就朝她的裤头伸了过去 宋清城惊了一下 反射性地捂住 自己裤头的地方 你 你干嘛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 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五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她不会还想那种事吧 季正廷看出了宋清城的 那点心思 瞪了她一眼 自己脱 还是我帮你脱 说吧 她将医药箱拿了过来 宋清城这才明白 季正廷是要帮自己 检查膝盖的伤势 说实话 宋清城早就想把裤子 脱下来了 不然到时候 血液跟裤子凝结 那不得疼死啊 宋清城看了眼 没关的房门 那你 帮我把门关上 季正廷没说话 走过去关门 宋清城趁她去关门的时候 自己将裤子脱了下来 不过 她穿的裤子比较贴身 到了膝盖的地方 明显不太好脱 季正廷折了回来 她还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只穿了一条小妹妹 你去看阿姨吧 我自己可以的 宋清城有心把她支开 但是季正廷并没有走 在她面前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 将她脱了一半的裤子 全部脱下 季正廷的动作很小心 膝盖露出来的时候 她稍猛地抖了一下 眉心拧出了一个穿子 她有想到伤势应该不清 但是没想到 伤得这么严重 不夸张地说 两个膝盖都血肉模糊了 宋清城看到自己膝盖的样子 倒是不惊讶 就是觉得有点恐怖 看季正廷盯着自己的伤口 半天都没有反应 想来应该是很心疼的吧 你起来吧 我自己处理 季正廷吞咽了一下 景色的喉咙 她原本是想帮宋清城 处理伤势的 但是现在 她觉得自己 根本没有办法处理 季正廷紧抿着唇不语 然后起身离开了房间 宋清城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脚步有些僵硬 大概是不忍心 看自己那么疼 所以才选择 眼不见为净的吧 宋清城从医药箱里 找到了酒精棉 打算先削一下毒 只是伤口不碰到 都已经那么疼了 如果再用酒精的话 一定会更疼 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 消毒总是要削的 不然感染的话 只会更麻烦 季正廷再回来的时候 刚到门口 就听到房间里 隐约传来嘶嘶的声音 没心一跳 大步走进房间 看到小女人正咬着唇 在清理伤口 你在做什么 宋清城微惊了一下 见她走进来 问道 你怎么又回来了 季正廷沉着脸 目光落在她膝盖上 眉头始终皱得紧紧的 季正廷不说话 眼色又不好 宋清城也就不敢乱动了 季正廷的手中 多了一把剪刀 她又蹲下去 直接将宋清城 还没有脱下来的裤子 给剪了 我这条裤子是新买的 宋清城在她下手之前 连忙阻止她 季正廷瞪她一眼 回头我给你买一百条 宋清城挪挪嘴 咕弄着 我才不要一辈子 都穿一条裤子 一百条 一年两条换着穿 够她穿五十年了 季正廷没理她 直接将裤子给剪开了 这时 房门被敲响 宋清城看着门口 下意识地想拉被子 把自己盖起来 季正廷站起来 从衣架上 拿了一条小毯子给她 然后才开口 进来 先生 陈医生进来 季正廷点点头 陈医生 直奔床上坐着的 宋清城 看到她腿上的伤势 也露出了 惊恶的表情 很快地 经过陈医生的 精心处理 宋清城腿上的伤势 被处理好 缠上了纱布 陈医生交代 这几天千万别沾水 以防万一感染 要避免走动 特别是上下楼 尽量卧床休息 这样伤口愈合得 要快一点 麻烦陈医生了 少太太客气了 等晚上休息的时候 我再来给你换一次药 之后每天都要换一次 好 谢谢啊 陈医生笑了笑 竟然离开了我室 宋清城看着自己 被纱布缠着的膝盖 默默地叹了口气 看来这几天 只能在家里好好待着了 回头要跟学校请个假 还得跟心悦说一声 让她照看一下花店 纪正婷将她抱起来 放到床上盖好被子 你帮我拿一条 宽松一点的睡裤来吧 纪正婷没有作声 有些犹豫 担心穿裤子 会碰到她的伤口 弄疼她 天知道 宋清城刚才在处理伤口时 那隐忍的样子 让她有多揪心 比拿一把刀在她胸口 凌迟还要疼 宋清城见她不动 就又说 总不能让我光着腿 躺在被窝里吧 再说了 万一你不在家 有人过来的话 我光着腿也不方便嘛 纪正婷看了她一眼 最后还是去了 她的衣帽间 很快的 纪正婷拿了一套 粉色的居家服出来 宋清城从她手里 接过睡衣 我自己来吧 你下去看看阿姨 有没有行 没那么快 纪正婷掀开被子 拿了睡裤就要帮她穿 宋清城见她这么理所当然 想来也赶不走她 索性就由她去了 反正也不是没见过 换好衣服后 纪正婷又给她盖好被子 然后才离开房间 纪正婷来到楼下时 管家正在和佣人说话 看到她下来 连忙走过来 先生 您要查的事 已经查清楚了 纪正婷在沙发上坐下来 说 太太一早 听说大小姐 昨晚又喝醉了 而且 还是两三点才回来 太太一气之下 就去西楼找大小姐 最后母女俩半了两句嘴 大小姐就给气跑了 太太跟上去追大小姐 但是 没追上 又气又急 所以 才引发了病情 管家早已将早上的事情 调查清楚 如是汇报 纪正婷 面如寒霜 纪灵人在哪儿 暂时还没联系上 不过 昨晚喝了不少酒 吐得满屋子都是 所以 太太才会大发雷霆 管家 管家都替这位大小姐操心得很 这先生成熟稳重 即便是有应酬 也没有喝到烂醉如泥 倒是这位大小姐 性情跟先生 完全是天壤之别 真不知道 这一母同胞的兄妹 性格怎么相差那么多 继续找 找到之后 把她给我带回来 是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六集 继母一直没醒来 继正廷这一天 就一直待在家里等着 到了下午 继母终于醒了过来 妈 您感觉怎么样 继正廷握着母亲的手 跟她说话 继母激动地抓着她的手 正廷啊 妈 是不是还活着 妈 您很好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您不用担心 继正廷知道母亲 是个胆小的人 肯定下她不轻 妈还以为 自己这次 撑不过来了 继母的身体 声音跟着就哽咽了 她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倒下的那一刻 心里的恐惧有多大 那一刻 唯一的愿望 就是祈祷能活着 陈医生在旁 一边给继母做检查 一边说道 太太 这次多亏了少太太 对您施旧及时 而且没有放弃 不然的话 后果怕是不堪设想 宋卿城 继母看了眼儿子 然后隐约回想起来 自己昏迷之前 好像确实看到了宋卿城 她还一直在喊着自己 而且 好像还哭了 太太 您病情危急的时候 是少太太跪在地上 给您做了心肺复苏 一直坚持到我们赶来 这会儿少太太膝盖都烂了 双手也一直在 控制不住地颤抖 路都不能走了 继母的面上 划过一丝难堪 心里更是觉得愧疚 想到自己以前 对人家那么苛刻过分 费尽心思地找茬 如今自己遇难 人家却不计前嫌 奋不顾身地救了自己 想想都觉得惭愧 妈 秦城现在不能走路 也下得不轻 所以我没让她下来 季正廷又适时地开口 继母回了回神 不用了 你让她在上面好好休息吧 别到处乱走 还有 这两天 你把公司的事推一推 在家照顾两天 听您的 能从母亲口中 听到对那个小孩的关心 季正廷感觉 整个人瞬间都放松了下来 如果因为这次生死一线的改变 能化解这对婆媳之间的关系 那也算是上天赐予的良机了 你们别都围在我这里了 该干嘛 干嘛去吧 继母的身体 还有点虚弱 围着这么多人 让她心里反而惶惶不安 感觉自己跟病入膏肓了似的 您的身体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您也别太着急了 有什么需要 您尽管跟我说 要是我不在 您就跟管家说 继母见儿子对自己这么关心 欣慰地说 放心吧 你妈又不是三岁小孩 知道自己要什么 养器您要一直用着 不能闹脾气 要听陈医生的话 配合治疗 以往 母亲发病不严重的时候 基本上不肯配合 基本上不肯配合医生的话 所以这一点 必须要叮嘱好 知道了 嘴上带着点不耐烦 但是继母的心里 还是喜滋滋的 你还是赶紧上去 看看你老婆吧 麻眨儿根子 想清静一会儿 好 那您休息会儿 晚上的时候 可以适当喝点粥 儿子 你老婆不嫌你话多呀 妈不嫌弃 老婆就不嫌弃 言下之意 就是母亲最大 继母开心的 脸色都变得好看了一点 由于继母身体还很虚弱 医生没有让人待很长时间 继正廷最后一个 从房间里出来 走到门口 还不放心地回头 看了眼床上的人 继母脸色很憔悴 带着氧气罩躺在床上 看到儿子又在看自己 她冲儿子笑了笑 挥手让他出去 继正廷从继母房间出来后 就直接上了楼 我是李 宋清晨吃了午饭后 看了会儿电视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冲正廷走进去 帮他将被子捏好 又将电视的声音 调小了一点 不过宋清晨 并没有睡得很沉 电视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他就醒了 打了个哈欠 坐了起来 阿姨怎么样了 我吵醒你了 宋清晨摇摇头 我本来就没打算睡 妈已经好多了 就是还是很虚弱 不过 迟到是你这个儿媳妇救了她 她很高兴 还特地让我上来陪你 真的 宋清晨有点不敢相信 担心冲正廷 是在哄自己 当然 刚才陈医生和管家 他们都在唱 对了 陈医生 有没有说怎样 才能恢复得快一点 冲正廷坐到床上 将宋清晨的手 拿过来把玩在手里 不紧不慢地跟她说 这种病急不来 得慢慢养 我待会儿打算去找陆清 让她晚一点过来一趟 对啊 你怎么不找陆医生过来呢 经济正廷这么一说 宋清晨这才想到 陆清这位医学精英 陈医生是专治心脏疾病的 对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 而陆清是全方面都了解 我想去咨询一下 看有没有更好的预防方案 宋清晨点点头 叙了她一言 有些犹豫地说 要我说 你妈脾气能控制一下 这种病其实也没什么的 其实最主要啊 是心态问题 经过这次大难 我觉得我妈多少能想通一点 以母亲刚才的表现 比起以往病发后的表现 有着明显的改变 大概是因为这一次 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心里阴影也更大 但愿吧 季正廷轻轻地捏了一下 她的小鼻子 至少我妈已经不再排斥你了 我都把她从鬼门关里拽回来了 她还好一次注注针对我呀 宋清晨撅着小嘴 受了天大委屈似的 如果继母经过这一次 还对自己各种无理挑剔找茬的话 那就真的太过分了 当然 她也不奢求继母 能对自己有多好 或者多感激 毕竟 自己救人只是出于本能 并不是想博得回报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七集 你别太在意了 这次是化解你们婆媳关系的最好时机 你要抓住机会 纪正廷提醒她 这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能利用这次机会 化解了他们婆媳之间的隔阂 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为什么是让我抓住机会啊 你怎么不让你妈抓住机会啊 宋清晨故意刁难她 要知道 这次可是她救了她妈一命 纪正廷不说话了 宋清晨知道她是个闷葫芦 也就不为难她了 跟你开玩笑的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纪正廷的面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摸摸她的脸 时间还早 你睡一会儿 我现在要出去了 你去忙吧 家里我照应着 不准下床 否则 怎样 宋清晨不喜欢她用这种 威胁的口气跟自己说话 男人眼眸一眯 大手突然直袭她被子下 在宋清晨的腿根部掐了一下 错在她耳边低语 留下充满危险性的四个字 后果自负 宋清晨低音一声 红着脸瞪她 可某人的心情却出奇的好 收回手离开了房间 得知继母已经没事之后 宋清晨仿佛才真的 从惊魂未定中解脱出来 双膝上的疼痛 一阵阵地传来 双臂也因为太用力 总是控制不住地发抖 还会出现痙攣症状 继母这场劫难后 别人都没什么 反倒是她这个救人者 受创最大 所以啊 必须得好好睡一觉 安安神 宋母今晚 还是准时来上班 知道这么晚了 管家肯定已经回去休息了 关于辞职的事 只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 换好工装之后 宋母提前十分钟到了岗位 准备和中班的同事 做交接班 宋大姐 您今晚可算是走运了 宋母刚走进来 其中一名庸人 就笑着跟她说话 宋母有些不明所以 为什么这么说呀 庸人四下看了看 然后低声对宋母说道 姐儿哥 大小姐不在家 晚上肯定也不会回来 您今晚只管一觉 睡到大天亮 明天等着下班就醒了 大小姐 怎么突然家都不回了 是有什么事了吗 宋母的心里 一下子就沉了沉 本来还想着看 寄灵最后一眼的 这要是不回来 岂不是没机会了 你不知道啊 大小姐今天差点 把太太给活活气死 这会儿人都联系不上 肯定是吓得躲起来了 估计呀 得有几天不敢回家呢 宋母脸色都白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那现在太太怎么样了 幸亏少太太发现得及时 大冷天跪在冰冷的地上 足足给太太做了 十来分钟的心肺复苏啊 这才好不容易将太太 从鬼门关给抢了回来 要不然呢 唉 说到这里 庸人摇了摇头 宋母一刻提到 嗓子眼的心 这才落了下去 你不知道 这少太太 原本是太太和大小姐的 眼中低肉中刺啊 刚嫁过来才半年 没少被太太和大小姐折磨 今天这种事 换作是旁人 不见得能为少太太 这么尽心尽力的 哎呦 可不是嘛 这少太太 真的是难得的好媳妇 要是那种稍微记仇的 还不趁着这么好的机会 拔不得太太一口气 上不来才好啊 另一个庸人 也跟着说道 别说了 万一被人听了去 那就麻烦大了 唉 走走走 赶紧交接班去 宋母被拉着去交接班 但是心思 早就不知道 飞到哪儿去了 太太从鬼门关 好不容易被拉回来 继琳又失踪了 这一天 居然发生了那么多事 家里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做完了交接班 宋母发现 今晚夜班 就只有她一个人 大抵是因为继琳不在家 安排那么多人 也没什么用处 加上太太那边事情多 据说少太太 因为双腿受伤严重 也躺着不能动 所以肯定需要人手 到了夜里一点 继琳还是没有回来 她闯了那么大的祸 估计一时半会儿 也不敢回来 宋母无聊地 在院子里转了转 观察着主楼那边 这会儿夜深人静 庸人基本上都去休息了 只有值班的庸人 偶尔会出来转转 宋母在主楼外面 观察了好一会儿 等佣人出来巡查完之后 她悄悄地进入主楼 对于主楼的结构 她来上班的时候 就熟悉过环境 知道专门的 吴军房间在哪 她也打听过了 继母还在 吴军房间里住着 找到了房间 房门是关起来的 宋母侧耳贴在门上 听了听 确定里面没有声音后 才轻轻地握着门把手 小心地拧开 将门推开一条缝 确定里面没有其他人 这才推门进去 将门重新关上 宋母的一颗心 还是砰砰砰地 跳得厉害 床上的人睡得很沉 鼻孔里还接着氧气 脸色依旧很难看 现在的继母 跟早上宋母看到的样子 简直判若两人 虽然她早上 那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很是蛮横霸道 不过宋母已经习惯了 或者说 继母那种高高在上 蛮横无礼的形象 早已在心中根深蒂固了 突然看到她 这么安静地躺在这里 反而让人觉得不习惯 宋母默默地 在床边站了好一会儿 面上没有太多的表情 只有心底 载着那二十几年的沉重往事 此刻就像剪不断的蚕丝一样 缠绕在心头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宋母长长地叹了口气 收起那沉甸甸的心事 将继母的手放进了被子里 捏好背脚 继母动了一下 迷糊地睁了一下眼睛 宋母大惊 连忙侧过身去 避开继母的视线 继母迷迷糊糊中 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梁小雨 你怎么会在这里 继母迷糊地问道 宋母整个人磨得一阵 以为继母醒了 手扣在掌心里 纠结了许久 才说 我 我过来看看你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 可开口的声音 还是在打颤 继母重新闭上眼睛 自嘲地笑了 你一定是来 看我笑话的吧 看我现在躺在这里 你是不是很高兴 很得意啊 说到最后 继母的声音 几乎听不到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八集 宋母这才 又敢看向床上的继母 原来 她只是以为在做梦 宋母松了口气 赶紧离开了房间 从房间离开后 宋母也没敢在主楼 这边逗留 要是被人看见的话 遭人怀疑不说 脱港 是很严重的工作失误 宋母心事 重重地回到西楼 突然发现 楼上的窗户上 有个人影在晃动 宋母心下一惊 难道是遭贼了 不可能吧 季家安全做得那么严格 到了晚上 没有特殊情况下 西门和北门 都是关闭的 只有正大门 有人二十四小时把守 小偷根本没有可趁之机 想了想 宋母决定 先进去看看再说 进了屋 上楼的时候 宋母的脚步 下意识地 就放轻了很多 能明显听到 房间里 有翻箱倒柜的声音 这架势 不会真的是小偷吧 宋母正在犹豫 要不要给警卫打电话 可是转念一想 谁家小偷偷窃时 敢这样光明正大地 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就在宋母纠结的时候 房间里的人走了出来 看到门口有人 明显是吓了一跳 你这人怎么回事 想吓死人呢 季灵知道自己闯祸了 所以趁着夜里 偷偷回来收拾点东西 准备出去躲一阵子 这刚收拾好 准备走 没想到 就被宋母给撞上了 还把她吓得半死 大小姐 宋母看到她 满脸惊愕 然后又注意到 季灵手中 提着的大包小包 大小姐 你这是 要去哪儿啊 季灵一把将她推开 你走开 本小姐去哪儿 还轮不到你个佣人来过问 说完 她提着东西就走 宋母连忙上去拉住她 大小姐 你不能走 太太现在刚脱离危险 一家人都在找你 担心你出什么事 大小姐 你怎么还能走呢 季灵甩开她的手 你少在这里忽悠我 五哥现在 他恨不得找到我 把我给劈了 家里怎么可能 有人还担心我 你识相点 最好给我辟罪 否则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 大小姐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先生真的很担心你 家里也没有人怪你 你赶紧去给家里人 道个歉 以后乖乖听话 他们会原谅你的 季灵根本就不想 跟他废话 咬着牙关 最后一次问他 你到底松不松手 大小姐啊 我今天是绝对 不会让你走的 我现在就要打电话 告诉先生 就说大小姐 平安无恙地回来了 说吧 宋母就要下楼 去打电话 季灵冲上去 抓住宋母 你给我站住 你今天要是敢打电话 我 我 一时半会儿 他不知道该怎么 威胁宋母 总而言之 他现在就是不能让 哥哥知道 自己回来了 否则 哥哥一定会 没收他所有的东西 说不定 还会狠狠揍他一顿 然后把他软禁在家里 以前还有母亲 可以护着自己 现在自己差点把母亲 给气死 这会儿肯定是恨自己 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帮自己呢 眼下最好的法子 就是出去躲一阵子 等他们都消气了 再见机行事 毕竟 自己银行卡和透支卡 都已经被哥哥给冻结了 现在还有些珠宝首饰 可以拿出去变卖 还是可以维持一阵子日子的 大小姐啊 送我求你了 你就听我一次劝吧 你母亲把你拉扯大不容易 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她会伤心的 季灵又一次把宋母推开 然后自己下楼 你给我闭嘴 孙老太婆 大小姐 宋母不罢休 又跟下楼去拉她 可季灵 早已经极度不耐烦了 手用力甩了一下 却没能将宋母甩开 她恼羞成怒 气急之下 抬脚踹了宋母一下 宋母跟她拉扯中 身体本来就不太平衡 被季灵这样一踹 整个人后仰倒了下去 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季灵见自己又闯了大祸 吓得双手捂着嘴巴 眼睛瞪大 看着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宋母 季灵扶着楼梯扶手 踉枪不稳地走下楼 颤抖地伸出手 推了推地上的宋母 我 我 你没事吧 可宋母却是一动不动 没有任何反应 季灵吓得大惊失色 跌坐在地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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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狗真的闯在祸了 怎么办 怎么办该怎么办 她吓得眼泪大颗大颗地 跌出眼眶 意识到 自己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她抹了把脸上的眼泪 跌跌爬爬爬地上楼去拿包 又匆匆忙忙地 逃离了现场 季灵从家里成功逃出来之后 心里越想越害怕 万一那个人真的死了怎么办 那我不就成了杀人凶手了 不要 我不要去坐牢 我不要被枪毙 她一个人蹲在马路边 心里恐惧到了极点 突然想到 可以打电话给门卫 让他们去救人 没准还能救回来 这样想着 季灵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因为手抖得厉害 手机啪的一下 掉在了地上 她又伸手驱剪 剪了两三次 才把手机给剪了起来 颤抖着双手 把电话给打了出去 另一边 门卫听说西楼有人摔倒 赶紧派人前去看一下 并将宋母给救了起来 庆幸的是 宋母还有气 门卫看伤得好像不严重 就没有惊动主人 自行拨打了急救 将人送去了医院 宋青城睡得正香的时候 翻了个身 迷迷糊糊中 好像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她睁了睁眼 又仔细听了一下 季正廷睡在她边上 敏锐地察觉到她的异常 怎么了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季正廷仔细听了一下 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你是不是做梦了 宋青城挪了挪身子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确实又没有听到了 可能因为白天继母的事情 心里还有阴影吧 可能是吧 别想那么多 睡吧 季正廷摟着她的手臂紧了紧 宋青城便没做多想 闭上眼 继续睡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五十九集 第二天 宋青城洗漱好 陈医生就上来帮她换药了 季正廷原本说要去洗漱的 结果听说宋青城换药 她就身高马大的站在边上看着 宋青城见她站着不动 就问她 你不是要去洗漱吗 不着急 我看看你伤势 今天已经好多了 你赶紧去洗漱吧 管家都上来两遍了 宋青城推她 知道她担心自己的伤势 所以就更加不想让她看到 昨天才处理的伤势 今天肯定不会有太大的好转 相反 她还觉得比昨天更疼了 一提到管家 季正廷忽然想到 管家今天貌似有点不对劲 平时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上来催吃早餐的 今天却魄力上来了两次 肯定是有什么事不方便说 不过对于季正廷而言 任何事都比不上 眼前小孩的伤势重要 陈医生小心翼翼地 将缠在宋青城膝盖上的纱布 一圈一圈地拿下来 到底层的时候 纱布粘在了伤口上 稍微碰一下就很疼 才插了一个膝盖 宋青城就疼得满头大汗 小脸发白 季正廷五官绷得紧紧的 将宋青城的手 紧紧握在手心里 目光自始至终 都落在她的伤口上 恢复得还不错 有些较嫩的伤口 已经开始结架了 这伤口大概几天能愈合 估计每一个十天八天 应该好不了 陈医生一边跟她说话 一边给她清理消毒 宋青城一脸悲哀 意思是 我十天八天都不能走了 最好是别走动 就算一定要自己走呢 那也要等到伤口结架 牢固一点才能走 不然你一走动 结架的伤口很容易崩裂的 那就等于造成了二次创伤 到时候不亦愈合不说 伤疤得不好去除 宋青城满脸哭闹 早知道就不问了 陈医生这么一说 纪正廷肯定更加 不让自己走动了 老师在家里待着 宋青城搭了这脑袋 一脸的生无可恋 纪正廷看着陈医生 将伤口处理好 重新包扎后 才起身去卫生间洗漱 洗漱好出来 本来打算抱宋青城 下楼去吃早饭 但是听了陈医生刚才的话 纪正廷直接让人 把早餐送上来给他吃 纪正廷 我不要在楼上吃 你不能把我关在房间里 陈医生的话你没听到 那你也不能把我 关在房间里啊 再说了 阿姨从醒来 我还没有下去看一眼呢 这样是不对的 我会解释 可是我想下去透透气 我不想待在楼上 宋青城很生气 纪正廷望着他 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宋青城只好撒娇说 哎呀 求你了 我保证不会乱走的 纪正廷拿他没办法 只好游着他 门外 管家和佣人 将早餐送上来 刚到门口 门就被人从里面拉开 纪正廷抱着宋青城出来 管家有些不明所以 先生 这是 下楼 纪正廷丢下两个字 便抱着宋青城 镜子下楼了 宋青城瞪他 要不是他折腾来折腾去 管家也不用来回忙 到了楼下 纪正廷把宋青城 放在餐桌前的椅子上 然后在他身边坐下来 管家将早餐 又重新放为餐桌上 退在边上 吃到一半 纪正廷发现 管家一直站在边上 看上去 好像有事要说 管家 管家上前一步 先生 昨晚太太休息得怎么样 休息得很不错 早上也早早地就醒来了 这会儿吃了点东西 正挂水休息呢 纪灵有没有消息 问到纪灵 纪正廷的语气 明显凉了几度 管家没有立马回话 而是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不过当纪正廷 一道冷嗦嗦的目光 投过来之后 管家打了个机灵 先生 大小姐昨晚回来过 人呢 纪正廷没心一跳 就连宋青城 都是很惊讶地看着管家 纪灵昨天失踪了一天 突然间回来 还真是让人 有点出乎意料 也不太像她的个性 大小姐是夜里一两点回来的 而且回来后 就上楼收拾了那些衣服和首饰 准备离开 后来被家里的佣人发现 据分析 应该是佣人 劝大小姐的过程中 发生了争执 所以 说到这里 管家瞥了眼宋青城 似乎有点避讳 宋青城却紧张又着急地问道 所以什么 母亲主要是在西楼那边 而且也是上的夜班 所以发现纪灵又产生争执的人 很可能就是母亲 纪正廷知道肯定是有事发生 管家避讳宋青城 大概是顾及纪灵的关系 但如今既然已经是一家人 就没什么好避讳的 说 管家可不敢挑战先生的耐心 他如实说道 昨夜值班的门卫夜里 两点左右接到电话 就是西楼出了事了 于是就赶快过去看看 结果发现西楼值班佣人 倒在楼梯口 昏迷不醒 据调查的通话记录 已经确定 就是大小姐打过来 而且我们查看监控 大小姐也就是在事发前回到西楼 大约二十分钟后 又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宋青城手一抖 手里的勺子掉在了桌子上 发出不小的声音 脸色异常难看 纪正廷以为他哪里不舒服 握住他的手腕 怎么了 宋青城回过神来 突然站起来朝管家走过去 但是腿上刚用力膝盖位置 就疼得让他险些跌下去 纪正廷和管家连忙伸手 将他扶住 纪正廷皱着眉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激动 管家 那个庸人现在怎么样 人在哪 宋青城抓住管家的衣服 情绪有些失控 管家一愣 少太太 不会就是因为紧张一个庸人 所以才这么激动的吧 当然 管家也不敢怠慢 说 人当时就跑到医院了 由于没什么大碍 所以 没有惊动大家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六十集 少太太 您 没事吧 管家被宋青城揪住衣服不放 有些尴尬 对了 那个庸人叫什么 我们平时都叫他宋大姐 宋青城松开管家 又抓住纪正廷的手 纪正廷 你送我去医院 现在 马上 纪正廷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也猜到了 肯定跟宋青城有关 郑重地问他 你告诉我 怎么回事 宋青城眼眶红了红 哽咽着 说了两个字 我妈 在这里等我 纪正廷眉头一跳 刘笑话 匆促地上了楼 管家在一旁 摁了半天 家里庸人出了事 怎么少太太这么激动 难道 管家心底惊了一下 很快的 纪正廷从楼上下来 身上多了一件外套 手臂上还挂着一件女士外套 看到宋青城始终站在那 纪正廷的脸色沉了沉 但还是什么都没说 将外套给他穿好 然后去鞋柜里 给宋青城找鞋子 还好他的鞋子 基本上都是平根 纪正廷挑了一双轻便的出来 给他穿上 宋青城这会儿 已经没有心情感动了 一心急着 想去医院看看母亲 纪正廷抱他出来的时候 车子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车子一路奔到医院 宋青城在路上 给母亲打了电话 但母亲上班 是不允许带手机的 所以打不通 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纪正廷本想问清楚 怎么回事 但是看宋青城 这么着急担心 还是忍住了没问 到了医院 纪正廷一步都不让 宋青城走动 不过司机很快 就借到了轮椅 纪正廷推着他 直接找到了 宋母住的病房 宋母刚刚醒来 护士正在询问他 现在有什么感觉和症状 门突然被人 从外面推开 宋青城一眼 没有看到母亲 就大喊 妈 宋母被护士给挡住了 听到女儿的声音 连忙探出头来 清城 你这是怎么了 看到女儿坐在轮椅上 宋母紧张地掀开被子 要下来 护士一把拦住她 你别乱动 这挂水呢 宋青城一眼看到 母亲头上缠着的纱布 眼眶就红了 但还是安慰母亲说 妈 您别紧张 我没事 就是脚崴到了 你怎么来了 你爸他们知道了吗 宋母担心 家里知道的话 又该乱成一锅粥了 我 宋青城一下子答不上来 自己是怎么知道的 纪正廷 适时地替她解围说 院方通知我们的 又让你们担心了 其实也没什么事啊 不用大惊小怪的 宋青城用目光 在母亲身上看了看 担心伤到哪了 妈 您现在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有没有伤到哪里啊 没有 就是磕到脑袋 有点晕晕乎乎的 宋青城还是不放心 对旁边的护士说 护士 我妈头有点晕 你看要不要做做CT 检查一下 CT昨晚送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做过了 待会儿会有医生过来 跟家属说一下病人的病情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这样 麻烦你先帮我们 调到VIP病房去 护士原本在做笔记 听到这句话 手中的笔一顿 抬起头来 将纪正廷打量了一下 原来是位大帅哥 看上去应该也挺有钱的 不过护士还是好心地提醒了一下 这位先生 我们VIP病房费用昂贵 您确定 肯定 现在就换 哦 好 等护士离开之后 宋青城对纪正廷说 纪正廷 其实 我们不用换那么好的病房 就是啊 正廷 没必要去浪费哪些钱 您头部不是 应该好好静养 这里人来人往的 不利于休息 宋母看了眼女儿 没再多说什么 之后 纪正廷却补充了一些相关手续 宋青城一个人 陪在宋母病床前 这位大姐 刚才那个 是你女婿吧 隔壁病床的病人 主动跟他们说话 是啊 不过还没结婚呢 还有 大姐的命可真好 修了个好闺女 还修了个这么好的女婿 真是让人羡慕 宋母笑而不语 宋青城听着这席话 心里也是暖暖的 纪正廷 确实是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不管对待任何事 她总是说得最少 做得最多 而且还想得很周到 关键是 她有这份心 很快的 宋母被医护人员 接到了楼上的VIP病房 宋母不是第一次来 VIP病房了 但还是觉得挺奢侈的 宋母称纪正廷不在的时候 小声地问宋青城 青城啊 这病房肯定贵得吓死人了吧 妈 您现在应该安心养病 不要去考虑其他的 可是这么贵的病房 妈哪里能住得下去啊 您放心吧 这家医院 是寄政廷一个 很好的朋友开的 他去打个招呼 费用不会算我们很贵的 再说了 反正这里空着也是空着 给咱们住一下也没关系 宋青城只能这么说 才能说服母亲 安心地住下来 宋母还是觉得 有点过意不去 这样不好吧 哎呀妈 您就安安心心地 在这里住下来吧 这时 病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寄政廷出现在门口 不过 他的身边多了个陆琴 宋青城连忙叫人 陆医生 这几天不见 寄政廷怎么把你 摧残成这样了 陆琴走进来之后 就拿他先调侃了一下 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 你这样也照顾不来病人 还是一边待着去吧 我给阿姨检查一下 陆琴说话还是那么耿直 一点不留情面 宋青城倒是习惯了 陆琴的性格 觉得这样直爽 也挺好交流的 麻烦陆医生了 不麻烦 反正你们不来麻烦我 也会有其他病人来麻烦我的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六十一集 宋青城默默地退在一旁 省得待会儿陆琴又嫌自己碍事 几分钟 陆琴就检查好了 又拿起床头柜上放着的CT片子 举在灯光下看了一下 说道 后脑有一个小血块需要观察一下 其他问题不大 有血块 会不会很严重 要手术吗 陆琴放下片子 依旧淡定地说 别紧张 可能是脑部受到撞击 出了点血 还没有散开 后期用点药观察一下 影响不大 可是 会不会继续变大 宋青城还是不放心 毕竟是在脑子里 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你想多了 省点脑细胞 想想其他事吧 宋青城无语 人家紧张的心脏都要蹦出来了 陆琴却还能说得跟没这回事一样 是不是学医的心态都这么好 送走陆琴后 宋青城守在母亲身边 开始询问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没什么 就是妈自己不小心摔着了 宋母又怎么可能告诉她 是被继灵推的呢 妈 您别骗我了 人家都说你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您自己怎么可能 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摔下来呢 宋青城是怎么都不会相信的 况且管家都已经说了 母亲可能是跟继灵发生了争执 才出的事 哎 你这孩子 怎么宁可听别人说的 也不听你妈的 妈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 那就别问那么多了 你看 郑婷现在还耽误在这里呢 你赶紧让她忙去吧 啊 宋青城看了也一直站在旁边的纪正婷 对她说 要不你先去忙吧 我在这里陪我妈就行了 你这样我不放心 母女俩一个病着 一个腿不方便 叫她怎么能放心离开呢 宋青城的心底躺过暖暖的热流 我答应你 不会乱走乱动的 家里现在需要你 公司事情也多 你赶紧去忙吧 不用担心我们 回头我让管家安排个佣人过来 家里母亲也病着 公司从昨天到现在 还压着很多事情没有处理 她确实很忙 宋青城摇摇头 真的不用 实在不行的话 我待会儿请护士帮我们找个护工过来 这样你该放心了吧 从家里安排佣人过来的话 没准跟母亲都见过 这样一来就穿帮了 纪正廷也没有坚持 对病床上的宋母说道 宋姨 那您先休息 我晚些再来看您 好 你快去忙吧 不用担心我们 纪正廷点点头 目光又转向宋青城 你跟我出来一下 宋青城有些疑惑 不过还是划着轮椅 跟他出去了 到了外面之后 宋青城问他 有什么事吗 这儿有一笔钱 原本也是为你准备的 现在给你 纪正廷递给他一张卡 宋青城看着那卡 却并没有接 为我准备的 聘礼 原来咱们纪先生 也挺俗气的 被取笑了 纪正廷也不生气 该俗气的时候 难免要俗气一下 但是这钱应该是给我爸妈 我不能要 宋青城把他的手推回去 现在是给你 我约某生病 我这个做女婿的 当然要尽一份小心 那不行 我不能要你这么多钱 没让你全部花掉 这是给我老婆的零花钱 纪正廷 纪正廷直接将卡塞进了宋青城的口袋里 可是 纪太太 你老公我现在很忙 如果你再说下去 上午我可能只能在医院度过了 宋青城也就没再多说 不过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必须要跟纪正廷解释一下 我妈在你家工作的事 这件事 回头再来处罚你 纪正廷虎着脸 一脸的不高兴 宋青城弄弄嘴 知道她肯定会生气 那你先去忙吧 回头我们再联系 有什么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阿姨那边有什么消息 你也跟我说一声 知道了 宋青城看着她离开后 又折回了母亲的病房 过了半个小时 宋父和宋老太得知情况后 一起冲了过来 宋父一到 就是把宋母一顿数落 说宋母没用 做个保姆都做不好 一分钱还没赚到 就把自己送进医院 还得贴钱 宋父说的这些话 宋青城只当是耳旁风 懒得在医院里 跟父亲大吵大闹 他只说道 爸 妈的医药费 不会要家里 拿出一分钱 我会承担的 你承担 那你的钱 不是家里的钱 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天上掉下来的 还是咱们家的呢 宋老太连忙 就跟了一句 宋青城有些来火了 照你们的意思 我妈这病就不用看了 看也要找她干活的 主家给出钱看呢 她这算是工赏 他们主家不仅要付医药费 还得赔咱们精神损失费 劳务费 休养费等等等等 总之有乱七八糟的费用 他们一样都不能少赔了 对对对 一毛钱都不能少赔了 否则 咱们就去告他们去 宋母看着他们母子 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起敬得很 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 妈 老宋 这次呀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不怪人家 怎么就不怪他们了 你要不在他们家干活 能半夜三更摔倒吗 你赶紧把地址给我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理论去 宋老太凶神恶煞地 对母亲说道 虽说已经六十几了 但是遇到贪便宜的好事 那是一个精神抖擞 不比年轻人精神差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六十二集 妈 您先别激动 这件事 我自己会处理的 绝对不能让他们去计较闹 否则的话 非出大乱子不可 宋老太用眼烧 嫌弃地将宋母打量了一下 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这德行 脑子都帅得开花了 还能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赶紧把他们主家的人 给我找来赔钱 否则别怪我找上门去 闹他们个鸡犬不宁 闹事 宋老太是绝对有这个本事的 宋卿尘见不得人 对自己母亲这样鄙视 她放下手中 刚削了一半的苹果 奶奶 医生已经说了 妈的伤势没什么大碍 今天再观察一下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这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再说了 人家已经给我们 安排了这么好的病房 该赔偿的 也不会少了我们的 您就别在这里吵吵嚷嚷 影响我妈休息了 行了 想跟我走 让他们把钱一分不少地赔过来 你以为老太婆我想待在这里啊 要不是奔着赔钱来的 我才烂得跑过来呢 宋卿尘没好气地说 就算人家赔钱 那也是赔给我妈 跟你们没有关系 也不用你们在这里操心 当初父亲赔偿的那笔钱 他们一口同声说 是父亲拿命换来的 这会儿 他们有什么资格来 寄予母亲的赔偿费 宋老太一愣 自然知道宋卿成是什么意思 连忙看向儿子求助 宋父多少还要点面子 这种事只能交给母亲 死皮赖脸的去纠缠 所以一收到母亲的目光 他就连忙冲母亲挤眉弄眼 宋老太明白儿子的意思 有儿子支持 宋老太依旧保持 刚才的嚣张态度 你说的倒是好听 那万一以后你妈 留个什么后遗症 谁管她 谁伺候她 我来管 我伺候 宋卿尘冷漠地望着宋老太 一字一顿地说道 宋老太嘴角抽了一下 你能时时刻刻待在她身边吗 别忘了 你还有个半死不活的妹妹 等着你照顾呢 我告诉你啊 你最好是把我这个老太婆哄开心了 要不然 你将来嫁人 就把那个脱油瓶给我一起带走 我可伺候不了你们一个个废人 宋母有些怒了 妈 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吗 您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只要有我在 我自己会照顾好小妹的 我们也不会拖累你们的 不管是谁 说她两句 骂她两句 宋母都能容忍 但如果是对孩子不尊重 宋母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更何况 宋老太这话说的 怎么跟诅咒自己有事似的 你还真有脸说 都拖了二十几年了 不然我们家 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种田地 宋卿尘的脸色越来越沉 越来越冷 压抑着怒气说 奶奶 你要是还没说够 就请你去外面说 我妈现在要休息了 宋卿尘给母亲拉来拉被子 宋母也配合女儿 躺了下去 你 妈妈妈 您消消气 咱们先去外面躺着 让她休息会儿 这时 宋父连忙过来 拉着宋老太离开了病房 宋老太原本是不乐意走的 但是宋父 一个劲地给她使眼色 宋老太这才跟着离开病房 宋卿尘没想到 父亲这次倒是好说话 居然帮着他们劝奶奶 宋母还是不放心 卿尘 你要不出去看看 别让他们闹出什么事来 妈 您别担心了 我不会让他们闹事的 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干活人家的住处 不然他们肯定会无理取闹的 您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这件事只能私下里了结了 不然 父亲要是闹到记家去的话 将来他还有什么脸面对记家 两家人只怕是更没有可能会走到一起了 外面 儿子 你拉妈出来干什么呀 宋父鬼鬼祟祟地跟母亲说道 妈 咱不是有那个储家的电话吗 咱们自己打电话 跟她理论不就行了吗 其实 宋父和宋老太之所以得知宋母出事 还是管家在宋母的简历上 找到了家属联系人 然后才通知了他们 可宋清晨以为是母亲通知了他们 而宋母又以为是宋清晨告诉了他们 毕竟 自己今天下了班没有准时回去 家里人肯定会问的 这样一来 宋清晨和宋母都没有想到 宋父会打电话 直接找到记家去 宋老太闻言 眼睛一亮 觉得这个办法好 不过很快又担心起来 可万一 人家不理我们怎么办 宋父眼珠子转了转 这样 咱先打电话 把他们家的详细地址给弄到手 到时候他们要是 敢不答应咱们的条件 咱们就找上门去算账去 我看这样行 走 现在就去打电话 宋父拉着宋老太 说走就要走 等一下 宋老太走了两步 突然又拉住儿子 这回换宋父不解地看着母亲 妈 又怎么了 宋卿尘刚才不是说 他妈根本就没什么大碍吗 这样我们去了 怕是要不到多少钱 儿子 你不是认识的人多吗 看看 能不能给开一张假的病例报告 这样 才能要得多一点 宋老太的话 对于宋父而言 无疑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对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瞧你这脑袋 连你妈都不如 宋老太 在儿子脑门上点了一下 笑话他 妈不愧是金国英雄 儿子佩服 赶紧去办吧 越快越好 一想到又要有一笔巨款到手 宋老太就等不及了 那我这就去找人了 您在这等我好消息 宋老太点点头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对了 实在不行的话 你打电话找小周帮帮忙 他医院啊 有认识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六十三集 宋父眼睛又是一亮 好嘞 这是包在儿子身上 还是母亲足智多谋 头脑转得也快 要不然 他还真是把周绍锦这个人给忘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宋清晨提前跟医院订了两份餐 没想到父亲和奶奶也来了 这会儿两份餐 肯定是不够四个人吃了 不过听奶奶说 父亲有事出去了 不回来吃午饭 所以宋清晨就打算 把自己那份分给奶奶吃的 但是再出来的时候 发现奶奶人已经不在了 宋清晨自己推着轮椅 到护士台询问护士 护士 请问一下 有看到刚刚坐在这里的老太太吗 刚才被一个年轻人给接走了 好像说是去吃饭 年轻人 宋清晨有些惊讶 奶奶在这里人身地不熟 怎么可能认识什么年轻人 而且还带她出去吃饭 宋清晨正疑惑着 只听护士又说 对 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 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样子 宋清晨虽有疑惑 但还是笑着跟人家道谢 好 谢谢啊 没事 我推你过去吧 你要是有什么事 直接按铃就行了 不用这样跑来跑去的 护士说着 已经从护士台里走出来 推她回了病房 那就太麻烦你们了 不麻烦 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 护士将宋清晨送回病房 顺便又给宋母量了个血压和体温 一切都正常 护士走之后 宋母就问她 清晨 你奶奶呢 我也不知道 我听护士说 一个年轻男人把奶奶接走了 说是去吃饭 年轻男人 宋清晨点点头 始终想不到 这个年轻男人会是谁 宋母想了一下 倒是想到了一个人 周绍景 如果真是周绍景的话 那周绍景知道自己在哪里工作 该不会告诉老太太吧 宋清晨知道母亲也跟自己一样疑惑 但是奶奶出门 向来都是身无分文 也没到老糊涂的时候 不会轻易跟陌生人走的 妈 别想了 趁热吃吧 宋母刚一想到 被女儿这样一打岔 就给忘了 回过神来 女儿已经将饭菜都摆好了 清晨 待会儿啊 你给你奶奶和你爸打个电话 让他们早点回去 你妹妹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其实 宋母是担心 宋父和宋老太 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来 嗯 我知道了 您就别操心了 把病养好了再说 可你爸和你奶奶是什么人 你也知道啊 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把羞的 宋母还是忧心忡忡 这件事不解决 宋母是不会安心的 宋清晨比任何人 都不希望这件事情闹大 所以她已经想好了 该怎么处理 实在不行的话 我这里还有点钱 到时候 就说是人家赔的 宋母叹了一口气 难过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 唉 也只能这样了 如果不是想把这件事化解 她是绝对不会让女儿 出这份冤枉前的 不过只要能解决这件事 也算是万幸了 妈 您是不是应该告诉我实话 您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宋清晨还在纠结这一点 这件事不弄清楚 她心里的疙瘩 就解不开 在自己女儿面前 宋母也不刻意隐瞒 她叹道 唉 你不知道啊 我们主人家的大小姐 是个任性的女孩子 因为跟家里人啊 闹了点别扭 半夜三更地回来 偷偷把之前的东西都打包好 准备要离家出走 正好让我给撞见了 我当然是要阻止她了 没想到她执意不肯跟家里人认错 我在拉她的时候 一不小心失足 就摔下来了 果然跟管家分析的差不多 不过母亲说是自己失足 宋清晨还是不太相信 真的是失足 总之 就是拉拉扯扯 不小心摔下来的 那您摔倒了 那位大小姐 就没管您 宋母没在作声 宋清晨也猜到了这个结果 不过事后 寄灵给门卫打电话 也算是不错了 妈 您只是在人家那里做事 有些事不该您管 您也管不了 还好这次没什么事 但万一要是有什么不测的话 您让我跟妹妹以后怎么办啊 宋清晨知道母亲心肠好 肯定是想劝好 但是她不了解 寄灵那个人的性子 这样盲目地去劝说 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放心吧 妈以后不会了 吃饭吧 宋母播了播餐盒里的米饭 我也是看那个女孩年纪轻轻的 不该走上这条不归路呀 而且 她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宋清晨一证 如果寄灵这种人还算可怜的话 这世上怕是没有好福气的人了 她不禁冷嘲热讽说 人家是千金大小姐 怎么可能会可怜 宋清晨永远都不会忘记 被她下药 差点被顾峰毁了清白 还有就是 险些命丧机灵手中的那次 这两件事 她永远不可能原谅 宋母看上去心情有些沉重 脱口就说了出来 你不知道 其实那个女孩 并不是他们家的亲生骨肉 您说什么 宋清晨一阵 有些不可思议 话说出来 宋母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 连忙摇摇头 算了 都是别人家的事 赶紧吃饭吧 菜都凉了 虽说让女儿知道也不打紧 但是这种事 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可宋清晨 已经没有办法安心吃饭了 母亲不是那种捕风捉影的人 能从母亲口中说出来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有误 可是母亲 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难道是从季家庸人口中听来的 可他在季家也有好几个月了 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谣言 而且季家把季灵宠得跟掌上明珠一样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把宋老太接走的人 正是周少景 周少景带宋老太 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店吃饭 宋老太从来没有来过 这么高洁的地方 还说自己没有吃过牛排 周少景就借机 满足了一下宋老太 对牛排的渴望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六十四集 餐点好之后 服务员陆续将餐前点心和农汤送了上来 宋老太简直比饿死鬼投胎还要恐怖 服务员一送上来 没一会儿就一扫而光了 相比宋老太的狼吞虎咽 周少景面前的东西是丝毫味道 看着宋老太吃得那么狼狈 周少景只想就地消失一下 奶奶 你慢点吃 我这份也给您 周少景把自己面前的东西 往宋老太那边推了推 希望他能稍微克制点 你不吃啊 我不是狠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宋老太袖子卷得高高的 把他面前的东西全部拿了过来 周少景面上乍青乍白 店里那么多服务员和客人 都盯着他们这边看 他实在是坐不下去了 奶奶 您先吃啊 我去个洗手间 好好好 你去吧 宋老太头都没有抬一下 周少景发誓 这是他这辈子最丢人的一次 还被人当恐龙一样盯着 但是为了弄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他只能忍了 最后 他极其不自然地站起来 先消失一下 等周少景回来的时候 两份牛排已经送上了桌 还看到桌子上那一个个空盘子 比洗过还要干净 他是真丢不起这个人 让服务员将盘子都收了下去 宋老太第一次吃牛排 也不会用刀叉 看着隔壁桌的人怎么用 他就学着人家的样子 切着盘子里的牛排 可切了半天 才切下来一块 快麻烦的 他就直接丢下了刀叉 动作不小 所以发出了不小的声响 坐在对面的周少景 正切了块牛排 朝嘴里送 被这一声响吓得 手里的刀叉都抖了抖 他抬头看上宋老太 只听宋老太对看过来的服务员说道 给我拿双筷子来 服务员一脸懵逼 什么啊 筷子 周少景也被宋老太给雷盗了 不过他只能连忙道歉 不好意思啊 老人家用不习惯刀叉 麻烦你给他拿双筷子过来 哦 好 服务员这才回过神来 点头应了声 他心里也是服了这位奇葩老太太 不会用刀叉 就乖乖顶到中餐算了 还非得洋气一下 这一下好了 没洋气成 反被人笑话 周少景这一刻 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越是不想引起注意 这位宋老太越是能搞事 他真是肠子都毁清了 早知道会丢这么大的人 他就随便找个小餐馆 敷衍了失算了 接下来 周少景感觉 自己一直是在水生火热中度过 几乎是头都没敢抬一下 好不容易熬到宋老太吃饱喝足 终于可以问正事了 周少景先卖了个乖 奶奶 您吃饱了吗 吃饱了 都吃到嗓子眼了 宋老太一脸的开心 转眼从牙签盒里拿了根牙签出来 就直接开始踢起了牙 周少景的身体不动声色地 朝后退了退了 生怕待会儿踢到他身上来 奶奶 您还没说 宋姨到底怎么受伤的呢 提到正事 宋老太认真了起来 就是在他干活的人家里摔的 你说 这算不算是工伤啊 算啊 当然算了 有周少景这句话 宋老太这一下心底就有底了 所以说 我跟你宋叔啊 打算去找这家人 协伤赔偿费的问题 但是吧 这医生说你宋姨 伤势不算严重 这样肯定赔不了多少钱 所以啊 我想找你帮我们出出主意 那个 你宋叔 应该都跟你说了吧 周少景眼底留波一转 担心宋父没有跟自己说实话 所以想从宋老太这边 再套问一下 是这样的 宋叔就跟我说了两句 好像是手机没电了 所以我才给您打电话的 这孩子 做事就是不靠谱 那现在 你们这边是什么意思 别提宋清诚 跟他那个没用的母亲了 以他们的意思 这事就打算不了了之了 但是我跟你宋夫不同意啊 你想想啊 这脑袋伤到了 万一以后落下个什么后遗症 我们到时候找谁去啊 还不是我跟你宋叔倒霉吗 你说是不是 奶奶您说得太对了 这件事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 周少警跟着天有加醋 宋清诚知道自己母亲工作的地方就在济家 他当然是希望这件事不了了之 但是他周少警可不会就这样让他如愿 宋清诚越是想把事情化解 他越是要让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 看他宋清诚到时候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 让宋清诚那个臭婊子 带舍套算计他 这次他要连本带礼地讨回来 所以呀 我跟你宋叔 有没有什么可信任的人 这不就想到你了 奶奶 您这次可算是找对人了 这是我不但能帮你们的忙 而且我还认识阿姨上班那户人家 您不知道 那户人家可厉害了 不光是有钱 人家还有势力 没准医院的医生早就被他们给买通了 故意把阿姨的病情说得轻一点 不想承担责任 周少警知道宋老太和宋父 都是没脑子又贪财的人 只要稍微缩拾一下 保证有好戏可以看 不会吧 这 真有这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人家有权又有势 这点小事 打个电话说一声就搞定了 宋老太这一下 感觉压力重重了 那我们 可真的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件事 不然 我们要啥没啥 肯定斗不过人家呀 废话 这S是有谁能斗得过G家 更别提你这个穷的 想叮当的老太婆了 周少警 洋装帮他们想了一下 这样 我找人给你们弄个病例单 把阿姨的情况写得严重一点 到时候 你们就拿着这病例单 去跟他们协商赔偿的事情 如果他们不给的话 你们就大闹 他们这种有头有脸的人家 就怕人闹事 让他们没面子 到最后 保证什么都会答应你们的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六十五集 这真的吗 可是 这样会不会把事情给闹大了 或者 他们不会打我们吧 人家那么有钱又有势力 万一回头把我们弄死了 怕是都没人知道 周少景却狡黠地笑了 他们要是敢对你们动手 那就更好了 我到时候会在暗处观察 假如他们有人敢动手 我就立马报警来收拾他们 到时候 只会赔得更多 周少景说的 那叫一个胸有成竹 头头是道 宋老太想不相信都难 好 那就照你说的去吧 对了 你说我们跟他们 要多少赔偿费合适啊 周少景假装想了一下 先要个五百万 实在不行啊 再还还价 五百万啊 宋老太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五百万长什么样呢 这一开口要这么大一笔钱 还不把人家给吓傻了 奶奶 那五百万对人家根本算不上什么 人家可是亿万富豪 五百万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真这么有钱啊 宋老太根本无法想象 这得多有钱 才能让五百万变成九牛一毛啊 您去打听打听 亚洲赫赫有名的济世集团 那可都是挂在首富榜上的人物啊 能没有钱吗 一个铁呐 怎么就被我们家遇到这么个大财主了呢 所以啊 奶奶 您这是要发大财呀 周少景趁热打铁 宋老太激动的 就好像自己已经发了财似的 一把抓住周少景的手 小周啊 奶奶要是发大财了 保证忘不了你这个好小子 奶奶客气了 我也希望奶奶日子能过得好一点 还是你知道奶奶的甘苦 那我就不能跟你久坐了 我这还得去跟您找人办事呢 那我们要不要给人家送点礼什么的 嗨 有我在 一句话的事 需要送礼 显得他周少景多没面子 再说了 就宋老太手里那点私房钱 怕是也送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宋老太高兴得合不拢嘴 不用送礼那就更好了 纪正廷忙完要紧的工作后 又赶到了医院 宋清晨正在给母亲削苹果吃 突然有人推门进来 他惊了一下 看到是纪正廷就下意识地看了眼时间 还没到正常下班的时间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没什么事就过来了 他说话的时候跟宋母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然后将手中的东西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 我跟我妈今天订了医院的餐 吃得都很好 我们下午睡了一会儿 精神都还不错 宋清晨知道纪正廷是不放心 从昨天到今天早上 高兴那一边就一直在给他打电话 不用想也知道是工作上的事 他还说没什么事 分明就是假话 宋母也担心太影响他工作了 是啊 正廷 你工作忙 不用老实跑过来 也差不多下班了 不影响 宋母知道 纪正廷是不放心 女儿一个人在这里 毕竟她不能走 多少是让人担心的 宋母对女儿说道 清晨 你待会儿啊 跟护士说一声 没什么事的话 你就跟正廷先回去 反正妈一会儿 除了吃点饭 也没有其他的事了 那不行 晚上没有人照顾您 我不放心 你自己现在都这样了 留下来也不能照顾我 你还是好好照顾自己吧 那也不行 我留下来 至少能知道您好不好 宋母心里欣慰 嘴上却说 妈又不是小孩子 不用你操心 啊 再说了 这里呀 护士二十四小时 都有人值班 妈要是有事的话 叫他们一声就行了 宋京城还想说什么 但纪正廷 在她肩上轻轻地拍了拍 继而对宋母说 宋姨 我刚刚擅自给您安排了一位护工过来 您也知道 清城现在腿脚不方便 而我又不大会伺候人 所以还是请个人更方便一点 清城也能放心 纪正廷早就料到 小孩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母亲 一个人丢在这里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请个护工来照顾宋母 而且这也是她应尽的义务 毕竟宋母是在自己家里受的伤 还是拜纪灵所赐 你什么时候安排的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刚才看到个不错的护工 所以就跟护工说了 宋京城感谢地看了纪正廷一眼 又对母亲说道 妈 既然正廷把人都找了 您就别什么事都自己撑着 您现在还有点头晕 万一不小心再摔扰 那就不好了 正廷啊 总是麻烦你 真不好意思 一家人不说两交话 过了一会儿 护工就过来报到了 是一位和宋母年纪 差不多的中年妇女 看上去很干练 笑嘻嘻的 应该挺好相处的 宋京城又陪母亲了一会儿 在被宋母赶了几次后 无奈之下 她只能跟纪正廷先回去了 车子在门口停下 纪正廷下车 绕过来 将宋京城从车子里抱出来 阿姨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你好像没手打电话去询问吧 纪正廷一点都不客气地戳穿她 宋京城挪了挪嘴 反正自己什么行踪 都逃不过她 欢迎继续收听 有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六十六集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阿姨吧 说起来 宋京城到现在 还没有去看过纪母呢 即便是腿脚再怎么不方便 也有点说不过去 可以 纪正廷点了点头 她也一天都没有去看过母亲了 如果母亲知道自己回来了 还没有去看望她 又该有话说了 他们刚进来 管家就将轮椅推了过来 先生 少太太 麻烦了 应该的 纪正廷将宋京城放在轮椅上 对管家问道 太太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还不错 就是问了你好几遍 纪正廷看守 随即便推着宋京城 一起去了纪母的房间 刚到门口 就听到纪母的声音 从房间里传来 妈 我这最近老是胡思乱想 您知道 我前天夜里梦见谁了吗 谁呀 是不是又梦见正廷他罢了 我梦见那个女人了 房间里好一会儿都没有声音 一定是你最近烦心事太多了 又马上又马上要到正廷爸的既日了 所以啊容易胡思乱想 我梦见到他 我梦到他来看我 可是我觉得 他是来笑话我 这听吗 不是我在这里说你 你这个人啊 就是太好强了 咱们也都是过来人 如今都一把年纪了 就拿清晨来说吧 不管他让你多不满意 那也是你儿子看重的人 你这样不待见他 跟不待见你儿子 有什么区别 你再看看正廷 自从清晨嫁进来之后 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了 人也憔悴了不少 这还不是因为 你跟他媳妇这关系给为难的 哎呀妈 我也不是故意要找宋清晨麻烦 你想想他那个家境 算了 家境咱们就不说了 他宋清晨 有先天性疾病 将来遗不遗传还不好说 咱们家 可就正停这一棵毒苗 我能不担心吗 说实话 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啊 我也是有点担心的 但是啊 我时候跟陆晴那丫头 大电话咨询了一下 陆晴跟我保证了 说是这种疾病啊 遗传性很小 而且有的人保养得好了 人家一辈子都不会复发 要我觉得 清晨啊 肯定是自己上班太辛苦了 所以才会复发的 我也想开了 将来啊 不让清晨出去工作 等他毕业了 就让他在家里生孩子 带带孩子什么的 那生一个孩子 还不够我带的呢 哪里用得上他带呀 不是 就你这脾气 你能带孩子吗 我看 还是我带比较好 妈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这脾气不好 我也不至于 揍自己大孙子吧 关键是 你不是还年轻吗 老太婆我能活几年 当然是嫌让我带了 那实在不行 就让他们多生几个 反正现在 二胎都开放了 多生几个 家里也热闹 我看行 不过 这话 得妈你去跟他说 反正我不说 哎呀 行行行 回头啊 我去跟清晨说 而且我听说 正廷现在 已经在戒烟戒酒了 估计这小两口啊 自己早就有打算了 门外 纪正廷和宋清晨 将房间里两位长辈的对话 都听得清清楚楚 起初的时候 他们都很好奇 静母口中的那个女人是谁 但是听到后来 两人被二老 给逗得又好笑又感动 特别是宋清晨 他很感动 静母能接受自己 甚至对孩子那么渴望 包括老太太 但是又有些难过 难过自己与生俱来的缺陷 在他们心中留下了遗憾 纪正廷知道宋清晨的心思 弯身下来 在他眼眸上轻轻吻了一下 给他一个暖心的笑 继而 纪正廷敲了敲门 推开门 他推着宋清晨进去 老太太看到他们进来 脸上笑如春风 正廷爱清晨来了 奶奶 阿姨 宋清晨看了眼老太太 最后的目光 落在床上的静母呢 静母死摇面子 当然是不可能一下子 就表现出接受她 或者对她有多好 所以态度还是冷冷淡淡的 清晨啊 你今天腿怎么样了 听说膝盖都血肉模糊了 一定疼死了吧 也没那么严重 已经上药包扎好了 陈医生不是说了 得十天半个月不能走路吗 你可不能乱走乱动啊 将来好得慢 容易留下后遗症 老太太 故意在继母面前 把她的伤势说得严重一点 好让继母也感动一下 没事 也没有伤到骨头 宋清晨明白了老太太的心意 也就没说多少 毕竟 也不能辜负了她老人家的一番心意嘛 总之啊 还是当心点比较好 不过啊 你婆婆刚才夸你呢 说是这次幸亏有了你 不然她这条老命啊 早就归西了 老太太说起话来 也是大大咧咧 直来直往 继母看着老太太 嘴张了半天 愣是没说出话来 宋清晨看了眼继母 笑着说 我也只是尽自己所能 换做任何人 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话虽如此 可不见得 谁都能把人给救回来 总之啊 你这次是立了大功了 宋清晨笑了笑 没再说话 妈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精气神和胃口都不错 看得出来 继母的精神 是比昨天又好了很多 这一周之内 只能吃清淡点的 您有委屈点 听到这句话 继母马上就变得 愁眉苦脸 是啊 每天都吃那些 没盐没味的东西 难吃死了 那你还得努力 把身体养好 到时候我们 摆个丰富的家宴 继母一正 轻轻地叹了口气 唉 对了 你妹妹 是不是还没有消息 您不用担心 据我所知 她已经去巴黎散心了 她还散心 她妈 都差点被她给气死了 她还有脸去散心 你给我告诉她 以后 我没有她这个女儿 提到继灵 宋卿城不免又想到 母亲今天说的那句话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六十七集 说实话 季灵的样貌和季家人 还真的不怎么像 当然 她并没有见过季正廷的父亲 只听老太太又劝道 哎呦喂 你就消停点吧 这才刚好一点 又神奇 再说了 跟自己女儿有什么好气的 那是你一手养大的女儿 性子你还不了解吗 都是我从小到大 把她给惯坏了 我这是揍了什么孽了呀 看得出 静母嘴上说是生气 其实心里是伤心难过 又放不下这唯一的女儿 宋卿城也跟着相圈 阿姨 季灵只是一时任性想不开 等她想通了之后 一定会回来跟你道歉的 您现在 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卿城说得对 反正不管季灵那丫头走到哪 迟早还是会回来的 你就安心养病吧 季母也只能这么想了 但是还不忘叮嘱儿子 正廷啊 你可千万不能把她的卡给冻结了 万一她在外面遇到个什么事 缺钱的话 那就麻烦了 嗯 我知道 季正廷没有告诉母亲 季灵已经把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变卖了 身上应该有不少现金 其实 季正廷现在最担心的 并不是季灵在哪 而是她一个女孩子 身上带了那么多现金 会很危险 老太太站了起来 哎呀 行了行了 孩子们刚回来 这还没吃饭呢 而且这里啊 也不好久待 我们就先出去了啊 你好好休息一下 行吧 你们也不用担心我 我这儿有医生和护士伺候着 没多大事 朕准备要离开 老太太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 正廷啊 听说西楼有个佣人值班的时候 发生了点意外 这会儿还在医院呢 你有没有过去看一下 人家伤得怎么样啊 说起这件事 季正廷下意识地 看了宋卿尘一眼 然后又不动声色地回到 这件事我会安排好 您不用操心 可千万不能亏待了人家 人家上班也不容易 听您的 行了 走吧 阿姨 那我们先出去了 季母挥了挥手 去吧去吧 虽然还是冷冷淡淡的态度 但是宋卿尘已经很开心了 这还是自己跟季母说道别的话 季母第一次给自己回应 晚饭后 季正廷抱着宋卿尘回房 宋卿尘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听说母亲都还不错 她也就放心了 不过 父亲和奶奶 自从上午冒了一下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种现象 很反常 要知道 以父亲和奶奶的性子 加上今天并没有谈拢 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罢休的 所以明天一定要找个机会 给父亲打个电话 试探一下 季正廷见他电话打完了 才过来问他 怎么样 宋姨睡了吗 还没呢 说是刚洗书好 也准备睡了 季正廷在他身边坐下来 扶着他的肩 让他面对着自己 现在来跟我解释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宋姨工作的事 本来是打算要告诉你的 可是 想来想去 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而且 我也是之后才知道 母亲工作的地方就是这儿 当我想告诉你的时候 我妈又跟我说 已经决定辞职了 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也没想到 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季正廷倒不是怪他 就是觉得 这件事 现在弄得很尴尬 自己丈母娘 居然在自己家里做庸人 不管是对自己家 还是对宋家 他的处境都很窘迫 而且这件事 没办法瞒下去 可又不知道 该怎么说出来 比较合适 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跟宋姨解释 我也不知道 实在不行 就直接告诉他算了 如果要瞒着的话 他和季正廷真正的关系 就暂时不能让家里人知晓 不然的话 家里人肯定是要登门 来看看他家的 而且就算是瞒了一阵子 也不可能瞒一辈子 季正廷有些无奈 这件事 弄得我也很窘迫 对不起啊 总是给你添那么多麻烦 季正廷又笑了 抬手将他夹边的发丝 撩到耳后 跟他说 我很幸运你这个小麻烦 能找到我 总是让我拿你没办法 所以 这件事 你也打算帮我解决 是不是 宋清晨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我会见机行事 这件事 季正廷还没想到万全之策 宋清人挪了挪嘴 忽然又想到一件事 对了 我想问你一件事 问 你比季灵大七岁 那么季灵出生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记事了吧 如果季正廷记事了 对季灵的身世 会不会知道一点什么 确实 不过 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了美国 毕业之后才回来 宋清晨畏畏一正 季灵出生 他不在国内 那就没办法了 宋清晨又调侃他 原来季先生 还是海归精英啊 不过季正廷 并没有从刚才的话题中走出来 一脸认真地问他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没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问 真的 我今天想洗个澡 宋清晨继续插开话题 你想都别想 四个字 毫无转环的余地 不过 也成功地 转移了某人的注意力 宋清晨 撅着小嘴 满脸的不高兴 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不能 通融一下吗 可以 除非 我帮你写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 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 夜夜忙 第468集 季正廷并没有因为宋清晨不高兴 而心软让他洗澡 主要是 他的伤势时间太短了 如果三天后 季正廷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给他洗一个澡 最后 他抱着宋清晨去卫生间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等他洗漱好 重新换了一套睡衣 躺进床上 季正廷才自己去洗漱 宋清晨一个人躺在床上 满脑子都在想季灵的声势 他始终想不明白 季灵怎么可能不是季家的亲生骨肉呢 如果母亲真的是从季家庸人口中得知的 那么这件事应该不是一件非常严密的事 但是他刚才问季正廷的时候 季正廷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 所以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又有谁知道这件事呢 还有 季母口中的那个女人又是谁 会是跟季灵身世有关的人吗 宋清晨想弄清楚这件事 可是又不敢 在想什么 想得这么入神 季正廷洗漱好出来 就看到宋清晨在床上发呆 等换好衣服后 发现他还是一动不动 宋清晨回过神来 发现季正廷已经坐在了自己身边了 他随便找了个借口 啊 没什么 就是忽然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 什么事啊 宋清晨差点答不上来 但忽然又想到了黎沈的事 你还记得 黎沈走之前那晚 在房间里找我聊天的事吗 季正廷汉手 这件事他当然记得 其实那晚 黎沈跟我说了很多 盯着我好好照顾你 还提醒我 让我找个机会 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奶奶 那时候 我就觉得黎沈有些不对劲 只是没想到 黎沈的处境这么为难 关于黎沈突然被迫 离开季家的这件事 宋清晨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 跟季正廷说 再想想黎沈走之前那晚 跟自己说了那么多话 他就应该想到 有事情要发生的 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也不用太过自责 宋清晨靠近他怀里 也不知道黎沈现在 怎么样了 季正廷的大掌 在他肩上轻轻地拍了拍 放心吧 会联系上的 早点睡吧 你明天还要工作呢 宋清晨从他怀里挪出来 躺了下去 季正廷嘀嘀地应了一声 关了灯 跟着躺了下去 宋清晨再自然不过地 窝进了他的怀里 挪了挪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不许论动 那我自己睡 宋清晨赌气地 要从他怀里退出来 动都不让动 他又不是木乃姨 可是某人 又怎么可能放过他 长臂收紧 将宋清晨牢牢地 禁锢在壁弯里 再乱动的话 后果自负 宋清晨可不敢再乱动了 他很清楚 自己再乱动的话 某人就要狼心大发了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好一会儿 宋清晨迷迷糊糊 要睡着的时候 轻轻地翻了个身 就闻到了 从头顶笼罩下来的 温热气息 男人的呼吸均匀 气息中夹杂着 一股淡淡的薄荷香味 让他意识 稍微清醒了一点 眼睛微微睁开 看着静在咫尺地睡脸 大脑像是短路了一样 凑上去 在他唇上吻了一下 男人的身体磨得一僵 在宋清晨抽身之前 翻身将他压下 加身了这个吻 宋清晨一惊 然后浑浑噩噩地 被滚了一通 什么情况 他 他不是睡着了吗 这可是你惹我的 男人咬着他柔软的耳垂 沙哑地说道 在这个安静的夜里 显得异常的危险 宋清晨气息一紧 心里连连叫苦 人家就是亲你一下 不带你这样的 但是他很清楚 某人已经狼性大发了 不把他拆吃入腹 恐怕只能靠冷水走了 可是 事是自己惹的 他又怎么忍心 让人家去冲冷水澡呢 好吧 自己点的火 只能自己来负责浇灭 当然 某人虽然强悍凶猛 但是也有个度 知道他腿不方便 所以没有像以往那样 一次又一次索要 一小时后 就真的放过了他 还很贴心地去卫生间 拧了热毛巾出来 为他擦身体 宋清晨虽说没有出力 但是也被他折腾得不轻 贪软在床上 由着他给自己擦身子 等纪正廷再次收拾好 回到床上的时候 宋清晨已经睡着了 纪正廷一躺下来 宋清晨就本能地靠近他 窝近他怀里 看着他睡得跟小猪一样 纪正廷这才身心满足地 闭上眼 第二天上午 宋清晨给父亲打电话 原本想试探一下 父亲的口风 却不想 父亲接起电话就扬言 要去替母亲讨要赔偿的事 无奈之下 他只能安抚父亲 说自己先去找人家协商一下 下午的时候 宋清晨来到医院 管家亲自送他过来 并把他送到了病房楼层 管家知道 自己不方便被宋母看到 所以将宋清晨送出电梯后 便识相地回去了 宋清晨自己划着轮椅 来到了母亲的病房 刚到病房门口 就听到了父亲和奶奶的声音 就知道 奶奶肯定不会放过 涉及到钱财这种事 妈 因为父亲和奶奶都已经看到了自己 宋清晨就没叫 只是看了他们一眼 反正他们那样子 也不待见自己 宋母看了看她后面 没有看到其他人 诶 清晨 你自己怎么来的 啊 新月送我过来的 她回去上课了 说晚一点过来看您 要是说是别人送的 父亲和奶奶 没准会刨根问底 要说没有人送自己来 母亲怕是也不信 所以 只好说是新月了 宋母倒是相信女儿的话 不用让她跑来跑去 妈又没什么大问题 宋清晨只是点点头 宋清晨 你说今天去找那户人家 协商赔偿的事 倒是协商得怎么样了 宋老太等不及地问她 宋清晨看了母亲一眼 然后说道 关于妈这种情况 我已经咨询了一下律师 虽然妈是在工作中 发生的意外 但是由于 妈并没有跟人家那边 签劳务合同 从法律上来讲 不能全部算是工商 只能算是个人意外 但是 我跟这户人家也协商了一下 人家也挺好说话的 表示医药费会全部承担 另外给了几万块钱 作为补偿 我觉得人家做的 已经算是人之意尽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往昔 军演讲故事 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六十九集 宋老太一下子跳了起来 什么 就给几万块 他们打发叫花子呢 这态度 何止是不满 简直就是非常不满 宋卿城对宋老太这种反应 实在是恼火至极 有想到过 几万块不见得能满足 奶奶那颗贪财的心 但是没想到 奶奶不满表现得如此强烈 当然 为了稀释宁人 她还是压制住气氛 平静地说道 奶奶 这里的医药费 一天就是上万块 再加上妈检查的各种项目 都是最好的 这些都是钱 这些钱是他们应该出的 跟赔偿没关系 我告诉娘 几万块 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对 我也不同意 宋卿城的脸色沉了下来 你们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现在受伤的是我妈 只有我妈有资格发表意见 你们说什么都不算 上次把母亲打伤住院的时候 他们连看都没有来看一眼 甚至不闻不问 这次涉及到赔偿问题 他们倒是积极得很 宋老太不满地问道 那你说 你妈今后要是落下个什么后遗症 谁来负责 我爸那时候躺在家里一动不动 我妈安前马后地伺候着 可到头来 不是照样没有说话的资格 一分钱也没看到吗 说起后遗症 我爸现在好像手脚还不利索 有时候犯头晕吧 照他们现在的意思 是不是也应该把父亲那笔赔偿款 分一部分到母亲手里 以防止父亲将来有个什么后遗症呢 宋老太说不过他 也懒得跟他扯 这是两码事 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怎么就两码事了 你担心我妈落下后遗症 想跟人家要一笔钱 以防万一 那我爸赔偿下来的钱 你们给谁一分一毫了 宋老太气得嘴角直打哆嗦 那不是拿出来装修房子了吗 就是 买家电不都是我出的钱吗 你们还真好意思说 家里的哪一件电器 是我爸出钱买了 我爸顶多是买了几张床和被子 就连厨房的东西 都是我出的钱 电器更加没要你们一分钱 这算下来 我爸出的钱 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万块吧 宋老太气得跳了起来 两万块不是钱啊 你宋清晨现在是长本事了 两万块都看不上眼了 不愧是找了个有钱人家 不过 怎么就没有听说 你把你那对象带回家来 给咱们瞧瞧的啊 不会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糟老头吧你 是糟老头也好 小伙子也罢 我自己喜欢 我乐意 宋清晨也丝毫不让 遇到这种极品佳人 他只觉得 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不幸 宋父不耐烦了 行了 甭在我这扯这些没用的 你去告诉那个主家 别指望拿几万块钱 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我们可不是要犯的 宋清晨也豁出去了 既然你们那么厉害 你们自己去找好了 不过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人家在S市 可是想当当的人物 而且这件事 人家也早就找好了律师 你们要是敢闹上门的话 就等着被送检察院吧 宋清晨知道 父亲和奶奶 就是看着乍乍乎乎 一副很有能耐的样子 其实 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 保证瞬间 就变缩头乌龟 反正好言好语 跟他们也说不通 索性就吓唬吓唬他们 宋老太先前 就从周少井那里 听说了关于季家的厉害 这会儿当然是有点害怕 他看了看宋父 有点拿不定主意 宋父也是个胆小如鼠的人 现在能有个几万块到手 总比一分也没有要好 这样 你先去把钱拿过来 这几天观察一下 你妈的情况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考虑一下 放他们一马 但如果要是情况 不乐观的话 我可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儿子 你胡说什么呢 这几万块 怎么能了事呢 宋老太急了 在家不是都说好了 没个上百万 绝不妥协 可这会儿 怎么几万块 就让儿子眼红了 真是没出息 宋父赶紧把母亲 朝边上拉了拉 低声跟宋老太说 妈 妈 你先冷静点 儿子自有打算 我不管你有什么打算 你要是敢因为这几万块 就把事情了结了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知道了 您就别操心了 宋父一脸无奈 宋清晨以为父亲这次 真的被吓到了 心底松了口气 钱 我会让人家转进我妈账户里的 这笔钱是我妈的 谁都没有资格去分 他特意又看了眼旁边的宋老太 眼神里含着警告 行行行 算你狠 宋父白白手 懒得跟他废话 等钱到手了再说 宋清晨心底一块石头 总算是落了下来 他还真是没想到 父亲能这么轻易被说服 之后 他给母亲的卡上 转了八万块钱进去 原本是想转六万的 但是以父亲和奶奶刚才那种态度 太少了 宋清晨担心 他们又反悔 宋老太被宋父拉出了病房后 就急着问宋父 儿子 你到底怎么回事 在家里不是说好的 要好好敲一笔的吗 宋父看了看来往的护士 把宋老太拉到一边去说 妈 现在咱们就是计划这么做 但是计划能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呢 现在放着几万块钱能拿 还不如先把那几万块钱弄到手再说 回头咱们计划要是失败了 也不至于落个一场空啊 当然了 计划能实现的话 自然是最好了 成了的话 那他们就要走向百万富翁的生活了 想想都觉得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美事 宋老太有点明白过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 先把几万块拿到手 然后再去他们家闹 对了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 宋情成都说了 那笔钱 是直接打进他妈账户里的 咱们也落不着呀 那笔钱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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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